第576章 顺流 雷元所说的是问题的答案 但并非问题的全部答案 只因有些话 一时还不便说得太明白 襄阳 晚成一代的荆州豪族如此 其实并不让人惊讶 曹公虽占据荆乡 但其实并不重视荆乡本地地诗人 近数年来 荆州出身的文武能在许都 夜城立足地寥寥无几 如王灿 杜熙 何恰等受到重用的 都是玉居荆州的北人 真正的荆州人领袖宽越 在许都做个空头光露勋 而蔡茂 刘毅 宋忠等虽在夜城 蔡茂全然不问外事 令两人只不过是侍从文人罢了 虽然荆北各郡的太守多用本地人 可那明摆着是对抗玄德公的权宜之法 荆州世人向上发展的道路 早就被曹公麾下的如影世人堵死了 世人所求的 或者自身的政治地位 或者家族的扩张 延续 前者既受阻厄 就要在后者下功夫 这两年来 京乡士族竭力深耕地方 扩充宗族的力量 他们以其盘根错节的力量 投入到乐乡大事的贸易中 固然是出于贪婪 也因为他们有实实在在的 物资财货的需求 在这个过程中 有许多人会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 他们在南方的亲朋伙伴们 正在玄德公的政权中 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所谓玉州入属 京楚人贵实非虚言 那么 随即也会有人想到 终究乱世尚未结束 鹿死水手 尚未知之 京北低市人 又何必把筹码全部投在一端呢 这样的想法 随着玄德公势力的膨胀而蔓延 随着他们与京南贸易往来的 收益扩张的蔓延 所以才会有洋疑 宋婉这样的人 甚至就连文聘这样的地方强豪 也渐渐聪明了起来 曹公虽然不断往荆州增兵 但他们的统治根基 那些出身金香的无数二千人六百弹 乃至俊献刚技 斗食之力的人心 正在一点点滴变化 对此 雷远是很明白的 而关羽再接触到了杨怡 宋婉等人以后 也愈来愈明白了 可惜 弥子方是个蠢货 关羽忽然骂了一句 现在想来 玄德公以弥方这样的生意人 担任南俊太守 或许真有用他去做些私下交易的意图 没想到 弥方满脑子钱财 竟不晓得半点轻重 硬生生把自家的前途毁了 而江陵与襄阳间的暗中往来 还是靠雷远的乐乡大势实现 众人全都进口不语 就连雷远也不应声 又过了片刻 在场降效的部下们陆续回来 禀报备战以毙 最先到的是 荆州水师的两名中郎将 詹燕和陈凤 关于此番带领荆州水军出洞 留了长子关平等守江陵 随同行动的水军将领便是詹 陈两位 詹燕是玄德公任 豫州牧师跟从的部下 而陈凤则是荆州水军干将 赤壁战后降服于玄德公 两人聚都干练有能 深吸水军周师的战术战法 三年前 关平带领荆州水军 往下口运送卢江雷氏宗族渡江 在关平之下 带领船队的便是詹燕和陈凤二将 此番他们再来接应 雷远对二将自然有些酬谢 从詹燕和陈凤口中得知 原来关羽在率军离开江陵时 曹仁大军已经逼近到江陵城左近 当时 关羽与关平等将约定 要他们无论如何 坚守城池十五日 今日便是关羽离开的第十五日了 凌晨时分 从对岸折返的少探说 江陵新城内外仍在熬战 杀生震天 但具体战况如何 因为曹军围困数十重 少探时再无法潜入探明 此后几个时辰过去 关羽再也不提江陵情形 只督促重将做好战斗准备 关羽本人的家眷 荆州水军将士的家眷 都在江陵城里 可关羽偏偏就有胆量放开他们 而调度水军主力 往江下走了这么一趟 这份人情 雷远一定是要记下的 此时 詹燕和陈凤二将上来 功身禀道 军侯 荆州水军整队完毕 随时可以作战 关羽微微汗手 知道了 之后 陆续有多人登上穷龙通报 随即在场诸将纷纷出列 向关羽禀报 凌凌郡的水陆兵力都准备好了 这是凌凌北部位席真 长沙郡的船队整备已毙 这是长沙郡的郡位使河 武林郡有精兵一千 快船二十艘 随时可以作战 这是武林郡从事繁咒 丁凤匆匆赶来 站到雷远身边 向他握拳示意 雷远向前半步 沉声道 宜都郡有兵士四千人 骑兵五百 蒙冲四艘 快船五十艘 已经准备完毕 随雷远从卢江返回的将士 大部分需要休整 一时无力继续作战 但雷远身为荆州仅次于关羽的重疆 实力仍存 此番 他将留守一度的兵力 扣除在一道 宜林和江关各处要爱住房的基本力量 清朝调动而出 另外 贺松 丁凤 吴斑 雷同 仁辉 马代等将 也都参战 此时 雨势渐渐大了 雨点打在河面上 发出哗哗的响声 在场众人的甲咒 容符慢慢地阴得湿了 慢慢有寒气泛上身来 而视线索急 天地间 白茫茫的水色渐重 远处江心的连绵舟路 似乎看不大清楚 身后又有脚步声响起 雷远侧身让开些 几名护从持着关羽的档口将军灰盖 匆匆登上穷龙的阶梯 高高乘起 沿着围水雇道远近 在芦苇 薅棚间密集排布了无数船只 船上兵将们透过雨雾 见到这面灰盖 巨都躁动起来 有人高举武器 开始欢呼 这场雨 正是时候 关羽沉声道 此前 曹军凭借浮桥连通江上周路 把荆州水师封堵在大江下游 荆州水师数次攻打浮桥 却受阻于汹涌水师 突然折损多艘珍贵的大剑 难有收获 而曹军得以发挥巨大的兵力优势 四面围攻江陵 但曹军上下都是北人 以他们的头脑 根本无法想象南方夏季各处水域的连贯情形 荆州水军往江下虚张声势一通 随即回师 沿着南方水道迅速都转 仅用了七天 关羽索部就越过八百里水路 神不知鬼不觉地到了江陵上游 而在此地与之汇合的 还有从京南各郡汇集而来的精锐 当荆州水路诸军从围水雇到杀出 滔滔大江赫然由阻力转为助力 而荆州军得以发起轻力猛攻 他们将用大船撞破曹军的南江浮桥 把张河锁部捆锁在江上周路 而另一支兵则会沿着菊水上行 转至紫虚毒 包抄曹人锁部的后路 因为羽氏掩护 曹军根本无法发现他们的行动 这场行动将会是一场迅雷不及掩耳的痛击 关羽是何等刚傲资金之人 哪怕面对十数万曹军压境 他想的也不仅是巨城死守 他要的是一场大胜 是在曹操眼皮底下 粉碎曹氏大军 关羽屡了屡长须 继续道 曹公以十数万众南下 自以为是批抗岛须的妙策 打算用荆州的威急 来捧鹤主公 关某岂能如他所愿 斩将破局 就在今日 还请诸位努力杀敌 众将一骑攻身道 遵命 关羽暗箭转身 昂然往穷龙下方去 走过雷远身边时 他忽然止步 续止 在 夏侯元让在你这边做俘虏 过得怎么样 雷远道 此人终是曹操麾下重臣 并不敢磕待 每日都有九十公斤 只不过 这败军之将难免抑郁 我却没有办法 你让人去劝劝他 就说 莫要急躁 战后我请他来将领休养 说不定 还会带曹子孝来 与他作伴 诸将齐声大笑 第五百七十七章 大事 张和正披着缩衣 沿着浮桥步行巡视 大概被冷水击着了 他忽然连打几个喷嚏 出平元年时 张和跟随韩父讨伐黄金 激功而任君司马 后来他转至袁绍麾下 因为在讨伐公孙瓒时 多有功勋 升任宁国中郎将 关渡之战中 他投降曹公 被败为偏将军 后来又在柳城与张辽并为先锋 击破乌环 败为平敌将军 那一年 张和33岁 在曹英诸将之中 不计夏侯氏和曹氏清族 他的地位和功绩和于静 乐静 张辽 徐黄等人 不相上下 而以年齿而论 他是最年轻的一个 然而此后数年间 乐静 张辽 徐黄等人陆续获得了驻军在外 承担一方安危的重将地位 而于静因为 持军严整 常驻许都周边 承担不可言说的重任 只有张和蹉跎数年 始终没有得到更进一步的机会 此番张和随同曹公南下 领兵作为前部 先往襄阳会和征南将军曹仁 到达襄阳时 他正撞见曹仁 因为此前边线的那场失力 大发雷霆 乐静竭力为自己辩解 又称要立功报效 可惜他的精锐步曲 在边县城下 折损甚多 一时竟组织不起 足以应对大战的人手 于是张和乐 颠颠地取代了乐静 一向以来的先锋位置 他率金兵万鱼冲杀在前 一路攻取江陵和襄阳间的 诸多军事重镇 直抵江陵城下 更是他乘坐木筏 营业偷袭 一举夺下了江陵西面的 多个江星沙洲 进而以木筏连锁为浮桥 阻断了大江上的船只往来 荆州军船在举水 紫须毒和养水的活动 是构成江陵城防的重要环节 大江一旦被截断 荆州水军便不能前往举水 则紫须毒和养水 也再无防御 江陵的城守立刻处处捉襟见肘 曹仁借此机会发动猛攻 数日间就拔出了江陵外围全部据点 大军逼到城下 展开了激烈的攻城战 与此同时 张和在江星州路抓紧经营 他是河北人 疏少水面作战 操纵舰船的经验 但他身为当代名将 毕竟不凡 凭借兵力和人力上的优势 他以州路和浮桥为基础 强行改变水上舟船攻占的模式 他砍伐州路上的树木 迅速建设了军队驻扎的营地 又不断加固浮桥 又根据向导的指点 选择江中水浅之处 打下木桩 建造了与浮桥连接的多处浮洞堡垒 这些堡垒以木筏为底 用竹子捆扎成外墙 墙高竖杖 内分两层或三层 下层屯兵 上射箭楼 望塔 堡垒顺水放下 至浮桥东侧数百不止 随即以铁矛固定在江中 通过小型的浮桥 与后方主桥连通 荆州水军数次来攻 都首先被浮动堡垒上的望塔发现 随即张和用浮桥迅速调动兵力 依托堡垒彼此支撑 多次击退逆水而来的荆州军船 十日前的一战中 他更清领金锐夹市上阵 捕捉了一艘贴近堡垒 攻占的荆州大船 升服荆州水军三百人 这一战绩飞报襄阳后 据说曹公大悦 后来 荆州水师不敢再来 张和本以为自己 能转至江陵作战 他已经听说了 荆州水军从江陵左近退避 转而去滋扰江夏 而丞相决议借此机会 不惜伤亡 尽快攻取江陵 所以各路将校当汇聚城下 强攻才是 等了数日 并没见到调兵的军文 反而听人讲 曹张 曹修等人都到了江陵城下 这几日会同曹仁麾下诛军猛攻 张和颇为信心 还是某位部署提醒他 那两位 一位是曹丞相的爱子 一位是曹氏宗族的千里居 曹子孝的意思明白着 是希望这两名曹氏后起之秀 获得夺成之功 你何得何等 敢与他们争夺 罢了罢了 还是在江上看着就好 就当休息 可是之后数日里 张和在江上忙得脚步粘地 压根没有半点休息时间 此前与荆州水军作战 他的部下们死伤不少 亟待休养 然而最近大江水势越来越胜 很多营地半截子都泡在了水里 将士在冰水屯军顿时水土不服 又不会防备水边的文营 这阵子陆续有人伸染疾病 所以张和不得不在几处周路往来踏堪 挑选高处重建营地 更麻烦的是 因为水位不断升高 大江越来越开阔 短短数日里 用来组成福桥的木筏数量明显不够了 好多处刚打下的桩机被水冲走 连接木筏的粗绳也有好几处不堪重负 显显崩断 要是真的断了 谁有把握迅速重建福桥 这麻烦可就大过天去 此前修筑福桥的时候 曹仁调动了大批名夫相助 但这些名夫 现在绝大部分都被抽到江陵城外 建造土山和种种工程设施去了 既如此 张和这个不会水的北人 又不得不连续几日带人寻行福桥 既不为皆敌 他布下那些骁勇善战的将士们 就个个身背着粗大的绳索 铁钉 铁锤 随时动手加固福桥 此时 他站在桥上 只觉得脚下木筏起伏飘荡 如跺云雾 而放眼四望 江水 与水混作一团 简直分不清哪里是天 哪里是水 每个人都被江上大浪打得湿透了 明明是夏季 江上的风却透着寒气 叫人瑟瑟发抖 数百丈浮桥在汹涌江水冲击下 成了一个个巨大的湖形 有时候 一个横浪打过来 整个浮桥几乎要翻身 每个人都抱着木筏边缘钉死的庄子 生怕自己掉进水里 这可不是夜城玄武湖那个枣盆子 这是大江 掉下去吃一个浪头 就尸骨无存了 定然会淹死在里头 成为鱼鳖的食物 好不容易撑过一波浪头 张和吐出口浊气 回头向护丛闷道 快点 我们回周路上歇歇 喝点酒 老子脚都软了 那护丛抹了妈脸上的水 眼睛瞪得如铜铃般 看着张和身后 却不说话 连带着身边几人 剧都一副呆蠢样子 你傻了 快走 张和美好气地骂了句 将军 不好了 那护丛颤声道 另外庶人更加不堪 忽然惨叫一声 连滚带爬地 向浮桥镜头逃跑 这也太不像样了 张和想要斥责他们 忽然心脏大跳 他猛回头 向浮桥的西面看去 是才他明明仔细看过的 那里只有雨 只有雾 只有无穷无尽的浪头 并没有别的 那里是大江上游 荆州水军都被堵在下游呢 本来也不该有别的 但这时候 就在雨雾和 无穷无尽的浪潮中间 无数楼船巨舟忽然出现 向着浮桥及时猛撞过来 此前 张和数次 在浮动堡垒上 面对荆州的军船 因为堡垒建筑在 数十座木筏上 本身也很庞大 他站在上头 视线与船只的甲板平齐 感觉也就那样 这时候 他站立的位置贴近水面 而荆州楼船巨舟在前 那感觉 就像是整面城墙活了过来 不 不 那高大无匹的船头 那随风卷动的无数旗帜 那遮蔽天空的墙帆 越来越近 越来越大 填充了张和的视野 就像是整条大江被凭空掀起 向着张和铺天盖地地压了下来 张和是做过各项准备的 浮桥沿线都有守军 公奴守预先准备了许多箭矢 还有数百名利士 负责专门用来撑开船只的巨大竹竿 但那些玩意儿 面对着如此狂猛冲来的船只 哪里有用 这样的威势非人力所为 这是天地间的大事 根本没法抵挡 张和狂叫一声 向浮桥尽头的周路狂奔 就在这时 最前方的巨船来如奔马 猛撞上了浮桥 船只与浮桥碰撞 原木碎裂 装机动摇 许多人的高声呐喊 会合成轰然大响 整座浮桥剧烈颤动 张和猛地浮在桥面 手指抠紧了木头 撑过了这一波晃动 随即起身继续奔跑 没跑两步 又一艘大船撞了上来 再一声轰然大响 张和一步踏空 扑倒在桥面 他刚浮下 脑后怪风响起 原来有一根粗如手臂的绳索 被粗然崩断 半截绳索 像是发狂的蟒蛇那样 沿着浮桥横甩过去 十余名护从惨叫着 被绳索打中 有人扎手扎脚地飞上了天 然后落进树杖外的滔滔江水 看不见了 还有人干脆被拦腰打断 上下半身扭曲着 当中鼓鼓地躺着血 张和立即起身 他继续狂奔 口中大叫 快跑 快跑 第三艘大船又撞了上来 扶桥是张和亲自督见的 装机打得多 绳索绑的紧非常牢固 可是一艘又一艘的荆州军船 借着滔滔水势冲撞下来 还都是大船 楼船 那力量何止万军 下个瞬间 数十根打进潜水处的庄子 劈劈啪啪啪地连根拔起 浮桥中断的一座木筏 被撞成了粉碎 于是 整座浮桥断了 两节浮桥 随即被汹涌江水 冲刷着向下游甩去 依附着浮桥的浮动堡垒 很快就彼此碰撞 七歪八倒地动摇起来 堡垒里的曹军士族惊恐万分 不顾一切的跳水 而荆州水军的船之师诗然过去 箭矢如雨乱射 张和瞥了一眼 没时间再看 他大声喝骂着 沿着最后一段浮桥奔了几步 然后纵身跳起 一猛子扎进了江兴州边缘 齐腰身的污泥里 第五百七十八章 向前 张和刚跃起 脚下的浮桥撞上周路 发出可怕的枝嘎声响 哗然碎裂 还在桥上的一些人 纷纷落水 然后被彼此撞击的原木打中 消失在了波涛中 而及时脱身的张和也不好受 他只觉浑身上下都在疼 而眼前天旋地转 一时间 浑浊泥浆网口鼻尖灌入 破得他连着咽了好几口泥水 他双手猛烈扑水 却四处找不到扶持 而双脚更是朝天乱奔 好在随他巡视浮桥的护丛 多半都是会水的 有一人同样劫后余生 正在他不远处 那护丛慌忙烫着乌泥赶过来 猛地抓住他的肩膀 张和不管不顾的挣扎 激得水花四溅 护丛被他带得坐倒在地 抱着他的脖梗 冲着他耳边连声大喊道 将军 坐稳 仰头 仰头 张和稍稍镇定下来 才发现已经身在滩头 江面的浪头 虽然一波波涌起 但只要坐稳了 其实谁知道胸口 他猛地抹去脸上的泥浆 因为动作太大 泥浆里的沙粒割破了皮肤 还有些落进了眼眶里 让他躺下泪来 他的头盔 不知道去了哪里 腰间的长刀也找不到了 身上的皮甲 分明用丝涛扎紧了 但刚才那一阵猛烈挣扎 竟然把丝涛扯断了两根 所以前后两块 都松松地挂在肩膀 张和简直不知道 自己拿来这么大力气 那护丛见他惊魂烧定 又道 将军 咱们得离江面远些 扶桥断裂之后 被汹涌江水向两侧推开 连带着扶桥末端 搭建在周路上的几处建楼 也都坍塌 靠近沙粥的一段扶桥 被江涛推动着 扶桥的前半段 压倒了大片芦苇 慢慢搁浅 后半段 包括张和苦心建造的 那些浮动堡垒 还在浪潮中起伏 雨越下越大了 白茫茫的雨水 瓢泼般倾泻下来 连天接地 激起一片造杂乱响 雨幕遮蔽了视线 让张和看不清更远的情形 他只勉强分辨出 之前冲撞浮桥的几艘大船 这时候已经到了下游方向 有一艘船头破得厉害 像是在往下沉 还有几艘正在放翻掉头 靠过去救援 不少小型军船操纵着两侧船桨 轻盈地游动在浮桥附近 他们也不靠近 保持着安全距离 由船上的弓箭手 从容瞄准射击 张和修筑的浮动堡垒 和浮桥末端连接的箭楼 都有竹墙和夺口 配以无数弩手 谋手 无论远近交战 都立于不败之地 此前数日里 当弓弩手居高临下船舍 在抛制萤火之物时 荆州水军的船只 根本无法抵抗 可现在 随着浮桥断裂 箭楼坍塌 浮动的堡垒 则在江浪中猛烈颠簸 纵使有曹军勇士汉不畏死 与荆州军船上的弓箭手对射 可大浪和大雨影响下 他们的射数根本没法发挥 不一会儿就死伤连连 更多将士在江面漂浮着 有人挣扎呼救 但荆州水军并不理会 看着他们慢慢淹死在水里 这些浮桥 箭楼 堡垒 都是大工程 都动用了巨量人力物力 才能在短短十日内建造而成 为了赶工 被拷打而死的工匠 不下二十人 至于从襄阳城调不来的名夫 江陵城外抓捕的名夫 因此而死的不下三五百 张和自己是老航武 当然明白 只靠着京北 襄阳 繁城等地 要集聚起这么多的物料 要调动这么多人力有多难 乐静在襄阳经营了三年 每日都在为南下作战准备 而他积攒的这些家底 被曹人调动起来 一举投入 然后又在自己手中 尽数化为乌有了 连带着化为乌有的 还有此刻 囤聚在江兴州的 上万名精锐将士 没了福桥 荆州水军 尽情耀武扬威 在这段江面上 就根本没有 能遏制他们的力量 而江兴州上的 上万将士离了福桥 就和砧板上的鱼肉 没什么两样 嗯 只怕鱼肉之中 还包括我张和张俊一本人 大概是刚才撞到了脑袋 张和忽然有些觉得 有些恶心 他挖挖地吐了 两口带血的唾沫 对护从道 没错 我们先往周路内部去避一避 于是 两人深一脚 浅一脚地贴着 瘫头的芦苇和杂树 迅速远离江畔 在江面上 十余艘荆州军船 像是闻到血腥味的 鲨鱼那样聚拢过来 继续扫荡残敌 将军 我们怎么办 护从忽虑地道 张和咬了咬牙 荆州水军 不会盯着江兴州 他们 他们会去江陵解围 先稳住将士们 然后起狼烟 通知江陵那边 看看曹子孝有什么办法 道理很简单 砧板上的鱼肉 什么时候吃都可以 对荆州水军来说 浮桥既然破碎 曹军对 沢水水口的控制 就已不复存在了 那么 接下去的当务之急 就是要解除江陵之危 张和很清楚 接着关羽所部 将从沢水上 宿至菊水 再进入紫虚毒 直取江陵周边的曹军 在江陵那边 曹子孝号称天人之勇 是曹公麾下 数一数二的猛将 大将 他统带的兵力 至少有三万 或者更多 若他能逼退关羽 那整个战局 游游转机 若不能 真是见鬼了 明明是万无一失的计划 明明已经把江陵城的 脚锁勒紧 关羽怎么就能够 绕到上游去 荆州这鬼地方 水道全都是连通的吗 关羽这司 分明是个北人 他又怎么就 如此擅长水军 难道当年 他在河东不止卖枣子 还学过操舟吗 想到这里 张和难难地骂了句 护从问道 将军 张和没理会他 再走几步 便能见到 州路高处的军营 此时 营门打开 许多将士持刀拈弓 吵吵嚷嚷地冲了出来 张和紧走几步 拦住这些部下们 不让他们去江边送死 正如张和的判断 此时 荆州水军 除了留下一小部分船只 继续收拾浮桥两侧曹军 大部分船只 开始沿着沱水上宿 沱水由江陵西面的 菊水和张水 河流而成 汇入大江的位置 就在百里州偏东侧 因为游子虚毒分流的关系 夏季江水 从河口倒灌入内 河道宽达数十丈 可以通行大洲 之前为了维护木筏 张和在河口 设了一个简单的营地 并安排了一支精锐部队 日常乘坐快船往来寻意 眼看着浮桥出了事 这支兵慌忙催舟起航 正撞着大队荆州军船 此时大雨倾盆 大江水势愈发汹涌 曹军的舟船尚未离开 河水 就被江水大浪所袭 一波波的浪头 扑得他们船头翘起 又急速下坠 更肩船板湿滑 兵将尚未接战 一个个被颠补得战力不稳 荆州大船乘着水势冲来 催枯拉朽般 撞翻了这些小舟 张和所部数百精锐酒精沙场 多少次出生入死 可这会儿落进水里 竟没有半点反抗的能力 他们身上或者铁甲 或者皮甲 到了水里 甲皱沉重得像是山一样 仿佛水里有鬼怪伸手 抓住他们往下拽 他们竭力扑腾着 却免不了沉入水底 也有人特别小心 怕自己落水以后不便游动 于是打着赤膊坐船的 他们在波涛间出没 一边游泳 一边躲避嗖嗖射来的箭矢 没过多久 也看不见了 还有些小船上的曹兵 已然丧胆 他们操起脚滑着 往上流去 荆州的军船懒得追击他们 于是保持着队形 徐徐向前 此刻汇集在此的 不仅有荆州水军本部 还有京南各郡 调不来的精锐 数千桨鲁批拨斩浪 数以百计的船只 连成十余里的绵延队列 仿佛一条庞大无比的巨龙 斜裹着风雨和大浪 在云层下 在原野中纵情飞翔 在几艘大船上 力士奋力肋骨吹号 发出惊天动地的龙龙巨响 而无数将士在船上 挥舞荆棋 军气横空 他们高举着手中刀锚 欢呼声和喊杀声 震耳欲聋 渐渐的 无数吼声会成了 有节奏的呐喊 上万名将士齐声高呼 向前 向前 去江陵 第579章 欢腾 夏季的倾盆大雨 掩盖了江上的战况 败兵大多梅雨水中 飘飘荡荡往更下游去了 张和在江星周费了好大力气 点起狼烟 也被雨雾阻挡 江陵城周边并没有人能看见 于是 曹仁完全不知道 江上出了大问题 依旧催兵猛攻 紫文 文恋 你们看 他策马行雨雨中 挥边指向城头 这里和那里 便是北面 东面两处 坍塌蹲台的位置 我们再攻一次 守军决然坚持不住 等到我军上了城墙 你们两人带领部下 精锐 既之而尽 不要管城墙城门 一口气冲到城北 南郡太守府 把我们的军旗竖起来 他反身看看两个年轻人 加重语气问道 紫文 你能做到吗 身材高大的曹张身披两层后甲 早已做好了一切准备 他立声道 背肩直锐 陵南不顾 为氏族仙 此无所长也 文烈呢 曹仁又问 曹修手按长刀 咬紧牙关 今日逼迫降临 此前 曹修在炉江被雷远麾下偏将所败 后来又被雷远锁部军名 甩开 曹公虽不苛责 他本人早已经羞愧欲死 只待今日一举破城 袭学五人之耻 他二人本身都是曹氏青族中 及萧锐善战者 此次从襄阳来源 又带有曹公直属的金锐夹士上千人 各个都能以一敌十 曹仁选择在这时候投入这股生力军 是看透了江陵城再难坚持 决心一举夺成 毕竟汉中 江淮两帝仍在激战 曹丞相没有耐心一直等下去 既如此 曹仁更不会等下去 过去的一个多月里 他完全不惜代价地猛冲猛打 像是一把千军大锤 毫无花哨地粉碎了所有的抵抗 此时 大军逼到了江陵城下 只差最后一脚了 他又怎么会吝惜自己手头的力量呢 半课之前 曹仁让曹张 曹修做好登城厮杀的准备 当时便有部署出列劝道 此街清足 千金之躯 稍有折损 事后没法向丞相交代 曹仁立即贺令夹士 将之推出斩首 战场上 哪用得着你鳄鱼奉承 既在战场上 就是五人 就要杀敌 哪怕曹张是曹丞相的爱子 曹修是曹丞相喜爱的年轻人 该上阵厮杀的时候 就得上阵 曹仁满意地看看两名晚辈 挥手向后方示意 随即中军处黑红两色军旗翻卷 数十名背负靠旗的船令兵 纵其飞驰而出 鼓声隆隆响起 无数部族高举刀枪 开始列队向前 此时大雨如注 地面泥泞湿滑 固然不利于攻方 众多器械的推进 也影响了首方弓弩的释放 在这样的雨水中 弓弦用不了三五回 就会失去韧性 而弓身表面的漆层 一旦被水浸透 内部的谍和竹片也会战略 继而失去发箭的力道 失去了箭矢的作用 最近连续三波曹军的进攻 都杀上了城头 全靠着将士们 前仆后继的顶上去拼命 才强行将之驱逐 这已是第四波进攻了 三个时辰 四波进攻 没有给守军留下一点点的休息 和调整时间 城东处 一周守军尚能作战的 不足半数 各部的取长 都博几乎换了一茬 而预备队已经没有了 费官连着两天目不交结 这时候脸色清白 脸颊凹陷 而两眼血一样红 雨水从窥檐流到她的脸上 再透露衣袍 使她躯体冰冷 她虽然武职 毕竟是金楚明氏出身 又与一周目刘彰亲密 自少年起养尊处优 其实绝少亲身作战 此时强敌兵临城下 城池摇摇欲堕 这种巨大的压力 折磨着她 几乎让她崩溃 但她竭力保持镇定 始终站在城头 绝不稍显动摇 哪怕平日里 雍容风雅的一态不存 哪怕虽然凌乱 一身的汗臭 哪怕铠甲上沾了血 带了泥 身为南郡太守 偏将军的废官 废兵驳上在指挥作战 一周的将士们 就不会乱 眼看着城下 又一波曹军大举功来 废官侧身看看 屹立如铁塔的周仓 周校尉 她沉声道 一会儿池源危急之处 还得靠你了 周仓与废官并肩作战数日 此时周身甲咒俱碎 只临时往胸口绑了片甲叶 赤着伤痕累累的臂膀 随她前来的百余名甲氏 原本冲作军阀队 但却不得不多次 持援城头的危险处 现在 甲氏们已经只剩下了二十人 听得废官这般吩咐 周仓脸色不变 点了点头 放心 将临城北 这是曹军最猛烈攻打的一面城墙 在关羽率领主力离开后的 第十五天 正面城墙已经难以坚持了 护城河已被填平 而最重要的物资蹲台 今早彻底坍塌 再也没法维持 蹲台处塌下的大量木料 在下方堆积 于是曹军随即在此处堆土 试图形成一个漫长斜坡 以使攻城将士直接登城 两个时辰过去 这斜坡已经快要成行了 这时候 马玉带着一队人 守在斜坡尽头 试图把攻上来的曹军反推回去 双方剧烈对抗着 蹦践出的血水 在雨幕中挥洒 像是瀑布般 沿着斜坡流淌下去 竟使得后方登上来的 曹军士卒连连滑倒 而马玉身边的尸体越积越多 他已经不得不踩着 同伴的尸体作战 他挥舞长刀 接连堕倒了 两个相继杀来的曹冰 第三个身披铁甲 手提铁盾的大汉 从他右侧靠近 他呐喊着反手挥刀 长刀与坚固的铁盾撞击 突然蹦断了 马玉毫不畏惧地纵身向前 奋力勒住那曹冰迟钝的手扭转 将他甩翻到了斜坡下方淤积的护城河里 身为主将的官平却不在城头 他正沿着步道往城下走 再步道尽头 可见数十名夫正在颁开封堵城门的土石 他一面走 一面对身边的护从门道 不能容他们在城下肆意妄为 还得遣人出城侧击 迫使他们退开 江陵城北有好几处城门 过去数日里 每逢城头形势飘摇 官平都是这般潜将出击 以猛烈的侧击打退 试图登城的曹军 但此举极其凶险 领命出城的兵将能回来的实不存一 到了现在 官平身边已经没有能够催风陷阵的勇武之势了 官宇留给他守城的精锐部曲 大部分都战死或带伤 已没有人能担此重任 所以 官平集合了护从们 决心亲自出击 他的护从也只剩下了二十人 刚走了半截坡道 一个指导官平腰间的娇小身影 从边上闪出来 原来是个小女孩 女孩持着匕首也是的小刀 大声道 兄长 我带了人来助你 官平勃然大怒 回去 官家的男儿还在呢 你发什么疯 那女孩满脸执拗 但要缓嘴 呼听城上连声惊呼 怎么回事 官平的心脏抽搐几下 猛抬头 这时候 他已经在城墙下方的门洞边 左右都是身披重甲 预备现阵的死士 抬头探望 视线被墙体阻挡 看不到守城将士 只听到呼声 于是他随手 指了一名护从 你去看看 出了什么事 那护从剑步奔上 坡到顶端 初时还在左右眺望 忽然狂喜地大喊道 小将军 小将军 你来看啊 官平心中 忽然升起了 难以置信的期盼 他顾不上 继续整顿突击队伍 把阻往城上跑去 当他登上墙头 便看到守城的将士们 有的举起枪毛 欢呼雀跃 有的彼此拥抱 大喊大叫 他们每个人 都在狂喜地大吼 却因为过于激动 一个个嗓子都破了音 官平简直听不清 他们在喊什么 他们喊什么都不要紧 官平看见了 这时 与世渐渐小了些 西北面 忽有阳光 透过深灰色的云层 照射下来 像是一座座 通天彻地的光柱 官平的视线所致 看到了光柱下方 蜿蜒流淌的紫须毒 看到那个方向 绵延的曹军阵列 开始动摇 看到了有些曹军士族 丢下了手中的武器 开始逃跑 而在曹军的身后 数以千计 万计的荆州军将士 像是平地涌起的浩荡激流 在苍茫大地 肆意翻卷 又像是狂舞的烈火 吞吐着炙人的烈焰 将把一切敌人烧成灰烬 他们回来了 荡寇将军关羽 带着荆州水路主力 回来了 官平揉了揉眼睛 想要再看清闲 他喃喃道 十五天 十五天 当他放下手的时候 惊恐和动荡 已经在曹军阵列中 迅速蔓延 仿佛连衣传播在水面 那些组成阵列的 似乎无穷无尽的一群 全都开始骚乱起来 原本面对江陵城的 曹军士族纷纷回头 哪怕军官大声呵斥 也没法制止 而那些军官们自己 也很快发现了蛛丝马迹 他们的战斗经验 告诉他们 西北面的 几方队列正在崩溃 发生了什么事 无数曹军将士 交头接耳 心头满是疑惑 有些地位较高的将领 忙着派人去中军询问 是否该立即调整队列方向 一名站在蹲台上的曹军夹士 忙力偷控 向那处急去一眼 却不防 被马迂一刀正中脖梗上 顿时鲜血狂喷 马迂又接连几刀 终于将这敌人的脖梗砍断 马迂将此人的头颅高高举起 挥舞着大刀 嘶声大吼道 君侯来了 君侯来了 随着他的呼喊 整座江陵城欢声如雷 而官平转过身 沿着步道往下走 他大声喝道 能动的 能提起刀枪的 都跟我上阵 第五百八十章 千金 自从曹军大举南下 江陵城中的军民 就陷入了惶恐不安 此前两年间 玄德公和官将军 驻扎在此 远远逐退曹军 虽然大小战事不断 但通常发生在当阳 京城以北 最远到达过夷城 而江陵城通常都是安全的 在关羽修建江陵新城 和弥城的时候 许多民夫从公安 禅令一带来 营地就设在旧城以外 大家也并不担心什么 虽然玄德公已经入属 但关羽留住江陵 因而江陵城中文武 对天下大事并不隔绝 许多人都知道 此番孙留两面协力北伐 玄德公在西 孙权在东 各自都出动了十万大军 哪怕北方那位曹丞相 再怎么强盛 想要应付这两路大军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谁能想到忽然之间 曹军又来了 还来得那么多 这么快 谁能想到 那位曹丞相 竟敢置东西 两路大军于不顾 直直地披面一拳 打到荆州来了 莫说寻常文武 就连关羽本人都措手不及 一个月内 边县以南的诸多数城 要塞便由告急到县落 关羽亲自领兵前往 试图接应败兵 却因为曹人的兵力过于雄厚 接应不成 反而被迫退守江陵本城 回城一算 各处守军和江陵本部 在野战中的折损 何计尽万 这对于兵力捉襟见肘的 荆州军来说 是巨大的损失 没过数日 曹军遮天蔽日地包围了江陵 这一来 荆州军民的恐慌情绪 愈发强烈 江陵城中许多人 是何家被战乱所迫 从中原逃亡到荆州的 他们沿途目睹了 无数惨绝人寰的场景 对兵灾充满了恐惧 还有许多人 是当日曹军南下时 随同玄德宫逃亡的百姓 当他们穿越血肉横飞的战场时 当他们隐藏在尸堆里 躲避乱军时 所看到的 便是那些凶残如狼的曹军 这种恐慌 在关羽率领荆州水师 离开江陵后达到了高峰 城中流言风起 连日都有小规模的骚乱 若非过去数年里 荆州文武治理地方却有威慧 只怕城中百姓 早就大举夺门而出 四散奔逃 甚至就连不少士族 心中隐约也有疑虑 待到守城战斗开始 将士们每日里 成百上千地战死 官平 赵磊 废官等将领 不得不亲身 久住城头和战士一线 以免士族们稍有动摇 引发后继连续的崩溃 然而 所有的恐慌 不安和疑虑 在这时候全都消失了 之前的战斗中 几方全没料到 曹军主力忽然南下 所以才吃了亏 打了败仗 但这会儿 曹军不也一样 全没料到 荆州军主力的到来吗 城下的局势 城上守军 谁还看不明白 原来此前的步步后退 都是几方的计谋 现在 曹军已经落入了陷阱 荆州军蓄谋已久的背后一击 曹军决然抵敌不住 何况 带领荆州军的是 我们的关将军是天下间 屈指可数的万人敌 曹军完了 我们能赢 我们赢定了 无数将士狂呼高喊 发泄心中的狂喜情绪 当他们听到关平说 要召集兵马上阵的时候 所有人都聚拢过来 有好些将士在城头 坚持了太久 走起路来 脚步打飘 恐怕随时都有可能会栽倒 但他们也都打起了精神 纷纷向关平喊道 少将军 带我们出战吧 娘的 不要乱 都站好 我来挑人 关平大声喝道 关平本人的护从们 依旧当仁不让 处在最前方 与他同守北城的部下 两三百人 排开纵队紧跟 另外 废官那边 又支援了两三百人 受伤不能出战的赵磊 也派来了百余名部下 所有人收拾武器甲咒 最后确认将校们的旗帜 而这时候 城墙上头没有轮到出城 作战敌士族们已经急不可耐了 海啸般的喊杀声从墙头高处飘散下来 使得关平在内的所有人渐渐热血沸腾 关平挥手 开城 城门一开 视野随即开阔 在被填平的护城河以外 无数曹军都纷纷嚷嚷地调动位置 而中军位置的征南将军将棋 更是被人簇拥着连连调换方向 荆州军从紫虚毒方向 掩杀过来的时候 曹仁愣了半晌 为了尽快攻克将领 曹仁今日只留下少量人马留守营地 而将足足三万人的战兵 全都投入到了最前方 从今天清晨起 这三万人以千人为一队 四面攻城 整整三个时辰 先后发起四次大规模进攻 全部烧歇 曹仁可以清楚注意到 江陵守军已经疲惫到了极点 他们只剩下最后一点 毅力维系战斗 只要几方持续进攻 胜利一定会到来 然则 守方疲惫 攻方难道不疲惫吗 三万兵将 轮番攻城 无数人全装灌带 四更天起 步行数里 甚至十数里抵达城头 然后还要等待一个时辰 甚至更长 才能登城作战 一波波地攻上城头 饱受死伤 然后莫不是气衰而返 从城下退回以后 还需要整顿武器装备 需要吃饭饮水 需要包扎伤势 需要重编各级指挥体系 过程中 难免还被军阀队杀几个人抖威风 这样三个时辰下来 将士们的士气 体力同样在下降 支撑他们继续作战的 无非破城之后的屠杀和掳掠 对于当代的军队来说 这便是最好的犒赏了 可现在哪还有什么屠杀和掳掠的机会 看这架势 几方反倒成为被屠杀的一方了 荆州水军的无数军船在紫虚毒靠岸 然后如狼似虎的将士冲杀而来 紧紧一击 疲惫不堪的曹军 就已经溃不成军了 纵然有少数勇士试图反抗 可整个阵营方向都反着呢 这些勇士很快就被孤立出来 就像被激流冲刷的小石头 眨眼就看不到了 短短一刻的功夫 从紫虚毒方向传来的喧哗 越来越响 越来越纷乱 以至于曹仁身边整齐有序的 披甲骑士队伍 也渐渐躁动不安起来 再过片刻 那喧闹声已然惊天动地 除了杀声以外 更有无数北方口音的人在 声嘶力竭地大喊 败了败了 顶不住了 几万人在此 怎么会败得这么快 这准是关羽安排的 是他的部下在扰乱军兴 曹仁身边重将士 莫不勃然变色 在他们的视线范围内 有不少原本驻族观望低士族 开始向北奔走 当军阀队前去阻止的时候 他们竟然向军法官砍杀过去 混蛋 是些混蛋 几名护从咆哮着拔刀出来 我去宰了他们 别去管他们了 曹仁反倒冷静下来 他是从军多年的宿将 当然能看出来 局势已经很难挽回了 久在夜城操练的中军金锐 倒还能顶一顶 另外那些屯田兵 和荆州本地的周郡驻防将士 根本不可能打得了这种一封仗 他召来两名亲信将校 郑重地对他们道 你们两人各带五百家事 去接应曹子文 曹文列回来 这两人都是丞相的亲族 尤其子文 千金之躯稍有折损 我没法向丞相交代 你们就算拼了性命 也得保住他们 这话听得耳熟 不是世才有部署 劝阻他们登城时的言语吗 嘿 这位有先见之名的袍泽兄弟 脑袋就放在边上示众 两只眼睛还瞪着咱们哪 两名亲信将校心中恶骂 但也知道轻重 当下肃然行礼 将军放心 我们立即出动 曹仁又连续下了十几道军令 勒令各部精锐向他靠拢 重新截阵 这时候 任何多余的指挥都没有意义 唯一能做的 就是收缩兵力 在乱局中保持住真正的骨干精兵 可惜 荆州军不会给他从容保持 本部兵力的机会 就在曹仁锁部勉强维持队列 开始面对子虚毒方向截阵的时候 背后又传来阵阵呐喊 曹仁回头一看 便如浑身被浇透了冰水 一时间 双手抖得 几乎持不住缰绳 只见江陵城门大开 打着偏将军 关平旗号的 荆州守军杀了出来 第581章 萧摩 从江陵城冲出来的 就只是数百人 还是据成死守多日 筋疲力竭的数百人 其中骑兵更之数十 这样规模的出城突击 曹仁已经打退了十余次 每次都让守军 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但这一次不同了 在这个时候 数百人呼啸突击 当者辟役 因为曹军已经堵到了 荆州新城的城墙下方 曹仁的中军 本部跨过荆州旧城的城墙 直接在旧城内 一处地势较高的宅基落脚 不久前 曹仁还觉得此地俯瞰新城 便与从容指挥 同览各方战局 可眼下他暴跳地发现 此地离江陵新城的城门太近了 而就城里那些 尚未完全拆除的宅院和建筑 又阻碍了几方 及时调整对联 他费了老大的力气 才面向紫虚毒方向截阵 这会儿 却根本来不及回转 啪地一声清脆大响 冲在最前方的关平挥动长朔 将一名曹军将校的头盔打得粉碎 头盔下的头颅 更是变做了稀烂 红色的鲜血和白色的脑浆 飞洒四箭 像雨点般 喷洒向木棱口袋的曹军将士们 傻 紧随在关平身后的步骑纵声高呼 他们向前的速度如此之快 仿如利刃剖开机体 所到处血雨纷纷 手急和残肢断壁齐飞 在刘备麾下诸将之中 关平鸣声不响 那是因为 他长期跟随父亲 殊少独立作战的关系 但这些年来 举凡刘备 关于所经历的大战 关平几乎无意不从 每一名荆州军将士都知道 关平也是战壁身先士卒 能够时当时绝地消降 随着战马飞奔 风从耳边呼啸掠过 关平奋力催马 在城中拘束多日的战马 兴奋地昂首思鸣 闪电式地撞入一对 试图阻挡的曹冰 战马的两只前蹄 踢在一名曹冰身上 将他蹬得筋断骨折 借着战马的冲击速度 关平上身潜伏 奋力将长朔自左至右横舞 锋利的朔尖携带着近风 划出银色的弧线 瞬间带起的汹涌血无见了关平一脸 马前的几柄长短刀枪 被绷得飞起半天高 几名扑来的曹冰 有人被横向开了膛 有人手臂落地 大声惨叫 关平急促地喘了几口气 过去数日里 他的体力难免虚弱 这会儿有点用力过猛了 在他身后视线死角处 一名特别凶悍的曹军 将校鞋子里奔来 试图杀死关平 熟料周仓快步赶上 双手持刀劈砍 将此人自尖几履砍做两劫 以毕利而论 周仓是荆州军中翘楚 就连关羽本人都未必胜得过他 哪怕所有人都疲惫了 周仓仍然凶猛地 像是一头横冲直撞的野牛 关平大声道 多谢 周仓手指前方 吼道 邵将军 你看 曹人要走 关平猛抬头 便看见那面 睁男将军的旗帜 被人簇拥着 正从旧城的高地下来 往数百步外城墙的 一个缺口奔去 那便是曹人曹子孝 那是曹操的从地 代表曹操执掌方面军政 动辄领兵数万的重将 是从平袁术 袁绍 独挡周郎的曹营 第一流大将 关平随父亲征战多年 至今还记得在徐州 在汝南 看到此等人物的旗帜 就望风而逃的窘境 但 今时不同往日了 雨水还在洒落 雨点冰凉 可关平觉得 浑身的血液都在沸腾 浑身忽然多出了 用不尽的力气 他举起长硕 在空中挥舞示意 骑兵跟我来 我要曹人的脑袋 关平对荆州旧城的地形 远比曹军更加了解 当下一行人横向拨马 绕过连绵矮树 从一条南北向的土路 直冲过去 这样走法 比曹人本部贴着城墙 更近更快 准能堵着他 上百马提起落 发出隆隆声响 翻起的草皮和烂泥 纷纷扬扬 然而 当他们冲到城墙缺口处时 那里却赫然多了一只 数百人的铁骑 骑士兜着铁兜谋 辟于林凯 就连坐骑也多付皮甲或组建的沾探 他们身背弓矢 手持朔挤 雨雾中 一片寒光闪闪 夺人眼目 站在这对铁骑最前方的 是一名龙准长眉的年轻武将 雨水顺着他黄色的短然 哗哗流淌下来 慢慢洗刷去一些血污 看来这对骑兵到此 也是经过厮杀的 那年轻武将注意到了 侧骑赶来的关平 他向身边的人说了句什么 骑队迅速在他身后 结成冲锋的队列 徐徐向前 不知死活的鼠辈 关平连声冷笑 提着长硕 对左右将士道 他们人多 一会儿跟紧我 我们从左面斜插过去 正在战斗一触即发之时 睁男将军的本部 沿着城墙夯土 呼啦啦地过来 有许多人 不管不顾地 往缺口两侧攀爬 甚至不惜 把后背暴露给关平等人 那黄须武将皱眉看了看 便勒马不动 掩护曹人等人通行 邵将军 周仓问道 关平叹了口气 知道无几可成 他道 我们从西面走 先杀一匹伯梗子软的吧 这时候 外围曹军 已经基本失去了指挥体系 纵使各部军将奔走努力 却再也无法掌握手下的兵马 而基层的将士们 也没法得到有效的号令 大多数人只徒劳地 在雨中奔走来去 杀 杀 杀 荆州将士们横冲直撞 用枪矛和刀剑带起片片血雨 将曹兵的首级砍瓜切菜般地摘下 西真 史和 樊昼等将勇猛向前 不断切割曹军的对联 曹军的兵力虽然庞大 却像个智力低下的巨人 动作缓慢 反应更是近似于无 只能看着荆州将士 在他的躯体上 弯出一个个 一个个的可怕伤口 一点点一点点的消磨 去他的生命力 当然 随着荆州军 越来越深入曹军队列 他们的前进速度 难免有些减慢 不负初时的势如破竹 那是因为 该新处的曹军精锐渐渐多了 而荆州军的数量 终究少了点 关羽带出将临的 以水军为主 所以从此虚毒登陆以后 先期突阵的主要是 零零 长沙 五零三郡的军兵 军兵们虽然竭力奋勇 毕竟稍稍缺了点冲击力 不得不承认 在统一中原 河北的过程中 曹公依靠屠杀和掠夺 确实培养出了一支 骁勇善战的军队 即使局势崩坏如此 即使每个人都根本不知道 自己该做什么 却仍有少数人血勇尚在 他们以江陵城外的坡地 河道唯一托 坚持抵抗 哪怕前队已被荆州军司的粉碎 后队却舍死旺盛地扑上 继续一轮又一轮地殊死搏斗 与此同时 勉强维持秩序的曹军本队继续转移 在子虚毒南面一处土港上 关羽勒着缰绳 平静地注视着整个战局 眼神中带着几分计较 几分藐视 他偶尔抬手梳理河下常然 任凭胯下那匹神骏如龙的战马 不耐烦地甩着分批鬃毛 想要往沙场中尽情奔驰 续之 我在 雷远道 你看这局面 有什么想法 雷远想了想 答道 曹军迟早溃退 但想要邀请曹子孝来 将临做客 恐怕不易 关羽哈哈一笑 虽不必抢求 不妨再试试 他招手让传令兵们过来 沉声道 告诉西珍 他们几个 稍稍放缓进攻 把曹冰赶到水里去 第582章 一死 随着关羽的号令发出 习珍等部的进攻陆续放缓 通常来说 这等大规模的战场上 敌我进退相持之际 我方既然声势稍低 无论出于主动 被动 都必然引起对方的气势声腾 进而止步反击 便如此刻 荆州军稍稍重整的时候 便有曹军军官抓住了这机会 呼喝着指挥部众 意图转手为攻 可奇怪的是 在这攻守意识的关键时点上 那些原本熬战不休的曹军 却出现了片刻的停滞 虽然有军官们的呼喝高喊 可更多人 仿佛忽然就止住了冲杀的脚步 整条漫长战线上 成百上千的人 似乎都停了下来 这个难得的空隙 让这些曹军精锐能够观察 询问 打探或者猜测 用各自的办法 去了解整个战场的局势 此前舍死忘生的时候 倒也罢了 当他们一旦停下来的时候 就不可能不注意到 荆州水军遮天的墙帆 就不可能不注意到 在战场边缘停留着的 规模巨大的荆州生力军 当然 还会注意到 本该掩护几方侧翼 或者本该在某处筑扎 现在却溃散而逃的诸多有军 于是他们忽然间 明白了自身必败的处境 他们的斗志忽然消失 军阵则像是 被大水冲垮的堤坝 不可逆转的土崩瓦解了 所有人都放弃了抵抗 竭力奔逃 当这些原本坚持作战的 精锐一散 荆州军兵们 发出狂喜的呼嚎 开始追往主北 而曹兵就像被大水携骨的 碎石污泥 漫向整片战场 又与激流混合一处 冲垮了曹军本队 在战场上所有人的高呼声中 那面摇曳的 蒸南将军齐志 被曹军放弃了 倒在地面 原本围绕着齐志的一批 曹军步骑开始 毫无秩序地奔走 曹军再也没有抵抗能力了 他们彻底完了 雷远轻轻地吐了口气 雷远在后世所听闻的 关羽世纪 多半都属附会传说 直到自己身当其境 才知道 关羽能在当时 获得威震华夏之欲 更被敌方诸多名称公认为 万人敌 着实名不虚传 便如此时施展的手段 这种对战场细微变化的把握 对敌我气势此消彼长的精准控制 堪称神乎奇迹 荆州军主力从西北面来 曹军这时候 不管不顾地退却 直往北面来录取 江陵以北 是低矮陵阜与洼地 平原交错的地形 每逢春夏雨季 由金山 大洪山等方向涌来的水流 在此地汇合 形成开阔的水面 与秋冬时的平川情形大不相同 曹军南下虽然仓促 但这些水面并未形成阻碍 皆因乐境此前 在襄阳招募了许多熟悉水陆形式的襄岛 大军主力又有绝对的兵力优势 他们沿着道路和高地通行 一路奋进河基 荆州军难以匹敌 但襄岛的数量再多 终究补足以 分配到每一支部队 而这几日的连绵雨水 使得水面更加宽广 诸多核差交错 形成复杂的地形 进水处原本干燥的平地 也都成了难以通行的污泥潭 曹军奔逃的时候 有人慌不择路地冲上三面环水的高坡 随即被后方涌来的溃兵 推挤入大片芦苇中 有人纵旗奔走 结果战马的马蹄陷入污泥 人仰马翻一片混乱 有人倒是走对了路 可道路狭窄 逃兵们彼此践踏 互不相让 为了尽快逃命 有部族向骑兵挥刀 试图夺战马 有的人夺得了战马 却不会骑 于是抱着马警大叫大嚷 然后被其他人砍杀 无数人惊恐慌乱的情绪彼此交织 越来越放大 哪怕是以勇猛善战著称的有名将校 也只能亮亮呛呛地跟着逃跑 人潮汹涌 所过处 留下无数被丢弃的盔甲军械 京南各郡的军兵们 不慌不忙地跟随在他们后方 像是从容不迫的猎人追逐兽群 他们知道 在兽群前方 早已张网相待 相较而言 倒是江陵城中杀出的守军 战斗得更激烈些 过去十五日里 他们压抑得太久 憋屈得太久 积攒的仇恨和怒气太多了 所以他们竭尽全力的猛烈追击 哪里有曹军将校指挥聚集的迹象 他们就想哪里冲杀过去 与军械供给来源复杂的荆州军不同 曹军坐拥中原 河北的诸多铁关 武库 装备的统一程度要高些 许多将校得封猎猴 关内猴之类 更多用药木甲骤戎符 以显示身份 荆州军认准了这些甲昼鲜明之人追赶 于是各级将校死伤惨重 被俘虏的数量也格外多 追随在曹人身边的步骑 从数千人到数百人 又从数百人到数十人 现在已经只剩下十余人狼狈跟从 其实一路奔来 并没有经历什么战斗 可部署们偏偏就像熔冰化血那样 越来越少 将其一开始被收起 后来就看不见了 也没人提起这事 他许多次试图重新聚集兵力 四周的兵士都忙于逃命 并不理会他 反倒是不久之后 远处一支荆州军 注意到了这名浑身铁甲 身披紧袍的大将 于是纷纷赶来 曹人号称有天人之勇 数年前就在此地 曾率数十骑 突入江东数千人的镇中 首革江东勇士数人 就初步取江牛津 但当时他身后有奸臣为平 又有誓死决战的满城将士 和现在情形可大不一样了 现实 曹人如何敢被追兵缠住 眼看荆州人追来 他连忙呼叫同伴 绕往一处图坎后头 试图避过追踪 熟料 雨天地滑 脚没站稳 整个人滚到沟里 见起漫天水花 那对荆州追兵 奔到近处 失去了曹人踪迹 于是散开搜索 有两人绕到图坎边缘眺望 正好看到曹人 匍匐在沟旁的灌木之侧 于是连声喊道 那沟里的曹将 我们看见你了 自己出来 气泻投降 曹人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 随手丢开还手刀 俯手不语 那两名荆州士族 眼看他的衣着非凡 顿时大喜 都道 抓住了一个大将 两人持着长枪 从土砍上下来 熟料曹人腰间 还有一把短刀 他忽然如恶虎前扑 赤手隔开长枪 破到近处 挥短刀翻腕乱朔 瞬间在一名士族胸口 捅了五六刀 鲜血狂喷了曹人 一头一脸 另一名士族 待要呼喊 曹人夺过死者的长枪 猛炙过去 长枪四闪电斑飞出 扑的一下 刺穿了荆州士族的前胸 枪尖透后背而出 尸体还没有倒地 曹人已经飞快地 从他身侧经过 一边拖着铠甲 戎服 一边往沟中水深处跑去 他是曾经驻守江陵的大将 对周边的地形 比普通人更了解 这时候 他忽然想起 沿着这条沟一直跑 就可以抵达洋水的一处支流 那里地形更加复杂 尖家杂树 无穷无尽 足以藏匿许多人马 只要在那里 等到天色昏暗 定然有脱身的办法 他又想到 分明江陵城已经摇摇欲坠 只因被荆州水师超了侧背 才导致这场败迹 既如此 张俊逸断然逃不脱干系 定是 他那处的浮桥失手 才导致全局崩患 更不消说 这次竟然连基本的市井 都没有做到 简直是废物 想到这里 他狠狠地挥拳 又不禁叹气 这场大败 定然引起丞相的狂怒 就算自己是亲族 只怕也免不了要受严惩 所以 话又绕回来 曹正 曹修他两人千万不能有事 我曹子孝实在承担不了 更多罪责了 他在沟壑间 伸一脚浅一脚地逃亡 有时候听到头顶上高处 有几方将士说话的声音 有时候听到荆州军围捕俘虏 引发一片哀嚎 他都不理会 只小心翼翼地踏水而走 过了好长一段路 视线稍稍开阔 一大片银亮的水面 出现在他眼前 好 好 到这里就有救了 曹人松了口气 但要入水时 却看见众多荆州军船 往来行驶 箭矢向雨点般射来 将在水中绝望群寻的曹军 一个个地射倒 有些会游泳的曹冰囚渡过去 试图攀上船弦 荆州人就挥刀砍他们的手 让他们惨叫着翻覆到水里 他顿时明白了 荆州水军在紫虚毒卸下不齐以后 船只吃水变浅 于是轻易就通过了洋水的支流 进入到江陵正北面的水网地带 几方的数万人 如果能在江陵城下顽抗 或许支撑的时间稍许长点 但在这里 那些勇猛善战的将士 面对数以百计的荆州军船 和面对渔夫的渔鳖 有何区别呢 他们连一丁点的反抗能力都没有 所有人都完了 这片水则 就是我们的葬身之处 此时一艘荆州军船 批拨斩浪 正正地向曹人驶来 有人在船头指指点点 还有人张弓搭箭 箭矢搜索地越过曹人身边 要和他们死拼一场忙 怕是根本没有靠拢过去的机会 又或者 投降 曹人摇了摇头 将这个屈辱至极的选择 从脑海中驱走 数十年戎马生涯 多少次击破强敌 才获得了今日的声望和地位 今日不幸败己 不过一死 何必苟且呢 可惜死得有点憋屈 可惜 不能再追随丞相 荡平这乱世了 他向那艘船上 敌氏族们大喊道 我就是睁男将军 安平听侯曹子孝 你们来取我的手机吧 喊吧 曹人拔出短刀 往自己脖子侧面猛刺进去 刀尖从另一侧暴露出来 鲜血鼓鼓喷出 先将他浑身染的鲜红 再流淌到膝盖处荡漾的水面 慢慢地因散成大片 他听到许多人惊慌地喊着 跳进水里向他游来 还有些人 大概是曹军的将校们认出了他 撕心裂肺地哭出了声 第583章 奔走 许多曹军俘虏 不顾荆州士族的贺旨 从船上跳进其腰身的水里 向他所在的位置奔跑 当荆州军船慢慢靠拢的时候 俘虏们嚎啕哭着 拖起曹人的尸体 将之抬到兼加密集的脚干燥处 詹燕站在船头看了一会儿 鹤令身边贾士们赶开俘虏 把曹人的手急斩下 陈凤慌忙对他道 曹子孝乃当世名将 凯然而死 不失豪杰气概 何必再去掳他尸身 詹燕带要再说 看许多俘虏们的眼里 简直要冒出火来 他总算不是极蠢 顿时知道 这样下去 恐将激起曹军的困兽之斗 于是改口道 正该妥善安置才是 两人当即调来一艘军船 将曹人的尸体收拾了 严令务必安稳送至关将军处 又令俘虏们选出几个人 随传沿途照顾 另外 他们又派了好些嗓门大堤士族 乘坐快船往来水上 到处高喊 曹人死了 曹人死了 四面听到的荆州军将士们 无不狂喜高呼 不多话 这个消息就传遍了整个战场 曹人的身份贵重至极 近年来 隐然超过夏侯氏和曹氏的多名同侪 成为清族名将中的首席 自从军以来 他与将士同甘共苦 战则身先士卒 又治军严整 有功必赏 有过必成 所以 深得将士们的拥戴 在夏季多雨之时 能够驱使北方将士 深入南方 顶着湿热大雨连番熬战 本身就已经证明了他的威望 他战死的消息 使得曹军再也没有任何抵抗的意图了 许多人原本在水草芦尾间挣扎 压根没有见到荆州军的踪迹 这会儿直接把武器扔掉 攀到高处坐着 等到荆州水军来收容时 这些人就像是行尸走肉那样 浑浑噩噩 丁凤按着刀 虎视眈眈地看着他们 随他前往江淮支援作战的 清姓部署们 在汝南多死于曹军之手 其中有一批 是叔父丁丽留下的清姓部曲 丁凤将之视为长辈的 此刻存者不足十之一二 丁凤本人 其实也带着伤 他左类处被重重叠叠地包扎着 哪怕是简单地走动 也会抽动此处肌肉 引发一阵阵的疼痛 几位医者看过以后都说了 靠着身强体健 能顶过去 然而过程中断 不能沾一点水 他实在渴望为部下们报仇血恨 不管不顾地求了雷远数日 这才得到随军行动的机会 谁知当他的传职赶到时 曹军竟然已是这副模样 这批人 杀这批人 简直是在羞辱我的宝刀 可不杀他们 难消我心头之恨 他下意识地按着刀柄 反复地出鞘入鞘 牙齿也咬得格格作响 与丁凤并肩站在船头的 是负责带领一都郡军船的陈红 陈红见他神色诡异 慌忙在一旁劝道 丁校尉休得胡来 宗主荣不得杀夫 丁凤恨恨地骂道 草人死得太早了 陈红拍了拍丁凤的肩膀 自去安排收拢俘虏 时间过得很快 天空越来越暗沉 雨也渐渐停了 连绵的水面上暂时停歇 只有浑浊的波浪微微摇摆 晃动着陆续浮起在水面的灰白色尸体 那一幅幅猙獰的面容 好像在朝天发出无声的怪汗 在这片水域的北面 透过连绵尖家 曹章看见荆州军船陆续靠岸 船上点起的灯火 透过水雾 映照着水面泛起闪光的涟漪 江陵城的方向 传来浓烈的焦臭气味 应该是荆州军在焚烧战死者的尸体 浓密的黑烟之间 贱货又混杂着吹烟 还有谷物被煮熟的香气 大概是某只深入水泽搜捕的船队上 正在做饭 曹章闻到这个味道 心中的怒气简直要冲破胸意 可他的肠胃却不受控制地蠕动起来 发出咕噜咕噜的清响 曹仁找到曹章和曹修二人以后 立即催促他们向北撤离 还将本队的几名香岛都调给了他们 两人都说 当与叔父共进退 曹仁则道 你等去请丞相速发救兵 否则所有人都要战死在此了 曹章 曹修两人虽是轻足 却非不知轻重之辈 当下一行骑队不管不顾地奔走 再不耽搁 他们启程一刻以后 曹军主力天塌地线般地溃退下来 这样大规模的溃退 给荆州军制造了太多 值得去抓捕的目标 荆州军水陆各部都忙着搜山捡海 反倒没注意追踪 这批最早离开的敌人 虽然如此 他们奔逃的过程中 仍然撞见了几次荆州战船 当时船上剑士呼啸而来 向其队肆意攻杀 局面最危险时 曹修带了一队人蹲在水里 只露出眼鼻在外 试图潜到近处夺取船只 不料 船行迅速 曹修跳跃出水时 距离没能算准 反而 自家同伴们成了剑靶 瞬间便有数十名将士重剑 曹修的头盔 被一只重剑射穿 见促直灌入他的发迹 只差半寸 就要刺透顶门 眼看将死 曹张领着另一批部下杀来救援 竭尽全力 才逼退敌人 救下曹修的性命 他们甚至还夺了一艘小船 可惜没能俘虏荆州的水手 而他们身边这些人 并没有会操舟的 只能将之丢弃 两个时辰以后 曹张等人一直奔到数十里外 才觉得甩开了荆州军的脚步 稍稍停步 追随他们的骑队少了半数 有很多都陷进了沼泽泥地里 无声无息地丧了命 剩下的人将甲咒等吃重的物件 全都扔了 即使如此 也难免连滚带爬 浑身都不满的脏泥 好在水泽间 草木茂盛 战马吃了草 歇了歇 精神恢复了一些 如果今夜云开 借着星月之光 可以继续赶路 子文 子文 曹修哗哗地躺着泥水 从一层矮树边绕过来 是才问过了 麦城那边隔着大水 断然去不得 东面是靖陵 北面是京城 这两城地处高幅 沿途都能奔马 靖陵就在洋水边上 这会儿过去 找死吗 曹张摇头 我们去京城 京城那边囤有梁墨 还有少量守军 我们到那里略为休整 然后在意下一步的行止 曹修连声道 好 好 他当即吩咐骑士们上马 转头又向曹张鼓舞道 子文 今日我们非战不列 乃是中了贼军的奸计 日后重整旗鼓 定能报仇 曹张微微汗手 并不答话 他被疲劳和愤怒折磨着 思维却反而清晰 他心里想 如果曹文烈当真以为 敌军只是胜在奸计 恐非大将之才 跟着骑士们走了几步 曹张忍不住回头 再看看远方战场 第584章 传讯 建安17年5月 孙六联盟经过数月的协调 准备 终于发起了东西两路北伐 一取汉中 一取合肥 住在夜城的曹丞相 遂以夜城15万大军 攻打荆州 以解东西两地危局 大军先入许都安定朝局 随后今晚成 新野入襄阳 到6月末 曹公并以平敌将军张和为前队 会合住在襄阳的征南将军曹仁锁部 以五万步骑大举南下 荆州军主力去年大步调拨入蜀 留守本地的数量甚少 根本无法抵挡 曹军寻月间 横扫南郡 攻拔边县 张湘 林举 京城 靖陵 当阳 枝江等诸多城池 兵为江陵 银马长江 当时十眼 江陵风雨飘摇 关羽为之作手 江陵以外的金南诸郡 巨都人心惶惶 以为建安十三年 那般的大溃败就在眼前 这其中 通常所说的长沙 陵陵等金南四郡 倒还罢了 隔着滔滔大江天茜 心理上总觉得有那么点衣品 而江陵西面的宜都郡 有半数城池就在江北 景陵南郡 更是连接京 一两周的通道 宜都郡上下 当时就进入了紧张状态 各城戒严备战 宜都太守雷远 授玄德公的命令 吴侯的邀请 前往江淮驻站 三个月前就出发了 不在辖区 行前雷远专门吩咐过 辖区内大小事务 由郡城向朗 主部新兵 郡卫王延 一道令蒋婉 乐乡长周虎五人汇聚商议 而留守的六千兵 由校尉雷诚和韩纵 沈真二将带领 于是五人合议 聚重兵于宜陵 乐乡 一道三成 宜陵由王延 雷诚负责 他们要面对落入 曹军手中的邻居和支江 两面受敌 压力最是沉重 而乐乡是奋威将军的 裁员所在 断不能有失 随着曹军张和锁部 登上江兴州 乐乡受到巨大威胁 婴儿 韩纵 沈真铸扎在此 另外 又临时征召金蛮士兵两千 作为辅助 一道成作为一都郡之所 这时候的重要性 反倒不如上述两地 赵襄曾请人转告郡中文武 建议调动将军府的布曲 由赵律带着 去支援夷陵 乐乡 但向郎等人如何感愿 这位奋威将军的夫人 已有身孕 如将雷氏宗族 崛起于雷伯 雷旭兄弟二人 雷薄五子 雷旭的长子雷修战死 三子四子都还年少 雷远遂为宗主 这一脉的人丁 甚是单薄 眼下赵襄既然有孕 无论怀的孩儿是男是女 都是本质的血脉 对宗族延续甚是要紧 既如此 只要赵襄再一道 一道就万万不能有失 于是不少人委婉劝说 赵襄出时并不同意 直到某日里 新兵的义女 校为任辉的妻子 新月登门拜访赵襄 与赵襄分享些妇女 在运期的保养心得 赵襄忽然便不再坚持 调动不娶出外 新月前来 自然出于新兵的意思 这位卢江雷诗家 载事及此 委婉劝说赵襄 时当乱世 百姓颠沛流离 哪怕官员也难免辛苦潦倒 所以 玄德公的不少部下 都年过而立 甚至更长 才娶妻生子的 比如蒋婉 便是去年才得子蒋兵 而奋威将军下属的五人 则是到了荆州以后 才根据雷远的意图 被撮合婚事 除了邓童 任辉 还有许多将士的妻子 有孕在身 这些人都在夷都 他们的安危也同样重要 当下夷都郡上下 分派兵力聚首 而赵襄 在一道城中揪心等待 身为五人的女儿 又嫁给了 同样英武善战的丈夫 每逢这时候 她难免要比常人 更多揪心 既担心自己的丈夫 在江淮作战时的安危 又担心父亲 在汉中是否顺利 还得关注着距离 一都郡直尺的曹军动向 赵襄并不柔弱 但这压力 对一个青葱少女来说 实在不小 又因为运气的种种不适 她常常茶饭不思 整夜整夜地无法入眠 数月下来 虽然渐渐显怀 整个人却肉眼可见地 瘦了一圈 好在新月时常来访 有时候带些 给孩子准备的小玩意儿 有时候说些郡城内 街头巷尾的闲话姐们 两人都是孕妇 丈夫又都出征 彼此共同语言甚多 新月是舞女出身 又做过大户人家的妾室 颇具小异奉承 调动气氛的本事 因而每次来 都能让赵襄稍稍愉快些 直到某日 雷远的护从首领 王月飞骑赶到遗都 说雷将军得到 关将军的接应 已经带领部署们 从江下折返 县政坐船沿着游水赶来 现有军令在此 命重将火速点兵 做好出击的准备 向朗 新兵等人得报 各自去依令安排相应事务 又让王月赶紧去内院禀报 王月还在半途 早有婢女跑着给赵襄传训 郎军大破曹兵 安然返回了 赵襄正披着条绒坦 在檐下晒太阳 听得这消息 和新月都忙不迭地出外询问 直到王月要来禀报 又连忙叫人安排厅堂 出于雷远的推动和鼓励 赵襄素来是管事的主母 王月则是雷远的宗族部曲 彼此倒无须过于拘礼 带到他抵达 先是说了雷远在江淮的作战经历 又道 关将军意图反击曹军 所以宗主尚不能回来 还得调兵遣将 陪着关将军打赢江陵之战才行 赵襄默然片刻 微笑道 也是打退了荆州曹军 才能安心 另外 这是此行折损的宗族部曲名录 王月又取出一份文书 新先生那里也有一份 他会安排后继的抚恤事宜 宗主的意思 想请主母出面 稍稍安抚他们的家人 最好额外准备礼物 万万不要吝啬资财 这份文书 不是木板或竹简 而是写在一大幅卷博上 反复叠起的 卷博层层叠叠 看起来 厚得吓人 扑壁取了过来 摆在赵襄面前 尚未打开 一见卷博背面 渗透出密密麻麻的字迹 赵襄听到身边传来急促的呼吸声 略转头 便看到星月虽然竭力保持仪态 却脸色惨白 上下牙齿微微磕碰着 发出格格的轻响 他按着文书 问王月 此番将士们折损慎重吗 王月长叹一声 确实遭遇诸多艰险 折损 折损十分惨重 邓校尉战死了 左军司马尸体也战死 其余死者 自司马 都伯等 不下四百人 四百多人 赵襄心头一紧 他知道雷远此番出行 带着三千余的兵力 其中宗族不取千人 这一千人 乃是精选出的骨干 雷远在出征时曾说 以雷势在江淮的影响力 这千名精锐 随时可以化身为 上万大军的骨干 然而 他们竟然折损了四百多人 这样的仗 再打上几次 卢江雷势的家底 就要被掏空了 这一律 只放在心头 他又问 任孝魏呢 他没事吧 王月甚是恭敬 在内院扶手说话 并不多看 所以 这时才注意到 新月也在场 他连忙道 任孝魏没事 新月吐了口气 因为过于紧张 又忽然放松 他只觉一阵晕血 软软地倒地 第五百八十五章 震撼 当日 宜都郡的留守兵力 倾巢而出 前往乐乡的围水故道 与荆州水军主力会合 随即向江陵周边的曹军 发起猛攻 赤壁之战失败后 曹军盘踞襄阳 樊城 利用汉水和更北面的玉水 湍水等河道 颇曾训练 适应水往地带作战的部队 虽说受限于 这几条河道水极岸高 鱼贯速流 没办法编练船队 但大部分将士 都有乘坐木筏作战 在水则区域助累的经验 曹人此番南下 带的就是这批将士 另外 曹公在夜城玄武湖中 也陆续训练出 万鱼能乘坐舟船作战的精锐将士 又与夜城工匠协同 研究出一些 能够迅速营建水上堡垒的法子 张和敢于深入大江中的江星洲 便以这批将士为凭 曹公的骑兵优势 在南方的水乡 密林河崎岖山地间 实无施展余地 御途大业 就得主动弥补弱点 力求先胜而后站 所以这数年来 他对南方地形 和对南方水网地带作战的钻研 从没有丝毫停歇 也正是因此 他才敢于在春夏时分 南下攻取江陵 毕竟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下去 就算没办法匹敌江东水师 难道还克制不了荆州人 事实证明 完全克制不了 关羽借着浩渺水师动兵 又以水面克敌 只用少量兵力 一战就打散了曹公数年纠合的五万大军 受曹公所命 全权负责荆州战事的征南将军曹仁 在江陵城下自尽以后 他的部队遭到荆州军的两面斜击 死伤者枕劲握 连绵树里不绝 唯有曹张 曹修两人带领少量精锐逃出 平敌将军张和 带着他的一万精兵 被困在了江兴州上 靠着先前搭建的营垒固守 荆州水军也不理会他们 料来等到营中凉莫吃尽 他们若不想 饿死在滔滔江上 总会有所决断 此后 荆州军稍稍坐视北敬 敬陵 京城 当阳 邻居等月前 被曹仁攻取的荆州北部诸城纷纷一手 曹公急调重兵至边县和弱县两地 才扼住关羽的凶猛势头 这时 江陵城下那场大战的经过渐渐传开 荆州上下一片欢腾 督到关将军真是神人 而在这场战事中 丧腹狮子的无数家庭又难免哀痛 关羽随即行文两道 一道往益州 向玄德公禀报战果 并请无需担忧京香 另一道发往江东 大致的意思是 吴侯不妨慢慢攻打合肥 无论成与不成 都不必担心 曹军有大规模的援军了 为了稍稍挽回颜面 曹军仗着兵力优势 尚存 发起多次反击 荆州军虽然获得胜利 此前折损极多 所以 关羽才不得不及掉 京南各地的聚兵驻战 如果曹军国有决心 不惜代价的进攻 恐怕再度杀到江陵城下 也不为难 但因曹仁战死 先期投入的 各支精锐部队死伤惨重 其余各部士气都很低迷 甚至有些将校 心中畏惧关羽 与敌一处击退的 所以这些反击 并没有发挥多少作用 反倒是 一度有败兵深夜营效 传说关羽杀来了云云 导致将士自相践踏 死伤更多 曹公令徐楚帅 素卫虎 实行军法严惩 杀了上千人 才将这场乱世控制住 这一战 是曹公在赤壁之后 再一次做庸重兵 杀鱼于南方 玄德公本人身在汉中 只荆州的留守兵力 就善战如此 造成了征南将军 曹仁阵亡 数万人的损失 这无论对底层将士 还是地位较高的中原 北方士人 都有震撼 更不消说 之前 玄德公派往江淮驻战的 偏师雷员锁部 又一举击破下侯敦锁部的大军了 此前 曹公尚能解释 或约敌军奸诈 或约夏侯元 让疏于军旅 清造无备 可到这时候 一切失败都在难解释 于是在极广泛的区域内 许多事情 都有了细微的不同 在许都 叶城等地 那些随着寻文弱的死 被曹公一度强压下去的暗流 便不可遏制地再度汹涌起来 而汉中 合肥两地的前线战局 当领兵将校确认 曹成向公敌必救的策略失败 而短期内援军无望的时候 许多人的心态 都在渐渐变化 在汉中 玄德公率领主力 强行登陵定军山 已经使得恶守 杨平关的夏侯渊 徐皇两步进退失措 夏侯渊的司马郭怀 原本带着陆昭 英属二将所部 驻扎在郡城以南的牛头岭 试图阻止巴西太守张飞 通过米仓道 防止敌人从侧后 携击夏侯渊 结果 自家反倒陷入到 被刘备本部和张飞 锁部两面斜击的可悲境地 因为之前被张飞锁破 郭怀等人的部队 已经不断向北后退 最初 他们在荡取水尽头的 深山立寨扎营 依托所谓孤云两脚 去天一卧的险恶地形 阻恶张飞的进攻 后来 张飞在巴西 得到地方豪族和诸多巴 从领袖的支持 得以自如穿越群山中 连绵的古道压口 反而将分散在诸多险要的曹军分割见面 而在南正的照眼 又渐渐难以保障深山中 长距离的梁墨运输 于是 郭怀不得不拔军而出 渐次退避到米苍到北段 米苍山东南角的牛头岭 牛头岭以北的地势虽高 但大致平缓 无险可守 站在岭上 可以直接俯瞰南正 之前 主要靠留在南正的骑兵部队前后侧应 以填补防御的空挡 而从一个月前 夏侯冤领兵囤住此地 与高居定军山的玄德公本部大军对峙 这一点都不让郭怀感到愉快 皆因玄德公 如果打算和张飞会师 首先要击败的 就成了郭怀所部 而夏侯妙才事实上 并没有阻止的能力 郭怀看着面前的大块石板 石板上用恶土画着简单的地形 又用大小石块 表示此刻 犬牙交错的曹刘两军 摆开这石板的 是此前作为使者前来汉中 结果被牵扯在此 始终未得脱身的一郎司马懿 此刻 司马懿皱着眉头 继续道 此刻 横叶将军 征兮将军和我们 三支兵力大致自西向东排开 横叶将军对着蜀军 我们对着巴西郡的张飞锁部 全都摇摇欲坠 无论征兮将军救援哪一个方向 则另一个方向 就必然失败 所以 可可 所以 他 所以了好一会儿 却没法继续说 隔了许久 他才低声道 伯介 我们没有援军了 而郭怀焦躁地踩着脚下的溪水 发出哗哗的清响 他是冰州静阳人 素来未热 即便身在山中 也尽量靠着流水 但这时候 他脚下的水再凉 也止不住 满头大汗层层地流淌 第586章 断后 司马懿入世以来 与武官中郎将曹丕关系甚是密切 而郭怀则为曹丕亲自征闭的门下贼曹 于是两人便有往来 后来 郭怀转为丞相兵曹义令使 与司马懿的兄长 丞相主部司马朗为友 去年 郭怀随曹丞相至长安 再转为征锡将军司马 进入汉中作战 而在同一时期 司马懿由黄门侍郎到义郎 再代表曹丞相至汉中 与张鲁接洽 虽然曹丞相对汉中的谋划最终失败 以致万军困顿至此 但司马懿与郭怀的交情 却越来越深 彼此见生些默契 所以 郭怀非常明白司马懿的意思 就在今日早晨 两人各自得到了荆州败战的消息 于是不约而同地去拜访对方 结果在半路撞上了 其实 两人的想法 本来就是一样的 既然曹丞相的大军在荆州失败 那汉中这边 岂止没有援军 倒不是说 以中原 河北的雄厚基础 挤不出一支援军 司马懿非常确信 曹公再怎么失败 依旧稳固控制着八个大州 上百郡国 治下生灵异诏 实力远远超过孙刘等辈 然而 随着夏侯援让被俘 曹子孝战死 夏侯氏和曹氏宗族的力量大大衰退 因而 之后的收缩不可避免 在整片中原 河北的大地上 诸多力量和权势的重新整合 也即将到来 在这整合告一段落之前 任何战事都无意义 在这个过程中 许多利益值得攫取 许多职位等着去占据 那些对此缺乏认识的平庸之辈 倒也罢了 司马懿和郭怀 都是有志于愤意阴阳之人 自然不愿意困顿 在毫无胜利希望的前线 还有另一个问题更加重要 考虑到曹子莲虽认都护将军 其实并无独当一面的才能 此刻深处 汉中的夏侯渊将会是曹公身边 唯一够分量的轻足腐蔽 所以 曹公一定会急召他回到中枢 以稳住混乱的军心 当夏侯渊奔回中枢的时候 汉中战局会如何 曹公想来 已经做好了放弃汉中的准备 以职权来说 组织撤退的责任 很有可能会落在司马懿和郭怀身上 但他们两人对这个任务毫无兴趣 过去一个多月里 他们拒险而首 面对刘备麾下的征鲁将军张飞 过程中一次又一次的损兵折将 简直与噩梦无异 就凭现在这点力量 怎么可能再去抵敌玄德公的主力 那和送死没有两样 嗯 司马仲达和郭伯吉两位都是人才 自然应该跟着夏侯将军回中枢 在重要的岗位发挥更大的作用 所以 得找一人主动出面承担重责 徐公命 司马懿轻声道 也只有徐晃了 这位曹营名将资历够深 地位够高 更重要的是 他进来病区沉重 就算不在前线 本也坚持不了多久 郭怀看看身边环绕的侍从贾氏 因为早就得了吩咐 贾氏们都站得很远 并不会听到两人商议的内容 于是他骂了骂额头不断流淌的汗 我离不得军前 仲达 你能说动他 司马懿微微汗手 昔日他在阳凤部下时 曾在河内驻军 与我家有些往来勤奋 我一会儿就出发去见他 与此同时 广时到杨平关一线 徐晃用手臂支撑着不语 勉力抬起头 看看举水对岸情形 大概是因为天色昏暗的关系 他怎么也看不清楚 只看到空气摇晃着 灰蒙蒙的一片 像是灰尘在涌动 又像是许多兵族在列队前进 不对 那是我自己吐出来的热气啊 敌军还没有动 天色晚了 说不定今日的战事已经过去了 徐晃吐了口啄气 向后扬倒 自从刘备带领主力翻越米苍山 进驻定军山一线 夏侯渊便不得不领兵 跟随到定军山北面阻卧 而徐晃和严刑 则承担了 从杨平关到广石的整段防线 兵力分薄了 负责防御的范围却扩大 于是局面就更加艰难 当然 夏侯渊和郭怀两路 也同样艰难 徐晃连续数日都在最前方度过 他身边的护从也都直接参与战斗 并与将士们一起搬运木石 堵塞防线缺口 但没有用了 徐晃轻声叹道 最迟到今晚 将校们都会知道 荆州败战的消息 然后他们就会明白 不会有援军到来 也就明白了 这些日子的战斗 全都是屠楼 明天或者后天 我们的防线就会崩溃 阎行站在徐晃身边 手按长刀 神色冰冷 过去数日里 这位梁州猛将在整条防线上 往来冲杀 几次凭借个人的勇武击退敌军 可以说 这段防线能够维持 一大半的功绩 都在阎行身上 前日傍晚 蜀将张任等人 留下大量惊奇作为宜兵 秘密率军向北 意图迂回到广石的侧翼 结果这举动 被阎行针织 阎行乘着夜色领精兵三千 在广石 北面的山林中潜伏 待蜀军渡河时 发起冲锋 由领包指挥的先头部队 死伤惨重 乌兰要武扬威赶上接应时 在乱军中 正欲阎行 交手不三合 乌兰被阎行 一朔刺透了废葬 当场毙命 然而这样的小规模胜利 终究无法掩盖曹军 渐渐力竭的现实 刘备以经义两个大洲的力量 强压过来 不计损失 日夜不休 而曹军的兵力 只有越来越薄弱 哪怕没有荆州败战的消息 失败也近在眼前了 是才 我已经潜人至书征熙将军 请他不要在汉中纠结了 就今夜 与郭伯己 司马仲达他们一起 立即走 徐晃缓缓道 燕鸣你率不同行 这样的局面下 徐晃的建议 便是唯一的正确选择 夏侯渊没有拒绝的道理 言行骤眉道 功名将军 你呢 我 徐晃哈哈一笑 我自然留守断后 燕鸣 蜀军想要击败我 可没那么容易 之后 他们还要分遣兵力 平定诸县 所以 你们早走一两日 必定可以安全退往关中 言行想了想 点头道 好 徐晃又道 此番 我军虽然挫败 燕鸣却屡见其功 我也专门 向丞相之一输信 感谢燕鸣的帮助了 丞相用人不拘一格 以燕鸣的忠勇过人 定然能得到忠勇 日后四海归一 万户侯何足道哉 多谢 严行掌一 徐晃白手道 不必 不必 他犹豫了片刻 才道 可可 我有一子 名坏徐盖 并无才能 只是个庸弱之人罢了 燕鸣日后若有闲暇 还请稍稍照顾 可好 言行重重点头 功名将军请放心 那你就去准备吧 徐晃道 我也要分遣兵力 尽快接管各地营累呢 今晚会很忙 不留你了 言行漠然片刻 转身离去 才踏出一步 西面十余里外的定军山方向 忽然传来隆隆巨响 那是无数人一起发出的 天崩地裂般的大吼 怎么回事 徐晃猛然做起 第587章 盛基 出平三年时 刘表被朝廷败为镇南将军荆州墓 并假节都京 义 交三州军事 刘表遂遣军攻陷防陵 并设防陵郡 以荆州名士 宽祁为太守 后来 刘从降服于曹公 宽祁也随之降服 并代表曹公向盘踞在八山北路 上拥西城等地 诸多深山大河的豪强们怀柔 此时 曹军从襄阳往汉中传递信息 最快的道路 便莫过于经过防陵向西 直抵汉中 路途约1300里 信使快马加鞭 三四日寄到 而荆州军的军报 要通过辖江水路道 难免慢险 因而 当曹军得知荆州败即 众多将校都在紧急商议撤退的时候 定军山上的刘备本部 对此还一无所知 这些日子的战斗中 曹军固然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玄德宫也并不轻松到哪里去 此番攻打汉中 动用了精益两周的军队 合计十万 刘备这辈子 都没带过这么大规模的兵力 所以 用兵格外谨慎 又因为汉中山川险固的地形 葛路兵马 都只能与敌拼消耗 拼人命 输少施展战术的机会 然而 刘备控制一周的时间 毕竟尚短 无论用人 用兵 都还不能做到如臂食指 一周军各部 在与曹军几番熬战 到了一定限度以后 诸将都渐渐有了懈怠的迹象 至于荆州军 或许因为水土不服 或许因为九战思乡 其实 兵风之锐 不似先前 而前线梁木物资的巨大消耗 又使得后方府库日渐空虚 一周再怎么复数 终究只是一周 过去数十年里 更没少经过战乱损失 如此规模的兵力在前方作战 消耗的物资 争调的名夫都是天亮 哪怕军师将军诸葛亮刘复 刘备也时常担心攻击不及 后来又听说 曹军主力南下攻伐荆州 愈发使刘备忧虑 他一度打算放弃 对汉中的进攻 而以主力东径解救江陵 因为诸多文武苦劝方旨 但此后数日里 他在指挥作战时的态度 急躁了很多 清帅主力登陵定军山 这是庞统的建议 倒还罢了 后来他几次 亲自攻打夏侯渊 设在山下的营来 虽然将士们竭力遮户 但他的灰盖和他本人 都几次遭到曹军针对的反击 最紧急时 他自己持剑作战 逐退敌兵 还有一次 他冲得太过靠前 军师将军庞统随势在侧 结果战马被箭矢锁精 狂奔出列 直奔向曹军迎类去 若不是赵云带着数十亲戚解救 只怕庞统就要成为夏侯渊的俘虏了 当然 曹军总要吃亏得多些 昔日 曹公自己也承认说 刘备 无仇也 但得及少晚 单以战阵上的攻守进退论 除了曹操本人以外 刘备丝毫都不畏惧曹营诸将 何况此刻他身边猛将如云 谋尘如雨 而对面的夏侯渊 只带着一个病重的徐黄 和若干无名小辈 随着战事的深入发展 刘备对胜利愈来愈有信心 只不过 将士也确实疲惫 难以始终保持最初那种猛攻猛打的状态 这一日里 因为夏季天气炎热 刘备霸占收兵比之前早些 曹营重将都在议论荆州军报的时候 刘备麾下诸军 正在定军山北路梯子后撤 刘备和左右文武 登上一处较开阔的山坡 只见百余名将士 带着满身的血腥味和汗臭 横七竖八地躺在坡上的掌草间瞌睡 有人手里握着一枚烤饼 刚咬了一口 饼子还含在嘴里 却已经睡得深沉 有侍卫大步向前 试图鹤令这些将士让开 被刘备连声阻止 刘备认得 这一批是毕将军陈氏的清兵 他们今日五更下山 两次参与作战 到这会儿 确实累得很了 他看看周边环境 指着更高处说 我们到那头去 看得还清楚些 众文武都到 那处甚好 一行人走了几步 却见庞统和法正 两人聚都站着不动 试员 孝直 刘备招呼他们 庞统提着袍子 一只脚踩在大石上 凝视山下的曹军营地 并不打话 倒是法正反应快些 慌忙小跑过来 刘备问道 可有什么发现 法正稍稍犹豫 答道 主公 我以为 曹军似乎突然有些 有些慌乱 刘备心头一动 他转回身 站到坡地边缘 他也是经验极其丰富的武人 此前没太注意 可这会儿定神看去 果然觉得 敌方的营地中 有那么一丝不妥 并非哪里有将士散乱 或者肆意行动 而是某种细微的不同 之前双方熬战许久 曹军再怎么应对艰难 骨子里是有条不紊 按部就班的 但这会儿 那种状态忽然就不在了 带着以某种微不可查的 刘备想了又想 一时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感觉那像是某种动摇 又像是某种沮丧 曹军营地中 发生了什么 这么一支 能和几军对抗 许久的坚韧之兵 好像经济神 忽然就摔腿下去了 莫非 这是某种诱敌的谋略 他待要再细细观看 庞统立声贺问 现在山脚处的 是哪一路兵马 有人应道 是黄忠将军所部 圣机已至 快让黄忠出击 庞统大声道 诸军随后跟进 刘备稍稍犹豫 法政也道 军术井可败也 主公 机不可失 肋骨 咬起 刘备挥拳拍击手掌 下了决心 下个瞬间 定军山上骨脚齐鸣 十数面红旗一起招展 正在勒马登山的黄忠 猛然抬头 看到了全军进攻的信号 身边诸多将校 都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 有人低声道 开什么玩笑 黄忠瞪了他一眼 使他信心住嘴 黄忠年以六旬 此前数十年戎马 都在京南与一些 拿不上台面的京蛮 盗匪作战 直到四十岁 才被任命为中郎将 跟随刘盘 对抗江东所属的 建昌都尉太史词 稍稍打些像样的仗 玄德公占据荆州以后 黄忠从中郎将 道毕将军 由毕将军 而至偏将军 到如今 已经成为 统领本部六千余的 陶鲁将军 他的本部 也始终以 长沙郡的同乡袍则居多 从未被打散过 黄忠很清楚 有不少人 认为自己区区边比老阁 素无永明 能得此重任 乃是因为 玄德公 有意幽容 荆州本地五人 所以他自领兵 入属以来 务求斩将破敌的机会 可惜 至今还没有什么 真正可观的战绩 他也知道自己老了 体力上的退化 不可避免 或许再过几年 就没办法上阵杀敌 只有在家 做个孤独怪癖的老儿 既如此 这样的机会 怎么能错过呢 既然主公要进攻 那边进攻 有什么好多说的 他猛地乐动缰绳 大声道 众将士 随我来 吼声中 他的白发 再多谋下飘扬 平添了几分 去不顾反的勇撞 他是荆州素将 自有威严 当下数千人 跟随着黄忠 开始向前 脚步渐渐加快 黄忠并不知道 这会荆州的败迹 已经传遍曹军 合营上下 夏侯元起初四面奔走 竭力安抚 各部将校们 后来不得不 将之聚集到中军 专门向他们解释局势 并承诺 必能带领众人安全 退出汉中 于是 当黄忠所不突进的时候 许多曹冰 竟不知道 发号施令的军官在哪里 黄忠只确定 随着自己的突进 曹军营中果然慌乱 那些老对手们 居然没有出营应战 也没有人凭着债墙 放箭阻击 甚至就连市井的 鸣精声都那么零散 只有许多将士经呼叫喊 他们往来奔跑的身影 在很远处就能清楚地看到 这真是天赐的圣剑 黄忠拉起缰绳 战马纵月如飞 跳过曹营外侧的路角 长矛挥出 数名曹军士族 见血倒地 在那一瞬间 他感觉自己在凌空飞翔 仿佛俯视着 如一群狂乱奔逃的敌人 黄忠继续向前 他看见了中军 战里金黄奔出的那些人 于是他大笑着 纵声高呼着 像一道无可阻挡的霹雳 划过云层 直取夏侯渊 夏侯渊秀走 南洋黄汉生来眼 第588章 风浪 近年来 许都始终有朝义 要求把荆州制所 放到较北面的晚城 或者新野去 但因为此举看起来 像是公开表明 几方忌惮住在江陵的关羽 所以始终没有落实 既如此 乐静 曹仁这前后两任 驻守襄阳的一方大员 都对城池多加修缮 依托刘景生 至荆州时 陆续迎建的 诸多人工和自然景观 到如今 城内 城外 都多有红利华美之所 一个月前 曹丞相提兵来此 之前行文中说 要地方文武 整理城外的军营 以供将士驻扎 丞相也将驻在军营 与将士们同甘共苦 但征南将军曹仁 立即动用了极大的人力 修整城中的官署 庭院 并紧急从县山移栽 来齐诸巨树 苍松翠百 果如征南将军所料 曹丞相在城东军营里 住了两日 因为南方卑诗的缘故 身体不适 于是很快就搬进了 预先准备好的 丞相府邸 石至下丘之交 府邸内的陵墓 或者渐染丹珠 或者落荫兵纷 如果灯陵高处 放眼四望 仿佛无边无际的 各色树叶交织 如花团锦簇 而色泽鲜明的 斗拱飞檐演映期间 别有独特的华美之感 可惜此刻 府邸的主人 绝没有兴趣观赏美景 故而 连带着府邸内外无数人 襄阳城的文武 和那些里 三圈外三圈 拱卫着府邸的夹士们 全都静入寒蝉 沿着夹士们 势力两旁的道路向前 大约走数百步 可见一处连绵楼宇 楼宇内青纱薄围 层层叠叠 隐隐绰绰地看不清楚 到寂静处才能分辨出 处处厅堂中 虽然摆着无数行之各异的 青铜错经竹台 却大多都不点燃 此时 傅丞相 武官中郎将曹丕纵马 直奔到庭院以外 风尘仆仆地迈步进来 几名仆役小碎步 跟在他身后 端来饮水 为他拍打身上的浮土 解下披风 兜帽之类 带走到近处 曹丕便看到不少文武 都在街下等待 站在最前方的高大身影 是曹章 他微微一愣 随即快步向前 子温 你没事吧 曹章带着他的亲信部下 从江陵一路败逃回来 沿途撞上追击的荆州军 狠杀了几场 但他却有过人的勇力 竟然身上没带一丁点伤 听到曹丕问后 曹章深深作忆 多谢兄长关心 我无事 倒是兄长从许都一路赶来 想来很是辛苦 那 父亲怎么样 曹丕又问 曹章满脸忧色 微微摇头 曹丕吃了一惊 难道 曹章踏前半步 低声道 早上传来长安军报 汉中丢了 妙才叔父战死 什么 曹丕失声惊呼 他亮呛了几步 不敢相信地看看曹章 汉中也 汉中也败了 妙才叔父他 怎么可能 曹章指了指听堂里 做了个要求静声的动作 曹丕站到街下看看 只觉着深深乌雨 愈来愈暗沉 他双手互握 站到曹章上手等待 双手握得很紧 紧到有些发抖 屋内不要点灯是曹公的要求 自从得知曹子校兵拜自尽的消息以后 曹丕相就病倒了 据说是犯了头风 因为头风的关系 他见不得光 欲不得风 又受不得寒 整日里 都像是有无数间 针刺着脑髓 疼痛难忍 昔日 华佗在时 倒有办法稍稍遏制 可惜 华佗已经死了 曹丕相亲自下令杀的 这会儿隋军的医生 完全束手无策 许楚 带人找了一位荆州名医来 结果 那名医竟然当着曹操的面 感慨 华佗的神迹不存 这未免太过无礼了 曹操当场找了个理由 让许楚将这名医斩首 许楚执行任务从不含糊 于是 那颗首级就在曹操的踏前 滚来滚去 鲜血喷得到处都是 曹操凝视着圆圆的脑袋 情不自禁地想 这如果是关羽的脑袋 该有多好 他爱才是真的 对关羽的推崇也是真的 所以 多年前他才会顶着许多反对意见 纵放关羽投奔刘备 可现在 关羽逼死了曹操的手足兄弟 那双方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彼此间 只剩下了血海般的仇恨 然而 这只是一想罢了 关于好好的在江陵 而曹操也依旧强忍着剧烈的头痛 强忍着继续听取 荆州战场上的各种坏消息 可曹操万万没想到 还有更坏的消息 就在今天早上 从长安来的军使池马 直入府邸 带来了征熙司马郭怀 和一郎司马懿 两人的十万火急飞书 汉中军情由防灵传来即可 为什么走长安绕路 使者刚到 曹操就觉得不对 他刚喝问一声 使者立即禀报说 汉中兵败 先是征熙将军夏侯渊 为刘备部将黄忠阵斩 随后诸军大溃 在溃退过程中 贫贼将军因属为张飞所杀 李勘 梁星等人聚都没于军中 横野将军徐晃强称并体 指挥断后 连续击退刘备军数次进攻以后 终于游进登窟 吐血而亡 郭怀 司马懿竭力领兵后退 打算往陈仓方向去 另外 严刑和陈公英等梁州军将都在撤离 但此时 大概身处某处穷山大河 没能联系上 也不知以后还能不能联系上 汉中毫无疑问地丢了 之前先后投入汉中的兵力 能够脱身的大概十之一二 郭怀和司马懿都说 请丞相早定妙策 已故关中 一时间 哪来的妙策 这个消息 只使得曹操暴怒如狂 他当场就拔出宝剑 试图杀死暴性的军士 而当军使狼被逃出之后 他又挥剑乱砍 把身前身后的暗机 屏风 尘射的真丸宝器 全都砍成了粉碎 此等暴裂情形 连许楚都有些畏惧 群寻在外头 不敢进来劝解 曹操也不需要人劝解 他知道 此刻他感受到的 并不是愤怒 而是畏惧 他表现出来的愤怒 只不过是为了掩饰畏惧而已 他是真的在畏惧 数十年戎马生涯下来 曹操极少有畏惧的情绪 哪怕当年被吕布 逼成了丧家之犬 哪怕当年在乌林 踏着淤泥逃亡 他也没有畏惧过 他的信心 他的毅力始终都在 但那时候 他身边的手足臂膀 尚在 值得他信赖的公骨爪牙尚在 现在呢 夏侯元让落到了刘备手里 夏侯庙才被斩杀 曹子孝未免受辱愤然自尽 徐公明病亡 张俊逸被困江心沙洲 朝不保夕 这些都是随同自己南征北战 所向无敌的猛将 他们带领的 也是经过多年苦战 才纠合起的精锐 是自己一统天下 再造太平的凭借 是最忠诚 最可靠的力量 然而 就在过去的一个多月里 这些人都出事了 曹操能够想象得到 接下去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 会出现怎样的动荡 数万人的折损 几名宗族大将或身死或被俘 使得军队的锐气已错 自己对军队的掌控 也有所下滑 既如此 夜城霸府的威势 就必然低落 威势一旦低落 朝中和地方上的鼠辈们就难免胡思乱想 生出种种事端 朝中和地方上一旦叠起变故 孙刘等人又必定乘机声势 孙刘等人烧动 内部又会有人与之里应外合 兴风作浪 过去数年间 许多人都对曹操说 所谓汉家正硕 早就成了空壳 可以一推几刀 然而现在 曹操生出强烈的畏惧 他害怕自己的夜城霸权也会如此 看似坐拥中原 河北七八个大洲上百郡国的强大力量 可稍有应对 不慎就会暴露虚弱 就会被人群起而攻 须得赶紧打起精神来 再难的局面 也不是没遇到过 既然已经如此 接下去无非兵来将党 水来土掩罢了 曹操探出双手 用指甲按压着自己的额头 他用足了力气 以至于指掌咯咯作响 指甲深深地欠进头皮 这种来自外界的疼痛 一时压制住了头颅内部的眩晕感 让他稍微好受些 他暗箭起身 在几步开外伺候的徐楚 慌忙上来搀扶 被他用力推开 他大步迈向外头 随着他的步伐 一道道青纱薄围被打开 渐渐明亮的阳光射在他的脸上 他略微眯了眯眼 挺起胸膛 昂然站到部署们的身前 第589章 离枝 庭院西面有一排摧微老树 稍稍遮挡阳光 在院中留下一地斑驳光影 庭院极其扩大 但站在其中等待的部署 却只寥寥数人 为首的 是新叶从许都赶到的副丞相 五官中郎将曹丕 然后是齐都尉曹张 都护将军曹红 哲冲将军乐静 奋威将军满宠 太中大夫贾许 除此以外 只有惯例是从曹公的五位中郎将许楚 寻忧这几日 在京北各地奔波 安排接收各路退回的败兵 并督促相反诸将重整防线 这是他身为中军师的职责 曹公近来既不理事 他便格外忙碌了 曹修和曹真也不在 过去这些日子里 荆州军逐步北上 一一拔出曹军 在京香道中所设下的诸多盈类 据点 而曹军也不断以小谷精锐骑兵前出支援 往往一日之内 双方小规模的惨烈厮杀 会发生十余次之多 死伤上百 曹修 曹真作为虎豹旗的统领 全都在最前方作战 眼下这些人在 那也够了 曹操大声道 诸位都知道了吧 汉中那边 我军败了 众人沉默汉首 曹操在眼下缓步而行 沉映着道 此前我令夏侯妙才去往汉中 临行前特地吩咐他 唯将当有妾弱时 不可但事永也 将当以勇为本 行之以智计 但之任勇 一匹夫敌尔 谁知妙才竟疏乎如此 众人彼此看看 不知该回答什么 夏侯渊是战功赫赫的肖将 此番在汉中 以少量曹军主力 驱使梁州心怀意志之兵 对抗刘备清领的十万大军 就算失败 其实非战之罪 在场所有五人扪心自问 谁也难说能做得更好些了 曹操冷笑一声 从徐楚手中拿来军报 扔给曹丕 你们都看看 曹丕张开军报 看了两眼 曹张凑过来 站到他身边 曹丕咳了两声 一目十行看完 将之转给曹张 子环看出什么了 曹丕犹豫一片刻 孩儿愚钝 实在 实在没看出什么特别的 曹操冷笑一声 曹张握着军报 忽然道 父亲 按军报上的说法 那黄中率军突击的时候 妙才叔父 正召集部下军校于中军安抚 并向他们解释 荆州战局 安排撤退的步骤 没错 曹张看看父亲的神色 继续道 我记得兵法有云 将军之势 竟以忧 正以智 能于士族之耳目 使其无知 此等机密 怎能闹得和迎军校拒之 这不是 这样一来 使得我军不战自乱啊 说得好 曹操汉手 黄虚儿进来军中历练 道有些长进 父亲 曹丕忽然喊了一声 嗯 曹丕恭声道 妙才叔父是宿将 怎会不通兵法 这样做 他定有其不得不如此的缘由 也有道理 曹操再度汉手 那你说 究竟有什么缘由 曹丕的额头浸出薄汉 他垂手道 关中那边 各方的力量盘根错节 妙才叔父统合起的兵力 也是七拼八凑 以孩儿猜测 可能在叔父有所举措之前 荆州败祭的消息 就已传开了 或许 有不少人早已心无战意 渴求退兵了吧 他们正好借此机会大造声势 而这行动 给刘备创造了机会 曹操重重叹了口气 众文武进了片刻 看他的表情不像反对 于是纷纷道 傅丞相所言极是 曹操步下台阶 看了看两个儿子 子环既然有这样的见识 接着就替我去关中走一趟吧 你以傅丞相的身份 住在长安 都督司 梁 以三州军事 两三年内 先为不可胜之机 待根立事举 再谋进取 曹丕全不曾想到 会突然得此重任 一时恶然 关中那边 有前军师 司令校尉中原长 此乃经之萧何也 你须得视之为师长 敬礼敬之 夏侯博人 不要再做什么武官将文学了 即日转任司马 也去历练一番 另外 郭怀 司马懿 赵衍 严刑 成功英等人 虽然战败 但也算了解敌情 尽可任命受职 曹操加重语气 继续道 但你又要权诸轻重 务使群下善事 你明白吗 郭怀和司马懿 都是曹丕的老班底了 夏侯博人 就是夏侯尚 他是夏侯渊的从子 在夏侯士族中 素有文武双全之称 也是曹丕的好友 顾骄 曹丕身身俯首 沉声道 孩儿明白了 曹操拍了拍 曹丕的肩膀 指向站在稍后方 眼关鼻 鼻关嘴 不言不动的曹红 子莲 末将在 汉中已经战败 梁州那边 又有马超肆虐 日夜不安 这时候 须得有割够分量的五人 前往坐镇 以保关西局势稳定 我决定由你行征西将军 领五万兵 隋同子环 住在长安 曹红慌忙攻身道 末将遵命 刘备军危济阵 不可立敌 你到长安 须得督促朱军 以身沟高磊 力保将剑 今后两三年内 若有贪图军功 擅自出战而败的 我先斩你手 是 是 接着是荆州 曹操夺不回来 曹张戴要言语 曹操站到了满宠身前 满宠出为许县令 后任汝南太守 赤壁战后 转为奋威将军 此军在人有酷吏之称 曾经诛杀过曹红的兵客 严刑拷打过顾太尉扬彪 以地位而论 其实他稍稍赐予乐静 本无资格来此 但他偏偏就来了 曹公对此 仿佛早就安排 伯宁 在 我听江陵那边的败兵说 关羽之所以取胜 是因为荆州水军 从游水上诉 经过围水 故到绕至我军的浮桥上游 这处围水 故到是数年前打通的 被荆州本地的许多商骨 当作运输货物的通道 他们为了一己私利 竟不曾向我们通报这条通道 是吗 满宠道 已经查问清楚 却有此事 我又听说 荆州本地的大族 豪族 有不少人与江陵那边有所勾结 有的暗中贩卖南方货品牟利 还有人向江陵方面泄露军情 对吗 这个就属于御家之罪 何患无辞了 京乡世人与南方江陵同出一脉 彼此素来紧密 多的是亲戚婚雅的联络 以满宠的手段 想要揪出一批人来 简直易如反掌 满宠微微躬身 诚如丞相所言 那么 这些内通逆贼之人 都抓起来了吗 已经抓了三千多人 因为有案情牵扯到了 荆州刺史傅群和主部杨仪 尚需考略 曹操毫不犹豫地道 考略什么 凡事有关之人 全都抓了 遵命 回头提醒我 派个人去见见刘备 如果刘备愿意放海夏侯元让 和张俊义等人 那就拿他们做交换 如果刘备居然不愿 你就将他们尽数斩首 数千人的性命如何处置 就在曹公这么随意地 吩咐中定下了 毫无疑问 曹子孝和夏侯妙才之死 使得曹公动了真怒 而满宠面色不变 应声道 尊命 关羽虽胜 自身的折损 也不在少数 我料他无力大举 京香防务 还是托付给乐文谦 再遣人去后辞文聘金珠 续他击破 荆州水军的大功 乐经大喜出列 哽咽道 丞相 我必固守京香 绝不容关于北上半步 曹操点了点头 子文虽有败己 永略可嘉 即日起就任萧綦将军 统领虎报己和囤旗 步兵 月旗 长水 设身五孝 你好好的立兵莫马 过一阵 就随我前往许都 见一见 皇帝和朝中诸位贤打 这话简单 其中的内容可就丰富了 曹掌咧了咧嘴 看看自家兄长 简直要笑出声来 好 再接着是江淮那一片 适才曹操调配部署 全部犹豫 直到这时候 才稍稍放慢语速 孙权那小儿 还在攻打合肥 曹洪为都护将军 最是熟悉各地军相 他立即道 江东不善路站 有张文远在合肥 于文则在寿春 定然无鱼 曹操摇了摇头 孙刘两家彼此呼应 长远下去 毕竟是个麻烦 他忽然扬声问道 文和可有高论 太中大夫贾许 年纪很大了 已经须发花白 他在日头底下站了许久 精神也不充足的样子 细眉长眼半开半合 也不知是在瞌睡 还是在坐肾 听得曹公询问 他慢吞吞地坐了个一 离之而已 如何离之 贾许摸了摸胡子 之前上书令董公人提议 遗修古剑锋五等 我以为此意甚加 曹操凝视了贾许半生 汉首道 此意确实甚加 第五百九十章 后爱 曹操低下头 陷入沉思 文武们以为 他还有吩咐 剧都必心凝神 小心等待 熟料过了会儿 曹操忽然道 都在这里做什么 群情如火 都去准备 众人慌忙 作一而退 曹操挥了挥手 自往厅堂中去 适才一气说了这些 他觉得有些累了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离开 许楚依旧是从在后 而贾许拢着双手 站在院落中发愣 曹操止步 狐疑地看看贾许 贾许是梁州武威郡的名士 后来查举孝莲 入朝为狼官 之后多年历任文武各职 周旋与虎狼之间 而屡有奇迹 世人都认为 贾许乃是智谋杰出之事 后来贾许为婉成张秀的谋主 一力策动了张秀祥曹 以此功勋 被任命为执金吾 都庭侯 又迁冀州墓 带到曹操自领冀州 贾许转任太中大夫 然而 曹操毕竟多疑 张秀祥曹以后 虽颇见功勋 却盛年病亡 不少人猜疑 他是因为与曹子环有矛盾 被迫自杀 而贾许这个太中大夫 一当就是八年了 虽然曹操极其信赖贾许的谋略 常常向他请教 却始终没有受他 以额外重任的意思 而相应的 贾许则愈来愈显出垂垂老太 大概不久之后 就会像成狱一样 和门不出了 这时候 曹操望着贾许 沉声问道 闻合还有什么事 贾许垂着双眼 口唇西张 似乎念念有词 却不回答 许楚踏前半步 曹操摇了摇头 过了会儿 他又唤道 闻合 闻合 我叫你呢 何不回答呀 贾许像是方才反应过来那样 他吃了一惊 恭敬地失礼道 啊 丞相 我事才有所私存 故而没能及时回话 你在想什么呢 曹操饶有兴致地 在台阶上站定 贾许平和而诚恳地道 不瞒丞相 我在想原本出 刘锦生父子之事 曹操脸上的怒容一闪即逝 旋即大笑 哈哈 闻合真是妙人 妙人啊 顿了顿 他招手道 闻合随我进来坐 是 贾许亦步亦趋地跟着曹操 踏进厅堂 随着夕阳建成 厅堂中愈发昏暗了 两人落座之后 谁也看不清对方的身影 曹操协议着软踏 吁吁道 闻合呀 你的心意 我很明白 这是终植之鉴 我会深思 然则 依你看来 刘锦生二子 刘锦和刘从 是何等样人啊 贾许答道 刘锦庸弱无能 突然被刘玄德当作幌子 刘从 屯拳二 曹操又问 不错 那么 原本出二子 原显思和原显府 又如何呢 原显思虽有小计 奈何天性俏极 而原显府 乃义勇之夫也 那么 以足下所见 就算刘骑 刘从携手并肩 原谈原上进退如一 他们能是 我的对手吗 贾许苦笑 此辈都是常人 怎能与丞相 这样的英雄匹敌 曹操悠然道 既如此 吾儿子还 子文 子剑之流 日后又该如何匹敌刘备呢 贾许大吃一惊 他只觉得 后背发冷 不及细丝 立即已超过年龄的 脚尖动作乐器 伏地叩手 丞相 是何掩掩 贾许不敢欲文 文和请坐 不必多虑 曹操冷静地道 这 曹操拍了拍案集 加重语气 文和 请坐 是 是 贾许落座 刘景生就罢了 原本出道可以谈谈 曹操不再理会他 自言自语道 原本出素有高明 大致 堪称一时之劫 因他长我九岁 昔日我在洛阳时 视之如兄长 后来天下桑乱 本出平定河北 遂拥四周之众 南下以征天下 然而官渡一战 他败于我手 两年后 忧愤病亡 他那两个孩 嘿嘿 诚如文和所说 虽有才能 终究都是常人 最终难免兵败身死 贾许垂首 暗淡灯火摇曳 使他的神色 看起来捉摸不定 而曹操扬手 望着厅堂顶端的 凋漏住壁 关渡之战的时候 原本出55岁 之后忙乱了两年 死了 赤兵的时候 我曹梦得54岁 之后也是疲于应付 忙乱了几年 到现在 话说到这里 连许楚都觉得 一头大事不好 假咒铿锵声中 他大步绕到前头 跪地喝道 丞相 许楚怨陵虎视为先锋 踏破江陵 斩杀关羽 平定孙流逆贼 五位中郎将 豪气可嘉 曹操低声笑道 起来 起来 带到许楚退回 他继续道 刘备 有雄才 有雄才而得重心 如今 他居有精益二周 又拿那套 心腹汉事的说辞 四处蛊惑 我拥天下之治理 以顺讨逆 道不拒他 可局势分明 已如鼎立 只恐一时间 难以平定 令所律者 无非刘备年少 我数岁 万一诸子不孝 则济周元氏 荆周流氏之事赴现 丞相 副丞相 灰虫得度 朝夕滋滋 是群下所塑之也 贾许说了两句 曹操结道 好了 好了 此地又没有外人 温和不必如此 曹操挺起身体 一手支着暗机 向着贾许沉声道 在温和眼中 子环自视人才 正如子剑身边 也有一批人 时不时对我说 子剑真有命是之才 然则 我总得好好看看才行 我得给他们一些机会 容他们施展 也容我仔细地分辨 只有这样 我才能知道 这几个孩儿之中 究竟谁有才能 究竟谁有资格 继承我的一番功业 贾许勉强道 只是 丞相 万一因此 而使兄弟手足之间 生出嫌隙 曹操摇了摇头 文和 人之情性 莫先于父母 皆见而未必置也 随后爱意 稀聚不乱 竟然已经下了 如此的决心吗 贾许不禁震动 他再度攻身 丞相 我明白了 曹操又道 文和 你还记得子修吧 子修便是曹公的长子曹昂 因为贾许的雇主张 秀祥而复盼 战死在军中 自然记得 建安二年的时候 子修随我出征 后来战死了 子环为此痛惜了很久 但因为子修之死 子环才得以获得 现在副丞相 五官中郎将的地位 我以为 这几年来 他也确实很有长进 曹操慢慢地道 如今夏侯妙才 和曹子孝战死 子文 文烈 子丹 博人他们 乃至其他的后辈 便得以施展 嗯 文和 你只看着就好 不必担心什么 是 倒是那个 见风五等的想法 着实甚佳 你和董工人 想续一个方案出来 不止孙权 刘彰 马超 乃至焦州那些土豪 都可以封一封 你看如何 哈哈 是 我会尽快去办 贾许不知第几次失礼 恭恭敬敬地退出厅堂以外 曹操炎瞅着贾许的身影消失 才吐了口气 杨躺回软榻上 精神稍许松懈 便觉头疼再度袭来 第591章 钟永 南下曹军主力在荆州城下 遭到关羽的痛击以后 张河所部 足足近万人 孤悬在江心连绵州路之上 四面都是大水 是同祖上鱼肉 荆州水军倒是几乎不来滋扰 于是 张河一度考虑 伐木卓竹为伐 先偷袭上游的百里州 再通过百里州附近的潜水 杀入京南去 然则 荆州人在百里州上安置了不少兵力 防御十分严密 张河新建的水师 在水面上被乱舍一通 旋即溃退 这一来 众将士只有在州路上苦挨 坚持了大半月 眼见着营中存粮将要吃尽 于是 将士们每日都只有两顿饭 再过数日 又改成了一顿饭 营地中的牲畜牛马之类 陆续都被吃了 后来又推举出 熟悉南方环境的一批人 往州路间的潜水泥沼里捕捉鱼蚌 然则 鱼获并不足 指引这么多将士 接着有人开始 在州路各处打动挖掘植物根筋 乃至捕捉蛇鼠之类来吃 眼看着夏日将过 秋季到来 随着各处湿地 渐渐干涸成小水塘 州路上的湿气略退 而文银愈发猖獗 此前因为水土不服而生的疫病 又有扩散的架势 张和当机立断 将几名德病低士族 扔进江里喂鱼 如此一来 士气愈发低迷 而张和的日子 也愈发难挨了 某一日里 在靠近百里州的一处小滩上 有一批始终坚守的将士 忽然涉水逃亡 许多人在其胸口身的江水中 艰难跋涉 有些人直接被水冲走了 剩下许多人进退不得 于是在江兴大声叫嚷着说要投降 终于惊动了百里州上的荆州军 荆州军用小船把他们接走了 此后每日里 逃亡都不停 情势绝望至此 张和也没脸去阻拦 此前他经常顶盔冠甲 带着亲信贾士们寻行各营 鼓舞士气 这时候他也不去了 只听之认知 随便布下门越来越少 只剩下了不足三成 待到九月中旬的一天 负责跳往的主步杯战 忽然跑来禀道 将军 有船来了 是荆州人的军船 多大规模 可有装载士族 张和一边问着 一边从帐中见不出来 下意识地摸了摸腰间 发现 还手刀居然不曾带着 他想要回帐里去拿自己的刀 却听杯战打道 只有两艘船 船上士族甚少 看起来是来 可可是来劝降的 张和的脚步 微不可查地稍稍一顿 杯战回头来问 将军 张和叹了口气 前头带落 唉 想着也该来劝降了 总不至于 要把这么多将士活活饿死 这种局面 带一把刀 在身边又有什么意思呢 此前他带人攻打 百里州的时候 已经从荆州军口中 听说了最终的战局 几方惨败 曹子孝损兵折将 不愿被俘 最后再将临城下自警 张和可不愿意自警 过去这些日子 他翻来覆去地想 始终没想 明白自己的未来 眼下既然忘了戴刀 那或许是天意吧 张和拨开横生的灌木 大踏步向周路的边缘走去 他行进的路线 恰经过一些士族们 休憩的场所 士族们早都没有了心情 所以见到张和 也不起来行礼 就这么躺着 愣愣地看着他 大部分将士都很瘦弱 脸色灰败得不像样子 还有些人浑身浮肿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将士们都支撑不住了呀 张和心头苦叹 既无退路 又无作战的能力 那还能怎么办 只有投降了 虽说此前和玄德公 没什么交情 不过 世人都到他宽人 当不是假的 如我张俊逸这样的知名大将 哪怕只当个千金马骨之用 也不至于遭到苛呆 运气要是好点 还能照旧混个二千十 日后小心奉承 说不定还能更进一步 只是未免亏待了 留在夜城的妻子孩 以曹公的刻骨性子 他们难免要受苦 哎 然泽 这是乱世 总得先得顾着自己 才能想办法照应家人 还是先好好想想 一会儿见了周上来人 该怎么应对 总得既不失误人的风度体面 又不至于显得过于桀骜 这当中 须得精细把握 便如悲战最近常提起的 叫做过犹不及 这么胡思乱想着 张和快步赶到沙洲边上 在江陵城南部的大江上 37座沙洲新罗旗部 张和占了其中规模较大的五座 其中最重要的一座 便是之前用浮桥和江岸相连的一座 沙洲上还额外造了两个码头 因为浮桥被冲垮了 连带着码头也坍塌了一大片 于是张和踩着乌泥滩图迎向来传 却不知荆州使者是谁 好不好打交道 此人李贤下是倒还罢了 万一此人只高气昂 刻意羞辱 我得忍到什么程度 张和继续胡思乱想 同时调整面容 竭力使自己不那么激动 保持住大将气势 而那艘荆州军船破开水面 愈来愈接近以后 船舱处的帘幕被人掀开 走出来一熟人 夏侯将军 张和失声叫道 站到船头的 是条气势昂扬的独眼大汉 可不正是曹丞相的肺腑重臣 此前传闻 在卢江被俘的福伯将军 夏侯蹲吗 张和站在泥滩中 惶惑得不知如何适候 这什么情况 难道夏侯元让投降了刘备 这下的决心可不小啊 他来劝详 我是不是就该赶紧顺水推舟 不要再犹豫 就说 不不 先得听夏侯元让说两句 然后我再提 希望照顾好此地的袍泽兄弟 夏侯元让段无不允之礼 我便速速落泪 夸赞他的眼光和宽厚 然后就是这么一拜 张和懵了一会儿 夏侯蹲已经跳下船头 烫着水站到他的面前 军夜 我们可以回去了 夏侯蹲用力揽着张和的臂膀 大声道 夏侯将军 战局至此 我实在没什么好说的 只希望 随我在此的这么多将士 都能 什么 张和一溜嘴说了几句 忽然反应了过来 丞相前使与刘备会谈 以交还内通京南的 相反世人为条件 使我等得以北返 再过几日 接应我们的船只 就会陆续来到了 夏侯蹲似笑非笑地凝视着张和 独眼炯炯有神 郡毅将军孤军在外如此艰苦 却能不为终结 日后必得丞相重用 我夏侯元让仙公贺将军了 原来不是来招降的 原来是可以回去了吗 张和的内心深处稍稍尴尬 随即满心欢喜 不管怎么样 能安然回返 真是再好不过了 他的眼眶中躺下泪来 猛地抱住了夏侯蹲 如此 是更生也 多谢丞相 多谢丞相 可可 夏侯蹲倾咳两声 继续道 郡毅将军的忠烈高捷 我在敌音中 亦有听闻 想来 我夏侯蹲的情形 郡毅将军 也曾听说过一些吧 张和微微一愣 听说过什么 我带着一群穷困之族 坐手沙滩 除了大军 败祭的惨状以外 什么也没听说 他看看夏侯蹲的脸色 旋即反应了过来 啊 是 是 我在此地死守时 也曾听荆州军说 曾以重将出面 劝降将军 而遭将军怒斥 将军之忠勇奋发 令敌胆寒呀 夏侯蹲连连摇头 败兵之将 唯有肉坦腹精已谢罪 还谈什么忠勇奋发 郡毅将军 这些话 可就不必宣扬了 两人就这么站在泥水间对谈 几句话下来 彼此都觉安心 在军船的船舱里 另有几名荆州文官出来 一人问道 潘志忠 他们在聊什么 潘逊是个眼里不掺沙子的 他面色如铁 冷哼一声 无非是一些 一些在主军面前 显示忠诚的伎俩 第592章 叙旧 上 这几日里 雷远一直住在江陵 他本以为战事 既然大致结束 各方军兵都可以回乡 但荆州军的本部折损 实在太过严重 此时荆锐尚在边县 若现周边 与曹军的旗队连番冲突 而各地溃兵 逃足漫山遍野 无数山林水泽 都要一一倾脚 以现实的力量 想要重新掌控整个南郡 未免有心无力 于是各部军兵 按照关羽的要求 多留一个月 安定局势 关羽唯独对雷远道 续之这一趟往来将怀 不重折损惨重 将士们也都辛劳 不妨领兵回一兜去 稍稍休息 自家妻子有孕 雷远是真想回去照顾 然则 各郡的许多领兵 将校都在 他又不便直接答应 最后 只让随他去往江淮作战的 将士们回一都 他本人和雷成 沈真 韩纵三人所部 继续住在江陵 先确认雷成等人 与荆州军本部的协调 没有问题 再向关羽告辞 为了指挥方便 各郡的军兵眼下 统一由赵雷管辖 各自负责一个县 或者一处竖城的周边防务 比如雷成眼下就在枝江 而韩纵和沈真 则住在济南城周边 赵雷是宿将 对各郡兵力的分配 都有讲究 大体来说 各郡防区都呈现 以江陵为中心的扇形 这样即便于俘虏发运 物资收集 也便于江陵城里的梁墨 向外分送 雷远所部往枝江方向 向东距离江陵城很近 向西则就是宜都郡的辖区 算是赵类给雷远的优待 也有比较辛苦的 比如长沙郡的郡兵 就被派到了乌陵 建立一线 那可全是一片苍茫胡找大水 据说 这是因为 关将军对长沙郡兵的作战 稍有不满 于是也有人暗中抱怨说 长沙郡的许多精锐 都在黄中挥下去了一周 非要再苛求使河 多么能争善战 未免过了 这些事和雷远没什么关系 他这几日里 就在自家宅邸修养身体 偶尔关注部署们的工作 之前转战各地 荣马空总 他本人亲上战场的机会 虽不很多 但也疲惫到了极限 原本用来涂抹手臂 伤处的药油用完了 于是 近来又渐渐有点 屈身不利的样子 总觉得寒气入骨 于是他派李齐去一都 问赵湘再讨要些药油 而自家乘日里 在屋里裹着厚衣服 靠近热烘烘的火汤保暖 某一日里正在烤着火 周苍来见 这条铁塔般的大汉 在守江陵时受了不少伤 但这会儿依旧生龙活虎 好似那些尚未痊愈的伤势 已不存在似的 他看着雷远这副古怪样子 吃了一惊 忙问 续之可有什么不是 雷远给周苍看看自家右臂 有些汗颜地道 前山中受的就伤发作了 并无大碍 周苍放心地点点头 那就好 续之 我家军侯有请 雷远连忙整装出行 此前守城的时候 军队不由分说地 拆除了大量建筑 以获取木料石料 这会儿敌人退去 又得重新恢复 处处狼藉之所 于是 各处道路都聚集了 负责修缮和运送的名夫 雷远连着避让了好几拨人 赶到将军府邸的时候 便略微慢了些 两人穿大堂二堂而过 又越过一道花厅 进入后园 其中一座风格宏伟厚重的水械中 有数人正在谈话 居于在众人中央 视如众星拱月般的 自然是荡寇将军关羽 雷远上前几步失礼 而周苍自行失礼于关羽身后 起身再看在场珠人 却见关平 赵磊 潘逊 废官聚在 座上还有两位 一位是诸葛亮的得力助手马良 还有一位雷远不认的 马良介绍说 这位乃是新任的荆州至忠 从事旁龄 雷远想起来了 此军乃军师将军庞统之地 也是荆州名士 自从玄德公社 左将军大司马府 并以两位军师将军 熟理事务以来 诸葛亮和庞统的职权 固然越来越大 连带着马良和庞陵 也引然成了荆州士人的代表人物 地位也越来越重要 这两位来到江陵 难道有什么药物 雷远微微吃惊 正待询问 马良见了雷远 先笑了起来 首先得谢过叙之 雷远有些茫然 何事 交换两家俘虏的时间 已经定了 就在五日以后 马良的神情有些激动 拍了拍雷远的胳膊 由衷地道 多亏续之抓了夏侯袁让 使我们的筹码多些 才能有此好事 这位荆州士人 乔楚素来敦厚那脸 很少有这么公开 表达情绪的时候 与此同时 庞林站在一头 笑意淫淫地并不说话 雷远正待训献 马良靠近雷远 低声又道 此等情谊 必有回报 原来大约一个月前 曹公遣了 以贤达著称的 和奸民事 丞相府门夏 都行渝来江陵访问 提出 有意以京乡等地 与玄德公 往来的宗族士人 三千余 交换进来 数战中 被俘的夏侯敦 张和和 其他曹军将士们 此意一出 当时攀讯大怒 几乎指着行渝的鼻子痛骂 曹流两家兵戎相见 胜败都是常事 然则战场上的事情 战场上解决 曹贼自称 汉朝丞相 竟做出劫持百姓为人质 威吓玄德公的事 我从未见过 有如此厚颜无耻之恩 行渝当然引经据点的驳斥 声称 这些人本来都是大汉良民 正是因为 刘备谣言蛊惑 这才背弃朝廷依附叛逆 我家丞相不将他们尽数杀了 而给他们投向你方的机会 乃是宽宏云云 当下两人各成口舌之力 逗了好一阵 最后 关于以滋事体大 请行渝在江陵捎待 他飞输一周 报成左将军决断 两巡之后 玄德公答复约可 这件事 雷远是知道的 老实说 他心底里头觉得有些亏本 并不太愿意 夏侯渊和曹仁战死 夏侯敦被俘 曹丞相的亲族力量为之大摔 这三人腾出的中枢权柄 将有无数人大家争夺 外部的各条战线 也会缺乏能够统筹指挥的一方主帅 很可能长期陷入互相掣肘的乱局 这时候 将夏侯敦和张和放回去 未免有雪中送炭的嫌疑 若按雷远的意思 且将这两人居在江陵 做官许昌 叶城等地的曹氏宗族 争权夺利 打出满脸桃花开 岂不美哉 再者 这两人若能归降玄德公 在政治上引发的剧烈震动 更如天崩地裂一般 虽说此番被满宠抓起来的荆州市人里 有傅群这样的大员 杨仪这样的干才 但其分量与夏侯敦和张和 这两名方面重将相比 着实差了许多 何况这其中 有许多人根本和金男扯不上关系 纯粹是被满宠例行株连的倒霉蛋 当然 其中也有不少 确实是此前在边县 响应了雷远号召的荆州人 他们大肆走私贩卖各种奢侈品 个个都是乐乡大势里的豪商 真将他们砌入虎口 也不厚道 于是雷远私下里对观频道 交换自然是可以的 然则 吴文俗语云 漫天开架 坐地还钱 既然曹操有意换回夏侯敦和张和 我方不防稍稍强硬 或许能要得更多显 还有不少将士 想法比雷远激进得多 但随着玄德公一封回书 众意接近 今日雷远见到马良如此 才隐约明白其中的道理 玄德公的缘 从数量太少了 而短期内控制的地盘又太大 为了维持政权稳定 荆州市人是绝对不可或缺的一环 荆州人心所向 比什么都重要 过去这些年的战乱 使得荆州被南北割裂 而荆州市人团体也被分割 许多父子 兄弟 甚至夫妻分在京香道的南北两头 相隔五百里 犹如天各一方 若寻常时候 还能自我鼓励说 这是乱世的常态 或许有利于宗族延续意味可知 但到这时 当曹操毫不犹豫地举起屠刀香威胁 而玄德公又确实有条件拯救 这不是曹操所行是否可耻的问题 更不是划算不划算的问题 既然左将军下属的荆州人 已经都把希望放在他们宽厚仁爱的主君身上 玄德公就必然同意实现荆州人的愿望 甚至不会有半点犹豫 退一万步 以夏侯敦和张和 换取荆香酒郡无数世人发自内心的感谢和忠诚 那又有何不可呢 雷远又听马良介绍了几句 原来之前他从一周赶来 代表玄德公与行渝密谈 最后 行渝应允说 曹仁率军南下 攻克江陵北部各处要塞 还抓了两千余名荆州军的俘虏 此次交换俘虏 可以将他们也包括在内 此时关羽道 旭之 曹梦德 另外还有亲笔书信于我 书信上说 乘着双方交换俘虏的机会 请我见一见面 续一续就 我已同意了 到那一日 你与我同行 是 第593章 续就 下 雷远答应得有些迟疑 在江陵待得太久了 雷远实在想念 有孕在身的妻子 归心似箭 他这几日里 每天都派使者网易道去 探问妻子安好 恨不得哪天能插翅飞回 又盘算了几次 向关羽告辞 但关羽忽然这么说来 又不容他不同意 先答应下来了 他才发现 周边朱文武剧都惊讶的样子 原来 关羽收到曹公 清笔书信以后 竟没太当回事 直到这会儿 才随口提了一句 整座水泻里 瞬间一静 过了半晌 赵磊犹遇到 君侯 你没必要与曹操见面的 关羽不以为然 故有相会叙旧 有什么相干 潘讯沉声道 曹贼奸诈 虚防他提前设服 意图抓捕关将军 关羽瞥了他一眼 压根没有回答 想来以关羽的自傲 全部将什么伏击 当作一回事 至于其他人 更没什么敢说的了 当下关羽回书 约定见面 预定交换俘虏的地方 在边县东面的兰口距 年初的时候 关羽曾以水军运在不齐 在此打了乐境 一个措手不及 而曹操提议 与关羽见面之地 在边县城东 兰口距西面的 一处废弃的村落 关羽回书答应了 又说 当日双方各带五十七即可 行渝携了关羽的回书 赶回襄阳 到次日晚间又来 原来曹公以为 五十七太少了 还是各带两百七 也好支应场面 关羽将曹公的回书 出示给左右观看 大笑道 五十七还是两百七 在我面前 哪有区别呢 到了约定十日 关羽和曹操 在边县城东会面 此时入秋 一路行来 只觉所金村一季寥 平野荒凉 此地本来有些民居 但因为近来战乱 百姓逃散一空 防射巨多轻颓 半人高的薅草 遍地横生 听到骑队经过以后 有些臀鼠 满地乱窜着躲避 狐狸和狼胆子大些 踏着断裂的圆墙 抬眼张望 而在稍远处 边县城也已经被毁了 雷远曾经登陵的那处城台 被烧得焦黑 稍微有风吹过 素素的土石 就沿着破碎表面滚落下来 城里还有活人吗 雷远完全不知道 此时 临时负责哨探的 周苍带马回来 君侯 曹公就在前头 关羽微微点头 而其他人下意识地 挺起胸膛 打起精神 跟随着关羽的有雷远 还有周苍带着的两百七 带到近处 只见在曹操身后的 是徐楚和骑兵两百 徐楚看到雷远 两眼一眨不眨地瞪着 瞳孔里 几乎要喷出火来 雷远不理会他 再往北面山头眺望 可见两山连接的山奥平坦处 还有一只密密麻麻的黑甲 骑队虎视眈眈 粗略估算 怕不有千奇 关羽捋了履胡须 迷眼看探曹操 似笑非笑地哼了一声 曹操一点也不尴尬 微笑道 君侯别来无恙乎 多尘看顾 关羽身体康健 只是 曹操却瘦了许多 关羽道 曹操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嘿嘿低笑道 云长有心了 无腹有肥鱼 尚不甚瘦 胸中更是血气犹在 争心不衰啊 关羽应声道 曹操若在图南下 关某依旧奉陪 或者明年春夏水章之时 我往襄阳攻营一渴 云长有意 渴望许多 夜城做客 区区襄阳 算得什么 你只管来 曹操大笑 雷远侧玛丽在关羽身后仗许 好奇地看看曹操 此前她在前山中 曾经带户从二世余旗 冲突曹操本队 还往灰盖处射过一箭 但当时兵荒马乱 她真没能探看这位天下枭雄的相貌 此时看来 曹操也不过是个 渐显衰老之态的胖子罢了 虽然体型很壮硕 面范红光 可是 胡须和病发都显得稀疏 脸部皮肤也有些松弛的迹象 她说话时 双眼如阴笋般瞪视对方 偏偏上下眼瞼时不时 猛跳几下 明显削弱了本来该有的威势 曹操注意到了雷远的视线 这位是 关羽还没说话 随时在曹操身后的徐楚沉声道 这位便是刘备所属奋威将军 一督太守雷远 曹操上上下下地看看雷远 原来便是此君 好 好 我记得你了 雷远暗箭挺身 只汉手为礼 江淮野人 向曹公问好 换在数年前 能见到这样的大人物 只怕雷远先要腿软 但这几年里 雷远见得大场面多了 见得非凡人物也多了 便显艳然自在 曹操皱了皱眉 不再多说什么 他与关羽又闲谈几句 说了些当日在许都游猎的旧事 随即笑道 云长你看 你身后这些将士们 居然如此紧张 究竟此时情形 与当日许都大不相同了 哪里还能容得自在畅旭 罢了 没甚趣味 就这么散了吧 想来不久以后 便有侠再会 关羽默然片刻 在马上行了个衣礼 那便别过吧 曹操拨马离去 关羽也往蓝口去的军船 停泊处折返 雷远问道 军侯可有所获 关羽想了想 曹公恐怕无意长期经营京香 我估计 不久以后 他便会着手迁徙 京香百姓之中原各地 而将襄阳 樊城等地建为军阵 彼此支撑固守 而在另一头 曹操策马走了一段距离 忽然松了口气 丞相 关羽这丝 色力内人 几乎把我吓住了 不过 他终不好意思 明着蒙骗我 曹操沉吟道 这两年 荆州军必然无力北上 荆州防务 不会有什么问题 乐文谦 只要好好守城就行了 我们可以先去安定复兴 好的很 许楚半懂不懂 直到 丞相英明 曹操忽然又道 那雷远自称江淮野人 我觉得有点耳熟 好像什么时候听到过 仲康你可记得 许楚摇头 曹操也不畏己慎 策马走了片刻 忽然骂道 我想起来了 原来是这个混蛋 可惜了我的七宝刀 许楚只紧跟着 并不言语 这些日子 曹操虽然看似精神健忘 极有活力的分派 京乡各地的军务 然而非常容易 因为随便什么小事 突然狂怒 左右动辄得救 昨日午时 有个心得宠的侍妾 捏手捏脚靠近 想喂瞌睡的曹操 夹批一件皮球 结果 曹操猛然惊醒 暴跳着一件 就将这是妾杀了 事后连句解释都没有 许楚不太明白 丞相何以如此 但却知道 像丞相这样 以天下为文凭的英雄 所要承担的太多 也太沉重了 他所表现出来的 和他真实的意态 是否相符 根本没人能猜透 不管怎么样 不要乱说话 便不惹祸 其队肃然了片刻 曹操忽然额头血管爆战 他又喝到 还有耐柄剑 那雷旭之身配的长剑 不是当年我惯用的青钢吗 第594章 人心 曹刘两军在汉中的战争 从初夏延续至秋 经义两周十万之众出征 至少十万以上的 民副沿途运输粮木物资 支援供给前线 以成都为中心的 一周各地 为此竭尽了全力 到这时候 据巡查各地的官员禀报 几乎每个一周的郡县 都出现户口显著减少 荒田大增的情形 较至于去年经义相争之时 整体情况要恶劣许多 而汉中诸县除了支印曹刘两军以外 还遭到梁州诸军的盘剥侵害 于是齐指户口大减 百姓相邪逃亡 为了支撑战事所需 汉中周边大量尚未成熟的麦田 都被割取重作军粮 这样一来 稍有应对不慎 饥荒便不可避免 为此 当夏侯渊授手 汉中曹军溃退以后 刘备立刻下令 开始赏赐 遣返此前大规模蒸发的 民夫和一周各郡的军兵 使他们尽快回到家乡 尽量赶上各地的秋收 留守成都的军师将军诸葛亮 派出众多得力部下 一部分沿途接应回乡的军民 另一部分则分行各地 既催促秋收 也督促各县做好粮食的仓储和调运准备 随时投入到阵级中去 随着部众逐渐分散 停留在汉中的军队数量 由高峰10号称10万 很快缩减到了4万人左右 这部分兵力 也按照十二更下的制度 轮番得到回乡休养的时间 为了填补兵力缺口 左将军府又遣出使者 向广汉蜀国以息的白马枪 残狼枪部落去 向这些枪人部落蒸发兵力 枪低雄剑赶死 自古以来都是汉家朝廷重要的兵源地 但过去数十年枪乱下来 梁州 关中的汉家百姓固然死伤惨重 枪低各部的精锐也凋零殆尽 且又多敌视朝廷 所以蒸发并不顺利 但对于左将军府来说 这本非极物 只要慢慢着手 又以金箔 设以威令 总有将这些蛮夷 彻底纳为己用的一天 所以 初十只向较清静的部落争调 争来的丁壮 是否永见也不强求 只是 义军将军赵云就难免为此头痛 他不得不花费更大的精力 去挑选新兵 加强训练 他这义军将军官位 前代未有 也是玄德公拍脑袋 想出来的杂号之一 职权是左将军 大司马的中军指挥官 同时也监管诸将 并负责预备队的调拨 和新兵蒸发 训练 大体而言 他与诸葛亮类似 都是以较低的职务 而实际掌握较重大的权力 这一日 赵云巡视了在五星的一处 新兵营地 随即赶回到南正 半路上看到有兵力调动 问了才知道 原来数日前传来消息 马超终于攻占了继承 杀死了梁州刺史维康 和下属官吏上百人 住在长安的中咒 岁浅严刑等将领兵三万 进驻雍 梅等地戒备 按说关中凋臂飞至一日 早就不负当年 卧野千里 蓄积多饶的天府之称 也亏得忠摇这等名臣 精英整备的能耐当时罕见 这才能在汉中失败后 不过一个月 又能调动三万人出外 因为雍 梅等地正对着包邪道 纵有五百里石学天险为凭 为防万一 汉中这边 还得相应调动兵力 往包口以南驻扎 负责带领这支兵力的是魏严 赵云在路上遇见的 便是他们的后队 为了支撑这支兵力 汉中本地的府库前梁 估计将要彻底抽空 赵云和几名护聪策马 走在路上 放眼四望 田间劳作的 多是老少和妇人 护聪去问过 回来禀道 此前曹军抽掉轻壮 有许多战死了 现在 左将军蒸发许多人 去修复城池 这倒是好事 被蒸发的人都有口饭吃 胜过在乡中饿着 赵云微微点头 继续赶路 他自有府邸 但因为 这趟从五星回来 顺便用驼马 装了些关于新兵 蒸发的文书不测 还是尽快交到 有厮守中好些 所以他赶在黄昏前 往南正城东北角 原先张鲁的汉中太守府 现在的左将军驻地去 待到抵达时 却远远看见 刘备换了身便服 带着十几名左右出来 赵云连忙下马 急步向前 主攻 刘备向他扬了扬手 子龙来了 甚好 陪我出外走走 透个气 是 赵云是一丝不苟的性子 有时候甚至显得古板 虽然应了命 他仍然先往府邸中去 要那些文书 交托给负责的官员 只不过脚下匆匆小跑 动作快了许多 过程中 刘备就在府邸门口等着 以刘备现在的地位 但有所命 谁敢让他等 赵云偏偏就这么做了 而刘备也一副理所应当的样子 李延这时 从府邸中出来 看到左将军在门口等着 吓了一跳 慌忙躬身 带道听说 左将军是在等待一军将军 李延向众人连声赞叹 脸上除了羡慕神色 又隐约有些惆怅 片刻之后 赵云出来 与刘备并配缓刑 但稍微落后半步 南正有内外两城 外城城周四十里 据说 外城乃是高皇帝 为汉王时所修筑 此时已经大半荒废 有几处城门坍塌了 在经上百年风吹雨淋下来 变成了几个土包 刘备迟马上去 回头看看南正城 再看看南面稍远处的汉山 赵云挥退其余的护从 一人跟在刘备身后 初平年间 我在伯归麾下栖身 遂与子龙结交 到如今 一晃二十载了 这二十年里 咱们这些人 云长 易德 子龙和我 经历过多少磨难 吃过多少苦头啊 那时候 虽然屡屡颠沛 但所有人一起相投 心智如一 倒也痛快 乃像现在 刘备喃喃说着 而赵云恭景侍从 像是仔细听着 又像是什么都没有听见 此前攻战之时 易州诸将攻坚克南 所不折损甚多 于是战后不久 来敦促赏赐 讨要官决的不止一人 我答复说 总得等到战局底定 在大会诸将 一一续攻 有些人便不甚满意 他们始终把左将军府 当作外人 另一边呢 荆州人则 刘备说到这里 微微摇头 此前孟德提出 要用荆湘世人 换取在荆州战事中 背负的夏侯敦和张河等中 这书信 我还没回复 外界就传得沸沸扬扬 闹得大批识人登门求恳 我答不答应 尚在其次 如此轻挑行事 军府中还有机密吗 主公 终究是官家人丧子 这是人之常情 赵云道 刘备叹气道 是啊 他们当然没有错 这是人之常情 咱们的地盘越来越大 部下越来越多 这人情 就越来越难掌控 越来越难平衡了 世人都说 刘备宽宏大度 有英雄之略 可他自知 自己只是个 起于微末的老族罢了 因为别无任何倚仗 才只能用宽宏大度 来收服人心 可宽宏大度 总有限度 那些乱七八糟的事 也难免叫人憋门 刘备随口抱怨了一句 又自觉失言 他笑着转向赵云 道是子龙的家旭 自来荆州数年转战 辛苦不停 却从无措处 很难得 赵云微微躬身 并不答话 可惜 如江雷势的宗族力量 过于庞大了 纵然有功 终究不似自家原从 那么如必实指 刘备嘟囔了几句 忽然又想到了另一桩石 对了 赤岸那边的仓库营剑 到底开始了没有 你来南正的路上 有没有去看过 刘备少年时不喜读书 而好狗马 音乐之类 成年以后 形势也多快意纵横的狭气 如今虽然年已五旬 那种骨子里的豪爽清造 还是改不了 他与人谈话的时候 就某项内容说不了几句 注意力的焦点 就会非常迅速地变化 而把原先的话题 抛到九霄云外 赵云倒是很习惯了 当即答道 确实去看过了 工程铺开得非常快 第595章 联盟 刘备所说的赤岸 在南正城西北面地深山大谷之中 是汉中 往关中去的重要物资 储藏转运之所 刘备在跨有精益 占据汉中之后 虽然内部上有诸多问题 需得一一理顺 但整个政权 欣欣向荣的声势已成 在军事上 他们已经提前开始 向关中方向的准备工作了 与此同时 作为是与曹流城顶足的江东方面 就未免尴尬 监音吴侯围攻合肥 已经整整两个月了 江东之众先已已赴 又施炮时 什么声东击西 唯三雀一的套路也都用过 每日里沙声震天 鼓声如雷 成千上万人的热血泼洒成下 可张辽巨手的合肥 依然屹立如初 从一个月前 江东动用上万人手 在合肥城外雷骑土山 意图以土山连上成员 然后挥军破城 然而 城上剑矢如雨而下 负责填土堆积低士族 死伤惨重 带到土山剑高 城上手足早就造好了剑楼 站在剑楼上继续乱射 一时间 土山上的将士仿佛剑靶 上去就只送死 江东诸军巨都弃举 此时已到了秋天 潮湖的水势慢慢减退 江东水军往来如虚水 已不似往日方便 再过几日 某些五楼大剑怕都要搁浅 十万大军的消耗 随着天气渐凉而一点点增加 而军中 将士的身体状态 则开始逐渐下降 几处军营都报说 开始有将士得了疫病 到这时候 部署们开始拐弯抹角地劝孙权说 不如退兵吧 孙权闻此 恼怒之急 于是连续数日 亲自带着车下虎士 直逼合肥 持剑督促诸将猛攻 他的勇武和执拗 都仿佛附凶 但江东部中门的耐性和毅力 却毕竟有极限在 他眼看着 每日李洞元参战的将校 越来越多 都干打雷不下雨 到了最近几日 往往上万人的大军 如浪潮汹涌而出 却连合肥成头的夯土 都没法打尸 这样一来 他也不得不承认 这一次的江淮攻略 只能到此为止 虽说先前拿下了晚城 虽说利用 卢江雷远的力量 击溃了夏侯敦 虽说于禁锁部坐守寿春 竟不敢以一兵一卒 南下支援合肥 可合肥成偏偏就拿不下 于是广袤江淮土地 也就只有还给曹孟德了 曹孙之间的对抗 来日方长 孙权下定决心 退兵 江东陆军依托水军 来去都很便捷 当下各部逐渐收缩到 南非水的一处渡口 换作逍遥金的 然后按照事前的编组 有序登船 为了彰显自家的勇武 孙权清零虎视断后 准备等到诸军接走以后 再从容登船撤退 将至傍晚 最后一批将士已经登船了 数十艘大小船只 正排成首尾相连的长长队列 顺水往下游去 他们要到十里以外的一处岔口 才能让开河道 使孙权本人的坐舰得以行驶过来 孙权转过头 再看看合肥 夕阳照耀下 合肥成的成员轮廓 仿佛一尊亘古未动的巨兽 收连爪牙趴扶着 望之令人心惊胆寒 孙权下意识地拍了拍自己的胸口 他随即又反应过来 此举颇显畏惧 于是叹了口气道 下一次来 可以试试 从晚成惊霞时 多待不齐 沿途修建监视迎来 那就不用 每次都受陷于水士 虽胜而无法攻陷城池了 左右都道 正是 我君在江淮纵横往来 并无敌手 若非秋冬水士枯竭 怎容合肥 长久骨梗在喉呢 此时 长使诸葛景 匆匆赶到 将军 义州军报 孙权皱眉 前些日子 住在江陵的关羽 发了份文书过来 讲述自身击退曹公主力的经过 鼓励江东慢慢攻打合肥 无需担忧曹军的支援 这信上 文字倒也客气 但通篇透着一股炫耀的味道 令孙权怎么看 怎么不舒服 现在义州那边又来军报 难不成 刘玄德把汉中拿下了 正这么想着 诸葛景稍稍压低嗓音 玄德公轻提大军 震战夏侯渊 逼死了徐晃 曹军大破 死伤万计 尽数逃亡关中去了 玄德公 已尽得汉中 孙权倒抽一口冷气 强自保持着仪态 把军报拿来看了看 玄德公所部 竟然如此善战 看来 我孙流联盟 逼迫曹贼啊 他笑道 诸葛景硬喝着笑了几声 孙权听得出 诸葛景并不是真笑 正如孙权自己的笑声中 也没多少喜意 孙流联盟从赤壁战前行程 一路磕磕碰碰的走到现在 刘备借着这个联盟的势头 从公安到京南 从京南到大半个荆州 再到现在跨有荆益 虎视观中 在梁州 还得了赫赫有名的马超为盟友 与刘备相比 江东得到了什么呢 借了半个江夏和半个长沙 算收获吗 如果那算收获的话 在江陵城下战死的 无数江东将士甘心吗 对外号称说 被大风吹翻战船 而死的程老将军 甘心吗 分明死于荆州人手 却假模假样 推给金蛮的周又平 甘心吗 还有致死都在推进南下之地叶 试图全聚长江之南的周郎 会甘心吗 孙权不知道 他们究竟是否甘心 但孙权本人 绝不甘心 孙权感觉自己心里有一团火 不知从哪里烧了起来 转眼就要烧透他的五脏六腑 烧透他维持理智的神经 他用尽了一切毅力 才维持住笑脸 可他的手上不断用力 已将那份薄书凝成了一团 刘玄德竟然如此善战 他像是身影般地又说了一遍 站在和肥城下的他 深切感受到 曹军有多么难缠 此刻 和肥城中这位张辽张文远 只是曹公仗下诸多名将之一罢了 所领有的兵力 不及江东之重十分之一 几方苦战两个月 竟然不得合肥骗瓦 与之相对的 夏侯敦 曹仁 夏侯渊 张和 徐晃 这些都是至少不逊色 与张辽的将领 带着数万乃至十数万的雄兵 而他们在刘备面前 甚至在刘备的部将面前 竟没有一丁点对抗的能力 纷纷败了 之前孙刘两家在荆州对峙 孙权虽然吃亏 却还能找些理由 以保持基本的自信 但现在 这份最基本的自信 都开始动摇了 他有些茫然地想到 这样下去 所谓的孙刘联盟 究竟意义何在 而江东在这联盟中立足 究竟靠的又是什么呢 他喃喃地道 刘备 刘备这丝 怎么就如此厉害 当日就不该放他回公安 诸葛锦只做卫文 而吕蒙忽然从前头 急步走来 喘着气道 将军 真其禀报说 合肥城门忽然开了 城中守军呐喊杀出 直往逍遥京来 我们是不是尽快过桥 往逍遥京南面去 暂避曹军突袭 这句话说的 好似往孙权胸中 跃动的怒火上倾倒告犹 孙权猛催了一口 握紧腰间宝剑 力声喝倒 你慌什么 数千金锐在此 还怕他们突袭 怕这一群 混手孤城数月的疲惫之兵吗 第五卷 群艳慈硅谷南详 第596章 战后 建安17年冬 10月初 这场波及曹刘孙三家 战火覆盖五周 数十郡国的大战 在绵延大半年以后 终于渐渐停歇 兵法有云 持车千四 急车千成 代价十万 千里溃粮 则内外之费 宾客之用 交期之财 车甲之缝 日费千金 然后十万之师举矣 而在这一场战斗中 各方出动的 步骑车船数量之多 何止千数 兵力调度距离之远 何止千里 每日里消耗的物资钱财 又何止千金 这样的大规模战士 无论熟胜熟败 都会对己方的后勤 经济 乃至底层民生和稳定 造成巨大的冲击 不谈金义两州府库聚空 百姓劳困 纸雷远听说的 在一州各地的盗贼叛乱 就不下数起 所谓盗贼 许多都是因为 难以承担官押盘剥 而不得不奋起的普通百姓 还有与官府矛盾 无法遏制的州郡大姓 蛮夷首领之类 自一州一首之后 诸葛亮实际治理属地 也难以避免叛乱 曹孙两家面临的地方 混乱情势 超过金义两州 何止十倍 于是 失败者固然需要长期的修养生息 以图卷土重来 胜利者也完全没有力量扩张战果了 当然 究竟何方胜利 何方失败 三方都各自有其说辞 比如在曹公这边 声称己方在江淮 汉中 荆州三县 都获得了巨大的胜利 在江淮 荡寇将军张辽 以八百勇士突阵 前后斩杀江东重将陈武 宋谦等 重创江东数万之重 几乎活捉孙权 此战之后 江东小儿文张辽之名 不敢也提 张辽遂以此 功绩尽为征东将军 统帅江淮诸军 这是毫无疑问的辉煌胜利 甚至能掩盖夏侯敦的失败 而其他两线就要稍微粉饰一番 比如在汉中这边 吹的是 梁州勇将 前卫太守延行 奋战于逆境 阵战一周名将吴兰 并连续击溃林包 邓贤锁步 威声大阵 又因严刑数年前就依附曹公 将父母都送往夜城 曹公遂以严刑之父为猎侯 又表严刑为贫贼将军 统领梁州诸军 副丞相 曹丕亲自设宴慰问 拉着严刑的手臂对左右说 这是我的左膀右臂啊 而在荆州这边 因为江陵城下的败迹过于鲜明 实在没有合适的角度 最终 官员们纷纷上表 着力夸耀了新任 萧綦将军曹章的勇猛善战 曹章却是罕见的勇将 后来领虎抱起与荆州军的 历次小规模战斗中 首歌敌军数十 这也说得过去了 另外 江夏太守闻聘 因为击退荆州水军 进封严寿庭侯 讨逆将军 曹公轻提大军在许都坐镇 一一颁发了这些声赏和任命 年初时 皇帝以命曹丞相暂败不明 入朝不屈 剑旅上殿 如萧和故事 只是曹公并没有往许都去 亲自接受这份荣誉 直到此刻 曹公时隔绪久见了皇帝一次 倒是把这些殊荣全都用上了 与此同时 许都朝堂上再度兴起声浪 说要修谷剑锋五等 只不过 前番提出此意 明摆着是替曹丞相戴汉造势 这会儿却有不少人说 当今天下的局势如此纷乱 不妨封败江东孙权 梁州马超 一州刘章为公侯 既望他们为汉家俯辟云云 于是 原本的反对者们 一时摸不清曹公的真实意图 就连在朝堂上的反对 也不似原先那么有利 至于孙权 当然也有得宣扬 江东以水军为平 纵横大江 但若北方势力直抵江畔 其实 天险便为两家共有 水军也未必能一直占据优势 故而赤壁之后 江东便屡次发动大军争夺合肥 已将曹军彻底破离南方水网地带 使江淮地带成为天险之外的 又一道防线 虽然连续数年下来 合肥窥然不动 但这次毕竟已经夺下了晚城 晚城作为曹军贴近大江的 最后一个要塞 既然一手 便僻弱打开了通向江淮的门户 从今以后 江东大军就有了在北岸的坚固据点 进可攻 退可守 不复往日那般局限于水势消长了 至于张辽逞威的那两次 可可 大胜之下 区区小挫 不足倒栽 伪装出的胜利者如此热闹 真实的胜利者 以连番胜利夺取汉中 进而威慑关中的左将军刘备势力 反而一时有些沉寂 刘璇德公夺取汉中之后 并未返回成都 而是带着规模巨大的文武辽鼠们 继续驻留在南正 并安排得力部署出面 修复城池所受的损坏 与此同时 驻在成都的军师将军诸葛亮 也不断调动大量物资至汉中 反倒是 对于此前立功诸将的声赏封败 都迟迟没有消息 有些性急的将校难免抱怨 而比较机灵的人则 反倒愈发充满期待 渐渐地 某些消息从聪明人那里传开 于是 经历两周范围内 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翘首期待了 对此 雷远道并不在意 此事种种虽然见与前世的记忆不同 但大事尚未扭转 雷远便总能猜过到一些动向 但他并不热衷于从龙之宫 于是某日相关于请辞 终于得以回到一道城去 得以放下琐事 陪伴怀胎八个多月的赵襄 以赵襄的身份地位 当然不缺伺候的人 不谈卢江雷氏宗族中的照顾 雷远在江陵也连着去了多封书信 按照自己脑海中的记忆 要求保障饮食 适当运动 甚至对睡姿和衣着 都提了一通建议 赵襄的身体底子 比寻常女子强健得多 但妊娠反应较强烈 饮食上头很不适应 晚间也睡得不好 所以到这阵子 他的性情难免变了一些 不似先前那般淡然 雷远返回一道的这一天 赵襄接到自家夫君之后 竟然悲喜焦急 哭了一夜 雷远反复问他 何以这般 他才道 此前日夜幽聚雷远 在江淮遇到不测 又怕自己所运的不是男孩 无法作为如江雷氏的继承人 直到这会儿 才稍稍安心 雷远不禁大笑 笑过以后 他对赵襄道 身为武人 难免要冲锋陷阵 这没有办法 但我如果到了 不得不做决断的时候 恐怕多半会降低一球 保存有用之身 赵襄听了先笑 之后忽然大怒说 我的夫君 岂能屈膝已是国贼呢 于是 当夜就把雷远 请出了寝室 让他在办理公务 和读书的偏房 睡了一晚 雷远连连告扰 却还是被赶了出来 他自己也知 这话说得荒唐 但这情形本身 并不让他恼弄 反倒觉得 自家夫人愈发可爱 次日早晨 有灿烂阳光 洒进屋里 雷远睡意朦胧地睁开眼 正开始盘算着 该如何秘的理由 好好地奉承 自家夫人 李珍去来求见 第597章 来客 雷远打了个哈欠 在榻上做起道 韩章 你来吧 带李珍入来 雷远一边略作喜数 一边问道 有何公文 李珍公身道 并无公文 是孟子渡来了 李珍所说的孟子渡 名唤孟达 此君乃是蜀郡太守法证的 同乡好友 建安初年与法证 一同往蜀地避乱 后来又作为法证的副手 一起代表刘章 邀请玄德公入蜀 在之后 他与法证 一同为荆州鼓吹 颇利功勋 待蜀地平定 他因公被酌为中郎江 雷远在江陵时 就接到汉中转来的军报 原来玄德公既定汉中 进而将视线 投向汉中东面的西城 上庸 房陵等地 有意依托汉水 向汉中以东扩张势力 从而打通荆州 和一州间的另一条通道 这片区域 原本统归于汉中郡的管辖 自从汉末桑乱 诸多地方豪墙距于千山万鹤之间 形同割据多年 张鲁占据巴汉 与刘章反目以后 刘表曾遣军进驻 将房陵县升阁为郡 遣了官员管理 但房陵 以西的大片区域 一来道路艰险 难以通行大军 二来又少户口和物资产出 所以 长期以来 都为地方豪墙绅士掌控 此前曹公降服张鲁 另外将这片区域划分 成了上庸 西城两个郡 郡守分别是绅士的 两名重要人物 申丹和申夷 带到玄德宫控制了汉中 自然不会允许 汉中东面这条通道 还掌握在清曹势力手中 于是便决意将之纳入控制 负责此项攻略的 便是中郎将孟达 及其宗族布娶四千人 孟达与法政同时入属 法政及基于仕途 而孟达则 首先注重宗族势力的经营 十数年来 他在蜀郡买田置业 招揽不重 一手办下了多个田庄 并组织起宗族布娶势力 带到法政担任蜀郡太守以后 对同乡好友后家清代 于是孟达的宗族 便愈发扩张起来 雷远远在荆州 也听说 扶风孟氏在蜀中 坐拥良田万寝 布娶数千家 考虑到他一次就能出动 四千布娶 前往千里之外作战 但以宗族规模而论 似乎与卢江雷氏插相仿佛 在荆益两周 怕已处在最顶端了 然而 玄德公对地方的治理 确实有其独特手段 虚余间 孟达便由中郎将提升为偏将军 凭着自家宗族布娶 担负起了游宜都向北 攻打上拥三郡的重任 当代的地方强好投校某位雄主以后 难免要被驱使来东征西讨 比如曹公麾下的李前李点淑直 和李通 脏霸 许楚 文聘等等 又比如孙权麾下的每一名将校 雷远本人也是如此 他自抵荆州以来 固然极受优待 但三年来各项战士不休 实在也很辛劳 当然 如果打赢了 自有好处 据说 孟达以内定为上拥太守 并全权负责西城 房陵和上拥三郡的军政事务 可以一跃为极重要的二千难大云浪 为了二千十的地位 领兵网仪都以北 那些人际罕至的深山走上一趟 那也值得 雷远在江陵得报以后 以令向朗出面 在紫龟县安排 孟达所部的营地 并攻击一英军须 只是 在他的记忆中 这四千人应该前天就抵达了紫龟 并开始征集 地方上的名夫 怎么李珍这会儿来报 说孟达到了 于是他含着一嘴盐水 有些疑惑地看向李珍 李珍连忙解释道 孟子都的布曲在紫龟没错 他本人来一道了 就在外头求见宗主 雷远连忙加快洗漱的动作 快快有请 戴李珍领着孟达进入待客的厅堂 雷远降街相迎 两人见过 只见孟达大约四十来岁的年纪 身材不高 脸庞黑瘦 盒下短须 面部皮肤很粗糙 看起来绝非养尊处优之人 他穿着一身皮甲 腰间旋着还手刀 装束与寻常军官并无不同 雷远不禁想到 听说孟达在蜀中 有善于文词的名声 但既受军令 这会儿却一派五人打扮 丝毫不见半点特殊 看来举凡能在史书留名之人 必定有其非凡之处 不能轻视呢 与孟达同来的 还有两人 孟达向雷远介绍了 高个白脸的 乃是他的外甥邓贤 与玄德公麾下的 益州军将同名 另一个轻受惊悍的中年人 乃是部曲首领李府 雷远便让李珍 去请了新兵和雷成作陪 双方谈了几句 孟达道 此番主公归取上拥 出兵两路 一路是从一都北上的我军 另一路 则是从汉中出发的 副军中郎将所部 我与副军中郎将颇有情业 所以此来一都 携来他带给续之将军的信件 雷远一愣 孟达以为雷远长期身在荆州 不知副军中郎将是谁 便解释道 便是刘伯胜 雷远连忙笑道 原来子渡兄与伯胜也是好友 孟达答道 正是 之前我随校直来荆州 蒙伯生领兵沿途接应 故而彼此结交 主公让我和伯生两路攻取三郡 大概也是觉得我和伯生友善 能够彼此配合之故 雷远忍不住觉得有些荒诞 您两位 孟达和刘峰 彼此友善 我虽不熟史实 却也隐约记得 你们两人在上拥彼此攻劫争执 闹出不小的事端来啊 但他面上并不显露 殷勤道 伯生的好友 便是我雷远的好友 想来主公也相信 宜都郡必定全力支持子杜兄的进兵 必使足下势如破竹 开疆辟土 孟达十分高兴 哈哈大笑着 从袍袖间取了刘峰的信件 呈给雷远 雷远收了信件 先不急着看 只和孟达谈些闲话 聊过几句辩诀 孟达其人气度 大方沉稳 而口才极佳 他先谈到精益局势 又剖析上拥等地的地理 无不如蜀家珍 诙谐有趣 不止令人如沐春风 更使人忘了他颇显沧桑的外貌 而以明示相待 随着雷远威势见增 近来 部署们对他愈发敬畏 倒很少有机会 与人这么随意攀谈 孟达既然要往上拥 说来 又是宜都郡的邻居 日后同队上拥以南 宜都以北的八重部落 会有许多合作的地方 当下兵主拒斗愉快 郑辽的入港 跟随雷远多年的婢女阿渡 从后堂直闯入来 小郎君 夫人腹痛难忍 当时 当时要生了 什么 雷远大惊跳起 夫人当时要生了 雷远叫道 昨晚不过烧烧着脑 竟要脑出孩了吗 话音刚落 又一名婢女来报 夫人动了胎气 却是要生了 已经令人去请医官 见雷远手足无措 阿渡连忙宽慰道 小郎君只管待客 诸事由我们呢 说完两名婢女告退 这让雷远 如何能静下新待客 雷远在堂中推磨 也四打了几个来回 终于向孟达攻身行礼 歉意道 子渡兄 本想与君畅叙 怎奈今日不巧 孟达连连道 续之 请便 请便 雷远顾不得再多说半句 他提着跑脚 转身便往后院狂奔过去 第598章 家儿 当日 张飞担任一督太守的时候 在一道县衙的基础上 改建出了太守府邸 所以规模不大 前院三进 后院被完全推平了 当作跑马练武的场地 此后 雷远接替张飞出任一督太守 初时大体沿用张飞所遗留的格局 待到后来 因为身间军政多职 奋威将军 一督太守 护京蛮校尉 各有一套辽鼠班底 连带着炉江雷氏宗族的事务 也有一整批人来负责 这些人分散在城中各处办公的话 颇有不便 于是便借着历次修缮城池的机会 将太守府大大扩建一番 使朱曹都有专门的工作区域 与之相对的 后院则始终保持着练武场的模样 只在场地一余 画出的小院里 烧射浮书花木 以供赵湘起居 这倒不是雷远客带妻子 时是赵湘本人 对练武场更感兴趣些 几次阻止了雷远改造的意图 从间隔前后院的月洞门进去 要走过百余部的开阔场地 才能到那处小院 于是许多闻讯而来的部署 就环绕在月洞门外 静静等待着 偶尔彼此低声交谈几句 再过一会儿 更多人感到 除了雷氏宗族的部署以外 蒋瓦 吴班 雷童等人 也派人来打听 月洞门边的耳房里 赤里宁塔吃惊地 看看这些人 怀疑出了什么大事 但过了很久也没人向他传令 于是他在耳房的门槛上坐下 因为过于无聊 于是拿出一个 烤饼慢慢地吃着 雷远则在小院外头站着 他想要去产房陪着妻子 可是被街声婆赶了出来 于是只能站在这里等待 他隐约听到 远离有仆毙和街声婆对话的声音 见或又听到赵湘竭力压抑着的痛苦呻吟 他知道 在这个年代生孩子 是多么辛苦 多么危险的事 于是 这身影 使他揪心地坐立不安 偏偏又茫然失措 全然无法替妻子分担 在众人眼中 只见宗族满脸忧涩 眼神散乱地呆站着不动 这状态与众人熟悉得太不相同了 于是 每个人都小心地离他远一些 不敢有丝毫地打扰 从雷远在前山中忽然奋起 夺取卢江雷氏的大权 到现在已经三年多了 一些逐渐了解雷远的宗族中人私下里说 宗主看似寻寻若闻式 其实 心肠冷硬 书少亲情 比如他对自家雷氏亲族 给过些良田美宅 却并不轻易 让他们享受朝廷俸禄 用他们为官吏 又比如他对自己的两个弟弟 雷旭小气无事 生养的两个孩子 雷生和雷霞 除了给他们读书习武的条件以外 也从不表露出 以之为语义的意思 各种各样的例子太多了 所以 有人难免嘀咕 怀疑是不是当年 老宗主对他太过苛待 所以现在 他有意地压制自家宗亲 作为报复 其实并非如此 雷远只是不知道该 怎样应对大家族中的诸多清卷罢了 一来 此事讲求清清尊尊的尊卑礼数 而雷远实际上并不习惯 于是 下意识地避让得远些 二来 由后世所得的意识 又使他与此事带着疏离 使他未必 对眼前每个古人 都抱以真挚的感情 既如此 还不如冷淡些 多谈利弊 少讲其他 做个威严的宗主 但这会儿雷远 实在威严不起来了 此刻 他重新感觉到了 真实无序的牵挂 就如当日在天柱山里 他和兄长雷修 彼此扶持的感受一般 他听到阿赌 不知何时来了 在身边对他说 小郎君 莫慌 顺利得很 你要不要喝口水 用些食物 已经到中午了 阿赌是雷远母亲 给他留下的侍女 到这时候 只有阿赌赶来劝他 不用 雷远真没注意到时间 他挥了挥手 勉强道 你不要陪着我 到里头去看着 早就安排了 得力的婆子伺候 小郎君不要太过忧虑 何况 咱们这里照顾妇人生子的能耐 本也比他出强险 阿赌安慰他 雷氏宗族抵达荆州以后 布曲和义父名都得到妥善安置 生活水平也有保障 故而妇人怀胎生子的很多 从去年起 雷远积极促使自家布曲与荆州地方联姻 于是 俨然就有了婴儿潮的意思 为此 雷远专门托请左江军府 招揽明依和善于安胎养胎的老玉 给予他们优厚的待遇 使他们为郡中妇人产子的提供服务 自今年初以来 他们还总结了一些保健保育的口诀 在郡中广为传播 雷远特地问过 确实减少了孕妇难产的概率 赵湘即将临盆 这些人自然更加奉承 早已经做足了准备 可是雷远依然担心 他大声问阿赌 你说食物 是不是该给阿湘准备些吃的 他这个样子 怎么受得了 阿赌心里觉得 恐怕夫人断然吃不下东西 但他不好对雷远争辩 便匆匆回小院里去了 又过了好一会儿 就在雷远渐渐控制不住 烦躁情绪的时候 他的耳中传来了婴儿的啼哭 很细弱的声音 却从许多人的笑声中 飘飘荡荡地传了出来 雷远掏了掏自己的耳朵 下意识地往前一步 他又有些害怕 回头去看 聚拢在跃动门外的众人 但他们距离太远 完全没有听到声响 只睁着眼睛回看 忽然行动的雷远 以为他将要有什么吩咐 雷远回身 他发现自己忽然出了一身汗 浑身的衣服都湿透了 这时 婴儿的哭声愈发清晰 阿赌匆匆跑出来 笑着向雷远失礼 生了个儿子 阿湘呢 夫人无事 正在休息 一会儿就可以去看了 那就好 那就好 好好休息 雷远犹豫了下 又问 孩子似乎早产 可还健康吗 虽说稍微轻了些 但很健康 小郎君不必担心 阿赌连声宽慰他 这时候 另有人将这消息传到了外间 于是 月洞门周边的人们 全都欢笑起来 有人甚至当场手舞足蹈 片刻后 数十人一起败道 大声道 恭喜将军 恭喜将军 雷远向他们笑了笑 是啊 有了孩子 确实值得恭喜 从此以后 自己的功勋和事业 便有了继承人 希望当他长大以后 将会看到一个更好的世界 有个婢女跑来问道 将军 外间诸君都说 准备了钱财赏赐军名 以增欢庆 另外想问将军 既得家 可有大名 孩儿的名字 之前想过好几个 还曾请教过 蒋婉和向朗这样的文才之事 但因为孩儿早产的缘故 当天尚未定下 雷远沉引了半赏 道 大名不及 可再细细斟酌 眼下唯愿这孩儿身体壮健 不妨先用个小名 就叫阿诺吧 第599章 家人 那婢女 小跑回月洞门边 对文武们道 将军说 尚不曾得大名 眼下唯愿孩儿身体壮健 所以小名换作阿诺 为什么说 期盼孩儿 壮健边要名之为阿诺 在场众人如新兵等 都是宝学的 却都想不明白 出自何点 新兵道 诺乃成岭之此也 想来宗主寄望小公子 日后能立于朝堂 庸庸木木 而成天子一旨罢 周虎道 史书上说 得黄金百金 不如得祭布一诺 或者 宗主希望 小公子 能继承 卢江雷氏的雄武家风 为祭布那样的一代名将 众人讨论了几句 实在不得其解 但那也无妨 既然将军已经命名 那就是个好名字 大家只要赞同就可以了 壮健云云 且当时将军过于欢喜 而说了婚话 于是 众人各自散去 准备庆贺事宜 而雷远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 他一手挽着妻子的臂膀 一手轻轻点了点孩子的面颊 沉浸在为人妇的喜悦之中 过了好久 他才细细端详孩子的相貌 看着很是欢喜 嘴上却道 哈哈 有点丑吗 赵湘正依着雷远 脸上除了疲惫以外 满是骄傲神色 忽听雷远这般说 他明知是玩笑 却不禁称怒 把孩儿给我 你出去 雷远哈哈大笑 起身出外 随即又召来 负责产后调理的仆壁首领 请他们务必小心伺候 要注意保暖 要保证通风 要注意清洁 要调理饮食 要劳意有度 他絮絮叨叨地说了许久 以至那仆壁笑着行礼道 郎君且放心去 我们自会 照顾好夫人 看那意思 分明是贤雷远爱事 这时候的雷远满心愉悦 别人怎么说 大概他都不会生气 当即笑着折返出外院来 此时 部署们已经按照之前的准备 去分次钱财 九十给军民百姓了 因为是雷远的敌长子降生 庆贺自然隆重 普通百姓们 每家都能获得布匹 和米麦若干 雷氏宗族的义父名 额外还得些钱币 至于不取将士们的赏赐 乃是用推车 推着铜钱到营中发放的 事先还说好了 这些只是将军 庆贺得子的赐予 之后汇总江淮等地的战功 还有丰厚恩赏 于是 诸君踊跃欢呼 再过片刻 宜都城内的文武官员 雷氏宗族中人 都有登门拜访的 连带着住在别院中的 雷旭小妻无事 也带着雷远的弟弟 雷申和雷霞来道贺 雷远与无事说了几句 去看两个弟弟 雷申十六岁了 个头很挺拔 已长到与雷远差不多高 相貌显得比兄长更加清秀 眼神甚是明亮 雷远拍拍他的臂膀 觉得筋骨甚是强健 看他手上又有老简 便问道 吴帝颇习武艺吗 雷申应道 近来随言书学习公马 哦 雷远愣了一愣 随即笑道 严书所长可不止公马 你得好好请教 过些日子 若严书云渴 你来做我的护从 雷申大喜 拉着雷霞深深拜扶 再过片刻 雷远的小妹也来 奉上自家做的织物为礼品 见到这个小妹 雷远一拍脑门道 有件事 几乎忘了 他连忙叫来李珍 让他去取零零俊送来的香楼 回过头来 他解释道 前番在江陵 与习伯玉并肩作战 习伯玉现为零零北部都尉 常见到些南方有趣的玩意儿 于是托我带给妹妹 顿了顿 他又道 我这次也见到了习伯玉的兄长 襄阳习室的组长习珍 已和他约定了 待明年开春 就为你和伯玉举办婚礼 我会出面送亲 雷氏小妹满脸通红 强撑着向雷远道谢 慌慌张张地退下了 一直忙到深夜 雷远才稍稍消停 当晚 他留了新兵和周虎等人 在院中稍稍饮酒庆贺 周虎喝得多了 又哭又笑地道 宗主没有孩子的时候 总觉得 还是小郎君 现在有了孩儿 这才像宗主的样子 只盼小公子长大以后 便如宗主这般鹦鹉 雷远笑着劝他再饮一杯 他扮以着软踏 抬头望天 天上繁星点点 与太守府中各处点燃的灯烛 交相辉映 他忽然想到 上一次这么眺望天空 是在建安十四年的深秋 那时 雷远与兄长雷修 邓童 丁丽等人 拦截曹军派往合肥援助的骑队 一战击溃张习所部的铁骑 迁于直杀的曹军失衡遍野 那一晚 兄长和邓童 丁丽等人都很愉快 觉得定能辅助 吴侯夺取江淮 为自家赢得刺史 将军的官位 结果呢 随着政权的愈发强盛 曾经掌控地方的豪强 陆续都受压制 宗族的实力与政权相比 再怎么看似强盛 南京风吹雨打 当日的卢江雷士 和淮南好友联盟 便是如此失败的 现在如何 对新兵 周虎这样的宗族救人来说 雷远有了孩子 宗族就有了 名正言顺的下一任组长 以雷远为核心的小团体 也有了日后效忠的对象 这自然是喜事 站在雷远的角度 他固然喜悦 又额外感觉到了沉重的责任 感觉到了对未来的迷茫 从江淮回来以后 他清楚自己的声望越来越高 力量也迟早会随之而越来越强 他却反而有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之感 他也清楚 如眼前这等宗族势力庞大 几乎自成派系的地方强豪地位 未必能长期为政权所容 哪怕当日玄德公 曾经亲口允诺 雷远非常敬佩 如今主政精益的大人物们 在他的眼中 这些人无愧于后世的传颂 敌的确确都是怀抱大志 力图重建清平世界的英雄 可地方和中枢的关系 既不取决于地方的忠诚与否 也不是中枢某个人的决断 这是大局所迫 此前数年 雷远对此并不太忧虑 他一度抱着徐徐经营 不问外事 待天下有变在足趋处的想法 这是因为 他自信掌握历史的走向 觉得刘备集团作为顶足之一 迟早会需要这样一股强大势力 来稳定荆州 乃至支撑政权 到那时候只怕成都方面唯恐雷远的力量不够强盛 更断然没有压制的能力 然而 这回往江淮走了一圈回来 他眼看着局势渐渐与自己的记忆不同了 玄德公的力量比雷远预想的要强盛得多 某些事会不会发生 他便没有绝对的把握 既如此 卢江雷是这个毫无宗族 身在玄德公的政权之中 究竟该如何自处呢 总不见得自家解除武力 去朝中做个高官 雷远微微摇头 不是那么简单的 他也不愿意放弃手中已经掌握的力量 无论合作 妥协 退让异货斗争 雷远本人都不畏惧 两世为人 他从一个普通一名 做到颇具势力的军政首领 经历了很多 至少 眼界和胆量已经练出来了 可今天 当他亲眼看到自己的孩子 他忍不住想 这个孩子 以后会面临怎样的局面 会是一个美好的世界吗 我能给他一个美好的人生吗 这时候 新兵正在盘算 今日收到的贺礼 他对雷远道 孟子杜已经知道宗主得子 他说 回到子归后 会被上贺礼 对了 另外 他还请宗主务必拨容 看一看父君中郎将的信 雷远收回芬兰思绪 刘峰的这份信如此重要 以至于孟达如此郑重地提起 他掏了掏袖子 才想起书信被放在书房了 于是让李珍去取来 第六百章 心灵 李珍应命便走 他与雷远一般都没什么酒量 这时候 喝得有些高了 卖不了两步 忽然打个酒格 脚下裂剪 众人一阵哄笑 雷远向他嚷一句 不要急 慢慢走 李珍听了 反倒跑得快了 须于他便回来 将书信奉给雷远 又把灯火挪得尽险 打开一看 虽然孟达说得郑重 其实书信中并没什么特别的内容 大致是向雷远介绍 当日在乐乡县涉猎游玩的同伴们情形如何 雷远出到荆州 认识的友人便是刘峰和关平两个 后来借着两人的关系 又陆续认识了霍骏 马肃 相宠 习贞等人 这其中 关平现为偏将军 习贞是零零北部都尉 雷远在江陵与他们日常往来 还与习贞约定了嫁妹的日期 其余几位的情况 刘峰在书信中一一说道 霍骏因为近来的出色表现 就认为子同太守 毕将军 子同为新社之郡 包括了益州北部的诸多重要关爱 这个职务的重要性 基于张飞所认的巴西太守相当 堪称极得重用 相宠则为衙门将 隶属于益军将军赵云麾下 据说因为治军情景 获得玄德公的看顾 而马肃 则从左将军府中的院属 出为棉竹县令 对于他这样的少年名士来说 这便是经过了初审 以治理一线的百里侯地位 开始仕途的第二步了 直到书信 最后的寥寥数语 刘峰才说到他自己 只说将与孟子杜携手 平定西城 上拥 房陵等地 到那时便和续之城了邻居 既以欢邪于旧义 父望抱得于心灵 宗主 可有什么不妥 见雷远懒心不语 周虎问道 呵呵 无事 雷远笑了笑 让李珍将书信收回 他往后倚靠着软榻 慢慢私存 书信本身 确实并无不妥 这段时间 经意之间 文武官员世人的书信往来 极其频繁 刘峰作为顾骄 来这么封信 乃是理所当然 当代的游船驿战 通常只送公文 人们书信往来 或者委托公务往来的官吏 顺路携带 或者命令部下携带书信 走个专程 换作剑步基输 然而带到乱世 各地游船系统崩溃 道路断绝 同郡之内倒还罢了 一旦跨州隔郡 数百上千里的路程 便如天欠 亲友之间 再无音讯 直到诸侯 分歧的局面渐渐结束 占据数千里疆域的 庞大割据政权出现 书信往来 才逐渐恢复 在玄德公路署以后 诸葛亮住在成都 便同时推动南郑和成都 成都和江陵之间的游艺建设 初时条件有限 大体按照前汉律令 以二十里一游的规格 重建了上百座游艺 又因为蜀地道路艰险的缘故 采用的全是一气传送 而非车传 雷元所驻守的宜都郡 和江关都尉辖区 就在惊艺咽喉 他早就开始了道路 游艺河底社的建造 为诸葛亮省下了不少功夫 为此还得到过 左将军府的嘉奖 只可惜 具体负责此项工作的 独游郭府 这时候已经不在了 即使如此 游艺体系仍属薄弱 除了公务以外 绝大部分私人往来书信 仍需托人递送 辖江水路道中 除了往来惊艺的商旅以外 最多的便是 因公司事务送信之人 有意思的是 玄德公出入属时 乃至进入成都 正是跨有经义之时 往来传递信件之人 还不甚多 待到此番汉中 将临两地战胜 玄德公即将更进一步的传闻 甚嚣尘上 于是短短寻月间 往来书信就数倍 乃至十数倍的增加起来 沿江道路各处 信使 一起络绎不绝 何以如此 很简单 因为夺取汉中之后 玄德公便 真正站稳了脚跟 而政权的架构和运行模式 也即将确定了 过去数年间 玄德公的力量 飞速膨胀 为了适应快速发展 许多人的职权和任命 都有模糊 玄德公和孔明的 个人魅力和声望 在聚众的过程中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但现在不同了 收获的季节已到 无数人 无数政治团体 都在竭力争取 而具体该收获些什么 能收获些什么 既要与政治上的盟友商议 讨论 也需与竞争对手 展开坦诚的对话 管控分歧 在雷远前世 许多人受游戏的影响 总以为 诸侯身份既定 下面无数部署 自然对诸侯效忠 自下而上铁板一块 至多有个数字化的 忠诚度体现 赏赐钱财即可提升 其实大谬不然 雷远本人在前世时 带领团队规模 不过数人 这数人还难免各有所求 想要捏合团队 须得花费种种心思 种种手段 何况此刻身处之地 乃是礼崩月焕 狂角有作的乱世呢 就只在玄德宫的阵营内部 在心腹汉室的大旗之下 便有无数的小型政治团体存在 有缘从将领身居高位 统合军中势力 俨然诸侯之下的诸侯 有京乡民族 互为羽翼 出任诸多要职 垄断左江军府的中枢 许多地方强毫照旧经营 以至于政权想要立足 先得与之合作 甚至那些失败者 如刘章 张卢等辈 玄德宫要显示宽人 也给他们留下了活动的余地 随着时间推移 难免便有负起的念头 从这个角度来看 雷元所在的 卢江雷氏宗族势力 倒也并非格外特殊 无数基于同袍 故旧 乡党 亲戚关系形成的团体 根据不同的政治诉求 经济利益 汇合成一股股较大的力量 彼此既竞争又合作 而玄德宫高居所有人之上 便如董子所言 圣人积聚众善以为公 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只此乱世 政治领袖想要保证 布下的利益 唯一的办法 便是扩张领地 做大蛋糕 便如此前 刘继玉受困于 义州人与东州市的冲突 被抨击为庸弱 而玄德宫入署以后 荆州人的利益 又凌驾于义州人 和东州市之上 短时期内 乡人倒还罢了 长此以外 如何得了 所以玄德宫 也就只有 尽快 尽早地发起 对汉州的攻势 汉州之战 不只为了义州的安全 更是给所有 部下们的明确承诺 使今一两州 无数有所求 低市人相信 政权还将扩张 每个人都能在政权中 实现自己所求 当然 眼下便是实现 各自利益诉求的第一步 谁也不会放弃这个机会 甚至刘锋也不例外 刘锋是玄德宫的义子 当雷远出到荆州的时候 许多人对刘锋尊称 公子而不明 他身为罗侯血脉 家族与汉士数百年同休期 非同寻常 他因武善战 尤其是在入蜀过程中 所在战客 多利功勋 他又颇有人望 与玄德宫麾下诸多年轻部署交后 可鼠年过去 当日一同涉猎游玩的同伴们陆续都建功立业 有所成就 刘锋却仍然停留在中郎江的身份 而那个公子的称呼 似乎被所有人很默契地忘怀了 对此 刘锋本人究竟是怎么想的 既以欢邪于旧意 富望抱得于心灵 雷远难难道 第601章 大事 上 原来关键在这两句 倒是意韵悠长 雷远有穿越者自带的见识 更有前后两世人生 城府叫此事的同龄人 要深沉许多 这会稍稍一想 就明白了刘锋的意思 他当然记得 当日在乐乡涉猎游玩的情形 当日在场的 都是玄德宫麾下级 出类拔萃的年轻人 若无意外 十年二十年后 必定各个身居高位 到那时候 只要旧意上在 便自可携手为一股力量 更重要的是 那日涉猎 最终众人信心而散 皆因孙夫人 纵其奔走于原野 惊动了雷远病重的父亲 致他当夜离世 雷远本人和卢江雷尸的部曲 都因此暴怒 几乎引发火病 之后又激起极大的事端 将左将军内许多人都牵涉在内 如今 孙夫人在成都 据说得到玄德公吉尊崇的对待 被孙夫人带着抚养的公子刘善 也渐渐明确了继承人的地位 从这个角度看 雷远倒确实应该 与刘峰序一序就义 看看 能否成为守望相助的心灵呢 这层一丝藏得很深 大概孟达 担心雷远不能立即体会 才正儿重之地 请雷远务必拨戎 仔细看看信件 或许 这封信件本身 就出于孟达的意思 雷远仔细思存 欲是细思 欲觉得 有这个可能 刘峰性格刚猛 待人接物都很直率 有时候甚至显得粗书 他多半不具备 以书信微妙试探的能力 也没有这个耐心 这份书信 虽然是刘峰落款 却多半出于孟达的提议 都说孟子杜 善于经营家业 或许此时他眼中的刘峰 乃是奇货可居 异未可知也 可是 孟达眼中的奇货 真的就是奇货吗 雷远非常清楚 自然不是 父君中郎将的职务 迟迟未变 又在玄德公即将在汉中 更进一步的当口 被派往掩护汉中 侧翼的东三郡 玄德公的意思 其实已经很明显了 只是刘峰自己尚不甘心 而想要联络有灵 再做争取而已 雷远有些感慨 又有些厌倦 乱世中的武人 自然性格刚猛 可是刚者一蛇 想要图谋工业 怎能一味抢求 退一万步 不谈刘峰本人如何 孟子杜的眼光和手段 又哪里能和身在中书的 诸多人杰相比 次日雷远 亲笔作书 遣人送往汉中 信上知道 子杜来访 以句言义 将于宜都官 无凶奋力荣武 摧折兼揪之状 即至建功之路 立德之机 盖德之于时事也 刘峰的书信 既然隐晦 雷远也只有隐晦而达 只希望这位荆州 固有能够体会时事 莫要随随便便地 逆势而动 突然引起不必要的猜忌 便如此前 赵云从汉中来书 而雷远闻贤歌 极之雅异 至于孟达 雷远远只知道 他在上拥与刘峰不睦 现在看来 原来他还有过 与刘峰协作亲密的时候 此前这般 此后又那般 未免轻挑造脱 与之打交道 须得多生个心眼才行 当下雷远请周虎出面 在王子龟去了趟 务必保障 孟达所部的沿途攻击 此前向朗在笔触 只动用宜都郡的力量 周虎再去 则是卢江雷氏宗族的友善 想来对于孟达 是个很合适的回复 之后 孟达率步北上 宜都郡便连续述寻平静无事 这是雷远难得的闲暇 使他得以长时间地 陪着妻子和孩子 照相场后恢复的肾后 初时闷在屋里调理 不久就憋闷地慌 想要出外透气 于是 雷远在屋檐下 拉起帐木遮风 多点火盆保暖 陪着他看看外头的景色 他二人成婚将近两年了 却因为雷远总是出征 很少有这样长时间 彼此陪伴的时候 见获阿诺哭闹 更令人感觉到温情和亲情 说来也是奇怪 这孩儿出生时 五官都揪成一团 看起来确实不好看 但随着时间推移 渐渐胖了些 身体长开了些 脸蛋也越来越可爱了 雷远常常抱着他 对他做些古怪滑稽的动作 孩子倒还茫然 照相却被逗得大笑 享受了多日慵懒 直到某一日 雷远向妻子 讲述在江淮作战的情形 说起自己在徐楚刀下 闲死还生 却能反败为胜的壮举 照相吃了一惊 当即督促雷远 继续苦练身手 不能有一日松懈 雷远抱怨道 就算我苦熬数十年 难道就能抵抵徐楚 此等神勇代鼠天授 常人再怎么练习 也是无用 然则 照相只是不语 次日便令婢女将蓝蚁之类 全都拿了出来 请夫君做个五人样子 当然 也就只能做个样子罢了 雷远再怎么偷闲 终究不可能 整日都在内宅休息 必要的军政事务 还是得他亲自处理 比如潘迅 曾来书信 询问雷远 从汝南等地 携回的百姓 如何安置 雷远遣任辉出面 带回了从军将士的家眷 和一些工匠 其余人便归入编户齐名 由荆州州府 自去安置 又比如 此前曹留两家换福之后 襄阳周边 与京南往来密切低市人 都被曹丞相 甩给了江陵方面 而寻常百姓 也陆续被迫 迁徙至中原 这使得乐乡大士 原本向北的贸易通路 被彻底截断了 于是 执掌乐乡的商户行会 巨多慌乱 有些商股日常 囤积了大量物资 这会儿 极有血本无归之余 雷远给江东那边的 江夏太守孙渝去信 请他按照双方事前的约定 遣人来一都一续 商议荆州和扬州 之间的贸易往来 又向左江郡府行闻 打探一周豪商 可有什么门路 然而 这都是远水不解尽渴 恐怕乐乡大事 难免要萧条一阵 还有宜都本郡的秋收 布取将士的赏赐 和田庄分配等等事宜 都需得雷远出面才行 而在宜都郡以外 不断有各地的行闻来到 显得这天下纷纷扰扰 并不消停 十月末的时候 先出了第一桩大事 原来 马超自从再度起兵以后 由五都杀入汉阳 隆熙 京城等郡 不断血果枪低势力 先后击败梁州兵马数万 最终攻占梁州至所继承 杀死了梁州刺史维康 和下属官吏上百人 当时关中曹军各部剧都惊动 一度以严刑等将集兵数万余雍县 眉县等地戒备 双方剑拔弩张 谁想到忽然间许都传来消息 朝廷颁下诏令 将原本的梁州一分为二 五都 汉阳 隆熙 京城四郡仍为梁州 其余朱郡为雍州 同时提出了身陷凌羽的前任魏魏马腾 隆重的丰拜 他为梁公 以其子马超为安息将军 代理梁公职务 据说这个任命在许都 在夜城都掀起轩然大波 朝堂和丞相府都闹成一团 这暂且不提 马腾随即前子凤车都尉马修 与朝廷使节同往继承宣读旨意 而马超这丝 也不知是怎么想的 居然就得意洋洋地同意了 第602章 大事 中 安息将军 贾梁公 雷远看着书信 一字一顿地念 念完以后 愣了好一会儿 才到 马孟起 真是肆无忌惮 言普坐在下手 也叹气不已 早知此人 可可 狂妄搏乱 却真没有料到 大胆到这个程度 听他这么说 其他人全都苦笑 要说马超狂妄搏乱 在座的所有人 没有比言普更了解的了 这位昔日的张鲁亲信谋主 眼看着自家主君 接纳马超为元首 结果数十载经营的基业 一招翻覆 哪怕他以再一度安居 也依旧忌惮马超的凶恶手段 然而再怎么想来 谁也没料到会有这样的事情 此前众人都听说过 曹公授意党羽 在许多传扬修谷 剑锋五等的言论 毫无疑问 那是曹氏在为自身突破 白马之盟的限制造势 意图使曹承湘能以扶持汉氏的大功 踏上带汉的第一步 然则 曹氏称功的风声吹了许久 毕竟涉于大汉四百年的威望 涉于天下汹汹物异 至今尚无动作 马超和德和能 敢比曹承向走得更快些 哪怕近年来天下丧乱 汉氏衰微之相见险 也不是谁都有资格称功的 董卓专断朝政 费力皇帝的时候 不过自败相国 封眉侯 往前推述十载 跋扈将军梁继 不过习父封为成侍侯 再往前推 倒是有一人得封安汉宫 便是天下贡猪的大逆贼王马 雷远将书信交给部署们传阅 转而询问携带文书至此的宗誉 据说 马超之父马腾 因为性格贤后而为羌人所推 当是个有脑子的 他又身在夜城许久 该有些见识 就这么同意了 宗誉公身答道 听说 马兽成在接受封号时 嚎啕涕涕零 口称 逆子害我云云 连战都站不稳了 要数人搀扶着他 才能完成仪式 然则肇使一道继承 马超连辞让都不做 当即接下梁公和安息将军之意 此时 马中看完了信件 笛声道 这是曹公的谋略 哪里容得马兽成反对呢 雷元点了点头 又问宗誉 马超既要当这个假梁公 对主公这边 可有交代 我出发时 继承那边尚无动作 既如此 马超的心意 便愈发莫测了 他明摆着代价而沽 随时改换门庭 谁又拦得住呢 玄德公前宗誉携了书信 往各地走这么一趟 也是提醒部署们打起精神 莫要盲目乐观 以为局势大好的意思 将书信送到以后 宗誉便继续启程 赶往江陵去 雷远带着几名部署们 送行到江滩码头 目送翻迎远去 又问马中 德信怎么看马超此举 马中微微躬身道 梁州术郡接连枪堤 地形便利 其士族已至关中 易州 此前马超为我方所使 遂屈律枪湖 纵其四出 攻略城池 四若无敌 而主公之兵 得以在汉中与夏侯渊从容对峙 无律拢上和关中的援军 然而 朝廷使节这么走一遭 梁州 易州之间力声隔阂 主公日后想要进去关中 便不能不对侧翼 提起十万分的小心 有人道 那还是得说 马梦启实在荒唐 他接下着印章作甚 不然 马中一边私存 一边道 马梦启 昔日为关中诸将之首 绝不甘心为人部署 此前他势穷立姑 才不得不接受 玄德公的帮助 但只要稍稍缓过境来 俨然人为一方雄豪 以他在梁州朱郡 和枪堤各部的强大威望 玄德公或许本也打算 封关授决 以示怀柔 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 马中皱起眉头 慢慢道 只不过 曹操竟然给出公爵之位 玄德公再怎么样 也拿不出同等分量的高官显觉来 毕竟 玄德公要遵循汉家秩序 没办法做到许多这般大胆 这就是曹公 携天子以令诸侯的好处了 众人只有叹气 江峰速速扑面 一行人暗配缓行 走了几步 马中又到 玄德公以反曹新汉为号召 阻建帝跨数千里的联盟 如今 这联盟中的一方 梁州马超 已经接受许昌的封赠 成了贾梁公 其他人呢 雷远勒将问道 德信是说孙权吗 这是迟早的事 巫侯究竟与马超不同 想要吸引他 非得要实际的利益才行 雷远深处眉头 过了半赏才到 或者曹操愿意在江淮大幅退让 又或者 我方在荆州有戏可成 否则 他何必向曹公低头 将军 他们已经领受或即将领受的 是汉家建峰的诸侯之位 何来向曹公低头的担心 以我猜测 无论吴侯 实际上是否看中这诸侯封号 他都会摆出十分动心的姿态 借意向玄德公施加压力 而玄德公施 必得拿出些东西来 安抚吴侯 诚如将军世才所说 吴侯看中的是实际利益 那么 玄德公能拿出什么 说到这里 雷远也只有叹气 我却不知 在雷远的记忆里 孙流联盟到了后来 有香水之盟 还有白衣渡江 但那些事情发生的背景 与当前局势 可有太大的差异 雷远想要似从前那般 蜘蛛在握 已经越来越难了 一行人折返回一都城里 刚到太守府门前 一名护从快步上来禀报 宗主 伯瞻将军已经来了 雷远深深的吐气 有些头痛 马超忽然来了这么一手 对玄德公来说 影响在于梁州方面的盟友身份 出现疑问 一周 梁州两面威慑关中的局面 成了关中 一周 梁州三家彼此忌惮对质 而对身居千里之外的雷远来说 影响在于马代的态度 马代是马超的从地 扶封马氏宗族的干将 此前 马超在关中失败的时候 不重凋零殆尽 唯有马代 庞德二人不离不弃 支持他从汉中 一路杀入巴西 后来 雷远击败马超 俘虏了断后的马代 马超 又接受了玄德公粮末物资支持 于是 马代便以克将的身份 长期留在遗都 如今俨然成了雷远麾下 最得力的骑兵将领 无论玄德公还是马超 似乎都忘记了马代的存在 然则 如今 马超的身份不同 这些事 就须得向马代说个明白 第603章 大事 下 这段时间 马代一直在遗都北面的 百里州牧场 邓同战死以后 原本由他负责的马匹牧养事宜 转到了马代手中 马代并将北上江淮夺取的 大量军马 都安置在百里州 据说有独特手段 能使战马渐渐习惯水土 雷远接到宗玉携来书信 便立即遣人去请马代 待到雷远送别宗玉 马代已经来了 分明上百里路途奔驰下来 这年轻将领的周身都谋铠甲 却都一丝不苟 此事按剑而做 周身收拾的利索 阳光斜照入厅堂 欲发显得他见眉心目 阴气勃勃 见雷远快步登堂 马代恭敬起身 站到堂中航了个军礼 见过将军 雷远挥手 使伺候的下人都退到远处 随即扶起马代 伯瞻 请坐下说话 雷远挥下将校 多有才能出众的 但如马代这般勇锐过人 武艺出众 又精通骑兵战法 看为沙场封敌的 伪食屈之可数 故而 马代做俘虏的时候 雷远便以克将相待 待到马代身处一都 雷远对他的任用 与校尉们等同 连带着梁州骑兵们 所获待遇 巨都优厚 毕竟他是史书留名之将 雷远虽无极有的癖好 也难免暗地里 稍稍偏爱些 便如他对待丁凤 王平 马中等人一般 而马代在江淮等地 也屡见战功 雷远能击破下侯敦 威慑闻聘 多赖梁州骑队的 悍然军威 只是 此刻 马超从丧家之犬 一跃为汉氏见风的 梁州诸侯 连带着马代 似乎雷远也不能再像此前那般 代如下属了 马代沉声道 将军召见 不知何事 尊兄马孟起 竟在梁州做了一桩大事 雷远将宗玉携来的书信 交给马代 伯瞻请看 安息将军 贾梁公 马代吃了一惊 恭喜伯瞻 尊兄如今已是天下第一等的诸侯了 马代许久不语 而雷远也不催促 只端做主位 毫无不耐的意思 过了半晌 马代缓缓道 我兄长自幼雄武 志向远迈他人 他常与诸兄弟说 我家乃是马福波之后 是光武帝忠心大汉的元勋之一 虽然后遭破败 沦为边郡小利 却不能甘于下辽 务必要奋机于乱世 屠戮丑类 重振浮风马世的雄风 现在看来 他这志向已经实现了 雷远汉首 我与尊兄曾兵戎相见 彼此死伤惨重 但却也佩服他的勇猛强悍 尊兄此番 有了统侠四郡的名头 必能威形笼上 在我看来 已不止于令祖马福波了 便是魁梟的工业 也不在话下 所以 博瞻是否有意回往梁州呢 马代眼神一闪 将军的意思是 昔日尊兄稍稍困窘 我虽冒昧挽留博瞻 自以为 能给博瞻 提供另一条建功立业的道路 如今 马梦起宣赫至此 博瞻 你若有意回返梁州 为尊兄效力 我绝不阻拦 马代神色一动 抬眼看了看雷远 雷远面带真挚微笑 马代问道 将军此言 可是真的 雷远连声苦笑 我虽不舍伯瞻 却断无阻绝兄弟血脉之轻的道理 我要回梁州 总不能孤身回去 须得带上追随我的梁州骑士们 伯瞻果然要走的话 我留他们何用 马代俯身向前 正侧问道 我兄长有绝伦之勇 雄虎之心 即使就认为贾良公 也没有九居笼上 做官天下的道理 他必定将图大事 将见大业 将军就不担心 我回到兄长麾下以后 某日里 与玄德公为敌 与将军在沙场相见 雷远道 既担心 又不担心 何谓既担心 又不担心 伯瞻 你我在江淮并肩作战 有一份同袍请你在 日后若要兵戎相见 我难免会要担心 然而 雷远挺直腰杆 面色严肃地道 决定天下大势的 从来都不止于 绝伦之勇 雄虎之心 就算勇若霸王 最后不还是四面楚歌 辞世于乌江吗 到了近世 温侯吕布的下场又如何 伯瞻 若马孟起 与玄德公为敌 输的一定是马孟起 我对此毫不怀疑 毫不担心 马带仰着脸 目不转睛地看了雷远许久 而雷远坦然从容地直视着马带 依然面带微笑 马带长叹一声 伯瞻 将军 昔而我随兄长在关中时 动辄纠合十万之众 凭勇锐陷阵 以铁马横行 四处斩杀不服 只觉热血沸腾 痛快自在 当时知道 所谓英雄便是如此 然而 过去这一年来 我从一周到荆州 跟从将军 亲眼目睹了如何安抚百姓 如何治理地方 如何经营军队 马带觉得有些口干舌燥 他指住话语 向厅堂边角看看 雷远先一步 倒了茶水递给马带 茶水是雷远喜爱的口味 只冲泡 不烹煮 水里还加了菊瓣 马带端着茶盏一饮而尽 扎了扎嘴 他很喜爱甜食 顿时想起 这味道有点像 他在辖江中吃过的拐枣 想起很是清新 百里洲上也有些菊树 此前有农人每隔数日 便来百里洲上浇水施肥 前些日子收获的时候 马带还专门买了些来吃 据说郡府之中 专门有官吏负责收购橘子 再通过种种贸易手段转售 对普通百姓来说 这样的菊树 数十株的收益 便可以使一户人家过上富足的生活 当时那些农人欢欣喜悦的面色 是马带在梁州 在关中时从来未曾见过的 将军 你是玄德公麾下的二前人 至里一都一郡 便能如此 我在将临时 见到南郡百姓 随同官毯之守城 甘愿舍死忘生 这也是明星所向 与之相比 我兄长 包括关中诸将所有人 比如韩文约之流 从来都没有为百姓做过什么事 马带端起杯盏 雷远再给他倒上一些 马带继续道 这样的势力再怎么庞大 只是无缘之水 无根之木 迟早有被天下人唾弃的时候 我为伏风马士的后人 却不愿跟从兄长 卷入这种毫无意义的狂欢 最后使宗族血脉为之断绝 说到这里 马带必喜起身 向雷远行了端正的大礼 雷远惊喜地道 博瞻 马带斩钉截铁地道 马带愿为将军效力 不愿回返梁州 雷远掺着马带的手臂 将他掺起 有幸能与博瞻携手 真是 真是 雷远一时没有适合的词汇 就只大笑 次日奋威将军颁下军令 正式任命马带为校尉 统领骑兵 听到马带决心投效的消息 诸将都很高兴 几名校尉 轮番请马带饮宴 连重伤卧床的郭靖也陪着喝了一点 第604章 东西 当然 哪怕没有马带决心投效之事 近来 雷远不下的校尉们 也往来甚是平凡 倒不是说要彼此串联图谋大势 而是因为 此番布取将士们征战的经历 功勋 已经大体统计完毕 军府提供的奖赏和抚恤 都在陆续搬下 在此期间 还将进行更大规模的布取拆分 重整 这项工作可不是文力 在纸面上调动数字就能完成的 各部校尉们 乃至雷远本部的军官们 都要参与其中 战场上 彼此救助是一码事 这会儿 将校们却难免要彼此勾心斗角一番 关起门来好好谈判 将校们为的 为了部署们的前途 更是为了自家所能领有的实力 而普通将士们所想的 就要简单很多 他们只希望能在这一次的赏赐中 获得更好的土地 至于归属 哪位校尉麾下 都是小事 最终不都是替雷将军 替玄德公卖命吗 两年前 雷远在击败了江东兵马以后 被玄德公任命为一都太守 奋威将军 随即雷远拆分宗族部曲与郭靖 邓童等部下 使得卢江雷氏的屠夫百姓规模 由集圣时一度逼近四万 缩减至四千户 两万两千余口 与之同时 不仅郭靖 邓童 贺松 丁凤等人都拥有了自家部曲和庄园 还有数以百计的中级军官 全都成了一都郡内身家殷实的小地主 所以才引起了后来一都郡内百姓 与五人联姻的热潮 此番雷远前往江淮作战 留守一都的文武 按照雷远事前吩咐 一方面继续新修水利 开墾荒田 另一方面按照处置紫规文士 邓氏之力 清算了不少违法乱纪的土豪 又攫取了不少田地 雷远已经向部署们吹过风了 这一次 分配的田地规模将会更大 更多布局将士将获得真正属于他们的产业 此前分配田地时 大致每一英户 皆以二十亩田地为基础 家中若有从军或服役者 额外增加军田三十亩 这几年来 许多将士一来 有战争中的缴获 二来 因为郡县与金蛮往来密切 不少将士家中 开始有收容金蛮为农牧殿客的 所以 这回对有公将士的赏赐 大致以五十亩到七十亩田地为限 乃至吴班 雷同等益州将士 马代等梁州将士 也有同等的田亩分配 所以 吴班和雷同都 已经火急从益州召集自家宗族名户 以便在荆州占下一份家业 以使宗族开支散业 这在乱世之中 是极其重要的保障 谁也不愿意错过 至于马代和他的梁州将士们 普遍都没有耕作的经验 所以 雷远已经与之说好了 由如将雷氏宗族 代为招募店户 管理这份产业 按照惯例 为了便于人员管理调动 也为了便于水利开发 同一名校尉下属的将士 所分配的田地 都聚拢在一处 形成连绵田庄 前番去往江淮 各部折损极大 多名校尉的下属骨干兵力 都需要重新调配充实 所以 连带着许多将士所领有的田地 也需要重新分配 为此 向朗 蒋丸等人 已经新建了十余处 初具规模的庄园 以便各路布取将士进驻 在综狱离开一都 向江陵进发的次日 前期一系列的商议和讨论 最终形成了结果 最先完成将士重编 获得挑减田姆资格的 乃是在江淮战中 折损最大的郭靖和丁凤两人 雷远从本部抽掉了 相当数量的精锐 充实到郭靖和丁凤的部下 使他们的账面兵力 恢复到了极盛 至于后期能否指挥如意 这就要看郭靖和丁凤两人的手段了 当然 能做到校尉 自然不会缺乏手段 就在前一天晚上 郭靖忽然通知自己的部下们 经过努力 已经从雷将军手中 获刺一道城西面 马鞍山下的一处庄园 这处庄园是将士们 此前都看中的 距离马鞍山大营很近 就算军务在身 家中若有急事 也能照顾得到 庄园又靠近道路 水源 田姆也曾经过开垦 是近年才荒废的 只要稍加经营 就能恢复旧官 于是 将士们连声欢呼 督到郭校尉真是了德 不愧为雷将军的左膀右臂 郭靖伤势未愈 还不能骑马 走路也不方便 他就躺在牛车上 带着部下们连夜赶到庄园里 先草草地歇了一宿 次日清晨就抓紧分配田姆 此时已经是初冬 山峡间湿气又重 天位方亮时 浓重的雾矮 几乎会成乳白色 透着刺骨的冰凉 但将士们顶着寒风 全数出动了 许多人被动得鼻涕直流 也不在乎 黄小时是郭靖在 新菜灵杯挑战虎豹骑时 幸存下来的将士之一 当日 他盼着打完胜仗回家澄清 这愿望已经实现了 他娶了此前 驻地以外一家农户的女儿 自己也被提拔成了使长 过上了梦想中的幸福日子 这会儿 他正昂首挺胸地 站在队列当中 手中持着一块木牌 木牌上用探笔 龙飞凤舞地写了几个字 黄小时勉强认得 这几个字便是自家的名字 庄园外的田地 已经事先被划分成了 70亩和50亩两种规格 自己手中的木牌是方形的 代表自己可以得到70亩地 一会儿出门之后 看中了哪块土地 他只要将这块木牌扎进去 这块地 从此以后就姓黄了 这70亩地 可不是容易到手的 是因为我黄某人 在江淮立过功 流过血 是郭校尉 雷将军看中的人 想到这里 黄小时把胸膛挺得更高显 黄小时身后 有些畏缩地跟着一个老人 这是黄小时的丈人 姓王 老王其实年纪并不很老 却满脸都是皱纹 腰背也驼了 老王是跟随卢江雷氏 从江淮迁到荆州的一副名 此前在乐乡得了块水田 约某20亩 但这会儿新姑爷论功 能拿到一都城外70亩地 那可真是太好了 虽说这70亩 不似先前那20亩地 那般有炉江雷氏的碧印 须得向朝廷搅田睡 可田地就是田地 谁还会嫌多吗 所以 老王早早地与新姑爷说好了 要到这里来替女儿女婿把个关 一定得选块好田才行 老王昨天深夜里就借着星光 把周边田母大概看过了 这会儿其实困得不行 可精神却亢奋得不像样子 满脸都是红光 可可 闲蜘啊 昨晚我已经看好了 出了庄子往西面走 那边的几片田 看起来荆棘杂草很多 其实正靠着山权的全眼 你就往西面去 拿那里的好田 记住了 往西面去 黄小时点了点头 成婚以后 黄小时就被提拔卫使长 在正式就任以前 他每隔两天都要去一次军校 参加基层军官的训练课程 在课程中 许多黄小时从没想到的东西 一一呈现 什么各种筋骨旗帜的意义 各种指挥部下的手势口令 各种武器的套路用法 从十五到更大编制的作战配合 这些讲述都只开了个头 但黄小时已经感觉到了 崭新的世界出现在他眼前 黄小时已经不是 原先那个没有主舰的小族了 他呜呜呜呜呜呜的 应付过了丈人 转而看看自己左右 左边是李大 右边是陶二 这两位 与黄小时一般 都是临杯之战的幸存者 也已被提拔卫使长 三人是军校中的同伴 以后也很可能 并在一位都博下属作战 黄小时已经和他们说好了 三家的田地 须得靠拢在一起 以后无论作战还是耕作 都要彼此扶住 庄园东面高处有片地 因为是汉地 每一块都有120亩上下 算是补偿 李大说了 汉地正好用来种植果树 比种粮食的收益要大得多 至于水源 只要三家人一起动手 在更高处 建一座小型的宴堂就行 所以 出门的往东 第605章 整队 天色渐渐亮了 该在今日选择田地的将士 及其家属 越来越多地聚集到 庄园正门内的这片空地 前排的使长之类 基层小军官 还能整齐有序地等待 后头的普通士族 实在压抑不住 欢腾的情绪 情不自禁地往前挤 仿佛稍微接近一点 庄园的正门 就可以早一点出去 选择土地一样 转眼之间 好多人推推嗓嗓 连带着黄小时 这一排的队列 也散乱得不像样子 再往前方 几名都博和家眷 都已经站到了正门底下 连正门向内 打开的空间都没了 有军官当场呼喝着 勒令众人稍稍退开 但大多数人的热情 一旦高涨起来 仿佛会互相传染一样 怎也控制不住 明明有些人 已经被推挤得满脸通红 还兴冲冲地继续向前 这时候 郭靖站在门旁的高楼上探看 曹军虎抱齐的时候 郭靖与曹张舍身格斗 后来又强撑着 亲自持刀在一线搏杀 身上受了十余处伤 游子高呼憨战 后来他又指挥将士们 且战且退入水泽 伤口被反复牵动 持续出血 最终导致他昏迷过去 亏得雷远带着船队 及时赶到 将他就离战场 后来 虽然伤势慢慢痊愈 但身体上的损耗 可不是那么容易补充回来的 所以 直到现在 行动还受限制 按照衣冠私下里 对雷远的交代 因为伤势涉及筋骨肌剑 恐怕日后很难回复如初 想要四年轻时那般 纵气冲杀 怕是不可能了 但以郭靖的功绩 带到玄德公 更进一步以后论功提拔 想来 当有偏蔽将军之位 以后倒也不必 每次都轻身搏战 眼看着后排队列散乱 想到这批人 便是自家的部下 郭靖皱了皱眉 欠身向后方的雷远道 总主 将士们都是农民百姓出身 对田母土地的渴求实在是 雷远微笑道 我明白 我明白 无妨的 原来就在今日早上 雷远也倾记简从 来到了此地 毕竟分配耕地是大事 雷远只有亲自看着 才会放心 至于眼前的混乱局面 换作当日郭靖所部 绝不至如此 但他的部曲换过一批人 新的上下级之间 想要形成默契 如先前那般整齐华衣 须得慢慢来 雷远问道 还有多久开始 尚有一刻 郭靖答道 那还是管一管 莫要闹出乱子 是 郭靖伸手扶着栏杆 喝了一声 黄小石 他大伤之后 中气不足 喝声不高 但身在纷扰人群中的 黄小石 依然听得清楚 随即高声应道 在 整顿 是 黄小石蒙转身 从腰间抽出连翘的还手刀 校尉有令 整队 有个另一曲的石掌 方才急急挨 挨到近处 一时没反应过来 黄小石一刀翘重重打在他脸上 发出啪的一声脆响 黄小石再度高声贺令 校尉有令 整队 听见了没有 那时长的脸瞬间肿了 人也清醒了过来 立即挺胸站直 吼道 听见了 瞬间以后 李大 陶二等人反应了过来 同时拔出 带翘长刀 大吼道 校尉有令 整队 此刻聚集在空地的这些人 有军人 也有军人的家眷 每个人都热切地盼望田地 几乎被冲昏头脑 若派遣人手 劝说他们安静等待 只怕磨破嘴唇 也说不服 可黄小石这么一吼 又紧跟着一通通刀翘乱打 外带高声鹤令 士族们长期养成的 服从命令的习惯 顿时被唤醒了 他们呼啦啦地向外散开 有的人跑了几步 再奔回来 牵着自家 父母亲眷往外 虚余间 两三百名士族 便在一名使长的指挥下 重整队列 数量几倍于此的亲属 则被驱赶到了空地外围 一个个都不敢乱说乱动 而黄小石 把还手刀挂好了 坦然回到原位 这个黄小石 是从卢江 跟着我们来到荆州的 后来从军 曾在汉昌城西打过硬仗 虽然才具寻常 却很顽强耐战 这几日 我在军校中 培训使长们 又发现他一桩好处 便是竭力执行军令 从不问理由 从不打折扣 从不讲情面 郭靖回过身 向雷远介绍道 雷远也站到窗前看了看 顿时想起来了 是这小子 我听人说 当时在沼泽之中 他哭着说 打完了仗要回来取亲的 哈哈 他取亲了没有啊 郭靖道 自然 宗主请看 在他左手边那位 便是他的岳父 雷远微微汗手 被郭靖带到 江淮的部署数量不多 但都是军中精锐 其中 尸体 韩灵等人 更有文武干才 堪为义军之脊量 这些人都在新菜城外战死了 对郭靖的部曲来说 便如一头猛兽 被抽筋谢骨 人员纵能补充 那里的精气神大不如前 所以 郭靖最近不顾伤势未遇 往来奔波于军营和军校各处 便是要尽快提拔可用之人 重新撑起几军的骨架子来 此刻排在靠前的这些使掌们 如 黄小时 李大 陶二等人 便是郭靖看中的五人 他们若有军功 郭靖必定不令提拔 只不过 在这等乱世中 能够经历一场场战斗考验 需要的不只是个人的才能 当日 雷远身边的二十名护从 此刻尚存的 已经只有数人 而郭靖在肋骨间阻击张辽时 统带的异曲之兵 到这时候尚存的 也不过数十人罢了 乱世之中 无论军名 性命都如草剑 只不过军人手中有刀 在死前能拼一个构本 想要从军中脱颖而出 恐怕需要的除了才能 还有运气更多些 想到这里 雷远问道 李奇现为左军司马 可还合适吗 原来因为军官缺乏的缘故 雷远将护从首领之一的 李奇派给了郭靖 担任左军司马的职务 李奇与郭靖一般 都是雷远在前山中招揽的护从 是郭靖的老部下了 郭靖汉首道 我们是老搭档了 自然何宜 李奇颇有智勇 可堪大用 只不过 他在我身边待得久了 怕有些娇横 我听人说 他日常在外投口称 魏宗主流过血 受过伤云云 你是主将 记得要时常劝解他 遵命 两人对打几句的功夫 庄园的大门被打开了 郑说起的李奇 领着一波骑士从外间过来 停在大门处挥边喊道 按照顺序 一对对来 假字取第一对初恋 李大和陶二姓高采烈地 把足便跑 被黄小时一把揪住 不要乱动 站直了走路 两人正在发愣 黄小时低声道 楼上不止郭孝伟在 可能 雷将军也在 李大陶二悚然吃惊 立即昂首挺胸 连带着他们这一队的都博 和另几名使长 也下意识地拿出了五人气感 一队人不乏整齐地出外 直到离开庄园摆布 才轰然散开 与紧跟着的家属们一起 分头往各处看好的田地奔去 黄小时和李大陶二两人 毫不犹豫地往东面那处高坡去了 他的岳父老王小心翼翼地跟着 几次想提醒女婿 西面那片水田才是好地方 可他刚看见黄小时十分威武地挥刀呼喝 一时间有些畏惧 于是 只得跟着女婿 先往东走 雷远从望楼向外眺望 只见东风凛冽 寒霜未消 山峡间的冬季甚是寒冷 这片群山间的小小平原上 已染草木凋零成片的荒废田母 多露出了土壤的颜色 然而 当将士们和他们的亲人家眷喊着口令 一波波地从庄园里涌出来 跑向他们寄予美好期待的土地时 寒冷仿佛为之退去了 雷远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热情 欢欣 看到了乱世中 飘零之人 对重新扎根于土地的无限期待 毫无疑问的 为了保卫土地 他们也必定能迸发出无限的力量 第606章 封拜 宜都郡的辖区面积极大 但适合农业开发的平原并不很多 除了宜邻东部和乐乡 属于丘陵向开阔平川过渡的地形以外 其余各县几乎全都是崇山峻岭 各县交近之处 更是崇山积险 路无常沽之境 谁有金波之间 便以此处田庄为例 已经是一道西面地理位置最好的一处了 但其实 田庄北面就是崖岸 而周回不过异理 外围的平地面积也甚是有限 日后可供扩充的余地相对较少 需要投入在水利和道路建设的力量 却非常的大 但雷远并不为此担心 这些武人本来就出自农民 放下刀枪以后 依然还是最好的农民 他们勤劳肯干 又极具聪明才智 无论多么复杂的环境 都不能阻止 他们自己动手封衣足食 而这些庄园的建设过程 其实便是各部军官们 与自家下属的熟悉过程 他们所有人能够 拼手之足的共同建设家园 待到应命出征的时候 也必然会成为能够彼此依赖的同袍 所以 此番赐下的田地所在位置 大部分都处于 辖江沿岸的军事要地 当这些将士和家眷们扎根下来 这些庄园本身 也就成了城池以外的军事务必 成了雷远政令所及的前哨和依托 去年初雷远担任一都太守以后 按照向朗的意见 着重建设沿江城池 当时除了乐乡以外 郡府将各县的大多数户口 人丁都收缩回县城 并在各处县城进行大规模的扩建 以此来确保精益之间水路交通 随时支撑大军调动往来 这个做法 是针对玄德公紧锣密鼓的 入属安排而设 当雷远在一周作战的时候 向朗凭借前期的布置 很好地保障了荆州军的沿江行动 得到玄德公的赞誉 但这样的做法 也使得各县的地方 强好借此扩张势力 甚至架空郡府 以至于后来出现了紫归文氏 邓氏的肆意妄为 一而到了现在 当各县的基本建设 已经有了规模 雷远便借着对将士们 分刺土地的由头 将武人和武人的家属们 下沉到各地 这些庄园 务必 使将士们扎电于当地 再配合由伤残士兵 和老族担任的舍利和礼利 就能使雷远的政令 能够推行至乡 亭 礼 舍的最基层 继而排斥地方豪族的影响力 比如在此地 整个庄园的住户 都是郭靖所部将士家眷 而几名礼利之中 则有当日在临杯 带着李大陶二捕鱼的老族 他们既然落脚 彼此又天然形成紧密的团体 背后 则有郡府和军府两方面的支撑 便如一手拿着官印 一手攥着刀柄 地方豪族的力量 或者俯首合作 或者退避三社 绝难与之对抗 更遑论发挥相间的影响力了 这样的局面 对宜都郡的土著豪族来说 未免有些凄惨 于是从十月末到十一月初 短短十余日时间里 伴随着将士们的田地 一点点分配下去 五人和地方上的冲突旅有发生 俗语说 山中无老虎 猴子称大王 不少土著大姓彼此勾连 试图维持猴群的统治 可惜 山中已经来了老虎 而雷远真的是一头 极其凶恶的大老虎 对作乱者 他直接斥之为贼寇 动用军队 加以猛烈镇压 毫不犹豫地杀人立威 对合作者 他凭借二千来的地位 不吝征臂 拔拙 于是 地方旧族的反对浪潮 顷客就化作碎裂水花 再也看不见一点痕迹 卢江雷氏 本身就是玄德公治下 规模最大的豪族之一 而豪族在的政令支柱 在地方上的形式 就是这么痛快 其实并非一都一地如此 经义各地的县令 长和太守们 这些日子的操作大同小异 无非手段和技巧 有高低之分罢了 自桑乱以来 各地战乱频繁 匪贼或多 迫使人们依靠宗族血缘的力量 来抵抗外清 扩展自家势力 数十年下来 在朝廷的牧首令长以外 大豪族征服小豪族 小豪族依附大豪族 宗族继尔邪果外星屠富 最终在地方政府以外 另外形成了一套隐形的体制 而政府对他们 既要笼络 又要限制 既要利用 又要竞争 在左将军府中 庞统一度打算找机会 杀个痛快 以绝后患 而诸葛亮则力求严明法令 师出有名 当日 两人如何争执 雷远是亲眼看到的 带到玄德公认命法 正为蜀郡太守 法政表现的衙子之愿 无不报复 善杀毁伤 急者数人 而人后的玄德公 讲究制度的诸葛亮 偏偏不加过问 与此同时 法政的志友孟达 却在短时间内 集聚起足以动用不去 四千余家的庞大力量 其中的此消彼长 难免蕴含着刀光剑影 外人实在无法看得清楚了 如果将目光投得更远些 此番 曹 刘 孙三家恶战之后 巨都伤了元气 三家各自收拾内政 整顿兵马 听说曹成像在许都 在夜城 先后找了诸多理由 狠狠地清理了一批 心怀二义的人物 而吴侯孙权 一如既往地发兵 讨伐山岳宗帅 其实目的 无非都是为了掠取 可攻军国所用的人丁户口 以备下次大战 大约到了十一月中旬的时候 宜都郡又先后 得到了两个新的消息 一个消息来自于江东 说的是 许都朝廷大张旗鼓的 派遣使者到江东 续江东孙氏 历年来随府东南 汇择百姓之功 封拜孙权为蜈公 镇东将军 金 杨二周目 并都郊州军事 孙权遣诸葛景出面 滞留使者于半途 既不予接见 也不推却 甚至也不曾遣人 向玄德公作出通报 但这消息 顷刻便传得沸沸扬扬 将临文武随即飞报汉中 许都使者前往江东 尚在雷远和辽蜀的预料之中 另一个消息 却更加荒唐 原来许都朝廷 还派了使者经长安入义州 以刘焉 刘章父子为宗室 古肉之亲 天下所望 国家仪表 拜刘章为蜀公 镇南将军 义州目如故 玄德公也遣人 将之滞留在半途 但这消息 同样沸沸扬扬扬地传开了 甚至有地方传谣言说 玄德公看似尊崇汉氏 实则是割据之贼 现已经要了使者的性命 此等情形 对玄德公来说 并无实际的损害 但其政治意义 却不可小觑 数年来 玄德公以讨曹灭贼 归附汉家秩序为号召 事实上 组建了包括梁 义 京 扬四周的军事同盟 其中 梁州马超 扬州孙权 是刘氏政权以外的独立势力 义州刘章 则已被玄德公架空 图具虚名 但这一来 联盟中的三方 都得到许多朝廷封号 无论史杰是否完成任务 某种程度上 便代表着他们割据一方的现实 得到了曹公的认可 此所谓 毕也正名是也 孙权和马超 都有了进退的余地 刘章有了名义 也成了政权内部的 不安定因素 唯独玄德公 被确定为曹公 不死不休的死敌 于是 玄德公想要拉拢 和安抚盟友的难度 大大增加 所需要付出的代价 也会更多 盟友之间的信任 是否还在 联盟是否还能维持 联盟各方的近期利益 和远期诉求 该怎样来平衡 想要重新协调几方势力 恐怕不是轻而易举 能完成的任务 至少 短期内想要再行发动 四周协同的攻势 是绝对不可能了 第607章 酝酿 都说 逐鹿天下仿佛一骑 曹操已然落子 接着便看 刘备该怎么应对 而在马超 孙权看来 他们自然也是 足以在文凭落子的英雄 所做出的一切举措 同样会影响天下大局 在得到刘备 提供梁墨物资支持以后 马超以数百期残兵 邪果枪低诸部 忽然向龙溪 武都 汉阳等郡发起猛攻 又得梁州豪族任阳等举族相迎 遂连破重镇 为梁州刺史 为康瑜继承 梁州别嫁 明氏阎温前逃出外球员 被围成兵马发现 抓捕至马超面前 马超膝在笼上横行的时候 这种空投明氏 杀之犹如蝼蚁 刀下不知道死了多少 但他在关中 一周几度失败之后 到底比以前要沉稳了一些 也试图拿出李贤下士的手段 稍稍安抚梁州世子 当时 马超亲自解开阎温的捆腹 对他说 如今成败的局势已经分明 足下为一股成球救于外 却被我所执 哪里还谈施展胸怀的大意呢 不如听从我的话 告诉城中已无救兵 这样才能转获为福 否则的话 今天你就要脑袋搬家了 阎温当即答应 马超便带他到济城 让他对城中喊话 阎温遂道 大军不过三日治 免之 城中大气 坚守知心意定 马超又问阎温 济城里是否有动摇求降之人 阎温也不回答 马超便将他杀了 阎温其人 徒有声明 实无君正才感 他对继承说援军将至 其实 当时汉中夏侯渊 正与玄德公的本部对质 关中曹军一日蜀京 根本没有来救援的可能 故而这番喊话 无非显示他自己的忠义之名 问题是 此君在梁州声望慎龙 他这一死 梁州世人便决心 与马超死拼到底 带到马超攻下继承之后 又将拒不投降的维康等官吏杀了 朱骏乱世 于是此起彼伏 再也控制不住 马超本无治理地方 管控政务的能力 一时间只能东奔西走 四处应付 专以武力为威吓 一路杀的血流成河 然则 再怎么于战场上所向无敌 势若疾风烈火 他却始终没办法 真正获得稳固的立足之所 内力已经焦头烂额 但马超的性子 便是如此执拗 欲是如此 欲要保证己方在战场上的强势 对外事以凶悍 为此 他不得不近乎疯狂地扩充军队 搜集粮草 仅仅两三个月下来 原本上在掌控的几个郡县里 汉家百姓大量逃亡 而枪敌部落也渐渐不堪重负 一个月前 马超接受朝廷使者所受的贾粮功 安息将军职务 看似是他历令致婚 被这前所未有的丰败所诱 实则经过了他的仔细酝酿 哪怕以他的狂妄自大 其实也明白 这种建立在掠夺和杀戮之上的强势 再没有办法长期保持下去了 此刻的马超所部 便如一头淫淫狂飞的恶狼 虽然凶神恶煞 其实已经饿得七昏八速 肋骨暴突 随时都会晕倒待毙 这时候 若不赶紧若不找个里有纸兵 难道要死给他人看吗 倒不妨拿下朝廷风赠为凭借 先集中精力 好好收拾武都 汉阳 隆西 京城这四郡 再腾出手来收拾 从西海往东 数以百计的枪低部落 按照马超的估计 铲除隐患 统合诸部以后 他至少能整合起 二十万人规模的枪低部落大军 凭此兵力 足以封锁隆山 向北席卷安定 北地等郡 随即设服上郡 西河的南匈奴五部之众 形成一个庞大的枪湖联盟 到那时候 马梦起在汉家为梁公 在湖族可谓缠鱼 无论京辉向东 向南 其事都若天崩地裂 谁人可挡 既如此 接受朝廷的封号 有何不可 我马梦起 乃是福伯将军之后 世代三英的高门子弟 年少是读过诗书的 那史书上说 韩信为了实现大志 连胯下之辱都忍得 我马梦起 当个假梁公又如何 何况 这却是个极大的官职 不亏 至于刘备 对这个距地数千里 拥兵十万以上的大人物 要说马超不忌惮 那是假的 马超此生纵横往来 战场上遭逢败祭 一共两次 一次是在长安城下 被韩岁勾结夏侯渊占了便宜 还有一次便是在巴西汉昌城下 遭刘备部下雷元所席 刘备部下 据说还有大将如官 张 赵者比雷远更加善战 而韩岁和夏侯渊 又在汉中被刘备所败 连命都丢了 既如此 那刘备该是何等厉害 我现在受了曹操所赐的官职 是不是该对刘备有个交代 毕竟拢上寒苦荒僻 来自一州的梁墨军械支持 实在不可或缺 我马梦起 固然不会屈居刘备之下 但要与刘备闹翻 也甚是不治啊 马超想到这里 皱了皱眉 问题是 既要展现自家强横实力 已是不弱于刘备 又要尊重盟友 解释这个贾良公的由来 此等操作过于精细微妙 对马超来说 实在是个难题 马超对自家筹谋大计的才能素来自信 但也不得不承认 汉帝雄豪的想法 有时候和边地揪揪 男儿不同 与之周旋应对的方法 更在他的尝试以外 以前关中石将聚在的时候 有含碎这老鬼为猪将出面 虽然含碎不是什么好东西 但他的做法 说法 马超能听得懂 也感觉得出其中的关键之处 权衡所在 可现在 关中石将死的死 散的散 他身边也没有这样的人才 此刻 簇拥在马超身边的是 杨千万 阿贵 窦帽 雷定这些枪胡取帅 是宋剑这样的反贼 这些人或者奸华 或者蠢 除了战场厮杀 这些人办不成事 也拿不出一丁点好主意 既如此 马超只能自己慢慢揣夺了 不管怎么说 自家接受了朝廷封号 地位就比刘备更高了 基本的矜持态度不能少 然后需要一个说法 来维持两边的关系 拿两边的好处 嗯 这一首 当年 韩碎老儿用的熟练 我马梦起 须得仔细揣摩 不管怎么说 能有这样的想法 就证明自己比从前要思虑周密很多 不再图障永利 马超对此很是满意 这一日 马超正追击一只 向西海方向逃窜的反叛枪部 领兵暂时驻扎在敌到东面的白石山下 就在这时 却有少奇来报 军营以外 来了一对不速之客 第608章 谢礼 马超凝视着少奇 眼神微微收缩 瞬间就露出 如狼一般的锐利光芒 他是关西首屈一指的勇猛之将 多年来 横行观拢 百战百胜 故而养成了极度自高自大的性子 形势狂妄粗疏 但他在治军方面 确实有独特的天赋 并不强调军规 只依靠 他个人的凶悍狠辣 便硬生生 达到了兵书所说 足未将甚于敌者胜的效果 然而 治军上的才能 却很难套用到治理地方上 哪怕 马超摆足了凶恶姿态 那些地方上的大性强豪面上顺从 被过身 就不知道在盘算什么 便如寻月前 他在继承时 分明排布大军 把整个城池守得犹如铁筒 可某日清晨睡醒 居然就有仆役来报说 许多朝廷的使者 已经到了门外 要自己开门迎接 这须是朝廷使者 不是蚂蚁 就可以这般轻而易举地 直接摸到家门口的吗 这继承内外 究竟有多少人吃力爬外 才会发生这样的事 马超倒还不至于不知轻重 他强忍不快接见了使者 又担下了贾良公 安息将军的名头 举行仪式的时候 汉阳郡诸多官吏和江 盐 人 赵四家大姓族人都来祝贺 和城上下一片其乐融融 然而送走使者以后 马超翻来覆去地想 愈想愈觉得寝食难安 这些宗族的力量 在地方上盘根错节 明明没有与他对抗的武力 却偏偏组成了无形的牢笼 仿佛要将他捆锁在内 在无声无息间 剥夺他的自由 他的权利 可怕的是 马超竟然连这些大姓的 一点痛脚都抓不到 那个威望最高的赵昂 也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 就连马超的妾室 强求扬千万的女儿扬氏 都会为赵昂说话 马超强忍不满 面上并不显露 实则为此暴躁 数日内 他亲手杀死了数十名军兵 理由是 发现他们指手放哨时 不够警惕 可杀得再多 也不能掩盖 他在继承的统治 千疮百孔的现实 所以马超才下定决心领兵 靠拢枪地 离那些汉家宗族掌控的土地 稍微远些 他才觉得稍微放下心 谁曾想到 还会有人来 我领麾下数千惊奇追击叛逆 抵达白石山 才不过两天 沿途都没有与地方联系 怎么就会被人找上门来 这回 又是谁泄露了我的行踪 这两拢各郡 本是浮风马士 侧其成威之地 怎么到如今 我却像是外人 这些狗东西 迟早有一天 我要把这些隐患 一个个铲除 马超想着想着 脸色阴沉 眼神便愈发凶利了 一不注意 那少奇已经跪倒在地 浑身抖得如筛糠一般 将军 我们一发现来人 立即就来禀报 一点都没有单个 马超压了压心中的怒意 问道 来者何人呀 他们自称 是左将军刘备的使者 马超已在虎床扶手上的臂膀 微微用力 那坚韧硬目 便发出细微的咔嚓碎裂之响 曹操的人来过了 刘备的人又来 我这安息将军 为了安定梁州 不过安马劳顿 四处蒸发 曹刘两家的使者 却都将梁州当作了自家的 一个个都来去自如 明摆着 是给我马梦起颜色看 此刻 马超清在隆西郡 留了小舅子 董福在继承应付 而驻守武都的 则是德力部将庞德 庞德的性子坚韧缜密 又是跟随马腾多年的速将 有他在笔触 义州人绝不可能 悄无声息地通过 那么 义州人就是从广汉蜀国 经白马堤的领地来的 而且也是堤人 向他们通报消息 使他们知道我马梦起的行踪 明摆着 要么是杨千万 要么是阿贵 又或者是这两名 狄王的部下出了叛徒 当日我在汉昌城下失败 狼狈逃亡的时候 杨千万和阿贵两人 却被刘备招揽 安置在广汉蜀国 过了好一阵舒坦日子 他们的部下里 一定有人被刘备收买了 马超咬了咬牙 枪低人弱不可靠 着实有点小麻烦 他忽然有些后悔 当日不该与关中 猪将撕破面皮 若关中猪将 还像从前那样抱团 自己也不至于 落得现在这般 看似威风赫赫 却没有真正属于 自己的根基和人手 要不派个人去联络下侯选 成英 张衡 马丸那几个 听说他们如今 局促于北地 过得窘迫 我倒是不计前嫌 可以拉他们一把 想多了 先见见刘备使者 听他们有什么说的 马超一跃而起 大声道 声仗 让一周使者进来 随着他的号令 几名传令兵呜呜 吹响号角 枪湖各部的勇士们 听到号角声 便从各处狂奔过来 有人来得急了 裸着上身 一边走 一边披袍子 还有些人小心扶着 头戴的羊角头饰 乃是枪湖八十九部落中的 豪球 宗帅之数 马超的部下中 有些资历甚的军官 乃是讨伐 西枪的汉军旧部 因而他们所设的营地 也综合了汉家和枪湖的特色 营地形之规整 显然比你汉人诚实的样子 但账目则依照枪湖风俗 都是高大的元帐 其中最高大的一座 采用白色的粘毯制作 在装饰以锦缎 金宝 在阳光下朔朔生辉 哪怕数十名枪湖人 一拥而入 这大帐倒也不显憋门 在大帐以外宽阔的部道上 还有更多的枪湖战士 聚荣过来 虽然马超没有特意吩咐 可枪湖生性兼刚勇猛 一旦群聚 自然就生肃杀凶悍的气势 稍微软弱之人 都会被他们的凶神恶煞 吓到足根发软 刘备识者两人 却似乎一点都没有受到影响 他们在枪湖战士的簇拥下 一前一后的徐徐走来 无论神情 步态 都很放松 马超微微汗手 暗赞这两人倒也有些胆色 两人在走近些 马超顿时任的 前面一名神情自如的文士 便是庞统 这姓庞的 乃是刘备手下得力谋士 此前便是他几番领队 来送钱送粮 指望我马孟起 重返粮州 牵扯曹军的力量 嘿嘿 当日我困顿折服 不得不向刘备稍稍俯守示好 有些伏地作小的言语 狼狈不堪的姿态 现在想来 由自羞耻 好在十个数远 此军再来 我马孟起 已经翻身了 嘿嘿 你能用些小伎俩 收买枪低无知之辈 以为可以给自家撑腰打气 可此地不是继承 我领数万之众在此 偏要压得你服气 压得你低头 当下马超端坐不动 竟等着庞统 缓步进账 带到庞统一碗袍袖 在账中站定 马超斜腻着他 似笑非笑地道 好久不见是缘了 不知你这次来 又给我带了什么好东西 以庞统的身份 远道来 竟不能得一座席 这行径未免无礼 而庞统神情自若 拱手道 听闻将军 新得朝廷公侯之风 庞统代表我家主公 前来祝贺 哦 哈哈 马超大笑 玄德公 玄德公与曹丞相 为敌数十载 原来 我得到曹丞相的任命 玄德公也会替我高兴的吗 庞统微笑道 我以为 将军乃是大汉诸侯 而非曹操的部下 我可不懂那许多 马超腰背一挺 从胡床上起身 他背负双手 施施然走到庞统身边 继续道 侍原先生知道吗 曹丞相的使者 在继承室可答应我了 只要我助曹剿灭不服 日后莫说区区一个假粮宫 便是猎土封王 一无不可呀 或许 我可以先把侍原先生 陷于许多 作为对曹操的谢礼 说到这里 他宁笑一声 猛然探出手臂 向庞统抓去 马超能以武力震慑关笼 绝非浪得虚名 他天赋一柄 屡力强决 曾经赤手空拳 搏杀猛兽 寻常火后 差一点的还手刀 都经不住 他指掌间的巨大力量 仿佛纸片 如庞统这样的书生 在马超面前 便如小鸡小兔 简直手到擒来 第609章 推举 然而下个瞬间 有人横过手臂 拦在马超几张五指之前 不知死活的东西 马超心中冷笑 蒲扇般的手掌 继续抓了下去 于是 帐中发出一声怦然轻响 两人的两掌食指 狠狠就在一处 马超有马超的脚快心机 倒没打算 真的要把庞统怎么样 但他确实想要 吓唬吓唬庞统 叫他以后烧之收敛 不要以为 用一点小伎俩 便能威吓猎土分毛的 强大诸侯 谁知道 庞统的随从 胆大包天 竟敢插手阻拦 若不狠狠收拾着随从 我这笼上 霸主的脸面何在 当下马超 陈鹤一声 万钧之力 发于双足 行于妖履 达于仿佛金刚 浇灌而成的 执掌之间 这力量足以 生猎虎豹 马超自信 就算是块石头 这一下 也能捏成碎线 可对面之人的 执掌 竟然完好无损 马超猛吃了一惊 他清晰地感觉到 对面之人的履历 远远不如自己 五指和手掌 也不似自己这般酒精锤炼 煎如铁石 可是 可是也不知怎店 巨大的力量 投入到对方的执掌间 近似泥牛入海 一点结果都看不到 马超在看对面那人 却见他的脸色沉静如常 呼吸之声 也毫不及措 简直不像在绝力斗狠 反而如普通人握手 是好一般轻松自如 真是活见鬼了 马超自视地位崇高 视才与庞统对话时 注意力只在他一人身上 全没在意 跟在庞统身后的随从 这时候 才定睛去看 只见此人是个 鼻指口阔 面旁方正的中年人 与马超的熊虎之躯相比 他的身材算不上高 体魄更算不得壮 可偏偏就是这么一个人 硬生生隔住了 马超的剧长 身体都没晃一下 马超想了想 适才情形 又觉此人 从庞统身后 闪出的动作流畅之急 这绝对是无数次 沙场绝死才能磨练出的 初类拔萃的汉将 马超促然收回手掌 见马超退后 那中年人也退回庞统身边 与此同时 帐幕中许多人齐声惊呼 呼声几乎会成一阵风 从帐幕里卷了出去 过去多年间 马超以自身非人的勇力 尸山血海的战绩 奠定了在这些 枪狐取帅的心中 宛如天神的地位 许多枪狐人几乎坚信 这世上绝不可能 有人阻挡马超 可他们刚才看见了什么 这简直是做梦 都梦不到的怪事 中年人坦然地摊开 手掌看了看 大概因为马超的神力 让他颇不好受 于是将手掌握紧再放松 如是再三 又甩了甩手腕 可是 哪怕在随意甩手的时候 他的身形异态 仍如冤庭月至 而这个动作 不仅不示弱 反倒显示出 他自有强大的信心 并不畏惧马超 如马超这样的豪杰 自然能看出 此人伸手却不在自己之下 强烈的戒备和强烈的喜悦 同时涌上心头 原来 这世上还有足以与我马梦起 抗衡的勇猛之将 此人是 刘备麾下的哪一位 马超退后半步 仰天打了个哈哈道 不过开个小小玩笑 是袁先生 千万莫要介意 是才马超突失手段 庞同也为之一礼 但他脸上却半点表情 都没有流露出来 只是淡淡到 梦起飘悍英锐 我所诉之 此举也是五人本色 有何可介意的 说到这里 他稍侧身 为马超介绍 这位 便是我家主公麾下 义军将军赵云 此来 乃是奉了主公之命 沿途保护我这个 守无负机之力的书生 赵云向马超汉手示意 马将军 久仰了 原来是常山赵子龙 马超缓缓点头 他虽久在关笼 却也听说过 刘备麾下猛将极多 诸如关羽 张飞 赵云 巨都转战南北 在无数次厮杀中 建立了赫赫威名 据说 昔日刘备在荆州当阳 遭曹军铁骑追击 步众大溃 赵云扶持刘备七 沿途数十战 杀死曹云将校数十人 方于乱军中 冲杀出一条血路 今日一见方觉 此人果然非同寻常 是足刊与马超相提 并论的万人敌 此前 赵云随在庞统身后 气势收敛 丝毫都不引人注目 而马超自是鹦鹉特出 霸气挥洒之人 到哪里都会引人注目 成为所有人关注的中心 可现在 这赵云只随意一战 便夺去了杖中泰伴光芒 足以与马超分庭抗礼 他仿佛一柄 深深收在窍中的利剑 所有人都知道 利刃一旦出窍 便能锐气冲天 马超转身回到原位 伸手向庞统和赵云示意 庞军师赵将军 请坐 庞统和赵云往客席落座 而在靠近赵云身后的几个坐踏 和壶床上 竟然有枪壶球长金黄起立 不敢与赵云并坐的 一时间 杖中乱成一团 原本想要摆出的强盛气焰 荡然无存 这情形欲使马超气恼 他皱了皱眉 忽然喝到 成何体统 都给我滚出去 数十名酋长默不站立 一个个的扶手行礼 连滚带爬出外 偌大的中军杖礼 瞬间就变得空荡荡的 马超伸展双臂 向后养身 把背脊 靠在胡床的靠背上 现在军杖中 只有我们三个 两位此来有什么事 便请直说 大让我再去攻打雍州 观中 那可免谈 将士们都累了 须得休息 庞统笑道 之前已说了 将军心得朝廷公侯之风 我代表主公前来祝贺 岂有他意 哦 马超瞇视着庞统 就只为祝贺 庞统哈哈大笑 笑了半嗓 他问道 孟启将军 我士才见你的部下们 都是枪湖各部的勇将 但似乎 没有汉家文士 马超冷哼一声 我所以仗的 是汉湖精旗利刃 不是刀笔艳台 我看那些文士心烦 是以不要他们随军行动 怪不得 怪不得 如此一来 就没有人提醒孟启将军了 庞统长叹一声 提醒我什么 足下得到诸侯封号以后 须得上表谢恩 马超嗤之以鼻 我扶封马士 也是名门 这规矩 我怎不知 在继承的时候 已经请梁州名士 拟了谢恩表文 交给使者带回许都了 那表文的词句 倒也典雅 我亲自看过 这是给许都朝廷的表面文章 但是 给曹公的回报呢 表文中可曾说明白了 庞统问道 给曹公的回报 马超一愣 仗中别无他人 我也就直言不讳了 孟启将军自然知道 如今 曹公携天子以令诸侯 许都朝廷政令 多出于曹公的授意 所以 这梁公之风 也必定是曹公的意思 对吗 那是自然 既如此 将军得到曹公的厚爱 难道不该 对曹公有所回报 账目中敬了半赏 马超连连冷笑 世元先生 你是玄德公的军师 不是曹公的 在我这里 口口声声说 这般蠢话 莫非当我是傻的 你 还有你背后的玄德公 究竟想要我做什么 庞统笑道 我家主公有一事 拜托将军 说 想请族下以贾良公 安息将军的身份 上奏朝廷 就说 深感曹公恩德 愿推举曹公为魏王 马超猛地咳嗽了起来 第610章 唇齿 庞统笑盈盈地看着马超 等着他平缓气息 而马超抱之一满脸狐疑 推举曹公为魏王 正是 马超的眼珠转了转 马超素闻 曹公有善待之志 之前 自己也曾盘算过 是不是该投套暴力 做些什么 以展现自己的善意 只不过 一来 他对这种朝堂里 跃一让的把戏 既少认识 也无把握 二来 他到底 也隐约顾忌刘备的态度 不希望 太明显地 站到刘备的对立面 谁知道 刘备的心腹谋士 竟然主动提起 刘备与曹操斗了数十年 岂会不知道 这样必定会是 曹公的声势大张 马超纵横驰骋于战场的时候 只削凭借自己天生的直觉 从不瞻前顾后 但这种巨大势力之间的 彼此谋划 实在与战场厮杀太不一样 他只想了个开头 就觉得头痛欲裂 根本无从措手 世元先生 我是五人 不懂这些纵横百合的手段 我实在不明白 玄德公使我这样做 究竟有什么意义 庞统微笑道 梦启将军还想知道 你在这其中的得失如何 对吗 马超臣下脸 挥了挥手 世元先生 我没这功夫 与你玩这种一问一答的把戏 你也别在我面前 骨唇弄舌 还请干脆利落些 一气把话说清楚 庞统微微汗手 从容道 自丧乱以来 四海分崩 刚技不存 天下群雄并起 到如今 唯有曹操 拒天下大半 拥百万之众 俨然有善待之志 能与之抗衡之人 将军固然虎视阴阳 有海内皆知的神勇 我家主公固然地势贵重 仁德广布 江东孙氏固然三世经营 周师横江 然与曹操相较 其事远不及也 我曾苦思 何以如此 马超忍不住问 何以如此 庞统抖了抖袍袖 探出双手比划 因为过去多年里 曹操一方面 迎天子于许都 假作忠于汉氏的姿态 以诡诈手段 驱使这天下间 无数有志于匡扶之人 另一方面 又自社罢府 明里暗里 宣扬他的善待之意 纠合起 试图从容的野心家们 王霸两徒 他兼而有之 故而所向无不披靡 然则 这样的把戏 难道能长久玩下去吗 马超愣了一会儿 才明白庞统的意思 在马超的想法里 只知道曹公权势滔天 掌握汉朝天子如一傀儡 他从来没有考虑过 原来曹操麾下之人 也各有想法 并非纯然一路 于是他下意识地反问 难道不能 自然是不能的 庞统失效 随着曹操的实力 日渐提升 那些指望改朝换代之人 行事便日渐肆无忌惮 紧锣密鼓 可他们预示行事激进 激起的反对势头 就预示猛烈 啊 孟起将军 可曾听说过巡御 巡御是谁 巡御巡文弱 乃世中守上书令 既是忠于汉家天子之人 又是曹操的左膀右臂 孟起将军熟悉的中咒 便是巡御推荐给曹操的 中六为世中 私立校尉 都督关中军事 他凭借出众手段坐镇长安 与关中诸将都有往来 马超还曾受他指派前往河东 与袁氏势力作战 哪怕以马超的桀骜 听到忠咒的名字 也不禁稍稍作政协 对举荐了忠咒的巡御 更是肃然起敬 庞统继续道 便是这位曹操的左膀右臂 因为不支持 曹操已未带汉的意图 数月前被曹操所迫 愤然绝食而死 可巡御之死 立即在许都掀起了轩然大波 朝堂上下无数高官显觉 怒不可遏 后来曹操从襄阳北桓 以赐子曹璋为护卫 随行夹市五万 竟不敢踏入许都攻城半部 竟不敢上殿朝见天子 这样剑拔弩张的情形 梦起将军想想 该有多么可怕 马超倒抽了一口冷气 这情形 他可太明白了 不就是他在继承的情形吗 他纵有兵甲之力 面对所谓江 盐 人 照四家汉阳大姓时 也总觉得束手束脚 全然不得施展 何况曹公面对的是天子 是汉室朝廷百官 一时间 马超竟生出几分 同病相连的七七之情来 耳畔只听庞统又道 梦起将军想来是明白的 曹操给出的梁公封号 不仅因为足下威形笼上 确实有诸侯之威 更是想以此离间 他希望我家主公 因此对将军产生疑虑 以动摇两家同盟的情谊 可我家主公胸怀如海 并不疑虑 庞统离习起身 站到马超身侧 我家主公乐见将军坐断两笼 只请将军上一表文 则你我两家彼此辅助如故 岂不甚好 马超用力一拍案几 发出怦然大响 我明白了 他邪逆着庞统 冷笑道 暗示袁先生的说法 此刻曹公不下 庸汉 反汉两派正在剑拔弩张 势不两立 我这一份表文上去 便似火上浇油 只怕许都和夜城两地 有人喜欢 有人痛恨 历时就要你死我活 互相撕咬出血肉来 则曹操必然忙于应付 断无辉军出外的经历了 对吗 这一来 贵主上可就平白得了喘息之机 平白得了好处了 是何言也 得到好处的 其之我家主公 庞统哈哈一笑 若曹操稍稍恢复元气 再来提兵厮杀 一旦数十万曹军云集关中 我方无非立兵莫马决一死战 而淳王齿寒的道理 孟启将军难道不知 只需小小一份表彰 而十一周 梁州聚德树在安定 这对你我两方 都有好处 马超瞬间想到了 自家那个包举枪 低 匈奴各部的大计划 想要实现这个计划 倒也的确急不得 正需得争取点时间 来徐徐整合 但他又疑虑到 然则 这一来 我扶封马氏 岂不就成了朝堂上 那些大官们公结的目标 万一因此而导致 庞统截断他的言语 伸出手掌再搏梗一笔 许多有多么憎恨将军 叶成就有多么感谢将军 而曹操无论如何 都会维护令尊的安危 否则 又该何以面对那些 志同道合的同伴呢 孟启将军只管放心 此事对寿成功 有百利而无遗害 寿成功但有丝毫不妥 我庞统提头来谢罪 马超愣了一愣 才反应过来 庞统说了什么 马超是马腾与枪女所生之子 父子感情一向淡漠 当日 马腾前往中原 也是因为权势 渐渐被长子所夺 不得不退避 他接受贾良公和安息将军之风 是看重 这封号 有利于自己治理地方 是才他担心的 也只是许都朝廷 发挥其巨大影响力 使梁州诸郡的汉人世子不稳 至于自家老夫的生死 倒真没怎么在意 但庞统既这么说来 他也只好硬道 原来如此 那我就放心了 那 我们就这么一言为定 庞统笑问 马超仔细琢磨了好一会儿 终于探出手掌 与庞统一击 就这么办了 第611章 戒句 庞统也不耽搁 当即告辞 马超想留他们多住几日 让他们见识见识几方 枪胡铁骑的实力 于是再度召集枪胡 各部首领 摆下九宴招待 饮宴之中 庞统向马超赠送了 蜀中名将所制的 精良刀剑数十把 马超遂当场武剑致谢 又遣人牵了 树匹高头大马 回赠给玄德公 九宴后 马超又大起为场 狩猎走兽 随庞统 赵云前来的有三十余旗 其中半数座汉家福色 还有一些则是 编发锁头的虎种 马超召唤部署 一对一地陪着他们射练 过程中 赵云初始只做看 马超劝了数回 赵云无奈 遂下场一遭 箭无虚法 马超本来跃跃欲试 但要借机与赵云分个高下 这一来竟然生出几分执着 次日 马超不顾庞统再度请辞 镜子带着他们 向西海方向急进 去追击那只叛逃的枪部 这个季节 黄水两岸的群峰早已积雪 望之犹如 一个个头戴白色沾帽的巨人 顶天立地 而更远方 更加高耸的巍峨群山 仿佛与天相连 那便是更古以来 无人踏足的广袤高原地带 那只枪部敢于叛逃 自然做了充足准备 马超所部 前队刚过安一川 他们就烧毁营地 竟自奔向西南面的深谷 因为这片区域全是高山 川行须得紧沿谷地 沿途也几乎没有固定的村寨 根本无法获得补给 显然他们是想要躲避 马超所部的锋芒 带其主力 无法在高原长期支撑的时候 再悠然返回 马超得报以后 立即就要清领骑队 翻山越岭追击 赵云当时恰好在座 马超便问他的意见 赵云想了想 回答道 枪部再怎么逃窜 总也要吃饭 总也有家人 除了瞿帅 贵人们的亲戚以外 一定会有收容老弱妇孺 藏匿粮食的营地 或许 找到这个营地 然后坐在这部落 难耐 饥饿出来投降 胜过穿行深山 一路追击杀戮 马超大笑道 倒也是好主意 可惜 不和拢上男儿的习惯 当夜 他点了两千金旗 直入高原 这两千旗 昼夜兼程数百里 一战催跨了 这只枪人的主力 当场斩杀一千七百人 马超赫令部下们 将这些人的头颅挂在马鞍上 将他们的无头尸体 用绳索挂在马后 一路拖拽回来 待到再与赵云见面 一千七百具尸体 大都已经被磕碰得稀碎 只剩下一根根森然白骨 彼此碰得哗哗作响 此等凶满情形 顿时让庞统脸色惨白 几乎呕吐 赵云虽然面色不变 却也隐约戒备 而马超只觉智德一满 智久与两千七队 畅饮一夜 次日 庞统再度告辞 马超便不强流 毕竟他确认 自己既能受曹公的诸侯之风 又能继续 与玄德公为持盟约 得到粮末物资的支援 心中尚属满意 于是 亲自将庞统和赵云 送出大营以外 殷勤地看着他们一行人的身影 消失在辽阔天地之间 一直到棋队踏出的烟尘 被风吹散 马超由自勒马不动 因为长安和巴西两次失败 使得他部下清江多有凋零 这时候担任他副将的 乃是庞德的堂兄庞柔 此时 庞柔策马上来问道 孟起 这两人来说了什么 马超伸出两根手指 两件事 尽快去办 将军请讲 先去营里找个读书人来 我要向朝廷上表 是 另外 我记得 你部下心得了一只先连人来头 自称擅长追踪所尽 庞柔道 正是 他们是在北地郡的先连别部 因为败给了先卑人 才不得不往黄水流域寻找草场 这些人约有五百旗 都是好手 而且善于饲养猎鹰 马超指了指庞统和赵云 消失在远处的身影 漫不经兴地道 明日让那些先连人出发 从这里到广汉蜀国 沿途仔细查问 我要知道 此前是谁敢接纳庞统等人 未必被通风报信 带他们来到白石山下的 嗯 查完清楚以后 尽数图了 一个活口都不要留 若他们干得利落 我给他们最好的操场 庞统说的那些关于朝局的判断 究竟多少是真 多少是假 马超 其实 还是想不太明白 但有一点他很清楚 梁州拢上 是马梦起的地盘 枪低部落 是马梦起的走狗 无论谁想要动摇 他一定要斩一批脑袋 以使众人引以为戒 指这一道命令下来 深山穷谷之中 便又不知多少部落要灭种 但这便是枪湖众落间 你死我活的常态 庞柔早都习惯了 他当即深深俯首 遵命 某种角度而言 此时 曹 刘 孙三家迭经苦战 全都已经精疲力尽 再无征战之能 唯独马超上 能随意指派枪湖众落 对关中 一周都保持了强大的威慑力 只不过马超屡次失败之后 终究有些畏缩 又担心根基不稳 竟错过了这扩张势力的良机 与此同时 来自西北高原的冷风 穿越一周北部的连绵深山 钻入千山万鹤继续南下 最后沿着大江 在两岸群山的压迫下 向着下游方向呼啸而去 寒风所到之处 气温骤降 使得一只沿江下行的兵马 骤感意外 当他们离开成都的时候 还摸得着秋天的尾巴 但这时候寒风尾随着他们 席卷而来 辖江间仿佛瞬间换了一个天地 抬头看 只见太阳只略微露个脸 就被两岸风领夹至所遮蔽 即使偶有柔弱阳光照在身上 也感觉不到半点暖意 沿着江畔道路 人们排成长长的队列前进 因为道路崎岖难行 没人能乘马 只能牵着马步行跋涉 有时候想要彼此呼吓提醒 小心陡坡 可烧一张嘴 山谷间肆虐的寒风就灌进嘴里 简直让人说不出话来 这只兵马在成都的时候 得到了大批物资赠送 这会儿每个人都穿上了厚厚的衣服 这才能够顶着风继续向前 但即使如此 路途艰苦的程度也超过了他们的想象 还要多久才到渔夫 吕代换来一名士族问道 还需一个时辰 吕代叹了口气 他虽然体格健壮 毕竟不年轻了 这会儿已经疲惫异常 可远处蜿蜿的山路 就像时段时练的细线 根本看不到尽头在哪里 第612章 滋生 眼看吕代脚下虚软 一名小孝 连忙伸出手臂 扶一扶吕代 吕代拍了拍他的肩膀 问道 鲁孝位在何处 这小孝名叫松昌 原是吕代在任吴俊俊成时的手下 其家世代为小丽 本人颇有壮勇 后来 吕代转任于姚长 招募金剑千人 松昌前往投奔 历任使长 督博 松姓出自狼牙 泰山 但松昌这一志流落江左 应该已经有好几世了 他的面旁依稀有阅人特征 应当是祖上和山岳通婚的缘故 吕代的部下中 有很多山岳人 松昌所领之一步 由其清洁善走 故而吕代代之如子之 引之为护从 听吕代询问 松昌道 鲁孝位累得很了 正在后头一处谷地休息 他让我带话给将军说 此时韩良庆夫 将士们跋涉出汗 容易生病 是否可以让将士们暂时休息 待避过这阵大风再走 吕代和鲁肃 都是邪宗族子弟 从江北迁徙到南方的 彼此甚是熟人 鲁肃让人带话 也不顾忌 也好 吕代想了想 对松昌道 你再辛苦一成 往前头通知引孝位 让他也找个避风歇脚之所 让将士休息 引孝位乃是吕代的副将影翼 因为辖江道路艰险 吕代部下的三千人 分坐前中后 三队鱼贯而行 再算上资重和矗力 队伍足足绵延十余里 松昌应命而去 吕代另外换了部下来 令他们张开占卜挡风 再检视枯枝 往崖壁下方凹陷出生火 因为队伍拉得太长 传令不变 原本很轻易地安排 这时候 须得士族往来通报 时不时地闹出些乱七八糟的繁星事 有几名军官耐不住性子 贺骂的声音老远 就能听到 但吕代持着墓障 站在原地 徐徐吩咐 一点也不急躁 也无韵色 带到所有的将士们都安顿下来 他才转身去寻鲁肃 鲁肃正披着沾毯 靠在一株老树下闭目休息 吕代就在他身旁落座 这两人都是大祖子弟 虽然转为五职 如风游在 他们一旦坐下 左右护丛们便不敢打扰 各自散开 烤火或者吃些干粮 这个位置正在两面崖壁掩护之下 恰好避风 所以裸露在外的面旁和手上 就没有那种仿佛镰刀割破皮肤的刺痛感 使人能够稍稍舒适一些 而寒风携带着水汽 就从崖壁的缝隙间掠过 发出呜呜的怪响 偶尔还带来深山间猿猴 和猛兽的呼啸之声 过了会儿 鲁肃依旧闭着眼睛 随口问道 定公 你的水袋还在吗 屡带解下腰间的水袋递过去 鲁肃随手解开皮涛 咕咚咕咚猛喝了几口 然后被凉水击得打了个哆嗦 这季节山泉枯竭 取水不易 偏偏鲁肃体格壮硕 重量很大 他翻山越岭走了半天 喝空了两袋子的水 若不是屡带过来 他嗓子里只怕已经冒出了烟 一名鲁肃的护丛 正攀着斜坡的树木 往脚下山谷的间的溪流去挤水 溪流也大都干涸了 露出河道中央 摧微森然的大片怪石 石头与石头之间寸草不生 远远看去 灰黑或灰白成片 在远处的辖江聚贺间 大江的水量 也与素日下游所见不同 河道的宽度 只剩下春夏涨水时的一半 河道两边 露出被波浪千百年 不断冲刷处的沟槽 还隐约有搁浅或触礁碎裂的船只遗迹 与辖江两畔的崇山峻岭相比 这些破碎的船只 好像只有指甲盖大小 而穿行在高处道路的江东人马 更如沙力般微不足道 昔日魁潇浅王源聚守龙底 号称以玩泥东风寒谷 而一周显赛又远过龙底 屡带感慨地道 如非亲眼所见 真不敢想象 世间竟有此等天域之地 顿了顿 他又道 怪不得 昔日高祖殷之已成帝业 这句话 据说是当日诸葛亮 为玄德公出谋划策时说的 当日 玄德公局处于心野 兵威将寡 朝不保夕 诸葛亮就为他设下 跨有精益的方略 这份眼光 气魄 鲁肃和屡带 巨都钦佩 而玄德公其与齐驱颠配 百折不挠 族能言有大舟 成顶族之事 这份英雄气宇 鲁肃和屡带也都尊崇 但他二人始于吴侯 或为复兴 或为公骨 对玄德公的尊崇 落到天下大势 落到吴侯的江东地业 又让他们发自内心的戒备 鲁肃更是当即长叹一生 他素有壮杰 好为奇迹 十余年前 他拒绝刘烨的建议 东渡大江去见吴侯时 就向吴侯提出 当借着北方乱局 挥军向西 近战大江以南 再向北争夺天下 鲁肃与周瑜二人 巨都竭力推进此谋划 吴侯这才不断发兵攻打荆州 这才有了后来周郎 为南郡太守之事 然而谁能想到最终局面 会变成这样 周郎既然离世 江东就再也没有 能统合诸将决死作战的率财 而原本仰赖吴侯鼻息的刘备 只用了区区三年 就深入一周 夺取了这片卧野千里的帝王基业 鲁肃下意识地捏紧了水袋 水从袋口鼓鼓流出 将他的袍袖打湿了 紫禁 吕带唤了他一声 鲁肃笑了笑 青松地道 江东 京义 乃至梁州 各有其足以倚仗的地利 义州固然有险 梁龙之地 何尝不是千山万鹤 更兼枪帝一族 无穷无尽 马超巨子与曹军争衡 至于我江东 有长江 郡山 险塞 沧海 何尝不是京城汤池呢 定供你是日常看惯了 所以反而不当回事 或许吧 吕带也笑了 拍了拍自己的额头 然则 这几个月里所见到的 壮阔群山险阻 确实和江东大有不同呀 鲁肃默然扮赏 微微汉手 两人身在军中 有些话不用说得太明白 吕带所说的 其实并不专指地理 对他形成震慑的 更有荆州军 义州军在汉中与曹军的 大战情形 玄德公对待江东之江 甚是客气 除了鲁肃 吕带常常随时以外 部署们通常都在后方 负责些转运粮末物资的工作 而在吕带眼中 玄德公一声令下 千万人为之赴死 其惨烈激抗 着实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荆州军固然推风必进 劝率士卒 筋骨震天 欢声动骨 义州军也同样兵分实陆 整日整寻整月 不休地猛攻曹军迎磊 不计死伤 血战攻坚 此等猛烈势头 吕带极少能在江东将士身上看到 是因为义州人 荆州人的性格比 依附于吴侯的扬州豪族 怀思旧部更凶猛吗 自然不是 是因为黄中等将 就比将左虎臣们高出一筹吗 那也未必 吕带非常清楚 这是因为 玄德公对部下的控制力超过吴侯 是因为左将军府 自上而下的遵循 汉家制度统一管理 其如必实质之处 远远超过阴帝制宜 而成的江东政权 此前 双方虽是盟友 彼此往来并不亲密 江东又自视赤壁之胜 哪怕后来在荆州吃过亏 也始终保持着对自身的信心 但如屡带这般 切切实实地 深入到曹刘之间的战场 看过真正的恶战以后 他对吴侯的忠诚自不动摇 对江东帝业的信心 也不动摇 但在此之外 却有难以持续的某种考量 在心中暗暗滋生出来 第613章 有鬼 又过了好一会儿 鲁肃曼吞吞的道 此前我在汉中听到传言说 曹公近来广前使节 奔走于各地 吕带点了点头 有封拜梁州 马超为贾梁公 安息将军的 有封拜刘继玉为蜀公 镇南将军 一周目的 还有往江东去 侧封孙将军为吴公 镇东将军 京 阳二周目 并督焦州军事 又听说 孙将军以兵礼接待使节 但不接见 那么 定公 对此 你有什么看法 曹公的这番操作 伪实为历代所无 而这种超乎常规的动作 又确实为所有人都想象不到 仿佛巨石落水 激起千虫浪头 鲁肃身在汉中 也感觉得到 左将军大司马府内的沸沸扬扬 当时甚至有人提出 若吴侯接受吴公之风 便是公然违背白马之谋 是逆贼无疑 更何况 他还想到荆州木 为此 应当立即扣留鲁肃 吕黛等人 并及江东派来的三千人马 向江东施加压力 小玉行事 以免自误 可随即又有人反问说 如果以此来确定逆贼 那梁州那边 直接就任的马孟起 又如何 以内斯的形势 荒唐无济 你敢骂他是逆贼 信不信 明天他就和曹操联合 并力向南 再怎么说 孙权 马超是盟友 国贼只是曹操 何必做那些 轻痛愁快的事呢 还有种种议论 具体鲁肃 已记不得许多 最终玄德公拍板 照旧宋鲁肃等 折返江东 可以知道鲁肃等人 收拾整齐登上归城 玄德公都并未召见送行 只派了陪同鲁肃入属的 掌军中郎将董和等人 设宴相送 想必 玄德公本人 对这微妙局面 也头痛得很吧 他既不知该怎么面对吴侯 也不知该对鲁肃说什么 鲁肃自己 也是折冲尊祖的能手 自然明白其中的道理 然则 只此四海板荡之时 玄德公有玄德公的道理 吴侯也有吴侯的道理 鲁肃现在想问的 便是吕代既为人下属 在这局面之中 是不是有为人 下属的建议和道理 听得鲁肃问起 吕代露出私存的神色 过了半晌 他站起身来 向左近的护丛们挥挥手 我与鲁肃为商议机密 你们退开 是 护丛们连忙站得远些 吕代王复走了两圈 才到 当今自从黄金之乱后 这天下势若顶沸 龙蛇分歧 不知多少人 意图逐鹿 问鼎 然而数十年下来 真正还有这能力的英雄 无非孙将军 曹公和玄德公 哦 梁州马超英勇善战 左拥枪低支柱 竟不在其中吗 此人永明变转海内 本以为他是英雄 但他竟然毫不犹豫地 接下梁公之后 我看他不仅生性梁伯 而且短视无谋 定公所想 正与我暗合 请继续 至于曹公和玄德公 都是当代的枭雄 曹公这些举措的目的 玄德公后继又会如何应对 不是我区区一个 钟郎将所能智慧脏腹 吕代谦逊两句 继续道 但我可以确认 曹公此举 固然大出于玄德公的意外 既有崩解反曹联盟之事 玄德公也自有手段 足以应付曹公 此境 我以为 扣留许都使者的做法非常好 玄德公要应对曹公 就得主动替我们想出解决的办法 我们只消安心坐等 置不济 那便受了无功之位 难道刘备还敢翻脸 果然到了那程度 只怕孙刘联盟该怎么维系 就成了问题 鲁肃不禁失笑 他又道 不过 诚如定公所说 这是 玄德公会比吴侯更加操心才对 所以 我们的确不必着急 然则 眼下这般的局面 我们除了坐等 就没有别的应对 吕带应声道 想要参与争夺天下 首先得自强实力 玄德公所以能挥剑与曹军对决 仰赖的是惊艺二周之中 与之相比 我江东虽也距地数千里 带甲数十万 却未免稍稍逊色 以我看来 此时曹公全力对付刘备 与我们缓和 而玄德公要拉拢我们于联盟之中 也避会幽容 那么 我们便乘此良机 夺下焦州 焦州 鲁肃愕然 他是真没想到 吕带把话题猛撇到了数千里外 焦州那地方 虽系魏陀旧至 有富山带海之力 多海岛高于之地 可终究远在岭南 真真是天涯海角 此前 吴侯曾有意 潜不至平定焦州 但后来 因为荆州 江淮两地多有战士 每次都动用大军 这时就一直耽搁了下来 若不是吕带提起 鲁肃都快忘了 还曾有过这桩图谋 见鲁肃稍稍吃惊 吕带道 子敬 我们入蜀时 见过玄德公麾下的一都太守 奋威将军雷远 你觉得 这雷远如何 此人先后击败了 成老将军和吕子明 又破得甘心霸投降 真是少年英锐 善战豪杰 骑士如猛虎盘踞辖江 少说也是清徐脏霸一流人物 我曾打探过 此人之所以善战 靠的是不取萧瑞 假谢金良 之所以不取萧瑞 假谢金良 是因为他在乐乡设一大事 向中原 河北贩卖西角 象牙 戴帽 朱姬乃至银 铜 果 不知鼠 以此得到巨额的利益 充实自家布取 而这些西角 象牙 戴帽 朱姬乃至银 铜 果 不知鼠 莫非焦州所出 吕戴加重于气道 由此可见 焦州真非荒芜之地 而有实实在在的利益产出 既然眼下江淮 荆州无事 吴侯应当尽快拿下焦州 鲁肃故作不解 听说 苍吴太守无惧与玄德公有救 双方早有往来 若我们谋取焦州 会不会和玄德公产生冲突 有损于孙流联盟呢 吕戴在鲁肃面前站定 稍俯下身子 一字一顿地道 如今天下三分 视若顶足 已非昔日赤壁战前的局势了 以紫禁的明智 想来不至于拘泥 此前那么多的委婉掩饰 直到这一句 才是最重要的 鲁肃满意地起身 因我当年周旋于荆州 提出把南郡转交给玄德公的缘故 江东文武 多有认为我清静刘备的 其实 天下大势的权衡博弈 唯图实际利益 哪有一定之规呢 丁公 你的意思 我明白了 你我都是渡江南来之人 以后还需彼此扶助 共为吴侯筹谋大业 两人四目相投 正在微笑 胡听地对列远处 那座由一都太守浅兵 坐镇的于父关爱方向 有阵阵骨脚之声大作 在崇山峻岭中 发出了隆隆回响 怎么回事啊 这声音尚在十余里开外 但两人心中有鬼 巨都吃了一惊 第614章 迎后 此前 曹公是强 孙刘两家遂结盟相抗 但如今 天下建成三分 眼瞅着刘备的势力膨胀至此 江东文武 难免心头不悦 更有不少人想到 赤壁以后 多番兴师动众 而一无所得 甚至还曾与刘备军事对抗 以致损兵折将 毫无疑问 这些失败 已经影响到了吴侯的威望 进而也动摇了吴侯 对军中诸将的掌控 鲁肃和吕黛身在一周 也听说了江东十万之军 再度围攻合肥 却遭张辽八百人所败 金锐死伤惨重 连自己的性命都几乎不保 换作不支兵的庸人 或者因此而小看江东 或者蔑氏吴侯的军事才能 但鲁肃和吕黛都明白 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真正与孙氏一体同心 由同周涉海的亲信武将们 竟来连连凋零 自从周郎 黄盖先后病亡 城普战死于公安 周太死于金满袭击 江东的军队 正越来越多地落到那些 只图自保家门的门法手中 这样的军队 根本打不了硬仗 也不愿承担艰苦的作战职责 这时候 许都朝廷前使加封 一定会满足某些人的愿望 这时候 吴侯身边 定有人以种种理由劝说 希望吴侯顺理成章 敬畏为公 并借此机会 从曹 孙两家的对抗局面中 解脱出来 对这些人来说 此举正可以满足他们的希望 但对吴侯本人 或者江东政权来说 这是蜀目寸光之举 想要顶足江东 以观天下之幸 前提是 你得保证自己是一根坚固的顶足 足以支撑三分之一的天下 而想要稳固顶足的地位 就得为江东不断攫取实际利益 而不能随风飘摇 受人利用 对此 鲁肃有绝对的信心 他知道 吴侯一定不会上这个当 当然 借此机会 从左将军这里捞些好处 也无不可 不管怎么说 玄德公以反曹星汉为号召 他须于都离不得孙流联盟 这就是吕代所说 只削作等玄德公想出办法 开出架码来 问题是 于复方向的鼓声 号角 所谓何来 吕代情不自禁地 向山道方向紧走两步 警惕地张望 当他站到开阔处时 那鼓声和号角声便愈发清晰了 这是在调兵 于复方向在调兵 听了一会儿 他转回头 对鲁肃道 你听这此起彼伏 他们集合的兵力规模不小 这 这恐怕不是寻常调动 吕代这一支客军 在京义腹地行进 沿途自然有官吏负责接待 甚至有当地郡县兵陪同 便如前几日经过取忍的时候 取忍常舞阳 清领县兵百人陪着 在辖江间走了两百多里 直到昨天进入于复县境 他们才告辞 然则 于复县这里的官吏们 不动则已 一动就闹得这么大吗 鲁肃皱着眉头站起 他与吕代对视一眼 都担心发生了什么变故 他们很明白 随着政权规模扩大 内部总有各种各样的声音 有各种各样 甚至彼此冲突的利益需求 无论曹氏 孙氏和刘氏 都无法避免 鲁肃能确定 吴侯的英明睿智 却不能阻碍吴侯麾下 许多人为了蜈公的尊号 热血沸腾 鲁肃相信 玄德公一定需要孙刘联盟 可玄德公的势力 膨胀到这个地步 谁又敢说 其中 没有人想要重定孙刘联盟 或者借此机会压制吴侯呢 万一有人怂恿了玄德公 或者自家擅作主张 以声势端 以辖江间地势之崎岖绝显 只削把道路两头截断 擒拿己方这三千人 简直易如反掌 一阵冷风吹来 鲁肃才发觉自己 不知何时出了一身汗 汗水摆意上浸透 一时变得冰冷 有护从问道 是否让将士们截阵 鲁肃看了屡带一眼 用平稳的语气道 眼下还不至于副方向 为何惊动 辖江间多的是蚂蚁肿落 听说常与守军冲突 若蚂蚁有什么异动 我们却松散无备 恐怕遭人笑话 他的意思是 哪怕戒备无用 也得戒备 就算之后确定无事 便以防备蚂蚁为借口 并不尴尬 吕黛汉手称氏 虽然情势混沌 吕黛身为吴侯 近年来大力提拔的将材 面上毫无惊慌之色 他已经盘算过了 此刻深处的道路 实在狭窄难行 队伍延展到这种程度 很难如常集合 而前队距离于赴县城 所在的开阔地步远 一旦调度转向 稍稍控制不好 就会被敌人锁成 倒不如让前队就地稳住 而自己领着手中的机动力量 快速增援向前 于是他换来传令兵们 用缓慢镇定的语调道 前方古号 恐有敌人来袭 前中后三队各自戒备 各部取长 独博各居本位 妄动 妄语者 扰乱队列者皆斩 他又指了 只刚折返回来不久的 得力部下松昌 你不多携弓箭 兵甲 随我和鲁校尉到前方去查看 是 这时候 护从千来战马 鲁肃 吕带飞身上马 扬边而行 此段山路如此高险 鲁肃 吕带本来都牵马不行 不敢随意纵棋 好在他们所骑成的战马 都是玄德公专门赠送的 据说 阶子枪低中来 惯能奔走险峻山路 这时候 两人催马急行 战马便大步奔走 有时候 道路前方将士尚未散开 战马不带骑士呼喝 便直接踏上道路边缘 高低不平的岩石 仿佛在云端飞行 马蹄踩踏的路边碎石 哗啦啦地坠下 道路侧面的微崖 鲁肃 履带二人全没注意到 而紧跟在他们身后的 中军精锐们 反倒连连惊呼 奔了一阵子 忽然听见 从道路东边传来 几匹马的紧迫提声 迅速临近 鲁肃便乐停战马 向那处注目等候 片刻之后 一对骑士匆匆赶到 为首一人 竟是负责 统带前队的影翼 鲁肃迎了上去 两队人停在山路上 这时候 恰有一阵冰冷的湿气 从对面山巅扑下来 仿佛棒着马头涌过 战马不安地打了个响鼻 四踢频繁在地面乱踏 鲁肃顾不得安抚马匹 陈生问道 前方如何 隐意面色古怪 鱼腹西面 接连山道之处 有片开阔地 方圆二十余里 此刻有一只兵马 正在开阔处列阵射营 但并未有作战准备 我潜然问过了 说是奋威将军雷远 赵德将军简雍领兵在此 专位迎候我等 另外 还有一桩极大的好事 须得当面通报 雷远 简雍 鲁肃稍稍松了口气 随即犹豫问道 这两人凑到一起 专位迎候我等 极大的好事 吕带想了想 全没有头绪 第615章 报喜 此前 鲁肃 吕带二人离开汉中的时候 玄德公本人并未相送 直前掌军中郎将董和出面 这姿态里的韵意甚是微妙 在鲁肃看来 既表示了对吴侯荣流许多使者的疑虑 恐怕还表示了对奋威将军雷远 被吴侯直接顶到一线苦战的不满 最后 还隐约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气派 仿佛是在提醒鲁肃 刘备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求救于孙将军的刘备了 进入蜀地后 鲁肃本想往成都去拜望孔明 也未得允许 一行人跟着向导 直接从白水 浪中 电江 八郡这么一线下来了 谁能想到 待到抵达渔复 即将离开益州的时候 竟能得到雷远和简庸两人隆重迎候 此前吕带说起雷远 鲁肃说 此人乃清徐脏霸一流人物 其实他是不想随意抬高荆州重将 惰己方的志气 这雷远以数千之重 东征西逃 在益州破马超 在江淮擒桌下侯敦 乃是当惊天下风头最近的年轻武人 其威声既有直逼关羽之事 而简庸则是刘备的顾交旧友 他虽只顶着一个昭德将军的名头 而无实际直思 可但凡与刘备势力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 此人在外交场合 便等若是玄德公的替身 他既出面 几乎与玄德公亲自出面一般无二 这两人一起出现 那可真是相当隆重 这一来 此前所受的冷遇 似乎都算不了什么 履带决断很快 当即道 先让将士们解除戒备 莫要让人看了笑话 再让中 后两队换上捷径戎服 打起精神行军 另外 中军的两个曲 暂且不要松懈 鲁肃点了点头 招手换来护从 我的从马上头 有两个坛子 是在八郡买的举将酒 你去拿来 若果然有什么 值得庆贺的喜事 可以请雷续之 简线和尝一尝 护从很快就策马来回 鲁肃将两个坛子 挂在马鞍边上 与履带一起向前 他们距离于腹不是很远 大约七八里低 因为山路起伏 不行的话 大概得走上大半个时辰 骑马的话快一些 但因为担心战马失体 也不能太快 大约一刻钟后 他们越过几方的前队 这时候 前方视线渐渐开阔 道路也不似原来那么蜿蜒 便见到几名骑士 正乐马停住 像是在迎候客人 鲁肃见这几名骑士 巨多飘悍 为首一个年轻人 更是身材高大 相貌英俊 身上的甲骤格外精良 料来不是常人 于是他策马向前行礼 扬声道 前头可是续之将军的部下吗 我便是汉昌太守 暂军校尉鲁肃 这位乃是招姓中郎将 那年轻骑士回礼道 奋威将军麾下 校尉马带 见过鲁太守 吕将军 我家将军和献和先生 已经等候两位多时了 鲁肃听他口音不似南方人 想了一想 连忙又问 足下便是情或夏侯原让的马伯瞻 久仰 久仰了 这骑士正是马带 他点头向鲁肃微笑示意 露出满嘴白牙 随即抬手相迎 鲁太守 吕将军 请 这段时间以来 雷远的功勋渐渐传扬 威名渐渐为世人所知 他部下将校的名字也开始跃出一都郡的范围 鲁肃作为江东在荆州方面的支柱人物 自然格外注意些 心腹重疆如郭靖 年少勇猛如丁凤 这他早就听说过 但这段时间以来 他在汉中时 常听到的却是马带马伯瞻 据说 他本是梁州马超的左膀右臂 在巴西战败后 死战断后 历尽被擒 以他的身份 本可以在玄德公帐下谋义军职 但这人也是有趣 他领着数百梁州骑士 就此跟着雷远作战 生情下侯敦 便是他的功劳 雷远自江淮返回后 向汉中发来的旭工文书中 马带位在前列 而此刻身在梁州的马超 却似乎完全忘记了 自己还有这么一位从弟 有人因此说 马超的父亲 族人都在夜城 亲近地从地在荆州 这明摆着 是狡兔三窟之举 足见此人 虽然看起来疯得肆无忌惮 其实心里明镜也色 这时候 鲁肃跟在马带身侧 忍不住接连去了他好几眼 见他身材雄健 英气逼人 侧马的姿态动作更是利落 有时候跨越道路起伏或狭窄处 鲁肃等人不得不小心恶马 而马带却如履平地 全不在意 果然不愧为梁州削将 江东自不少英勇之江 可是像这样 能够纵旗突击的马上英杰 着实无有 鲁肃忍不住问道 令兄马孟起 如今贵为贾梁宫 安息将军 统霞扶风马 是历代活跃的梁笼故地 而博瞻道 很适应霞将间的山水 大概近来因此询问的人很多 马带转过头看看鲁肃 此牙笑了笑 好男儿带刀侧马 哪里不能去的 至于霞将间的山水 我倒是不介意 留在此地 是因为 与我家将军 一起相投而已 鲁肃连连点头 我与旭之将军 此前见过的 也只有英锐如序之将军 才能与博瞻 这样的豪杰义气相投 哈哈 两人对打几句的功夫 眼前又有一支棋队 奔来迎候 这便不是哪名部将出面了 当先两人 一名英伟的大将 一名气度俨然的文臣 可不正是雷远和简庸 卫士尊重 鲁肃和吕带 两人主动下了坐骑 牵马而行 对面雷远和简庸健壮 也下得马来 双方步行靠拢 紧走几步 彼此寒暄 雷远与鲁肃 屡带都是见过的 当下雷远向鲁肃 半真半假地抱怨说 足下让我去江淮 还以为能衣锦还乡 稍稍炫耀 没想到 吴侯用人甚是努力 逼得区区客 将沿途厮杀苦战 部署折损无数 鲁肃指得苦叹 不知该怎么回答 他在赤壁前后 与玄德公往来甚多 所以也很熟悉简庸 这时候连忙打岔 转而去问简庸 献和先生 何以在此 莫非是在荆州 有什么公务 沿江折返吗 江畔道路 就指南北两条 但江南的陆比江北 这段更加崎岖难行 少有官吏 公务往来 简庸若是从汉中 或成都出发 当走北段 便不至于赶到 鲁肃等人前头 所以他才这么问 然而 简庸笑着答道 飞也飞也 我有一桩紧急的事物 先从成都到汉中 知道紫敬已经离开 故而又奉我家主公之命 乘坐小舟 昼夜兼程追赶 到了渔赋 才知道 已经赶在了紫敬的前头 何等公务 竟这么劳烦献和 你若有事 只消一道书信 我在汉昌便应命而来了 鲁肃也笑 他端向了简庸的面色 又道 献和满面红光 精神焕发 看来 你说的公务 是一桩好事 确实好事 而且还是关孙刘两家 先得当面通报紫禁 然后还得去江东一行 简庸答道 哦 是什么事 简庸微笑道 孙夫人有孕了 我家主公 令我前往江东报喜 第616章 主张 什么 最先表示惊讶的 居然是雷远 他的惊讶 使得鲁肃和吕戴 愈加惊讶了 都知道 简庸性格有些不羁 又爱滑稽 原来连自家阵营的高官 也这么玩笑吗 这位献和先生 是存心要憋着让大家惊讶吗 还是他与雷远谈好了 两人一搭一荡地作戏 雷远是真不知道 这一阵子 他都忙着拆分布取 借着奖励军功的由头 将大批将士和他们的家人 亲属 都剥离义富民的身份 转为自己掌握土地的小地主 和自耕农 但拆分的目的 是使这些人成为雷远 深入掌控宜都郡的触角 可不是要使原本紧密结合的 卢江雷氏义富民众分崩离析 更不是让这些小地主转 接连地方相毫 内外勾结 为此 最有效的办法是 趁着农闲 通过礼 设的组织带动民众 大范围地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 进而通过建设 来强化郡府的管理体系 这一年冬季 宜都郡动用的人手 比去年还要多得多 考虑到曹留两家在荆州 都已经精疲力竭 短时间内 没有在新大战的可能 所以各种围囤 堡垒之类的军事设施 暂时不用考虑 而道路建设在去年 已经颇见成效 所以这段时间 宜都郡上下的官吏们 将绝大部分的精力 都摆在水利方面 宜都郡的六个县 四个都处在 辖江深山之间 近于山野荒蛮 哪怕没有近代的桑乱 也根本不存在水利兴修 明明依托大江 可与既深受烙害之苦 秋冬又缺乏稳定的水源 由此导致田地的亩产低下 素 卖产量都约150斤左右 与雷远精心发展的 乐乡县相比 相差有若天壤 乐乡的开发 早于其余各县 这一年获得了丰收 不但最初的庄园主 和自耕农一年来 没有白忙 连带着各家大族手中的产业 比如制造农具的 饲养耕牛的 都连带着获得了大力 到这一波不取将时 分散到其余各县的时候 凭借来自乐乡的粮食 和牛马处理 雷远便组织了 更大规模的劳动力 军民百姓们为了自家的田地 迸发出了巨大的劳作热情 他们修整河道 加固堤坝 开辟宴堂和分流河渠 增建龙骨水车 与此同时 从深山中出来投靠的八蛮 金蛮也越来越多了 好在护金蛮校尉下属的官吏们 对此早有充分预案 去年底就专设了部门 用来督领各部蛮夷 既发挥这些劳动力的作用 也协调与诸多酋长 瞿帅的关系 正当雷远忙得脚步点地 就在前日清晨 简庸青州 直放一道城囚建 他并不说其此来缘由 只出示了左将军大司马府的福信 要求雷远调动人马 陪同即将到来的旅带锁部东下 雷远锁部此刻大都分散 只有马带锁部随时可以行动 雷远便领着马带等人 一路向东 沿途又召集 辖江各地引领的镇术兵马 到于傅仲镇集兵以待 本以为不过是一次护送任务 便如此前护送屡带锁部入属一般 谁能想到 临到双方见面 简庸爆出这么一个大料来 雷远自己得子不久 于是下意识地算了算十日 看来从孙夫人入属 到京义大军出兵汉中之间的短短两个月里 玄德公他老人家 无论军国大政还是家务士 都一点也没有割下 不愧是纵横南北的豪杰人物 虽然年过半百 精力之强不逊色于年轻人 想到这里 他又摇了摇头 觉得不够恭敬 再看简庸 正哈哈大笑 得意得很 而鲁肃和吕黛也拒斗大喜 鲁肃居然随行带有两滩子酒 这时候 他兴冲冲地拍开一滩 自己先咕咚咚喝了两口 再给简庸 简庸喝了两口 交给吕黛 吕黛先不盲饮 端着酒坛向雷远示意 蓄之 情 雷远不善饮酒 众人皆知 但这确实是喜事 当下不能推辞 端起酒坛 浅尝辙止 这些还不够 鲁肃接过酒坛 向简庸笑道 献和先生 你既然认了这桩喜事 咱们不得好好庆祝一番才是 当代群雄纷争 彼此间的亲戚关联 并不妨碍 互相杀的你死我活 比如昔日 元曹同盟时 曹公为子曹整营 娶了元坛的女儿 后来 他要拉拢孙氏 又为子曹张娶了孙权的堂兄 豫章太守孙奔的女儿 甚至在玄德公麾下 张妃之妻夏侯氏 便是夏侯渊的侄女 也没见皇忠在汉中挥刀时 有过半点犹豫 但这些亲戚关联 到底还比较偏远些 当日孙流联盟 玄德公可是本人亲往金口 迎娶了吴侯的亲妹 而孙氏夫人一旦产子 玄德公的嫡子 便是吴侯的嫡亲外甥 此前玄德公数十年戎马空总 几乎很少有在一地 稳定居住的十日 动辄兵败逃亡 其间最狼狈实属桑敌士 就连子女都不能保存 到他客居新叶时 年近半百而无后四 这才收养了罗侯寇氏的 后裔寇封为义子 改名为刘峰 再后来 妾氏甘夫人又生义子 便是刘善 因为刘峰英武善战 而刘善乃是数子的缘故 早前部署们 曾将两人并称为公子 以至于刘峰至今 对玄德宫四子的地位 还有所期待 但刘善毕竟是 玄德宫的血脉 随着他渐渐长大 越来越多人 便将之视为四子 但如果孙夫人产子 刘峰和刘善的地位 其实都不能与之相比 而这位嫡子 在孙刘两家之间的 巨大作用 更难以估量 玄德宫当然不是皇帝 但他身为帝氏之咒 又长经义两周的大政 其威权即可比拟帝王了 有汉以来 帝氏极重外戚 不知多少皇帝 太后仰赖外戚的力量 以治理朝堂 不知多少外戚 出任执掌政权的丞相 大将军 远的那些不去说他 临帝时的大将军何敬 内戒原旧之姿 外具辅政之权 独揽朝中大权 他的出身 不过一屠户罢了 那么 当这位嫡子继位的时候 吴侯作为拥有 强大实力的旧家在外 孙夫人作为生母在内 他们对刘氏政权的影响 利会大到什么地步 当日 吴侯嫁妹与玄德公 鲁肃作为重要的谋臣 全程参与其间 他知道当初吴侯的想法 是将刘备约束在江东 而由周郎出面驱使官 张等将征讨 带到刘备故去 其嫡子又是吴侯的外甥 于是 金南的军政力量 便可以顺理成章地 归入江东 只不过 后来 玄德公居然说动了吴侯 脱身回到金南 最初的美好计划 便落空了 此后 玄德公一度将孙夫人 安置在禅林独居 而不断加强 刘善作为四子的地位 便是应对 就此内幕 吴侯和他的亲密谋士们 都很清楚 而玄德公方面的 亲信群臣们 也都很明白 所以 鲁肃才会这么问 而简佣心知 他问的看似 是玄德公在庆祝上的安排 实际是在试探 玄德公对这个未出生的孩儿 究竟是什么态度 当下简佣愈发的笑容可举了 主公令我往江东报喜 还特意吩咐道 果然 但下离儿以后 该如何庆祝 须得问过吴侯的主张 鲁肃固然心细 简佣也是极其擅长 言辞分寸的老狐狸 既要往江东去 早就做足了准备 他这般回答 意思便是 玄德公该如何对待孙夫人的孩儿 取决于孙刘两家的联盟 取决于吴侯对联盟的态度 第617章 传授 鲁肃继续大笑 他是赤壁战时 最早提出孙刘联盟的江东谋士 素来被认为亲近玄德公又有宽厚之名 这时候 只做听不出其中含义 简佣也拿他没有办法 只不过这样笑了一阵 腮帮子生疼 不仅脸疼 他的心里也揪得慌 适才他和吕带谈论 都到现在难题在玄德公方面 而吴侯可以安然坐等玄德公的决断 权衡潮流两家提出的方案 扩取其中的实际利益 然而 玄德公忽然来了这么一手 看似与许多使者全部相干 实则是将难题重新踢回了江东 而且他还遣了简佣专门走一趟 等若把这难题高高捧着 先给江东的所有人看 再硬生生踢回吴侯的脸上 不愧是玄德公 此军外侍天下以仁厚 其实精通百合权变的手段 谁也别想轻易占他的上风 吴侯所重视的 从来都是实际利益 可曹流两家 尽一丁点实际利益都不给 曹公这边策动许多使者南下 至少还拿出吴公和扬周牧 金周牧的职位 而玄德公呢 他只说一句 我夫人怀孕了 就迫得江东左右为难 简佣一到江东 江东就会乱成一团 鲁肃对此确定无疑 江东政权 本质上是孙氏 怀四五人和江东大族三方的联合 孙讨匿在时 前两者势力强盛 而江东大族处在被支配 被压制的地位 然而 吴侯继位 局势就不断地变化了 周廊以下 诸多重江日渐凋零 纵有吴侯竭力提拔新任 可大家没有战绩 怀四五人的力量便在衰弱 而孙氏宗族势力 也种种状况频出 有庐陵太守孙府内通曹操 有定五中郎江孙后 试图夺权 有丹阳太守孙义 卢江太守孙和 先后被刺杀 这样一来 江东大族所占据的 军政职位越来越多 他们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这些江东大族 哪有什么宏图 远至可言 他们所想的 从来就是尽可能维持 原有的生活 扩张宗族的势力 等到天下平定以后 靠着自家在地方的根深蒂固 迎接新朝朝安 至于新朝是姓孙 姓曹还是姓刘 那都没差 既如此 这些人物对外扩张 妾如鼠 讨伐山月猛如虎 稍有风吹早动 一个个都希望把吴侯 推出去做掩护 而给自己攫取利益的空间 便如此刻 鲁肃有些悲哀地想到 那些怂恿吴侯 冒天下之大不韦 接受无功封号的人 未必考虑这封号 对吴侯的利弊 而是因为 一旦吴侯称功 则水涨船高 下属的无数官员 宗族 都会获得更多的田地和复刻 奴隶 而建议吴侯拒绝许多的封赠 全力维护孙流联盟的人 也谈不上什么志向 只不过 希望日后吴侯发挥其外戚地位时 而他们这些人 可以依附着 这位外戚大将军 飞黄腾达 靠简庸的嘴皮子功夫 所到之处 都会让人为了这美好未来而激动 于是 他们会与支持许多使者的人争执 他们会在建业朝堂上彼此功劫 为的全都是宗族门户的私利 与孙氏政权的未来 其实并无关系 吴侯的志向 岂止区区无功 岂止区区外戚重臣 偏偏吴侯还得用他们 哄着他们 有些时候 甚至到了委屈求权的地步 到这时候 最终如何选择 已经不重要了 那么多人在两家使者之间 犹疑 就像是为了耳食而激动的拳类 吴侯却要仰仗他们 这情形一旦出现 吴侯便已经落了下风 于是 己方能做的选择 可获得的利益都很有限了 鲁肃满脸笑容 继续与简庸对答 仿佛挚友相逢 而他的手掌 紧紧地握着腰间的剑柄 手背上几乎爆出了青筋 在他内心深处 有个声音 对自己不断地大吼道 吴侯之志 岂在割据 而鼎族之士 又怎是靠他人恩赐得来的 如吴侯这样的大丈夫 当以江东为基 成帝王之夜 纵然一时隐忍待时 终究要奋力拼搏 才能与天下英雄决意雌雄 耳畔 简庸仍在谈笑风生 妙语如珠 好像他真的就只是 往江东去报喜之人 这已经不是简庸第一次报喜了 上一次是两年前 当周郎都领水军住在八丘 与玄德公所部争夺荆州的时候 便是简县和从公安来报喜 那回他说什么 成老将军所部 因为风急浪高 数千人连船带人飘到了公安城下 被荆州军收容 结果 周郎被这喜讯气得 勃然狂怒 不久病亡 此人不过是玄德公麾下 一名耍弄唇舌的进尘 靠着玄德公的威势 口舌尽如历刃般 令人畏惧 想到这里 鲁肃忽然又有些庆幸 好在曹公 玄德公这样的英雄 都已经老迈 他们纵有再强的威势 再高明的手段 又能维持多久呢 十年 还是二十年 毕竟吴侯年方三巡 就领有江东数千里之地 接下去的数十年里 当曹刘不在 他们一手缔造起的强大政权 又能维持多久呢 鲁肃忍不住胡思乱想 一时竟有些走神 大概简庸说得累了 稍稍休息会儿 耳畔又传来雷远平和的声音 他正在向铝带介绍说 于赴县城已经扩建完毕 可以容纳双方的兵马 不妨在县城休息一日 明日从一道方向有船只过来 大家渡过梅西河 继续向东 鲁肃忽然又想到 玄德公固然已经五旬了 可身体显然壮简 他部下的孔明等人 极致雷旭之这样的将领 都还年少 适才自己的想法未免荒唐 在这时候 被鲁肃恨恨挂念着的刘备 正在南正城外观看军马操练 原本显得荒废的南正外城 这会儿已经休整得很像样子 几处实在没法恢复的坍塌城门 索性都被拆除了 转而使通过城门的道路 变得宽阔许多 道路一直延伸 在尽头有一处夯土雷起的高台 刘备主着长剑 站在高台上眺望 只见天高气爽 原有巍峨群山 竟有滔滔汗水 山水之间雄城矗立 城池前方的开阔地上 无数将士遍野排开 君荣之盛 如火如荼 将士们知起如灵的惊奇灰盖 时有古号之声 贤歌之声 响恶行云 还有些文理打扮的人 奔走往返 纠正着什么 这并非作战时的军政演练 而是某种特定仪式的预言 究竟是什么仪式 通过这个仪式 究竟要达成什么目的 还需要等许多 叶城那边的反应来确定 眼下还不必公之于众 但将士们已经要提前演练 以免到时候出了疏漏 为人所孝 气定神贤站在刘备身后的 依然是赵云 他昨天才从枪中返回 奔行千里 十分辛苦 与他同行的庞统 就直接请了假 说要休息几日 以养元气 而赵云一切照旧 好像根本没有出外这一趟 至于马孟起的反应和承诺 庞同已经专门禀报过了 无需赵云多说 这会儿两人立于高台之上 谈的是另一桩事 子龙 你说的那些 十分有理 但眼前局势如此 不得不稍稍宽纵 以大局为重 至于我身边的重臣 敬臣如有一律 刘备沉默半赏 继续道 子龙 你这阵子非常辛苦 且回成都去休息一阵 阿斗竟来喜爱剑术 闲暇时 你不妨去传授他棘手 就当磨一磨性子 赵云心中微微移动 沉稳地道 遵命 第618章 言传 且不谈孙流联盟之间 会因为这个尚未出生的孩儿 生出多少事端 眼前来说 孙夫人有孕 两家臣子自然欢欣喜悦 鲁肃与吕黛商议过后 额外给将士们放假一日 让大家稍稍歇脚 雷元也通知于副本帝筹措补给 使江东将士们加餐 又提出当晚 设宴招待江东军中将校 两军将士自行在 宜都军兵马列队之处会合 整队 鲁肃 吕黛等将校随着简庸和雷元先行 走着走着 鲁肃回头再看看 他注意到了 这片开阔地的东西两侧 都有正在兴建中的堡垒 堡垒的外表很粗烈 但是看得出来 外墙高后 墙外有壕沟 每两个方向的墙体夹角处 预留了望楼的位置 一座望楼已经造好了 碎石为底座 然后用巨大圆木 往上搭了两层 还有三座望楼暂且缺如 只有几辆 在这碎石的推车停在附近 两座堡垒的出入口 都有军族戒备森严 这些军族应是将官都尉下属 看衣着和装备水平 与雷元的本部精锐 马带锁步骑兵 远远不如 但面色都属红润 站岗放哨时的态度也很严肃 雷元勒马停转 问道 紫禁 你在看什么 鲁肃道 我数月前入蜀 当时也从此到经过 却没见到这些布置 雷元笑道 紫禁 如今今一两周已为一体 而将官为连接两地的要冲 我为将官都尉 不敢不用心啊 鲁肃略一回思 才想起 雷元还有个将官都尉的职务 乃是千里辖江上真正的东道主 看来此军转战江淮期间 对辖江各地的建设经营 毫无有疏忽 而其治政的用心 也一点都不下于治军呢 当下两人闲聊着 再往前去 由这片开阔地起步 一直向东 道路都经过修缮拓宽 不似先前所经那般坎坷 有几段道路 大概是旧址塌不堪应用了 所以干脆经过了重新夯住 新夯住的路面非常坚实 用的是细纱 碎石 粘土 石灰等混合成的材质 路面中央龙高 两侧还有专门开挖的排水沟渠 再走一段路 绕过一片林地 便看见于赋县城 这县城鲁肃年出来过的 他知道 这辖江最险峻部分 绵延七百余里 两岸连山 略无确处 于赋县 则在这段复杂地形间 岸边地势略为平坦 能方便行旅 又可谓肯田耕种的宝地 上古时 此地为雍国的余翼 秦石至县 汉初 此地设置有名为 于官的关卡 用以稽查 往来行旅的扶船 并急磕睡 当时 于官 云官 武官 寒谷 临近这几处 都是天下名官 也是财富所出的重地 直到官武中心以后 撤销将官都位的职能 于赋县 这才慢慢地衰退 但城池毕竟为秦汉旧赛 又经公孙树的营建 规模不小 然而眼前的情形 又让鲁肃吃了一惊 于赋县城 已经被拆除了 在鲁肃眼前 整座城池除了靠北面山坡 靠东面东让水 河畔田姆的两段没动 西 南两面的城墙都被推平了 看样子 是想把整个城池 向西向南延展 扩建到原本的三四倍面积 此时正有上千壮丁如已 忙着平整地面 虽然辖江间气候湿冷 可壮丁们干得汗流加倍 许多人干脆赤着上身忙碌 在大陆北面的一条岔道上 又有一对老弱 端着热气腾腾的水桶 饭盆 正在往城池方向去 给民夫送水送饭 沿路还有小队士族 分散各处 维持秩序 鲁肃和履带不禁对视一眼 这两人都是安熟军政的老手 知道在这深山中大建工程 要消耗多少钱粮物资 之前他们听说 诸葛亮在成都周边 大规模的新修水利 并扩建了景观城 那毕竟是在 一周复兴高渝之地 投入虽大 总有对应的地产出 雷远在辖江间搞这些 有什么意 看来 这雷旭之毕竟年轻 形势如此极静 难免好大喜功 雷远不知两人的心中所想 他策马在前方引领众人 却不在城中停留 而是直接越过城池 继续往东 城池东面十里 就是俗名梅西河的东让水 昔日公孙树占据属地 与东让水西岸开垦稻田 水旗颜茂白徐寝 所产稻米有盛名 而东岸则是瓜仇玉区 也得赞誉 此时田母都已收割了 本来这片地方应当冷清 可东让水沿线 却分明热火朝天 鲁肃粗粗一眼看过 四五座码头上 有十余条船只停泊 码头 船只 鲁肃见得多了 江东有的是规模 十倍百倍于此的码头 数量十倍百倍 能在数千弹数万弹的巨州 可分明在秋冬辖江水浅的时候 还有这么多舟船 足见荆州一周之间的联系 越来越紧密了 鲁肃忍不住再瞥了两眼 只见许多船上挂着岩府旗号 这是官船 雷远达到 正是 巴东郡的曲远县 巴郡的陵江县 福陵郡的汉发县等地 都有岩井 就为地方豪强所居 如今我家主公 以南洋王文仪为四岩中狼将 同管两周岩产 近来已将此地岩井大体 收归军府所有 这竟是岩船 鲁肃心头一跳 岩叶有暴力 故而是地方豪强的立足之本 玄德公夺取一周 满打满算一年出头 就已经开始收拢岩叶 并卓有成效 这过程中的血雨腥风 且不去谈 敢在这上头大动干戈 足见左将军府的手段和决心 足见整个左将军府 自上而下的昂扬刚剑之气 经意两周一体 便能繁荣兴旺 辖江剑的道路 城池 自然也要与之匹配 可笑自己还以为 雷远乃是浩大喜功 这分明是大刀阔斧 锐意进取 鲁肃面带何须微笑 一边点头 一边听雷远继续道 这一批船队 便是从岩井产出之地 前往荆州的 按照左将军府的要求 水到沿途的城池 都要修复码头 以便岩府船队往来 为防触交搁浅 这批船只都是轻载 先走一趟熟悉水路 待春夏时再扩大规模 原来如此 鲁肃汉手 他去得明白 除了岩府的官船 还有船只是商船 船上有水手往来行走 装卸货物 还有身着华贵服饰的 管事一类人物呼喝指挥 随着他们的指挥 有巴 从打扮的小宫脚步 飞快往来 很显然 随着京义两周定于一尊 两周之间 无论公司 往来都愈来愈频繁了 军府 周府依靠队研 铁 赎井的金银获取大力 地方大族也能够贩卖特产 攫取丰厚收益 其实 江东大族也有与金银展开商业往来的 只可惜 这方面的收入 大部分都被以孙鱼为首的孙氏家族瓜分 真正能落到军国集务上的能有多少 想到这里 鲁肃只有摇头 一行人再转向北 在渝富城的东北面 进入军营 因为城池在重建的关系 军营是临时修建的 但在鲁肃所建之处 只觉陈设严谨有序 将士肃尽无声 各处通道关卡管理甚是严密 即便以雷远的身份 在每一处关卡都应答口令而入 他本人和氏族们 都无一色 似乎对此觉得理所应当 第619章 朝廷 雷远领兵两千 陪着鲁肃和吕带所部三千人 徐徐通过辖江 一直送出辖口 越过夷陵 他和吕带 都是此前受自家主君所命 领兵支援盟友的将领 当然 玄德公比吴侯要脸 是以吕带所部 并未真的上前线 而主要负责梁末物资转运 但既然两人身份对等 不免会谈论 各自在属地 在江淮的作战经历 雷远行前曾受密令 希望能吸引曹军主力至江淮 然而 曹公直驱荆州 并未被雷远所炸 故而雷远在这方面 也没什么要隐瞒的 他坦然解释 自家在江淮转战的情形 带他们看了 战斗的缴获 看了一都等地的 种种军事上的准备 还带他们渡江之乐乡 看了安藏战死将士的墓园 和收治受伤 将士的庄园 这么多战死者的墓葬连绵 给人留下的印象 着实深刻 鲁肃当日被了牺牲 庄中祭祀死者 之后去探望 在江淮受伤的将士时 也专门赠送了酒食和钱财 以示慰问 这时已有官员 从南郡赶来接应 便无需雷远再陪同 鲁肃等人在江津港登船 顺水行舟直抵见夜 只消数日罢了 约莫过了两旬 江东 中原等地陆续传来消息 先是吴侯那边 在经历了激烈争辩以后 终于还是客客气气地 遣害了许多使者 上表辞让了无功之风 又被了丰厚礼物贡献朝廷 随即 中原方面也有种种传言 因为京乡一带的百姓 被曹公陆续迁往北方的缘故 南北之间的信息传递大势不变 因而传言多有荒诞无稽的 还有许多互相冲突 须得将大量零星传闻拼凑起来 才能知道北面大概发生了什么 原来 梁州马超的回书先到许都 顿时颖的朝堂大乱 不少朝臣纷纷敬言窃责 有趣的是 他们痛责的 既不是一手推动此次封败的曹丞相 也不是反复几乎修谷建峰无等的 新任尚书令董昭 而是此刻身在夜城 被逼无奈就任梁公的前任 卫尉马腾 虚余间奏书有如雪片 大体是说 曹公之德望之名 这是世所共之 马腾教子无方 以至于四子狂妄 竟然胡言乱语 侮辱曹公的德行名望 我们以为 此人先以异性而得非分之风 其实德不配位 应该尽快尺夺爵位 将他贬为平民 一时间 马腾承受不了这个压力 某日求见曹丞相 自臣有罪 恳请夺爵 而曹公居然当场大笑 直到儒家孩儿虽不知书 却憨直可爱 他随即发一封信往长安 让副丞相曹丕 向贾良公马超赠送金车 骨车 辅车等一仗 这份书信 只有寥寥数语 写的全没来由 但曹丕接信之后 次日便召集行征西将军曹红 贫贼将军严行等官中将领 及精兵一万 自长安出发 至伏丰境内在会和官中 十将中剩余的侯选 成吟 张衡 马丸四人 继续向西 傅丞相亲自住在长安 种种军政安排自然明快利落 曹丕本人又却有才干 曹红 严行 郭怀等人也都是宿将 于是这一万精兵昼夜兼程 一直深入到陨线 身在敌道的马超 才得到消息 他立即火速回返 总算拦截住了曹军 双方四模四样地 做了个班次仪仗的手续 彼此便算掂量过了 马超就此确认 官中曹军实力雄厚 足以应付局面 而副丞相曹丕 也算与这名梁州诸侯打了照面 见识到了梁拢壮士的凶猛气概 此举般的神速 当许都朝臣晓得其中经过 将谋划抨击的时候 曹丕已经回到长安了 而此时 江东吴侯的表文又到 江东人文会脆 吴侯的表章 自然不似马超那般粗笔 看他词让吴公封号的意思 也很坚定 于是不少人稍稍松了口气 谁知道没过几日 曹公在叶丞相左右进尘 出示了吴侯的亲笔书信 据说那书信上写 汉有制度 不敢违也 若有心替 愿尽闻之 虽只有寥寥数语 言辞却大胆地吓人 以至于曹公摇头道 视而欲使无拘 炉火之上也 当这几行字传开 别说许都朝廷上下惊骇 就连荆州人也都吃惊 此时携带大批江东特产 启程前往蜀中 存问孙夫人的使者诸葛景 已到江陵 潘讯便去质问诸葛景 这四句话 是否果然为吴侯所书 诸葛景始终是一副千和君子模样 无论对着 谁都不温不火 身段柔软 却不落下风 当时他便应道 绝无此事 吴侯乃大汉的忠臣 这是事所共之 此君不只是吴侯使者 更是军师将军诸葛亮的兄长 潘讯总不见得 与他撕破了脸面痛斥 于是只能告辞 带出来以后 他才恨恨到 此等貌似忠厚者 最是难以相处 不满归不满 彼此事盟友 该有的礼数必不缺少 荆州方面 依旧如前般隆重相待 将诸葛景送往益州去了 这时许都方面又传来消息 说 某日城中着火 火势蔓延极快 萧綦将军曹璋领兵入城救火 虽然竭尽努力 但城中官员仍然烧死了好些人 身在夜城的曹公之息之后 勃然大怒 专门遣人窃责曹璋 哪怕远在荆州的人们也都明白 这把火来的必有缘故 而被火烧死的那些朝臣 也必定是素来私下串联 反对曹操的那些 大汉朝廷便是如此脆弱 朝堂上的滚滚诸公 所坚持维护的东西 再度遭到了地方诸侯的无视 而他们想要与夜城对抗时 甚至都没办法 求得一场真正的对抗 结果就只是一把无名之火 自从许都被迫前十 往各地封建诸侯 虽然看似没有实际的成果 可汉氏朝廷谨慎的声望 在这场闹剧当中 又被消耗了许多 而无论孙权 马超作和反应 都证明了他们绝非汉氏 所能仰赖之人 玄德公想要拉拢他们 恐怕并不能长久 当日 梁州 汉中 江陵等地一连串的胜利 为反曹操汹联盟 所带来的巨大声势 似乎莫名其妙地 就消退殆尽了 那反曹操汹的口号 也不知怎跌 似乎叫起来 就不如原先那么气壮 当然 也有些聪明人如料理 在私下传言说 有些事 固然是曹丞相的推动 也有些事 乃是玄德公的将计就计 他们彼此各有所获 又各有所得 究竟其中 隐藏了这些天下英雄们 什么样的想法 谁又能尽数猜透呢 第620章 应对 大战之后 虽然曹 刘 孙这三家在尊祖间的折冲 愈发密集 但实际三家边境的战斗 已经基本停止了 唯独上庸方面 曾经行文通报说 孟达所部翻山越岭 成功抵达了房陵 并且攻下城池 随即又与刘峰会合 控制了上庸 西城等地 这可算是汉中之战的余波 孟达的文采很好 一份军报写的文采 斐然如瓷腹 把刘峰和孟达 两人破敌的经过 写得威风赫赫 仿佛打败了曹军主力 比如什么寿命妄身 龙香临阵 自弹吉木 摧破群贼 元师选手 强弩震撼云云 乍一看 还以为是曹丕 或者曹洪提十万兵来救 被刘峰孟达斩首 其实 就只是杀了房陵太守宽奇 还不是在攻城的时候杀的 雷远向信使问了几句就明白 这是在城池已破 宽奇带着宗族子弟 退入太守府以后 孟达所部 一涌而入的结果 自从汉中曹军退走 上庸等地就成了实之无畏 弃之可惜的鸡肋 突然挂着曹军的旗帜 其实和曹军 也没有什么关系了 所以 刘峰孟达此行 必然没有大战 如宽奇之死 和上庸绅士的倒戈 对曹公来说 或许都不是为损失 因而孟达此举 或许立功兴歉 配上这份军报 却又显得唐突 但雷远也没有将知态当回事 他提笔给刘峰写了封信 祝贺他拓土建功 又额外说了些 辖江中的建文 比如 近来吴侯平凡遣人 带着礼物 去慰问孙夫人 而孙夫人 也遣人回赠了属地特产 他希望 刘峰在听说 孙夫人有孕以后 能够冷静判断 自身所面临的行事 莫要继续此前的胡思乱想 反倒是这军报 通传军府军府以后 如向朗 蒋婉等人巨多不满 抱怨孟达行事肆无忌惮 原来 蒋妻乃南郡名门 刘锦生的旧部 并非曹公死印不下 孟达 就算急于挑一名荆州文人 展现自家兵威 未免过分了 何况 蒋妻的妻子 便是军师将军诸葛亮的大姐 你仗着法孝职的威风 再蜀郡横行倒也算了 来荆州杀人 是想给谁看 就在宜都郡的郡历当中 便由于蒋氏占亲戴故之人 当晚向朗 便引着他们向雷远告假 说要带人奔往房陵 照顾宽奇的家人妻子 雷远听向朗一说 顿时吃了一惊 他急述一份给孟达的信 解释向朗的来意 免得奔去太过突兀 信末又提醒他 房陵仅靠着襄阳以西 这地方一旦有失 对襄阳便形成两面夹击之事 恐怕荆州曹军会有对应动作 秦子度物必小心 雷远其实是在提醒 房陵乃荆州辖境 足下想要立足 千万不能无视荆州市人 想来以孟达的敏锐 自然能体会他的意思 向朗连夜就走 而孟达拿下房陵 果然引发了曹军应对 然而不是挥军反击 而是迁徙民众 收缩退守 原来自从江陵败即之后 曹公诞心荆州军北上清宫 故而决议迁徙荆襄两城之间的民众 逐步将重心转移到晚城 从而以襄阳以南为欧托 再以襄阳 随县 新野三城 作为彼此掩护的前线军事据点 安土仲谦本为黎明之幸 何况乱世绵延这么多年了 百姓们总有点见识 知道驱离避害 此前 曹公勒令江淮百姓内赴 结果无数百姓逃亡江左 便是先例 故而迁徙百姓 着实是一桩吃力不讨好的麻烦事 但这对曹军来说 确实是巩固防御 保障己方后勤而阻断对方进攻意图的妙策 而住在襄阳的乐境 又有戴罪立功的意思 所以形势格外激烈 江陵 襄阳两城之间 自古以来多有水陆会药 富庶繁盛之处 哪怕近来来迭京战乱 可邻居 宜城 京阳 若县 边县等地 仍然生活着数万口的百姓 这数万口百姓 如今便遭横祸 由于许多荆州大族子弟 都被曹军抓捕了 去换取夏侯敦和张河所部的俘虏 数万人里面 有官宦背景 稍稍得到优待 被允许携带个人财物 和矗立的不过数百人而已 其余人等 不分男女老少 一概被驱赶如牲畜 据江陵方面的甄奇所说 曹军分派十分明确 显然事先经过详细预谋 官吏当日通报 随即勒令百姓聚集 次日就编排不无整装就到 百姓有不从者 有逃亡者 力杀无赦 甚至还多次纵火焚烧聚落 人为造成无家可归的局面 有些百姓根本就没能去往北方 刚到襄阳 新野 就成了奴隶 被分赏给诸军将校 以震士气 还有许多百姓突然遭逢变故 一点都没有准备 他们或者在半路 因为没有东庄而冻饿而死 或者父母子女彼此失散 骨肉分离 待到十二月末的几日里 天空又降大雪 千万人痛哭长号 艰苦跋涉 其哭声就连远隔数十里外的江陵真旗 都能听得清楚 江陵 襄阳两地 虽隔不到五百里 却是同唇齿 至于京湘道上的各县 世人百姓 或为同族 或为婚雅 关系更加紧密 当时就有许多被曹军交换而来 低试人 成群结队 前往荡寇将军府 恳请关羽出兵夺回百姓 可江陵方面 在今年的作战中 折损太过沉重了 终究没有办法满足他们的愿望 任凭世人们如何恳请 关羽只不松口 世人们欲说欲试急躁 而关羽又是教于氏大夫的性子 双方当场话不投机 几乎变好冲突 好在这时候 有一人出面 控制住了局势 此人乃是杨仪 杨仪本人是襄阳大族出身 又为荆州刺史主部 地位非常 他一出面 先押住了荆州市人们 转而又对关羽道 玄德公既然留官将军在荆州 我们是官将军 便如是玄德公一般 而玄德公人后爱民的名声广不四海 我们求恳玄德公 便如如此求恳父母 父母不会因如此的一时失言怪罪 也请关将军 体谅我们的亲亲之情 这番话出来 关羽当即汉首 遂允许是人们自领宗族部曲 向北面搜索接应迁徙民众 又令官平率部护卫 然而曹军数量既多 行动又快 纵然想要接应 不敢抵近作战 又能接应得出多少人呢 官平等人寻行于襄阳南部 朱县的时候 天气已经严寒 漫天大雪速速飘落 他们只在长长的道路两旁 看到被雪掩盖的许多尸体 这些尸体 与战场上所见的尸体 是不一样的 战场上的死者 或许争鸣可怕 但他们死在战斗中 至少拥有搏斗的机会 只是最终不敌罢了 而这些死者 他们或许曾经激愤 不甘 哀痛 到最后 却终究被杀死 或者被冻死 他们的脸上只有绝望 最终 荆州市人们 什么也没有做成 当他们信信返回的时候 遭到曹军追击 还是靠着官平奋战掩护 才勉强退回江陵 于是 建安17年的最后一个月 就在这种沉闷 而令人坠坠不安的气氛中 过去了 第621章 拜访 许多大事 究竟会如何发生 何时发生 恐怕就连曹公 玄德公这样的大人物 自己也想不明白 至于潮流各自阵营里的文武部署们 渐渐地定下心神 继续去做该做的事 不再特意关注云空上层的风向 正但前后述寻 雷员顶着辖江间的寒风 巡行辖江间珠县 所过之处 发现田地庄园分配 大体都如预先安排 官吏 将士和百姓们的心情都很好 雷员请地方 赴老九十的时候 甚至听到有人编了民谣 来赞宋贤太守的 这种事情放在后世 只怕要被君主认定是心怀不轨之志 抓起来杀头 但汉朝侍奉刚见 官员敢于扬名 乐于扬名 比如 早年河内人杜诗任南阳太守 郑治清平 深得爱戴 识人芳 于明臣赵姓臣 南阳遂有民谣约 前有赵父 后有杜母 若论郑治清平 朱报立威 雷远自问 与前代明臣相较 也差不了多少 只不过他对名利的驱使 甚是猛烈 每时每刻 新修水利道路 故而民众在赞誉的同时 也难免有些抱怨 抱怨的话 当然也被雷远听到些 随同官吏颇不自安 雷远倒是不介意 宽慰众人道 过雨公三七开 便很好了 何必抢求呢 待到初五 雷远在乐乡与妻子家人会合 前往大岭山里 拜祭复凶 卢江雷市 在乐乡安居已有三年 坟地几经修缮 规模渐渐隆重 当日雷远首校所居的草庐 也被扩建成了精美院落 以攻来者休憩 早知道雷远和妻子要来 已有人提前赶到 把大岭山内外山路 坟种 院落都重新打扫过了 祭祖的仪式 每年都有 雷远少是常年在外 这几天也会被召回来参与 只不过 随着卢江雷市 在荆州立足见闻 雷远的地位又见高 仪式也随之庄重完整 虽然未免繁文入节 但在当代 这确实是维系宗族人心的重要环节 轻忽不得 因为雷市宗族中的许多人 已经解除禁锢 得到官职任用 所以 此番随同雷远来拜祭的族人 比往日要多 雷远亲自带着族人 把暗基 共凭妥善安置了 雷远双手捧着祭文 用一个木架子 恭敬展开 然后 赵湘抱着墙堡中的孩儿阿诺在后 雷远的两个弟弟 雷申 雷霞在往后 雷成 雷远 雷书等人 按照宗族中的亲书远近 和自家职位 各自站定 在后排和两侧 则是新兵 王延 周虎等宗族管事 不取首领 雷远拿着祭文 颂读一番 这祭文大概是新兵写的 文字功夫其实一般 但它是服侍 卢江雷市三十年的家载 言辞中自有深沉的感情在 雷远两世为人 对宗族的认同并不强烈 很多时候 卢江雷市的族人 在他眼中并非清倦 只是可用的工具人罢了 以他来自后世的见识 深知豪强大族的势力 不断扩张以后 最终会给这个民族 带来和等样的灾难 造成和等样荒唐的时事 偏偏他一路走来 又不得不仰赖宗族的力量 以至于自己成了 玄德公麾下 屈指可数的大豪族首领 他常常觉得 这情形有些荒唐 但这时候 身处群山之间 耳听得风声呼啸 他仿佛回到了前山 重又记起了 此事兄长的照顾 父亲的托付 想到卢江雷市 本来不过山中草扣一流 在乱世中 沦落挣扎数十载 竟然有了这样局面 其中时也命也 谁又能说得清楚呢 一时间 他想得出神 祭祀的流程已经结束了 仍然站立不动 身后众人见他不动 一个个摒弃宁神 谁也不敢动 数十上百人 就这么静默了许久 直到阿诺 哇哇地哭了起来 阿诺出生才几个月 每日里吃了睡睡了吃 饿了尿了就哭 祭礼之前 特意让他吃得饱了 又裹了特别厚的墙包 结果仪式太长 他还是醒了过来 少主饿了 这是大事 赵湘带着孩子 先去院落中休息 后面的流程 就稍许控制了一点 带到一行人 从山里出来 雷远的情绪 已经恢复了 他伸了个懒腰 客队坐在车上的赵湘 刻意轻松地道 还好有你母子俩在 否则 有着心功折腾 怕是要再加一个时辰 无聊之至 是何言也 赵湘抱紧了孩 狠狠白了他一眼 他与雷远成婚之前 相处极少 成婚以后 其实也聚少离多 当时父亲赵云只介绍说 续之是豪族之主 少年英雄 后来 自己只见他气度宽和 文武兼姿 待到两人真正处久了 才发觉 原来他还有胡言乱语的毛病 夫妻之间相处的时候 有些言辞 简直叫人忍不下去 离了大岭山 雷远走着走着 忽然换来言语 我记得 你家就在这附近 对吗 言语一本正经的公身道 樊劳宗主挂念 确实就在这里 叫做西韦 雷远想了想 记起来了 驻扎在乐乡县 负责从乐乡到 层平一县治安补道的 一直是贺松 这个围子 正在贺松的颈备范围内 也是他给定的名 他命名的法子 简单粗暴 在东面的就叫东围 在西面的 就叫西围 随着这两年 人丁繁茂 土地开垦见多 在西围的西面 又有了西二围和西三围 雷远便是在西围收下言语 另外 这里头还住着一个 雷远的老乡时 乐乡县的农官起舞 雷远便道 我们去西围看看 转过身 他又问赵湘 你也难得出来 若不嫌冷 便在透透气 可好 赵湘自无不可 雷远便一马当先 往西围方向去 其实他道 未必有多大的性质 只不过 昔日他在大岭山间 居丧的时候 衣食住行 都仰赖此地 就连新兵 周虎等管事 也在这里 轮班驻扎过 所以 最初一座破败围屯 很快就发展成了 颇具规模的庄园 聚集村民甚多 乌与连绵 雷远上次来的时候 围屯里 还新装了龙骨水车 以便浇灌 如今时隔两年 这里又会有怎样的变化 雷远难免有些期盼 也隐约带着几分 想在妻子面前显摆的意思 然而 往西围方向没走多远 对面脚步匆匆地走来一队人 被开刀的骑士拦住了 李奇匆匆过去问了 又策马返回禀道 宗主 来的是乐乡大士行会中的 蛮族首领 都说要来拜访宗主 行会中一共七家蛮族 此刻一家不少 都在 雷远皱了皱眉 不是和沙漠科说过了 让他们稍安勿躁 沙漠科这次在做什么 李奇低声道 沙漠科不在 代表五夕蛮来的 是名唤起沙的大巫 第622章 取代 雷远的护金蛮校尉之所 放在层屏 而与金蛮交易的乐乡大士 放在乐乡县城外 乐乡大士初期时 凡是到乐乡大士交易的蛮夷 都需要先往层屏 向护金蛮校尉院属黄轩为首 如石身暴行旅规模 和携带的商品物资种类 数量 并出具护金蛮校尉部 熟悉的蛮夷经夫 瞿率事前签押做宝的文书 带到乐乡大士以外 再向市院 出试户金蛮校尉部出具的录影 经过市院确认以后 再进入指定的交易场所 大宗交易 必须在大士之中完成 绝不允许在外私自贩售 之所以这么安排 是为了避免无组织的蛮夷队伍 贸然出山交易 引发矛盾 而利用蛮部本身的力量 提前将蛮夷收束起来 具有牵牙作宝的资格 能够在大士中 提供交易场所的蛮夷部落 最初只有沙摩科所部 后来随着金南四郡 全部被玄德公掌控 清静护金蛮校尉部的蛮夷首领建多 于是陆续扩充到了七甲 这七甲分别是 字号五系蛮王的沙摩科 居于有系的首领田氏 风中蛮首领巷氏 长沙蛮首领陈氏 楼中蛮部首领潭氏 世代为蛮部大巫的骑氏 以及位于潮流边境上的举中蛮美氏 其中又以沙摩科的地位最高 与护金蛮校尉部最为清静 毕竟在江东方面的记录中 这位蛮王还是杀死周又平的凶手 沙摩科本人也已经蛮各部的 利益代言人自诩 自从随同雷远往一周去了一趟以后 眼界渐渐高了 据说近来在部落中推行汉家制度 不似先前那般野蛮萌妹 而雷远为了示意怀柔 苏莱不限制这七家首领 在乐乡等地往来 带道搞出十六家名为促居联盟 实为商业行会的组织 每逢赛事 从四方蜂拥到乐乡的蛮人数以千百计 于是对蛮部的限制 渐渐名存实亡 从层平到乐乡 往来的蛮夷数量越来越多 除了打扮不一 其他方面 与一都太守之下的普通百姓并无不同 但如此刻斑 忽然群集起来 堵截一都太守 实是从来未有的事情 何况 眼下尚在正诞休目期间 雷势宗族祭祖 外人谁敢打扰 偏偏这帮蛮人 这就来了 似乎还做好了准备 特意在离开大岭的必经之路上等着 当下便有随行护从们过去赤河 勒令他们让开道路 不许滋扰 雷远的护从们都已身经百战了 此番从江淮折返以后 又再度从各军抽掉了一批勇士加入 哪怕在和平时间 他们也都假咒都谋俱全 随时警戒 看起来威风射人 但他们呼喝过后 那些蛮部首领 只让到路边 却不离开 还有人隔着很远向雷远行李下拜的 看起来真有什么事 还不是小事 雷远士才和赵湘说话 这会儿扶着车员 示意阿赌把挡风的帷幕放下 他又问 七家蛮部都来了 但沙漠科不在 李奇以为雷远士才没有听清 重复道 是 代表五熙蛮来的 是他们的大巫 顿了顿 他又道 当年咱们 在山中出见沙漠科的时候 他就说起 部落中有大巫 可以带他做决断的 雷远微微汗手 隐约记得当时沙漠科确实这么说过 但后来 大概是与汉家往来获利极多 沙漠科 不舍得 把这机会让给别人 于是每次都是亲自出面 到后来 加入乐乡大士的 却有世代为大巫的一只性骑士的族人 但据说 其实未见什么神意 于是 雷远便将这事忘记了 但他很清楚 蛮部性巫而好鬼 各部 各债 各栋多有自家尊奉的神灵妖鬼 诸如巫师 挪者的地位和影响力极高 这位武系蛮部的大巫 此前从未出面 这时候 却忽然取代了沙漠科 必有缘故 这可能与雷远还脱不开干系 皆因自从雷远 从江淮折返 蛮部首领们 已经数次提出夜见 但雷远一方面 忙着梳理自家部取军物 要向军人分配田母 组织田庄 物壁 诸多所事及其忙乱 另一方面 他也知道 蛮族首领们会忧虑些什么 只是他不想插手罢了 随着荆州的稳定 过去两年中 有大量蛮人 和历年来逃入深山的汉人 离开深山 进入汉家朝廷治下求生 汉人大量迁出岛也罢了 初始流出的蛮部人丁 主要是蛮部首领们 自己打仗后 略得的俘虏 奴隶 这些人 本来大都是要被杀死的 将之卖出捞取好处 那也无妨 可到了后来 随着汉蛮两方的交流 渐渐频繁 而金南各郡 都在努力招揽蛮夷 以增加治下的人丁户口 于是千山万河中的蛮族 轻壮成批量 成惯例的流失 有些靠近汉家的蛮部 男女大半离散 以至于金夫 瞿帅成了空头首领 坐守一个空荡荡的寨子 蛮夷各部之间 并非风平浪静 自古以来 一性好杀 亦于不合变次已认 许多部落互有深仇 百十年征战不休 必报难以 如此迅速的部落实力 消长变化 必然会诱发 大规模的部落 仇杀冲突 而频繁的冲突仇杀 又使得更大量的蛮人 逃离深山 这些蛮族人力资源 对金南四郡 对一都郡很有用处 仅在一都 他们便是雷远 得以大肆兴修 道路水利的前提 雷远部下的将校们 几乎全都续养金蛮电农 卢江雷市本身的田庄里 雇佣蛮蛮人的数量 还有蛮人从军作战的 可大部分蛮医首领 对此绝不会满意 这些利益受损的 金夫徐帅们 与靠拢汉家官司的 那一批部落首领之间 迅速产生了矛盾 以自称五系蛮王的 沙漠科为首的一批徐帅 通过与汉家交易 获得了利益 其中不少人 因为与护金蛮校尉不走的近 更在乐乡大事中 得到了此前 从未想象到的裁员 诗人嘴软 男人手短 瞿帅们拿得越多 越情不自禁地 站到了汉家朝廷一边 而有几家野心勃勃的 部落首领 反而乘着这个机会 攻打其他部落 使得自家的势力 大大扩张 问题是 乐乡大事的收益 终究有其极限在 金蛮在乐乡大事中 出售的货品 如生期 药材 木料 铜铁料 兽皮 兽金等等 都是军用物资 荆州军背景的 几家大族既收购 又要严控这些物资 流出到江东和北方 而此前 在乐乡大事立足的 七家蛮族首领 也正式瓜分了 这些物资的出售渠道 由此获利 这些利益虽然丰厚 却又不足以 汇集其余各部 于是他们获利越多 其他各部取率 首领看他们 就越是眼红 整个蛮部 由此前的无序混乱 渐渐有两分之势 亲近汉家的既得利益者 和对现状不满的后来者 互相对质 渐生动荡 但站在雷远的立场 这些压力是蛮夷取率 首领们的压力 还到不了 护金蛮校尉的层面 所以他只让沙摩科传话 勒令各部首领 稍安勿躁 没想到 他们居然急躁到 这种程度 沙摩科不在 大巫起沙取而代之 他们是跳过了 沙摩科自行骑士 还是沙摩科本人出了事 第623章 大巫 之前雷远提议 去西围探侃 当日 他在山中扶桑时 轮番住在西围的助手 是新兵和周虎 于是 这两人也从队伍后头赶了过来 已被宗主咨询 这会儿眼看雷远一律 周虎上前半步 压低声线道 宗主 其他人倒还罢了 那起沙大巫 既然在此 不可怠慢 哦 周虎郑重地道 我听说 此人乃瞒步 其人一事 真有驱使鬼神之术 瞒中干旱需要他求雨 异病横行的时候 也需要他嚷处 故而在蛮中有信众数十万 而做法的时候 便是统领万人的大囚大帅 也被他呼喝驱使如狗 另外 他还能以巫术 毒蛊杀人于千里之外 据说 其法极其鬼秘莫测 如生本当尽鬼神而远之 然而当代巫鬼之道盛行 就连读书人 也难免受到影响 雷远看周虎这会儿 郑重其事的样子 简直想要笑出声来 他随口反驳道 却不知蛮一大巫的法力 比天师如何 此前 张鲁在汉中也聚集信众数十万 据说 曾降服六大魔王 鬼兵百万 并有把握雷击 凭空招雷区斜杀人的法子 他怎么没招个雷 劈死夺他基业的马超 周虎愣了一愣 随即皱眉苦思 然而 眼看雷远策马向前 他连忙又拉住缰绳 宗主 此等虽是小道 不可不防 不可不慎重啊 哈哈 好 我知道了 眼看新兵也要说话 雷远道 我们继续往西围去 你提前去整理一处 待客的厅堂 他转向李奇 你让诸位蛮球跟在后头 我便在那里接见他们 周虎飞马去了 一行人再度启程 那些蛮人首领 跟在骑队最后 难免吃些飞扬尘土 倒也不闹 虚余间 稀为便智 路上 雷远已和妻子打过招呼 让他和宗族中人 往围囤另一头去 被周虎征用来 作为会谈之所的 竟然是严宇的家 严宇的大副严章 在正门处接着雷远 攻身客气地请他入内 雷远和部下文武们 一路进来 只见此处 已非上次所见的穷破样子 房舍显然被重新修建过了 正门扩大 院落不小 院子左右各有马厩之类附属设施 转往内院 有砖石结构的正堂 正堂以后 显然还有后院起居之处 这样的宅院 莫说在西围里头 就算在乐乡县里 也很不错了 严宇跟着雷远以后 许久没有回来过 他虽有几分聪颖 毕竟还是个孩子 这会儿瞪大了眼睛四处看 又脚步 蹬蹬地跑进跑出 时不时择舌称赞 雷远记得 严章乃是本地学官 因为战乱而逃亡惊难 途中兄弟 妻子 孩儿都病恶而死 家中甚是贫困 倒不曾想 这么快就攒下如此家宴 他随即明白过来 他虽为二千代之尊 自奉甚薄 身边服侍的人也少 除了赵湘带来的少量蒲币以外 只有母亲留给他的婢女阿渡 和日常跟着的侍从严宇 严宇还只是个小玩 众人想拍马屁也不得门路 但严宇仅有的亲人是他大父 他的大父在西围做学官 这是瞒不过官员们的 于是难免有人小意奉承 雷远在厅堂上站定了 左右看看 忽然向严章问道 乳县居何值 严章慌忙躬身 小人才学笔漏 仍是本地学官 雷远点了点头 好好做便是了 长言道 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 严宇不过是个十岁的娃 不过在雷远身边 做个端茶倒水的仆从 在他家中 就有人给他的大父起物 看这样子 平日生活应当也很富裕 雷远本人 还只是二千世将军 身边就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说 这人情世故 成难避免 但雷远也知道 水质轻而无鱼的道理 只是房屋乃至家财 倒也罢了 严章没有升官 可见 一度的官吏们 还知道轻重 没敢彻底乱来 换个角度想 细微里面 防射甚多 周虎为什么偏偏挑这一处 随着自家的事业 规模扩大 步众越来越多 部署与部署之间的关系 也不似原来那么单纯 有时候 身为居上位者 更得小心分辨 时时注意了 当下的大事 是那些蛮夷们 这些想法 在雷远的脑海中 稍纵即逝 他不再计较此事 转而吩咐李奇 请各部蛮球进来 李奇立即去带了他们来 而雷远站到厅堂正门处迎接 此前雷远常住乐乡的时候 这七部蛮夷首领中 有好几位他是见过的 比如 田氏 相氏 陈氏这几位 都已经汉化甚深 除了相貌以外 衣着举措 和汉家子弟 并无明显不同 雷远知道 这等汉化的蛮人 有时候比一般的汉人 更加注重礼法 于是 也以汉家礼数 庄重相对 丝毫都不显露出 视之为蛮夷的姿态 果然使得 这几名酋长 露出满意神情 另外 举中蛮梅市局 潮流边境 身份特殊 就连关羽 也曾接见过其首领 此刻来的 不是首领本人 而是首领的次子 换作梅瓶 楼中蛮不谈是 素来强悍 数百年来 多次与朝廷相争 这会来的 是族中负责 与汉家往来的 年轻人 换作弹手 雷远也都见过 与他们随意聊几句 这些蛮夷首领们 来见雷远 自有所图 也自然会紧张 好在他们都通汉家言语 听得雷远言辞客气 便都放松一些 待到最后一人 便该是 是才被周虎指称说 有奇特 才能的启杀大巫了 此人既是与蛮王 沙漠科身份 等同的五系大囚 本身也代表了 世代为巫挪的一支族人 雷远是才 已经注意到了 这人竟是个女子 此时大巫解开外袍 露出色彩斑斓的长衣 和头上戴着的严厉与关 因为五色羽毛遮蔽 简直看不清他的相貌 只听他低声说了句什么 于是田氏首领道 将军 我们不妨先进屋去 大巫不惯在圣人面前说话 也好 这些蛮夷的古怪规矩甚多 雷远不便多说什么 当即伸手虚言 我们落座再谈 一行人跟着雷远 络溢进入厅堂内 因为要显示格外尊重的关系 大巫的座位就在雷远下手 离他很近 众人巨都落座 当大巫坐下的时候 雷远便闻到一股古怪的香气 因为知道此番商议的话题紧要 李奇领着几名护从 将门户关上了 自行视力在厅堂下手 而在雷远身边防备的 则有王平等人 毕竟雷远的地位摆在这里 日常护从甚深 而且此刻面对的是蛮夷 谁知道这帮人有何盘算 然而就在门户关上的瞬间 听堂中有人轻声笑了起来 随着笑声 坐监的部族首领 武装护从一一摔倒 人是不知 第624章 血肉 正当刚过的时节 恰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 在乐乡县范围内的游水 围水 一道城畔流过的遗水 都出现了大范围的风冻情形 大岭山间的林地也覆盖双雪 久久不化 雷远的手臂伤势 将养了三年多 在药物和锻炼的共同作用下 已经大体恢复 日常行动与常人并无差异 但每到冬季 仍然感觉异常酸痛异常 一旦着了风 有时候整夜都睡不着 其实 酒精沙场的战士们 往往都有这样那样的就伤势 只不过 有人恢复得好些 有人恢复得差些 如雷远这样大体无碍的 已经算很幸运了 雷远曾听玄德公的原从抱怨说 张义德近几年的脾气 越来越暴躁 或许也和身体上的 长期痛苦折磨有关系 因为旧伤的影响 雷远每逢冬季 格外未封 偏偏他的辖区就在辖江间 冬日婚会时 大风呼啸 整日不绝 所以 护从们在雷远落脚之处 都会多设帐木 火盆免得自家宗主受苦 此刻也是如此 厅堂间的门窗都关了 只有角落间的窗帘 小心打开一些 以供透气 在主人席位的左右两侧 都放了火盆 架设了帷幕 随着厅堂中轻微的笑声 火盆里的火焰跃动着 把奇形怪状的光影 映射到四周的帷幕和墙壁上 仿佛鬼魅在跃动狂欢 而原本应当参与谈话的人 应当护从四周的人 全都已经倒在地上 动也不动 他们是在什么时候 受了何种方式的暗算 雷元想了想 竟无端倪 自上古时起 楚地的种种乌鬼传说 就很盛行 近数十年来 因为天灾人祸的重重影响 民众苦不堪言 更多人像虚无缥缈的怪 立 乱 神之说 寻求未见 时间长了 谬种流传 莫说乡野间的汉 满于盲信之不疑 就连周虎这样的读书人 也难免有些疑惑 便如眼前这情形 若放到他人眼中 难免心惊胆战 以为国有污鬼之树作祟 可雷远并不慌张 他俩视为人 早有经验证明 鬼是怕不得的 越怕鬼就越有鬼 不怕鬼就没有鬼了 但他也没有试图 去喊那些看似晕倒的人 也没有大叫 外界的护从 皆因横逆所来 必有所适 这时候不妨发挥一点涵养 先问问明白 对方有何想法 于是他保持着 端然正作的态度 微笑道 看来 却是蛮不大巫在此 你这手段 有些意思 听堂中往复回荡的笑声 微微一致 下个瞬间 雷远身边的火盆 忽然剧烈燃烧起来 火盆是常见的器物 同志 指口平盐 浅腹平底 口径在两尺左右 深约半尺 里面交错放置着木炭 因为主要用以取暖 燃起的火焰并不甚高 可也不知怎跌 火焰忽然猛地窜起 树尺高下 雷远知觉 热腾腾地焚风扑面 下意识地闭眼 在睁眼时 这位大巫 已经站到了雷远面前 由于他站立之处 与火盆的距离 几乎不过一臂 身着的五色 羽翼在热气吹动下 飞卷飘舞 仿佛随时将要腾飞而起 在雷远想象中 所谓大巫 多半都年纪老迈摔朽 面目猙獰可怖 这时候 他揉了揉眼仔细看看 才知 这位号称性众数十万 手段诡秘莫测的巫女 其实 年约二十许 面貌算得清秀 面颊和额头上 都有猙獰刺青 但却并不显得丑陋 反倒有几分独特美感 他赤足踏在地面 姿态甚是轻盈 又带着如野兽般的凶悍 雷远毫不怀疑 在他的羽衣之下 还藏着要人性命的武器 随时可以毫无顾忌地杀人 大巫的眼神愈发灵力了 但雷远与之坦然直视 并不畏惧 几十年无神论教育下来 装神弄鬼之人 在雷远面前 不存在丝毫的威慑力 当代的普通人 初见秘法巫术时 几乎没有人能够冷静对待的 即便是某些自诩 如门高士之人 竭力鼓勇怒斥 反倒显得心虚气短 如雷远这样 丝毫都不慌乱的人 他忍不住贺问 雷远 你信用妖道 得罪于盘户 我问你 你可知自省吗 他的汉话 比沙摩科更流利 但又带着说不出的古怪 信用妖道 雷远反问一句 玄机失笑 你是说张鲁吗 笑了两声 他又叹气 原来如此 金楚蛮夷 并非铁板一块的政治实体 甚至也称不上 血缘稳定的族群 千载以来 汉人持续不断地 南下 而蛮夷与之同处一地 彼此对抗 彼此渗透 影响 早就已经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汉家是强的时候 蛮夷会有大规模的汉化 经过数代以后 就成为真正的汉人 汉家示弱的时候 汉人会大量逃亡深山 以逃避科政 他们以蛮夷自居 与蛮夷杂处 会逐渐成为蛮人 本来就已经极度错综复杂的环境 并不至于因某些蛮部 从汉家得到了好处 就精卫分明地分成两部分 如果出现这样的局面 一定另有缘故 一定有人基于某种理由 在其中推波助澜 而引起不满的 似乎是张诗军的积极传教 张公祺在蛮部当中 传播他的正义萌威之道 看来很有效果 所以引起了你们的不满 对吗 雷远沉声问道 张卢所传教法 虽言习鬼神之说 于名毕竟尚有恩惠 与之相比 你们这些蛮部乌人 究竟对蛮部百姓 有何益处 大巫默然伴赏 雷远待要再说 大巫伸出手掌 在空中有力划过 若盘户的子孙不敬盘户 则与汉人合意 蛮以子民汉化 已是常事 但如果连酋长 徐帅都转相信 什么太清玄元 这是在断我们南蛮不重的根基 你是说沙漠科吗 雷远连连摇头 此人的秉性 我甚至知 他什么都不信 信得只有利益 汉家朝廷能给他的东西 他便是在五溪深山中 再熬一百年 也得不到 既如此 他凭什么信你们 雷远徐徐起身 指着倒地昏睡的其他人 不止沙漠科 还有他们 也是一样 与汉家往来财之数载 他们便得到财富 得到尊重 得到前所未有的见识 乃至普通的蛮人 只要踏出深山 只要踏实肯干 便能得到 足以传出子孙后代的 广阔未来 而你们 一群躲在深山中的 巫师神棍们 千百年来 一代代地靠先蒙蔽 手段度日 你们给不明 带来了什么 你们只会让不明们 永远愚昧无知 这样 你们才能吃不明的肉 喝不明的血 大巫脸色难看 一字一顿地道 我不与你成口舌之礼 张鲁是你的部下 你若令他滚回一都 我不杀你 雷远微微冷笑 你 或者你们 敢杀我吗 而大巫双手一分 艳丽袍袖中 寒光一闪 第625章 肖长 雷远退后半步 翻万挥剑 他的身手 毕竟远胜荡日 凭着手中 无坚不摧的青钢剑 他自信能破退 这蛮夷大巫 甚至能够给他以重创 而比他挥出的常见 更快的 是厅堂外 一声 箭矢破空的力笑 雷远身边的护从们 远比蛮蚁想象的 更加警惕 他们已经发现了 厅堂中的异常 当大巫将要动作的时候 早就准备好的箭矢 立即发出 这破空的力笑之声 刚刚响起 瞒步大巫 便觉得 额头侧面的发迹 微微一凉 这大巫的身手 也堪称出众 他下意识地 双手一挥 将两柄短刀向雷远制出 随即向后猛力翻身 雷远横剑格挡 将短刀刻得高高飞起 而箭矢从大巫的面庞 前方掠过 深深扎入砖墙 墙有力的箭头 完全没入墙体 铁质的箭身 在巨大冲力的作用下 急速震战着 发出嗡嗡的声响 下个瞬间 听堂左右两面的 石余扇长窗 轰然大响 同时被重刀啄开 窗铃之后 至少二十人手持 强弓禁弩 瞄准了大雾 平堂中的火盆 还在燃烧 火光映照着 弓弩上搭着的箭矢 反射出 朔朔寒光 而这些弓弩手的眼中 也一样闪着 朔朔寒光 身为雷远的护从 他们日常受到 何等优待 任意人的衣食住行 放到外头 都可以和督博相比 配备的武器甲咒 更是精良异常 但有关于兵法 韬略的讨论 也从不避着他们 他们是真正的清醒 是应该随时 替奋威将军去死的人 可他们竟然疏忽至此 几乎让奋威将军为 区区蛮夷乙人所称 这是何等的耻辱 如果眼神能杀人 他们的眼神 已经把这大巫切成了千百片 只削雷远一声令下 他们立即就可以 将这巫人浑身上下 开出二十多个血洞 立即让他死得凄惨无比 大巫看看左右 脸上显出犹豫的神色 他道 雷将军 我 双方既然冰刃相见 还多说什么 雷远根本懒得与纠缠 他沉声吩咐道 拿下 拿下的意思 就是只要不死就行 空中几道荧光闪过 大巫的肩 腿各处连连重剑 顿时颓然倒地 多处伤口鲜血长流 顿时浸透了雨衣 这大巫道也硬气 静不身影 只狠狠地瞪着雷远 雷远缓缓收剑回鞘 对李真道 把这人看管起来 找人诊治 不要让他死了 事才第一个射箭震慑的 便是李真了 他的剑术底子很好 在经数年来 时时苦练 已经堪称是少有的神射手 当下李真亲自 揪着大巫的脚踝 直接将他拖了出去 出厅堂正门的时候 大巫的脑袋 磕在门槛上 发出冬的一声响 带刀越过门槛 砸在地面 又是冬的一声响 这种石道 可不容得连香西域 何况 这只是个蛮夷 蛮夷就是蛮夷 哪怕什么蛮夷大巫 没什么好客气的 与此同时 王平带人提了几桶冷水 挨个往厅堂里的护从 和蛮夷酱们的身上浇 这天气 冷水沁体 真是从顶门凉到尾锥 而巫人所用的迷药 又未必多么厉害 三五捅下去 李七等人先醒 然后 酋长们呼喝怪叫者 也醒了过来 楼中瞒不得弹手 茫然发问 发生了什么事 刚开口 便被披面打了一拳 打他的护从林笑道 你们的狗屁大巫 竟敢行刺我家将军 你们摊上大事了 雷远赶紧稍稍提高嗓门 拦住过于暴躁的部署 大巫有意行刺 和几位徐帅有没有关系 这需得慢慢询问 没有关系 我们全不晓得 弹手连声道 楼中瞒不弹 是俗称凶猛 弹手也是以武力自尽的 但这时候 他连一丁点的挣扎都不敢 只嘴上连连申辩 可他也明白 出了这样的事 他自己的争辩 已经没什么用了 雷远就站在堂上 看着这些蛮夷手领们 被拖走 被拘押起来 今天这件事情 来得荒唐 这个所谓的瞒不大巫 不像是老谋深算 能够潜藏在背后 发起图谋的人 倒像是个缺乏见识 被人煽动的傻子 问题是 就这样才特别可怕 这说明 背后一定有人策动 一定会有后继的事情 一桩桩发生 雷远不用多想 就能明白 数日以后 蛮部各地的传言 无非奋威将军 忽然翻脸 捕杀了蛮部大巫 和各部酋长徐帅 意图从此奴役 蛮夷百姓云云 然后就会各地厮杀 此起彼伏 这传言真是粗糙 可蛮部中人 很可能就会相信 雷远情不自禁地 骂了一句 他深深吸气 深深吐气 哪怕在后世 俗语也说 造谣一张嘴 辟谣跑断腿 何况护京蛮校尾部 又不可能潜人到 千山万河中去辟谣 接下去的局势 一定会大乱特乱 过去数年间 从深山中出来 谋生的每一个蛮夷 都可能成为乱缘了 真是见鬼 沙漠科和张鲁这两个人 究竟在做什么 他们究竟到哪里去了 雷远在前山时 也曾与山间李辽打过交道 前山中有些务必 还是数百年前 朝廷郡县为压制李辽而设的 当时他觉得 汉蛮之间的关系 无非汉家兴则蛮一世衰 汉家衰 则蛮一世兴 这数十年来 天下桑乱 汉氏朝廷衰微 地方治理混乱不堪 故而大江以南京蛮生世骇人 此前黄盖为武林太守 雷远在乐乡 都曾与蛮一交战 但当日 雷远出到荆州 亲自去往深山中 见识过蛮不子民的生活 说得不客气点 比辈便如野兽无异 就连沙漠科这样的酋长 其实生活质量 还不如和平年代的汉家小地主 既然说蛮一强盛 何以不明却过得这么凄惨 后来 雷远出任护金蛮校尉 开乐乡大事 与蛮一的交流渐多 他这才了解到 其实 汉蛮之间的力量肖长 并非这么简单的此消彼长 前汉两百年间 朝廷对蛮医师已鸡迷 蛮汉往来甚密 于是金蛮的肿落繁衍 经济也充裕 蛮医子民出山耕作 亦如汉家百姓安居乐业 于是到王莽窜汉时 武夕蛮首领田墙 能以五万人下屯元东 号称 吴辈汉臣 是不是吗 这种强盛 乃是真的强盛 而到光武以后 或因朝廷施政荒诞 或因地方官吏摊暴 又或者 因为蛮夷渠帅们的野心驱使 经蛮屡次三番的发动反叛 仅仅武夕蛮部 从建武年间到环 零时 成规模的叛乱 竟达十一次之多 其余各部的叛乱 更是频繁 数十年来 天下皆知蛮部凶悍 可这样的反叛给蛮部带来了什么 他们的生产水平退化 社会组织崩溃 发展空间封闭 而蛮部子民的生存环境 越来越恶劣 最终 哪怕与天下丧乱时的汉家百姓相比 也无不同 这不是强盛 这只是拿蛮部子民的命 去为蛮球们的妄想去铺路 且不谈这种妄想毫无实现的可能 就算能实现 又与蛮部子民们有何益处 雷远近年来 和蛮部首领打过不少交道 深知他们不蠢 有些人甚至堪称奸化 他们不会再做这种选择 蛮部以外呢 护京蛮校尉部更只有损失 连带着京南四郡也要受影响 那么 躲在蛮部后头操纵的究竟是谁 谁能从中获得利益 第626章 宣扬 这问题其实很好回答 天下正值鼎立之时 三方彼此添堵的操作 从来都不会停 而曹氏所长在军事威慑 有能力 有人迈在荆州辖境操纵部的 就只有曾经一度控制 京南多地的江东孙氏 至于他们会从其中 获得何等利益 雷远一时没有头绪 然则 金蛮各部在乐乡 有实际利益 又以乐乡大使为平台 与汉家处得颇撑和谐 哪怕以利益分配 部军和宗教上的冲突为契机 想要煽动起大范围的冲突 绝非一事 所投入的力量也绝不会少 相应可知 江东既然这么做 图谋一定甚大 雷远这么想着 一手按剑走到厅堂以外 这时候 李奇满身失灵灵地过来 跪在雷远身前磕头不止 口称死罪 世财大巫猝然发难 不知用什么手段 放翻了厅堂中多人 就连李奇和几名护从也都在内 他们是才被浇了凉水 才清醒过来 近代以来 刺杀之风急盛 举凡政见冲突 人情矛盾 往往以刺杀作为最终的解决手段 如今身居高位的官员 年少时便有行刺杀之事 自以为任侠的 而曹公 玄德公 都有遭人行刺的记录 孙权的兄长孙策 更是直接死于刺客之手 以方才的局面来说 若这个大巫 不是愣头愣脑地上来 责问雷远 想要勒令他召回张鲁 而是将雷远和其他人一起放翻 紧跟着就是一刀 那又会如何 李奇作为主君身边最后的保障 竟未发挥一丁点的作用 他自以为死罪 着实不枉 但雷远并无一苛求自家的亲信不下 他拉着李奇的胳膊 让他站起来 又连身换人去取干燥衣物 他又笑道 虽细满以小数 总有些难测的地方 突然遇上了 谁有准备 不必介意 哎 别哭 别哭 你这满脸满身的凉水 哭了 我也看不出啊 李奇倒也不是矫情 皆因此前他已经受雷远所命 往郭靖步下去担任司马了 因为今日雷是宗族祭祖 他作为雷远最初的护从之一 得以随行侍从 这本是雷远给自家身边人的格外荣耀 使他回到本部也有脸面 可这种事情出来 莫说脸面了 李奇又怕又怒 手脚都在发抖 此时 院落侧门处一阵喧嚷 原来是赵香等人 原本在围囤另一头观赏风景 听说 蛮一大巫试图行刺 慌忙赶了回来 雷远眼看 赵香满脸的关切之情 手里还提着 把不知从哪里夺来的还手刀 开口笑道 还好世财夫人不在 否则 以夫人的神威 那蛮步大巫 怕是留不下活口 赵香是身怀武艺的 而且还颇为出众 日常与雷远对练的时候 除了履历上吃亏 并不处下风 所以 雷远才这么说 赵香想是急奔来的 喘得上气不接下气 直到当面听了丈夫讲笑话 心里的那根弦 才松了下来 之前丈夫领兵征战 毕竟不在眼前 此刻雷远就在狭境之内 几乎遭人暗算 着实把赵香吓得不轻 这会儿愈发觉得后怕 顾不得旁人在场 扑在雷远怀里 哭了起来 雷远一边拍着妻子的肩头 低声安慰 让他在一旁落座 同时向稍后方的文武们 招了招手 今日这事情 背后关系非小 主委都是聪明人 无需我多说 接下去有三件事 必须立即做好 他道 请将军吩咐 众人严肃答道 第一件事由新宫去办 你立刻找几个 善于主文的管事 先写一篇文章出来 就说我今日和蛮部各位取帅 大巫至酒高会 极其喜乐 会上还确定了 今年的醋居赛城 和和斗鸡 香谱 傀儡戏和百戏之类展示的内容 诸步大跃 你向今年参与醋居者颁发候赏 嗯 文字既要浅白 再要花团锦簇 说到这里 雷远顿了顿 看看新兵 新兵道 浅白则蛮夷一董 花团锦簇 则是为了让蛮夷 想起安定时的好处 渴望今年继续能享受安定 所以 除了文章以外 要当真将今日之会当作喜事 要喜气洋洋的向汉 蛮两方大家宣扬 这种文章 是为了提前影响舆论 占助话语权所用 过于一年间 蛮一个部与护金蛮校尉所部 相处甚是和睦 还搞出了促居这种 为人民喜闻乐见的玩意儿 那雷远便很就这促居说是 是以安定 又以安定 新兵虽已年迈 确实是个明白的 雷远汉手 文章先给我看过 然后尽快腾超多份 发往各处蛮夷居所 另外 也发给我方与蛮夷往来的所有人 让他们都去宣扬 遵命 第二件事 严淑和韩纵 沈真等人调动郡县防军 加强宜都郡各地的戒备 须得外松内景 明面上不要露出风声 免得使蛮夷疑虑 各位校尉所领的物保 军营也不要妄动 除了郡县防军以外 住在乐乡和一道的 由我本人指领的兵力 也随时做好应变的准备 王延公身问道 蛮夷行事粗疏 今日如此 后继安排 恐已建在弦上 是不是要提前争调 返乡探亲的将士们 雷远想了一想 最后道 不必 眼下还不知 毕竟许多是上述猜测 他把江东两字 咽回了喉咙里 才继续道 还不知蛮夷那边 究竟会生出什么样的事端 若急召将士们 其紧张气氛 突然落人口舌 先等一等 王延道 遵命 至于第三件事 由李珍和王平牵头 查一查今日的情形 这些蛮部渠帅 首领 是报了什么样的意图来此 他们果然受人蒙蔽 还是首属两端 一个个的都要查问过 在集那个什么大巫 他想要达到什么目的 是谁在这些操纵 又是如何做到此等情形 全都要问清楚 李珍和王平一起公身领命 当日 雷远不再出行 直接领着大队 折返一道去了 同时又有消息 传往金蛮各地 说各部渠帅 都与奋威将军相会 商议今年促聚的安排 据说内容更丰富 参与的部落更多 胜利的赏赐 也更丰厚云云 而一度各地的戒备 看似不变 实则严密了很多 在雷远和各级官员的住处 各处官司 府库等 都增加了护卫人手 在街上巡逻的兵族 也都加派了数量 第627章 15 金蛮的动向如此诡秘 后继闭有重大举措 雷远不敢稍有疏忽 回到一道后 他连夜安排应对 城中也因此 充满了紧张的气氛 护金蛮校尉的职务 虽使雷远获取了 与金蛮往来的权权 并得以从中获取巨额的利益 但在某种程度上 也是对他的限制 身为对金蛮的直接负责人 他不能随口忘断 而且 面对金蛮的任何举措 都必须以稳定为前提 之前曹刘沙场对抗时如此 如今 曹刘两家 各有紧张谋划时 更是如此 雷远出到荆州时 为了搅乱江东人的布局 毫不犹豫地的 对蛮一部落实以攻杀 可到现在 他下意识的力图 保持内井外松 军中自然戒备 但又急令下属各地主官 务必是蛮一一坦诚 这些十日以来 蛮人当中 有许多已经彻底投向郡府的 没必要拿他们抖威风 突然引起矛盾 另外 在幕僚们提醒下 他也给荆州军府 去了一份密信 提请注意异常 待到这些是忙完了 夜色见智 雷远从乐乡及时回来 又组织应对 忙了许久 这会儿才令人热了肉羹 和几张糊饼 当做晚饭 之后便等待审问的收获 李珍和王平 先对今日参与此事的 金蛮首领加以训问 但没什么像样的进展 几名首领 一个个都在叫苦 都说自己 真是来向护金蛮校尉请教 意图稳定蛮中局势 非要说起来 似乎各族中 都有人窜夺首领们前来 只不过因为汉蛮 毕竟为两家 所以首领亲至的 只有田氏 相氏 陈氏三家 关键是那个叫做 启沙的大巫 没错 他的确有些装神弄鬼的手段 但也只是一些小手段罢了 初时 李珍深恨此女 竟敢威胁宗主 狠狠地上了几趟刑罚 他倒也嘴硬 禁不开口 反倒是王平出面以后 以他自己作为 从人的身份现身说法 讲了八郡从人部落的现状 当然 避过了对张鲁的抨击 毕竟身份类似 便好沟通 这起沙终于把该说的 不该说的 陆陆续续都交代了 李珍留了王平继续查问 他自己录了一部分口供 先来向雷元禀报 原来 这起沙乃是前代大巫之女 虽也号称大巫 其实像是蛮不中的资深乌席们 推出来的一个工具 平日里 有时做些扶危济困的事 也做些假托鬼怪乌骨的杀人把戏 为乌席们赢得些名望 他所以来此 乃出于蛮中肃老之命 有肃老亲口交代说 近来离开深山的族人 或者贝族望本 信奉张鲁所传鬼道 或者亲近汉家官府 转而借视清亚本族的 所以 族中特意安排了机会 将亲近汉家的各路首领 聚集在一起 让启杀出面 将他们全都诛杀了事 使听堂中 众人昏迷的 乃是蛮不历带相传的药物 配方无非乌头 父子 蝉苏 梁荡子之类 而雷远不受影响 则是因为 他在靠近雷远落座时 特意往雷远的方向 撒聊解毒药物 并非厚爱于雷远 而是他临到动手前觉得 杀戮太盛 想和奋威将军谈谈条件 别人让他来杀人 他就这么来了 即至当场 他又打算和我谈条件 这么说来 我还得谢谢他不杀之恩 雷远用力拍打暗戟 砰地一声响 把筷子震得落地 数百年来 汉家官吏多有将认知于 金楚视为未徒的 以前雷远自视身边守卫慎重 从不当回事 这两日回头想想 自己着实是闲死孩生 在鬼门关前打了一转 而性命居然就掌握在一个 无知蛮女的一念之间 绕视他涵养甚厚 也难免惊怒交加 看来 此女不止愚昧 还幼稚 那么 令他来行刺的那些蛮部的素佬是谁 他们又有什么后继的安排 这么大的事 总不见得他一人半了 党羽呢 同谋呢 雷远追问道 李珍答道 此女既然来做刺客 便不过是个弃子 只怕也不知道 更多内幕了 王子军还在盘问 却不知收获如何 正说到这里 王平急匆匆赶到 将军 怎么讲 他交代说 此前在深山中 曾无意间听几名素佬传言 出一放轨十五收 十五这天 正好各处一同行事 正月十五 那还有几日 能再做些准备 雷远稍稍松了口气 王平连忙道 将军 今瞒自古以甲子纪念 无关朔忘 他们的正月十五 便是明日 雷远这时 也想起来了 瞬间无语 仔细一想 蛮蚁本身虽无谋略 背后却很可能有江东人在 哪里会容得荆州 徐徐安排 慢慢应对 已经下手来杀二千男了 接着自然一步 仅四一步 当雷远被刺的消息传出 其余的动作立即跟进 正好乱中取利 自己想要振之以静 徐徐应对 未免想得太美 只希望此前故事太平的文书 传往各地以后 能够让金蛮们稍许冷静 多想想 太平日子的好处 少做蠢事 不要轻易受人利用了 想到这里 雷远沉声吩咐到 让马带的骑队做好准备 随时出发救援 除此以外 也没什么需要再做的 各地怎么应对 那得看各地的本事 与此同时 护金蛮校尉下属的从事黄轩 正在与群集在层平的蛮一个部 饮酒作乐 按照蛮部的习俗 正月十五是重要的节日 各洞 各债 都会安排祭祀 宴会 乃至驱邪 降妖的仪式等等 从前年开始 亲近汉家朝廷的部落 有邀请黄轩前往山中一同庆祝的 去年这时候 同时发出邀请的小部落 近有十余家之多 黄轩实在分身无数 所以定了个规矩 在每年正月十五之前的这一天 由护金蛮校尉府出面 邀请部落的酋长 金夫们到层平 大家炙酒高会 痛快喝一场 黄轩自公寓 是玉州陈俊仁 家平而好读书 曾经得到过本地名法科的推举 后来得罪了乡李无赖 争执时措手杀人 被罚以情面和承担的徒刑 黄轩不服而逃 辗转王入前山 在前山时 他是周虎身边非常得力的助手 到如今 他作为护金蛮校尉从事 长期代表雷远行事 在蛮部中的地位非常高 便如此刻 在层平城寨中央的一片平地 已被打扫得一干二净 篝火周围 铺着厚重软实的毡毯 排布着一座座白蛮酒肉的暗鸡 黄轩坐在篝火北面上手 分散在两侧的 则是许多同来作乐的蛮球 对蛮球们来说 黄轩算是大人物了 于是一开始颇为局促 后来看黄轩性质颇高 连连劝吃劝饮 言语毫不拘礼 蛮不重人便也放松下来 有几个坐得离黄轩近的 大着胆子套近乎 张口不换 从事而换他公寓 黄轩也乐呵呵地答应 这一来 场中的气氛便愈发热烈了 第628章 劝酒 人群中有个头戴塔皮冠 身着五色华服的中年汉子 一看便知是 急重视部落传统的生蛮 他将精致的黑漆酒盏端 在手里抹撒着 却不饮酒 只看着黄轩 与各部蛮球们背斩往来 过了好一会儿 他蔑视地冷笑一声 低声对身旁一人道 这黄从事 简直一丁点的气派都没有 汉人的高官都是这种货色 身旁的同伴正守口并用 与一块半熟的羊蹄做斗争 他嘎吱嘎吱地努力嚼着 嘟囔道 没错呀 这就是曾平这里的汉人高官 我们要去乐乡 先得通过他才行 说到这里 他将羊蹄胡伦吞进肚里 比划着道 这是汉家皇帝 他把手放低些 这是荆州方圆数千里的汉人大球 换作左将军 手再放低些 这是负责于我们蛮蚁往来的大官 有个名头 叫座户金蛮校尉 再接着就是黄从事 他指了指黄轩 从这里到乐乡 我们黄从事说了算 他这段话 十分谄媚 又说得十分响亮 或许是存心说给黄轩听的意味可知 黄轩果然听到了 举起酒杯向他示意 单军过誉了 哈哈 大家都是朋友伙伴 哪有什么 你说了算 我说了算 话虽这么说 那股得意劲儿瞒不过人 于是 好几名蛮球一起起身 都道 我们愿意 遵奉黄从事的号令 黄轩辅着阁下短然 笑音音地左右看着 愈发快晃 他指点着起身的几位 随口道 诸位的后裔 我黄轩都记得了 来人 来人 赐每位属锦一 不 不 武端 属锦武端 当然不是小数目 可也算不得后辞 在场这几人 为了获得去网乐乡 大事交易的资格 贿赂给黄轩的财物 简直不可胜数 岂止十个 二十个武端属锦 然而 几人纷纷败倒感谢 露出感激涕零的样子 唯独坐在稍远处的 皮关中年 脸色难看 发出一声冷哼 这冷哼突兀无比 场上不少人都听见了 句都吃惊 所幸 这时候特别鳄鱼的树人 正在黄轩身前起舞做歌 唱着山间小调 黄轩没注意到 满球们唱歌起舞 黄轩摇晃着上身 拍手以合 正在高兴的时候 外间赶来一名军官 神色紧张地站到黄轩身后 许多熟悉黄轩的人也认得 他是黄轩的重要副手 陈平驻军的首领名叫段丰 段丰本是贺松的部下 前年贺松驻扎陈平的时候 才转立于护京蛮校尉府 他这会儿过来 必有要事 黄轩脸上醉意十足 稍稍后养身体问道 何事呀 段丰富尔低语 报称 陈平外围有大量蛮人行动异常 正包围这里 怕不有数千人 在两个时辰前 他们收到了乐乡发来的紧急通报 于是段丰负责军事准备 黄轩负责对外表示 一切如常 因为正但休目的缘故 此刻 陈平驻军不过两百多人 黄轩手下的武力也只百人 算上住在这里的百姓 也只有一千余 陈平又不是什么军事堡垒 满意果然动用数千人来袭 几方突然死守 很难遮护得住 面对这种局面 段丰虽是航武中的老手 一时也感识错 是以分明军务时他负责的 却来问黄轩 黄轩不紧不慢地打了个酒阁 片刻后低声回答道 今日酒宴来了这么多人 满意明白着 是要内外同时发难 我在这里继续饮酒 稳住他们 你带将士和百姓们去百渔山 站住山上的凉酷无酷 只要百渔山在手 满意就没有机会 所谓陈平 本是在陈水三面环绕下的一片耕地 形如半岛 因为冬季寒冷干燥 陈水断流了 三面都可以步行通过 所以 整片城寨的防御重心 其实是在空地北面 那座名叫百渔山的小山 好 段丰仲重点头 他与黄轩合作两年了 知道此军 如今是雷氏宗族中 仅次于新兵 周虎的管事 虽然于外界少有声明 其实权势极重 手段也强 并非寻常书生 如今 眼看他遇此突发事件 却镇定异常 毫不犹豫地就拿自身做耳 心里更是暗暗佩服 段丰低声道 我找几个酒量宏大的人 过来陪饮 惯他们一通 等他们醉了 你借机脱身 你可千万不能陷在这里 黄轩微微汗手 嘴里说的 却是另一桩事 现在这里 现在这里的不会是我 放心 蛮医们会聚集到这里来 然后我们 他轻轻挥手下批 断风连连点头 他们两人的低声谈话 已经引起了周围蛮医的注意 坐在他身侧的一名蛮球 醉熏熏地问道 断曲长 你来了 有什么事 黄轩结过话头 挥了挥手 无事 无事 我们是在谈 谈 谈醋鞠啊 他又猛打一九格 醉熏熏地嚷着 各位 有戏田氏 风中巷氏 长沙陈氏等豪球大掌门 今日与我家将军谈得很好 我家将军说了 今年的醋鞠赛事 规格会更高 参与的部族会更多 胜者的赏赐也会更丰厚 过去一年来 醋鞠已经在金楚各地风行 听到黄轩这么说 不少人顿时兴高采烈地叫好 却也有一些人嘴上叫着好 脸上却似没什么喜色 反倒疑惑 黄轩和段风只作不知 黄轩轻轻拍了拍段风的手背 示意他离开 随即大声笑道 继续唱歌 继续跳舞 继续喝酒啊 不要停 当下饮食歌舞如故 大家的情绪都很高涨 之后一个时辰 陆续来了不少 汉人小力加入 频频劝酒 做中人能饮不能饮的 渐渐都有了四五分的酒意 眼看着酒宴将要通宵达旦 场外忽然传来剧烈的喊杀声 显然有一只不知从哪里来的人马 包围了整座层屏城寨 从四面八方发起了进攻 或许是猝不及防 又或许是根本没有人防御 城寨的外围顷客就被突破 至少千名金蛮战士 高举着松明火把 如潮水般冲了进来 场中饮酒作乐的人们 巨都惊慌 不少人猛地跳起 以至于带翻了身前的暗机 其中更有数十人 齐刷刷地甩开 勒身上的宽大袍符 露出内藏利刃 休得乱走 这数十人里 为首的赫然便是刚才 那个鱼词朝涌的丹弓 此人宁笑着站到场地中央 高声道 今日蛮部大军到此 专为发财 黄轩 你传令合成投降 我饶你一命 场中一片纷乱 没人回应 黄轩 出来 丹弓大吼道 过了半晌 有人疑惑道 他跑了 丹弓赤道 胡扯 他不是一直在这里饮酒吗 定是躲在哪里了 把他找出来 此时夜色深暗 视野模糊 数十人搜了一通 哪里找得到黄轩 就连黄轩的几名部署 并及适才那半个时辰 在场中活跃劝酒的几人 全都不知去向了 正坐没奈何处 空地以外 响起沉重的脚步声 又一对金蛮战士 冲了进来 第629章 平贼 金蛮部落中 绝少铁制武器 即便在雷员展开 与金蛮的贸易以后 武器输出 仍受管控 得到最大份额的沙漠科部落 也只能维持数百名 持有还手刀的部队 每次作战之后 还要操心武器的折损和替换 事实上 护金蛮校尉部队 每一个够分量的蛮部 都专设了部册 来记录分析他们 获得的物资数量 小心控制着他们的武力上限 哪怕对沙漠科也是一样 但这一对人的装备水平 却与汉家将士一般无二 他们之中 甚至有近百人披着皮甲 手中有长矛和盾牌 为首一人 年约三十 身着铁甲 手持长脊 满脸的青色纹面 极其威武害人 一群部下高举松明火把 簇拥着他大步入来 而场上诸多蛮人里 有人面生畏惧之色 向左右同伴们示意 不要妄动 也有人贵服行礼道 将军来了 这个将军 非是朝廷任命的将军 而是冲中诸种蛮部的 大渠帅陈从 此人勇猛异常 曾有入水隔沙蛟龙的事迹 部下两千余轻壮 在蛮部当中 极有威望 故而 他便如沙漠科 自称蛮王那般 自称为将军 陈从大步站到篝火旁 高声贺问 抓住黄轩了没有 黄轩适乎经蛮校尉从事 实际负责与各部蛮蟻往来 深吸惊难情势 这一支蛮兵杀来岑平 其他的任务都在其次 抓住黄轩最势要紧 然而场内一片寂静 过了半场 才有人道 没 没找到他 陈从怒道 城寨里没见到活人 这里也找不到黄轩 这些人都插翅飞走了吗 怪不得他们来得如此之快 原来势财数千人 一拥而入 竟没有受到抵抗 而无数蛮人 分散在城寨各地 试图掳掠财物 也没见到半个活人 当攻在侧 忽然觉得不对 他连忙问道 城寨里 怎么会没人 我们来时 寨里百姓都在啊 陈从下意识地反驳道 那就是 他们逃跑了 罢了 我们别管那些 快快拿下百姨山上的武库和良库 这话才说了一半 两人面面相去 都觉得大事不好 百姨山就在这片空地的边上 山势不高 但这事看来 却黑沉沉地可怕 陈平本身 作为与蛮夷交流的处所 没有经过特别的加固 但为防万一 去年在北面靠沉水的百姨山上 建了一座规模不小的堡垒 首先 依托山市筑起墙园 墙高五尺 后三尺鱼 跨着墙体又增建了战楼 望楼 在百姨山脚下 又挖了壕沟饮水 在墙园内部 有成片的防射 半数用来存放武器 半数存放粮食 此刻 陈平的百姓们 全都聚集到了堡垒里 把一座座防射 都塞得满满当当 而黄轩 段丰两人和他们的部下 聚集在墙园左近 其中 足有两百人手持公母 坐视瞄准 段丰站在望楼上 对着山下的空地 瞄了许久 黄轩的剑术别角 这时候就不抢风头了 他在望楼下方 仰面问道 看清了没 为首的是谁 段丰宁笑道 我就知道 是陈从这个 不知死活的蠢货 话声中 剑矢离行而出 在空气中 划出尖利的锐响 正正地射在丹弓 和陈从之间的地面上 山下的丹弓 猝然失色 鸣笛 射偏了 段丰恼怒地 向其余将士们挥手示意 放箭 放箭 以断封这一件为号令 百渝山上的将士们 纷纷开弓 冲着站在亮处的 金蛮战士乱射 上百人居高临下 做足了准备 又凭借金良武器 那杀伤力 真是害人 蛮夷生性 好杀赶死 若以个人的胆勇来论 简直不在汉家将士之下 但他们 缺乏这儿后战的意识 也没有应对战场上 突发情况的经验 面临剑矣的时候 他们不是尽量靠拢举顿 更没有丝毫掩护 主将的意识 而是四散奔走必见 结果浑身假咒 最是显眼的陈从 被十几张强弓禁弩 对准了传射 箭矢来得何其猛烈 打在他威武的兜眸上 胸前的铁当上 偶尔发出当当 被弹开的声音 更多时候 则是噗哧噗哧地入肉之响 他一身好武艺 没能施展半点 就被射得浑身马蜂窝 一般栽倒在地 丹弓站在他身边 也吃了好几件 顿时毕命 周围的蛮兵 漫无目地来去奔逃 而箭矢如雨点般落下 将他们像处篮里的处群那样 毫不留情地射到 可悲的是 当首领死亡的时候 城寨内外 仍有数以千计的蛮夷战士 可其中 竟没有人及时站出来 统一指挥 过了好一会儿 箭矢明显稀疏了 才有人喊道 敌人都在山上 我们人多 我们能杀上山去 他们呼喊了好一阵 才聚集起人手 往百渔山方向前进 而这时候 段风和黄轩 已经带着部下们冲杀过来 一息星光之下 数百人杀成一团 鲜血四溅 蛮步本已气弱 强自坚持一阵 便不得不后退 而曾凭守军 践踏着死者的尸体 步步向前 黄轩披了剑皮甲 亲自持刀在一线作战 下手还非常狠辣 周身见血 已经手刃数人 这时抬头看出 却见对面之敌 面色仓皇 军寻不敢向前 这人是才曾参与酒宴的 是个与汉家 往来平靡的部落小长 也不知怎跌被写果到厮杀阵中来了 黄轩持刀指了指他 大声吼道 你傻站着干什么 还不随我杀敌立功 过去数年间 从汉蛮交易中 获得利益的蛮部酋长 毕竟是多数 此番响应 黄轩号召 在曾凭至酒宴会的 许多人更与汉家亲密 他们莫名其妙地 被卷到这场叛乱中 有人到现在都没闹明白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这时候 听黄轩一声吼 便如打开了某种奇特的阀门 原本勉强维系为一体的金蛮队伍里 忽然变混乱了 有人挥刀砍向身边的同伴 有人直接大喊着投降 也有人丢弃武器 拔足奔逃 虚余之后 金蛮步众大溃 黄轩 段风带着本部将士和导戈 轻抚他们的蛮夷首领们 追出树里 因为担心夜中为残敌所趁 这才收兵折返 黄轩沿途与诸多蛮夷首领 大声谈笑 提前就把叛乱者的部族 奴隶 山间洞寨 做了瓜分 回到岑平 又连夜安排发布文告 安抚周边 审问俘虏 而段风则忙着重整防御 打扫战场 带到诸室底定 已尽凌晨 局势如此 黄轩已决定把护金蛮校尉的官署 直接迁到山上堡垒居住 所以 诸人从安置俘虏的营地出来 直接往柏鱼山方向走 城里的百姓们慌了整夜 这时候 虽说雀人叛乱已被打退 却还惊魂未定 一路上 几名武力打着火把引路 道路两边漆黑一片的聚落中 还传来 稀稀苏苏的话语声 走了一段路 段风得意道 此番贫贼功劳不小 咱们到雷将军面前 也有说头 自然少不了断屈长的功劳 黄轩哈哈一笑 他挠了挠额前 遭情形刺出的疤痕 脸上浮现出几分忧色 咱们这里街道警报甚早 日常又与埋隐密切 虽能如此 其他地方呢 你听到那些俘虏交代的吗 这一回金蛮索图甚大 金南四郡四十九县 都能如我们这般应对吗 段风笑道 那是各地郡守该担心的 黄轩叹气 可我家宗主才是护金蛮校尉啊 他越想越是忧虑 终于下定了决心道 我得立即去见一见雷将军 第六百三十章 空白 正月十五的中午时分 雷远正在接见陶威 陶威也是雷远 最初的二十名护从之一 其人乃是故徐州木桃千的同族 曾在彭城做过小例 后来曹公鸡徐州 所过多所残路 陶威家族亲父 只剩他自己逃生 当日雷远在 肋骨间阻击张辽时 陶威奋勇作战 被张辽用刀环砸碎了胸口骨骼 几乎当场丧命 是赵云恰好赶到 失以急救 将他救了回来 因为伤势毕竟沉重 陶威弃武从文 负责建设乐乡各地的少甲 艾口 后来 吕蒙公打乐乡县城的时候 他协助蒋婉守城有功 继而以郡府从事的身份 负责宜都郡各地的建设工作 这植物在外人看来 乃是一个捞钱的肥差 险系雷远为仇庸所赦 其实并非那么简单 这个植物不仅管控着宜都郡范围内的轻壮劳力 也是金蛮子民纳入汉化的第一个环节 在陶威的经营下 这更是郡府对金蛮方面的辅助情报来源 昨日雷远在乐乡被刺 随即折返宜都 发布多项警戒命令 陶威不敢大意 在文讯后立即调动不下人手 探查相关信息 作为宜都最大的包公头 他是金蛮壮丁眼中的衣食父母 故而他遣人出面打探 别有一番奇笑 在他亲自督促下 到今天一早就得到一些风声 随后几项传闻会总过来 整桩事情又露出了别样的眉目 陶威将之整理成文 不敢耽搁 立即来见雷远 金蛮的异动 大概是从去年11月末的时候开始的 那一段时间里 有一些金蛮的酋长 金夫之类从南方来 说是探访同族亲友云云 后来发现 来得不止明面上这些人 还有些人 或者伪装成来干活的金蛮轻壮 或者扮作金蛮的乌席之流 粗略计算 大概有四五十人 当日为何不报 当时我们请了数人来 查问他们的来意 他们自称是从武陵 零零等地深山中来 有的是受宗族所托 来探查遗都的情形 想往我们这里贩卖山货 有的则是出于队 可可 对将军 支持张公祺在蛮中传教的不满 想要来这里煽动同伴 雷远面沉如水 倾寇暗己 继续说 对前者 其实为我们所乐见 而对后者 埋人的想法素来古怪 我们当时并没在意 何况 他们在一都 根本煽动不起什么浪头 坐在雷远身边 一起听陶威汇报的 是马忠 严普 和周虎等人 马忠好奇地问道 何以见得 辖江间的名夫 立功们 除了金满以外 还有许多是从人 从人的首领 如普虎等 原本笃信张鲁的鬼道 后来张鲁被将军俘虏 汉中又屡次一手 所谓二十四至哄堂大散 谁要说将军你支持张鲁 这些从人第一个不信 雷远似笑非笑地摇了摇头 后来呢 后来 想要煽动此地蛮夷的那些人 我们将之交给了沙漠科 让他去处理 陶威道 怪不得辖江间安然无事 原来是陶威这边 直接处置了 斩断了 想要伸过来的手掌 金满各部之间的竞争 速来惨烈 杀戮之甚远超外人想象 何况 沙漠科近来与张鲁走得很近 明摆着 是想依靠张鲁的宗教组织 来对抗蛮中根深蒂固的乌袭势力 陶威说 把这些人交给沙漠科 那就等于是 要了他们的命 至于说 要来探查生意的那些 我潜然领着他们去了乐乡 但当时 当时有人回来提了一句 这些人自称来自蛮中各地 其实应该都是零零来的 零零 马中和严谱都皱眉 这两人虽是一周人 自效力于雷远以后 颇曾对荆州局势下过功夫 知道零零在武林的更南面 位于香水上游 递进郊州 即将成为雷远妹夫的习珍 便任零零北部都尉 襄阳习士本身 也是乐乡大士中的有力成员 而在零零郡中 有强盛的金蛮势力 顺帝时 零零蛮羊孙 陈汤等住斥责 称将军 捎官寺 超略百姓 到环帝时 零零蛮又攻略长沙郡县 所过之处百姓山无一类 杀戮极盛 马中道 将军 零零蛮此番作乱 在各地都有事前布置 必定有周全的谋划 有极大的企图 我们若奋兵四处赶场救火 恐怕正中了他们的下怀 不如先行闻零零郡 促请零零太守豪朴 小心应对 若有必要 则直接起兵 往零零走一趟 雷远是护金蛮校尉 负责对金蛮各部督察动静 并可全权处置 若有变异文 可安吉 则安吉之 可吉 则吉之 并不受二千代刑不得出界 并不得善发的限制 从常理而言 如马中所说那般直击要害 却是最干脆利落的办法 而雷远先不应他 转对周虎道 你去问问那些蛮夷酱们 煽动他们 来见我的族人 是不是与零零蛮有联系 此前已确认 这些求见雷远的蛮夷酱 并无恶意 但因局势不明 又不便立即遣他们回去 雷远便将他们转到了周虎这边 后次华府美宅 好吃好喝好招待地居着 周虎应声去了 过了一会儿 又匆匆回来 蛮夷们行事稀里糊涂 大多数人问不出什么名堂 只有有西田市那边说 近来确实有零零 蛮在有西活动 这就够了 蛮夷各部分处千山万鹤之间 交通往来至为不便 有些寨子彼此相聚数理 却因深山大谷隔断 老死不相往来 哪有部罗那么闲的 三天两头互相串门子 他们又不踢醋局 只是 周虎去了雷远一眼 沉声道 时有八九 便是零零瞒受了江东人的山洞 往京南各地搅风搅雨 只是 零零那边 我们的力量速不能及 也速来不往那边去 您看 怎么应对为好 马中和严谱毕竟资历上前 不知这当中有个秘星 当日 淮南好友联盟 自江淮投奔荆州 沿途写过民众 到抵达江夏的时候 男女不取数万口 激进当时 玄德公在公安邻友民众的五分之一 故而 玄德公亲往江夏会见雷远 提出 将淮南好友联盟 拆分为二 卢江雷势为一部 其余好友宗族为另一部 分开安置 玄德公既坦然提出 雷远便当即应远 这才有了卢江雷势立足乐乡之事 而其余数万人 都迁徙到了陵陵北部的昭陵县 之后 习珍即将出任陵陵北部都尉 驻扎昭陵 特意求取雷远之妹 便是想要借重 卢江雷势 在江淮豪族中的影响力 但除此之外 雷远必嫌 从不以任何理由 往零零伸手 哪怕在护金蛮校尉 相关事务上 也是如此 所幸零零蛮像 较于武林 长沙的蛮夷 习俗更接近于 雕蹄胶纸的南蛮 本来少于北面的金蛮往来 也就是说 对零零蛮的掌控 恰是雷远这护金蛮校尉 治下的一片空白 谁能想到 这会儿偏是零零蛮牵头 生出是端来 第六百三十一章 义齐 周虎将这其中的缘故说出 众人一时犹豫 马中 严谱和周虎都知道 自从此番汉中将临两地战胜 玄德公遂常驻汉中 亦与城市而起 以更尊崇的地位 整合金翼二周 只不过尚缺一个 名正言顺的契机罢了 在此期间 雷远的岳父 曾经给雷远发来书信 关怀女儿 女婿 但在书信最后 却又提了一句 说 玄德公爵赞许之的才能 想来此番定能扬名显清 而使宗族惺惺 至于其余 莫过忽让 后来 雷远大规模地分拆宗族土地 再度缩减 卢江雷氏宗族 直属田庄 物宝的数量 便是秉承了这份书信 或者说 玄德公本人的意思 玄德公今后常驻汉中 所以避讳明确体制 将荆州正式托付给部下重臣 以关羽为首 是毫无疑问的 而雷远很可能将会越过攀训 成为地位仅次于关羽 并且权力兼集军政两面的大员 被政权赋予的力量持续增加 那么相应的 源于宗族的力量 就当烧之自益 所以 护金蛮校尉 虽有越境的权力 雷远却不想轻易地用 他情愿先稳住遗都 再与各地郡守联络 慢慢压制金蛮 可既然罪魁祸首 就在零零蹦打 难道几方真就敢看着 雷远稍稍犹豫 便有决定 玄德公非昏庸小气之主 我雷远更不是瞻前顾后 畏首畏尾的庸人 无人那只手往金蛮伸过来 我便剁他们那只手 这又有什么值得一律的呢 正待发令 堂外有护从禀道 护金蛮校尉 从事黄轩求见 黄轩 雷远有些惊讶 黄轩担任护金蛮校尉从事 不是常驻岑平 怎么忽然来此 难道 他略微提高嗓音 快让他进来 厅堂正门敞开 一阵冷风灌入 黄轩大步入来 浮身失礼 堂上诸人见他风尘仆仆 两眼通红 跑脚还引带血迹 无不失色 好在黄轩起身昂然道 启禀将军 今日凌晨 蛮夷作乱 聚众数千围攻岑平 现已被击溃 哦 雷远心想 果然后继的乱世 一桩桩来了 他问道 此番蛮夷乱世 来势汹汹 哈哈 我本人都几乎为比所称 公寓 你如何能脚平的这般快法 黄轩看了看雷远身边数人 他是周虎的老部下了 与陶威也有交情 但与马中 言谱都不熟悉 雷远道 在场的都是心腹之人 有话只管说来 之前曾向宗主禀报过 我在蛮夷之中 拉拢了一名关键的戏作 这戏作在外 常常表现得与我们敌对 以这形象为掩护 偶尔能替我打探一些蛮中密事 说到这里 黄轩稍稍一顿 雷远轻笑一声 向在场主人道 这是黄公寓 千辛万苦埋伏下的底牌 实属机密 诸位切勿外传 马中等人都道 公寓放心 黄轩继续道 此番金蛮作乱时 便有人提前劝他来 曾平赴我的酒宴 说什么 初一放鬼十五收 酒宴上 正好收了我黄轩这个鬼 但因为是起仓促 他没能提前通报于我 只能赶来赴宴 后来我击破蛮兵 这细作 也随溃兵奔走 逃跑路上 劝他之人又给他打气 说此番动荡 乃是零零蛮中大球发起 背后还有强有力的支撑 他立即寻击脱离了溃兵大队 转回来见我 说到这里 黄轩从秀中取出一卷文书 这是他的供述 雷远接过口供 先不拆开 他问 你那戏作现在怎样 脱队的时候 并无旁人见到 所以他与我交代过后 赶紧离开 再去追赶溃腿中的同伴 竟能在蛮不安排下这样的案子 公寓 你做得很好 雷远赞了一句 打开文书来看 他略看一眼 脸上便露出 果然如此的神色 将军 马中问道 雷远将文书递给他 站在零零蛮身后的 果然是江东人 马中看了一看 皱眉道 布置 黄冰 周虎解释道 布置布子山 乃吴侯不夫人的族人 此前任车级将军东曹苑 徐州至中从事 前年转任鄱阳太守 在鄱阳水军大营编练精锐 当时传说 江东打算经过香水 林渠而至西将 进而挥军攻略交州 但后来 吴侯与玄德公重定盟约 江东无稽可承 此意遂寝 至于黄炳 周虎的记忆立着石出众 他想了想 便知此人底细 此人乃是黄公夫的底子 宗主 黄公父出身于江夏皇室的分支 玲玲皇室宗族 昔日在玲玲郡的屠妇宾客 故旧亲朋不计其数 黄炳既然身在玲玲 想要策动玲玲蛮 当飞难事 马中连连摇头 这就是孙刘联盟 这就是孙刘联盟 严谱叹气 这就是孙刘联盟 雷远拍拍暗机 既然身在荆州 少不了这些彼此添堵的烂事 在座之人 给江东天的乱子也不少了 自家关起门来商议 已经无需故作感慨 雷远继续道 吴侯是因为做不成 大汉无功 而心怀芥蒂 还是在与玄德公的往来谈判中 又生出了什么新想法 这我们管不了 我只问 有何良策解决问题 话题又绕回来了 众人瞬间都看黄轩 他捕捉到了这么关键的信息 手头又有得力的细作 然后半日里 狂奔180多里的赶到一道禀报 这意思已经至为明白 果然 听得雷远这么说 黄轩立即道 护京蛮孝魏府 对蛮夷的管控并非不得力 但蛮夷系受侧动 事前绝少征兆 这好比两人文凭对弈 我们已是先手 纵在乐乡 在曾凭挫败蛮夷的图谋 可惊难如此广阔 蛮部的活动范围又兴罗齐步 其他各地是否会受影响 会根本无法预料 也无法防备 雷远微微汗手 黄轩环视诸人 继续道 所以 最好的办法 便是不理各地乱局 快刀斩乱麻 直往凌凌 周虎骤眉道 公寓 这当中有个爱难 宗主的爱难 我自然明白 所以 敢请宗主一道令 云我调用 陈平物资钱粮 我只一人一起前往凌凌 将布置和黄炳擒来 黄轩昂首挺胸道 拿住这两人 则凌凌蛮无人指挥 筹划 自然眼福 而江东有什么图谋 我们也可就此洞悉 什么 一人一起 周虎虽有心理准备 也不免大惊 这 这也太 公寓 你看什么玩笑 陶威也发愣 马中和阎谱对视一眼 流露出骇然神色 只掉用层平的物资钱粮 不动兵马 一人一起 前往凌凌 雷远用手指轻轻刻着暗击 若有所思 果然能够如此 倒是最好 黄轩做了两年的护金蛮校尉从事了 他人或者还将黄轩 当作那个负责汇总罚 月记载的书作 但雷远很清楚 要在无数蛮人的围绕当中 站稳脚跟 需要何等手段和决心 这样的人物 宛如追处囊中 迟早有脱颖而出的时候 现在 黄轩既然敢这么说 雷远相信 他便有成功的把握 伴赏之后 雷远徐徐问道 荆州要稳定 蛮部也要稳定 所以 解决乱局 越快越好 你估计 拿住这两人 需要多久 十日 从一道往零零去 路程千里 不必勉强 便以十五日为期 黄轩大声道 遵命 另外 我再与你两份公文 若有需要 可以求助于零零太守豪谱 零零北部都为席真 多谢宗主 雷远向马中示意 得信可以去准备公文 扶令了 马中全然没想到 雷远竟会同意 他慌忙起身 往厅堂外右侧 厢房奔去 黄轩想了想 又道 宗主 行事过程中 难免行杀 不知 黄炳二人 我自会将他们带回来 但他们的部署 同伴想来 为数不少 公寓 信心十足啊 雷远笑了笑 从容道 金蛮一向都是乱来的 近年来游慎 杀起人来 全无顾忌 公寓 别人不知道 你还不知道吗 黄轩深深失礼 我明白了 第六百三十二章 乱子 虚余之后 马中折返回来 黄轩接过福姓 公文 仔细收拾了 向雷远告辞 严谱看着黄轩跨过二门 身影闪了闪便消失了 他捋了捋河下虚然 情不自禁地叹道 将军的麾下 真是藏龙卧虎 雷远点了点头 又摇了摇头 卢江雷氏宗族的管事们 其家的途径 与其他地方的世子文人不同 他们几乎 每个人都有悲惨的故事 都是被逼到绝路了 才不得不往前山里做贼 能够从这种酷烈环境下 挣扎出来的人 或多或少 总得有点过人之处 逼到极了 刑事的路数 与严谱 马中这样的地方民事 更不一样 只不过 或许黄轩真能扮成这装饰 但雷远还得做些别的准备 他想了想 对身后护从道 被传 我去一次江陵 与此同时 黄轩领命挤走 毫不拖泥带水 他和几名护卫 来时骑乘的马匹 已经疲累不堪 于是 直接换了马 当日便再赶180里地 赶回藤平 去的时候 他带着四名护卫 回来时只剩下两人 原来冬日里 天色昏暗的早 有一名护卫 经过三河口的时候 不慎尸体坠马 伤了腿骨 于是 黄轩留了一人陪伴照顾 自己继续火急赶路 他们三人抵达的时候 都累得说不出话 满面灰尘被汗水躺开 留下一道道灰黑色的痕迹 早有部下奉上热水 手筋 黄轩下马来擦了擦脸 只绝面上皮肤 被寒风吹得君烈的地方 又痛又痒 因为沙土灌入咽喉的缘故 他几乎说不出话来 嗓子干涩的 就像是枯椒的木头 而他两股内侧 更是火辣辣的 那是一路奔来 被马鞍磨破的结果 细心的人 可以从裤腿上 看见凝固的血迹 段风迎上来问 公寓 将军怎么说 黄轩并不回答 先向一名丛人招手 问他要过水杯 刚喝了一口水 又倒抽一口冷气 原来因为路上疲惫 他时不时地咬自己的嘴唇提神 这时候 嘴唇也破了许多口子 被水一击 顿时剧痛 过了好半晌 他才稍稍缓过进来 把祖王摆于山上去 段风又问 公寓 黄轩想了想 在出发的时候 只说 自己想要催促雷远主动出击 压服叛乱的金蛮 然而 因为半路上突发奇想 最后竟生出了一个单人 毒气去抓捕木后 侧动者的主意来 而雷远竟还同意了 他简直不敢对段风说 怕说了以后 段风以为他疯了 于是他沉住气 先反问 周边可有什么消息 曾凭位于宜都郡以外 武林郡的辖境内 恶守南北水路交通的咽喉 西面陆路连通蛮布势力 急盛的楼中 冲县 有阳 尘阳等地 东面经过里水 存水可以直抵长沙 而在南北方向 依托雷远开辟的道路 和围水 孤道并行 南至昭陵 北至乐乡 都很方便 所以 有关京南各地 乃至蛮夷的情报 通常都会先抵达此处 再由护京蛮校尉 下属的立员们 按照轻重缓急分别处理 或者发往一道 或乐乡的奋威将军府 黄轩离开之前 将信息收拢转发的事情 托给段风 故而此刻有这一问 段风让千马来 低士族退开 低声道 多是坏消息 少有好消息 怎么个讲法 果然如你所说 蛮夷们安排今日大局 在京南各处 都闹出老大的乱子来 见黄轩双脚麻木 难以不行 段风挽着黄轩的手臂 为他引路 若在往日 他自己身为取长 并不觉得 有必要对从事如此恭敬 但昨夜今晨 眼看着黄轩如此精明处断 不由得他不格外尊重 他与黄轩一边走 一边介绍道 贵阳郡是最早出事的 至所称县被蛮夷四千多人 急功 太守料力不敌 弃外城 而聚守郡府 前主不沉爽 倾其求救 据说城中百姓死难极多 长沙那边 听说有贼寇攻打林征不成 转而大略横阳凉库 并纵火焚烧周边田庄 这两处是规模较大的 另外还有上百人 数百人的蛮夷暴乱 攻杀相立 超略县城的 大概十余起 段风松开扶着黄轩的手 比划了一下姿势 苦笑道 送到我这里再转出的求救文书 有这么厚 粗略估计 军民损失数以千计 刚说完 段风便发现黄轩脚下不稳 隐约打了个 猎解 连忙在将他扶住 就这些 已经很好了 宗主把田氏 相氏 陈氏 潭氏等多家蛮部首领 暂时堪压 又火速放出音讯说 彼此合作愉快 这显然起到作用了 眼下动员的蛮人数量 远非极限 恐怕有至少七成的蛮部 都在观望 当然 三成的金蛮部落骚动 已经叫人头痛万分了 也有好消息 蛮一攻打招灵 已被林林北部 都为席真击退 林林郡境内 也无其他事故 尚属安定 段风继续道 公寓 若你要往林林去 至少道路是畅通的 黄轩先是摇头 林林郡现在上属安定 这才最麻烦 随即他又一愣 宣国 怎么知道 我想去林林 公月 咱们在陈平处了一年 我大概知道你的性子 你满心想力大功 做大事 最喜欢迎男儿上 既如此 很难猜吗 段风看了看黄轩的神色 沉声道 却不知 其中可有什么地方 需要段某协助的 这时候 两人已经攀上 百余山的蜿蜒山道 站在堡垒的正门前 黄轩扶着门框 站直身体 他这一来一回 三百六十里路 长途奔走 去的时候 披心带怨 回来的身后夜色 又已暗沉 这时候俯瞰下方 但见昨日举办酒宴的广场上 挤出篝火如同往常 而远近传来雕斗之声 显示出戒备森严 轩国 有件事情 确实要你帮忙呀 公寓但请吩咐 我且去换身衣服 稍稍洗烁 麻烦宣国 先将我们抓住的蛮夷 提出来 聚在广场上 我们抓了七八百人 全带出来吗 全部 黄轩汉手 今日 断风紧急 收拢了散在各地的将士 但目前为止 存平守军 仍然只有五百人 想要控制七八百人的蛮夷俘 不是容易的事 断风连忙招呼手下将士 匆匆赶去安排 黄轩自去惯喜 更衣 又乘着空档 吃了点食物 稍稍瞇了会儿眼睛 好像没过多久 室外有人唤到 黄从事 黄从事 断曲长已经将俘虏们带到 我来了 黄轩挺腰起身 披了件袍子出外 第六百三十三章 行杀 当黄轩踏入广场的时候 便看到广场上 急急哀哀的许多人 大约分成三五十人一组 用绳索紧紧缠绕着 在守军将士的严密看管下 他们东一堆 西一堆的贵服在地面 今天凌晨 在这里饮酒作乐的蛮夷酱 瞿帅们 绝大多数都已经逃散了 无论他们是亲近朝廷 还是亲近深山中的同伴们 既然能坐到首领 至少看风色的水平不差 所以逃散得比常人快些 最终战败被俘虏的 大多数都是蛮族中的普通战士 黄轩慢慢从他们身前走过 左右看看他们 这些人大部分是断发纹面的蛮夷 还有些像是汉人奴隶 许多人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 身上裹着蓝绿布条或者兽皮 裸着躯干 哪怕夜风凛冽 也吹不散鼓鼓发霉的恶臭 不少人身上带着伤 但没有得到任何治疗 因为被驱赶到广场的过程中 遭到粗暴对待 黄轩看到有人的伤口再度撕裂了 开始躺血 当黄轩看着他们的时候 这些俘虏们也看着黄轩 有人低声道 这个就是汉家的黄从事 是从这里直到乐乡 最大的酋长 过去两年里 黄轩作为雷远的代表 常驻乐乡 着重在生意 但也常常寻行李氏 主动参与各部蛮族之间的事物 或者调解矛盾 或者按照蛮步的惯例 才定对错是非 所以 认识他的人真不少 当黄轩缓缓走过时 原本造杂混乱的俘虏队列 慢慢安静下来 有人用恳求的眼神注视着黄轩 想要向这位传说中的大人物求饶 却不知道该说什么 但也有凶恶的眼神投过来 黄轩小睡一会儿以后 精神恢复了不少 于是 很容易就注意到了 某批桀不驯之人 他走过去 站在这批人身前 发现他们身上 都额外捆扎了绳索 以至于各个动弹不得 甚至有一部分人 只能用扭曲的姿态 躺在地上 但这不影响他们仇恨的眼神 他们每个人都睁大了眼睛 怒瞪着黄轩 这群人什么来落 黄轩问道 段风从广场另一头绕了过来 解释说 这伙人是陈从的部下 之前与我们作战时 十分凶猛 为抓住他们 颇费了番力气呢 陈从便是那个自恃无勇 自称将军的蛮夷首领 被守军从百余山上放箭射死的 怪不得这些人看过来的眼神不善 原来是部下们怀念首领 看他们的样子 虽然兵败被俘 凶悍之气不散 黄轩看看段风 知道段风 大概存了慢慢收服这批人 以扩充自家兵力的想法 事实上 如果能将此刻在场的俘虏们 尽数招降 段风 立刻就能组织起两个新的局 他自己说不定 能捞个银司马当当 可惜 这些人不会到段风的部下 他们各有各的用处 黄轩举目环顾 看见一处篝火旁 搁着一根粗大铁签 那是用来拨打篝火中木柴的 黄轩提着这根铁签回来 用铁签的尖头 对准一个俘虏的胸口 用利刺下 尖头扎透皮肉 骨骼 发出混合着 丝丝见血声的闷响 俘虏挣扎了下躯体 立刻不动了 黄轩拔出铁签 走到下一个俘虏面前 用利刺下去 鲜血一股接一股的涌起 外圈的俘虏 一个接一个栽倒 黄轩抬脚跨过死者 到后头去继续杀人 俘虏们发出狂乱的呼叫 有人拼命地扭动脖子 神区想要躲开这根可怕的铁签 但他们的挣扎 只会使得铁签扎不准 有的人被扎穿了腹枪 划了极大的口子 血流了一地 却没能即刻毙命 于是 黄轩不得不用脚踹住他们 瞄准些 再来第二次 甚至第三次 还有些俘虏闭着眼睛 像是羔羊面对野兽捕食时 绝望的姿态 而黄轩并不因此 而生恻隐之心 他有条不紊的挨个刺杀过去 至多使他们一击而死 不受太多的痛苦 当刺杀进行到一半的时候 黄轩觉得自己的体力快耗劫了 于是他拄着铁签开始喘息 是才有鲜血撒到了他的脸上 他用袍袖抹了抹 血迹化开 阴在了额前情印上 显得残酷异常 他休息了好一阵 等到些够了 他继续一个个地刺杀 足足过了一刻 他终于杀进了这批人 他气喘吁吁地往后退 退到空地上 当他站定的时候 浓稠血脂从被他拄着的铁签上 慢慢流淌下来 而他新患上的袍服 又全是血迹了 不知道 今天荆州军民百姓 无辜而死的有多少 眼前这些人 先杀一半 以示震慑 他冷静地对段风说道 段风已经被黄轩的爆发举动 吓傻了 他是酒精沙场的武人 这辈子从没见过某位文职官吏 会表现出如此酷烈好杀的一面 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孽如道 公寓 岂能如此 杀福不仁啊 黄轩往袖子里掏了掏 取出福信给段风看一眼 段风咬了咬牙 命令手下分头屠杀 惨呼声 哀嚎声和求饶声 顿时高涨数倍 直直地腾入夜空中 还有狂怒的骂声 剑杂其间 随着死者不断增加 浓烈的兴气 混杂着恶臭扑鼻而来 令人机遇呕吐 在广场郊外围处 有俘虏开始逃跑 但他们手脚被绳索控制着 根本跑不快 于是备手持弓弩的守军 轻而易举地一排排地射死 蛮夷部落间的战争之残酷 比汉家割据攻伐并不稍训 但因为蛮部地理环境限制 各部渠帅所掌握的兵力有其上限 单次厮杀争斗的规模并不很大 纵有失败部落合族被屠杀 一次性杀死数百人的情形绝少 而过去数年间 京南各地的郡府对蛮夷夷以怀柔 护京蛮肖卫府更以财获会之 俘虏中的很多人根本没有想过 这次失败的下场竟会如此惨烈 在杀戮进行的过程中 俘虏们竭力挣扎 大声哀嚎 有人为了正开绳索 把手腕的皮肉都撕扯得爆战 还有好几人被此等血腥场面 吓得晕厥过去 而相对的 许多将士们有些迟疑 但他们偶尔回头 就会看到黄轩凶恶的眼神 和他手里主着的铁签子 于是转回身继续挥刀 当屠杀告一段落 黄轩让断锋把幸存者们驱赶到广场中央 广场中央竖着一个木架子 木架子上还挂着四个人 八截躯体 那是四名偷偷解开了绳索 试图袭击守军的俘虏 按照黄轩的命令 四人都被拦腰砍断 挂在了木架上 当黄轩站在木架前头的时候 稀稀利利的血在他身后流淌 使他看起来像是一个毫无人性的魔王 这使越来越多的俘虏惊恐万壮 在如此残暴手段的镇压之下 俘虏们忽然感受到了朝廷的另一面 原来他们不只是善于做生意而已 强者为尊的本能 逐渐从他们的骨子里浮现 这时候数十名武力 从百渔山上的堡垒中 推出几辆独轮车 车子被推到黄轩身前 黄轩示意武力们 把车上的所有箱子都打开 熊熊篝火映照下 所有人都看到了箱子里 有满满的五珠钱 有鲜艳的绫罗绸缎 有精美的金银器皿 种种钱财真丸 顿时将场中人眼闪下一片 作为护金蛮校尉的正式驻地 汉蛮贸易的第一个环节 曾凭常备一笔钱财日常周转 现在黄轩把这笔钱财遗弃都拿了出来 就摆在所有人面前 他还把手伸在钱箱里轻轻拨弄 发出哗哗的清脆声响 蛮仪虽然无知 却不会不知钱财是好东西 对于穷苦异常的蛮步战士来说 这么大量钱财所形成的冲击力 几乎与世财的残酷杀戮相同 第634章 沮丧 凡是敢于和朝廷作对的 全都是死罪 黄轩鹤道 喝过之后 他扫尸着眼前的俘虏们 继续道 但是 我也可以给你们一条活路 现在 我需要两百个人随我办事 等我办成了事情回来 眼前这些财物 就全都给你们 黄轩的嗓子明显嘶哑 他竭力提高调门 大吼道 听清楚了 我就只要两百个人 俘虏们轰然骚动起来 有一名看上去 不过十六七岁的蛮夷少年 浑身都被绑着绳索 他竭尽全力蹭到队列前头 向黄轩喊道 跟着你就能活 听你的命令 就能拿到这些钱财吗 你保证吗 黄轩拍了拍自己的胸口 我黄轩 再曾凭两年了 谁都知道 我从不说一句假话 若我欺瞒你们 就让我变成盘户的口中使 那蛮一少年历势便道 我愿效力 随即 越来越多的俘虏 纷纷表示 愿意为黄轩效力 黄轩挥了挥手 数十名武力就快步上前 将那些口称愿意效力的人 从队列里扯了出来 紧接着割开了 捆住他们的绳索 两百个人说多不多 很快就凑足了数量 他们在曾凭守军的呼吓声中 排成了四列 站在黄轩面前 那些未曾被带出来的俘虏里 也有人高呼着 愿意投降 愿意效力 但黄轩不再理会他们 而令人取出裤藏的短刀两百把 交给被解开束缚的两百人 这些人握紧短刀 脸上显出困惑的神情 而黄轩挥问道 最后再问你们一遍 你们愿意为朝廷效力 为我办事吗 对列中传来嘻嘻啦啦的应答声 很好 你们将会庆幸自己 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黄轩满意地点头 既如此 我给你们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 现在拿起刀 杀死这些与朝廷为敌的叛逆 他伸手指向的 是那些没来得及投降 身上还捆着绳索的俘虏们 所有人顿时沉默下来 之前那第一个出来说话的少年 往前走了半步 似乎想要恳求 而黄轩神色严厉地扫视着他 硬生生将他逼回队列里 慢慢地 一个人 两个人 越来越多的人举起刀 面目猙獰的 向原来的同伴走去 在金蛮叛乱的大背景下 这场在岑平的杀戮 并没有人会注意到 黄轩得到了两百个 敢杀敢死的蛮蚁部下 可这两百人 有什么用呢 至少段风完全不明白 待到第二天 黄轩竟然孤身一人 带着他的两百名新部下 离开了岑平 段风就更不明白了 黄轩为了他的奇功而奔走 而时间推移 京南各地的混乱继续蔓延 靠着乐乡大事数年来的影响力 与护金蛮校尉友善的各部大体 都还安定 但因为 沙摩科和张卢两人 至今不知下落 难免因此生出 诸多匪夷所思的传闻 也激发起许多动荡 而那些 原本就与护金蛮校尉疏远的蛮部 乃至深山中的一些生蛮的行动 愈来愈猖獗 引起的百姓伤亡 很快就到了各地 无法忍受的地步 某日里 江陵的荡寇将军府发出文书 严厉督促护金蛮校尉 和各地郡守 立即展开行动 处置乱局 安堵百姓 以免混乱局面牵延下去 影响春耕 江陵大战以后 荆州军各部的损失不清 都忙于补充兵员 重建组织 故而满以启示之出 各地措手不及 但既然关羽下定决心 各地领兵的将校们 纷纷行动起来 发起对辖区内诸多乱贼的倾角 包括南郡太守费官所部 奋威将军雷员所部 长沙郡卫史河所部 武林郡贼曹从石樊咒所部 驻守公安的碧江军事人所部 林林太守豪普 和林林北部都为席贞所部等 各部皆遣出精兵强将 合计动用一万五千人 能动员到这个数量的机动兵力 已属不易 而实际出动兵力 可能要略少些 但无论实际多少 这一万五千人 投入到京南各地的深山巨河之间 仿佛往沸腾的巨斧热汤之中 撒下一把苏米 并不见特别的威势 虽然各地都在暴劫 但好像也没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大劫 一处压服了 叛乱就从另一处冒出来 于是仅仅数日过去 军队便有了些疲于奔命的意思 到了一月中旬的时候 已经有官员开始抱怨 都怪护金蛮校尉 让张鲁那丝 肆意传播轨道 才惹出这样的麻烦 这时候 京南各地能保持相对平稳的 只有宜都郡和陵陵郡 所以又有人提议 要再度调动两郡的军兵出境作战 以应对愈发混乱的局面 江铃那边立即表示赞成 于是 很快就有两道军令 分网仪多和陵陵 西年秦始皇命将军 徒虽率兵五十万 南征百岳 为了保障大军后勤 由一名叫做陆的监狱使 调集军民 修建了陵渠运河 陵渠贯通香水 离水两条河道 是荆州和郊州往来的最主要通道 汉时遂以陵渠北面的陵陵线为中心 设立了陵陵郡 汉家集圣时 此地有户 二十一万二千二百八十四 口百万一千五百七十八 辖区方圆千里 是天下少有的大郡 当然 这户口数里 其实包括了大批归附蛮夷 待到桑万以后 零零既难免兵戈 饥荒和瘟疫灾害 又不得不坐视着蛮夷脱离掌控 此时依然处在荆州州府控制下的人丁 只有十余万 且分成了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北面的滋水沿线 依托雷远从江淮带来的大批流民 以昭陵 昭阳 征阳等成为中心的昭陵北部都位辖区 另一部分则是南面的香水 陵渠 离水沿线 包括全陵和陵渠两端的陵陵和史安等线 由陵陵太守郝普直接管辖 既得这份调兵军令 郝普和习珍两人便亲自领兵出动 当郝普带着本部军兵迁渝离离开零零城 在香水码头陆续登船的时候 黄轩正在码头附近看着 他并未穿着官服 而做寻常汉家世子打扮 混在行人中毫不起眼 眼看这支兵卫时身世之交就出城 结果 因为码头聚集的船只太多 轻出航道 等待船队 编组队型 花了大半个时辰 等到船队起行 都已经黄昏了 黄轩不禁生出几分蔑视 听说 这位好太守乃是玄德公落魄时 在一阳招揽的部下 与魏延和富荣两人并为原从中 颇得看顾之人 只是 如今 富荣为轻卫大将 魏延常在前敌 而豪普豪子太 仅仅坐守一个境内郡城 还把郡兵带成了这种松垮样子 着实有些丢脸 说不定 玄德公唯独将林林划分成南北两部 由太守和北部都尉分治 便是看出了这位原从的才能有限 想到这里 黄轩又不免沮丧 豪普得才能自视有限 我黄公寓又如何 这一日距离黄轩在雷远面前保证 亲往林林 一人一骑 而抓捕江东山洞之人的时候 正好是第十天 雷远令黄轩不必勉强 许他十五日 但黄轩自己声称的十日之期 已经到了 细奏报上来的布置 黄炳二人在哪里 他还完全没有头绪 甚至他都没能联系上自家的细作 第六百三十五章 寻觅 黄轩年少时曾经做过游侠 后来又弃武从文 读书名法 给过县里的剑具 他吃了官司以后 大胆逃狱 欺身前山 不久又借着自家才干 从周虎的部下 一路做到了实际负责金蛮事务的六百弹从事 他的确是个有手段 有决心 勇于承担重任之人 而且对金蛮的内情掌握 远远超过任何同僚 所以他有信心凭借自己对蛮部的了解 和事前安排的得力细作 找到布置和黄炳两人 在突然发难 将他们一举擎拿 而他带来的两百名金蛮将服 正好以金蛮身份 尽诸其余的江东来人 宗主已经说了 金蛮一向都是乱来的 近年来游慎 杀起人来 全无顾忌 而黄炳是个精细人 既然说金蛮杀人 那就一定是金蛮洞的手 黄炳早就想好了 事后 这两百名金蛮将服 也会被当场杀尽 正好给外人看一个惨烈现场 证据确凿 妥妥的人生悲剧 这样的话 护金蛮校卫府 还能省下些资财 妙得很 黄炳虽然长期身在层平驻扎 但一向关注大事 在他看来 玄德公既然将要跟进一步 宗主也必定会水涨船高 那么 宗主的下属呢 如郭靖 贺松 丁凤这些武将 几乎必定会及此机会得到把拙 那么 新兵 周虎 宋水 范巡和自己这样的管事呢 黄炳最初担任护金蛮校卫普通院立 后来提升为从事 这个从事他当了一年多了 虽然在金蛮部落中极有威望 可毕竟只局限在金蛮部落 虽然实权甚重 可毕竟就只是六百单 黄炳希望继续建功立业 金蛮的骚动对他来说 反倒是展现才能 以更进一步的机会 所以他敢于在雷远面前昂然承诺 随即就用暴力手段 制服了一批金蛮俘虏 轻身来到玲玲 但现在这情形 可就有些尴尬了 他赶到玲玲已经七天了 七天里 他通过种种途径 打探蛮夷的动向 寻觅江东人的踪迹 然而一丁点成果都无 在荆州各地乱世分歧 上万兵马四处镇压的时候 林林 全林 石安等地的几只蛮一部落 全无异动 被细作专门指出的几个部落 也安静地恍如太平时节 黄炳身为护金蛮校尉从事 所驻扎的层平 是金蛮各地与乐乡大势之间 往来的关键一环 自然有他的人脉 他联络了卢江雷氏 布置在此地转运焦州货平的底涉 这一块 是卢江雷氏另一位管事范荀负责的 黄炳和范荀颇有些交情 所以托他们查问了城池内外的行商 旅客 甚至连林渠上 往来的船只和全林 陶阳等周边城池都没放过 然而 完全没有找到江东人的踪迹 黄炳难免有些焦躁 以至于满眼血丝 面色也有点发黑 面旁瘦了一圈 颧骨高高吐了出来 此前为了避免被人认出 他特意剃掉了胡须 但这会儿他的样子 与平日意气风发之状大不相同 哪怕不替胡须 等闲熟人也认不出他来 这绝对不正常 江东人难道叉叉飞了 岂是另有谋划 那他们之前以零零为中心 搅风搅雨 图什么 他百思不得其解 于是越来越焦虑 焦虑的不只是时局 不只是护金蛮校尉从事的职责 更是他自己的前途 他想把握机会 做大事 可现在全无目标 显露爪牙又有何用 来此之前 自己说了大话 吹了牛 若最后形势不成 灰头土脸地回去 又该怎么面对宗主 黄轩常常地叹了口气 副手往回走 这几日 他装作一位从都梁县来的游学世子 因为与全灵皇室有亲 在地方有些力量 所以随行有蛮兵保卫 凭着这个身份 他住进了林林城北面的一个大院子 距离太守府和军营 武库等重要设施不远 这也是为了缓急之时 求援于太守 只不过 现在豪浦出兵长沙 这个壁柱已经靠不得了 那么 接下去该怎么办 他一时彷徨无忌 目送着豪浦的船队离去 他也缓缓躲步而走 将尘未尘的夕阳 拉长了他的影子 显得他格外的意态低迷 之前那个最早投降的蛮夷少年 一步一驱地跟在黄轩后头 不敢说话 以这蛮夷少年的见识 根本就不知道 黄轩为何而来 又为何焦虑 他只觉得能令如此可怕的黄丛 是长须短叹的 一定是严重到无法想象的事 但他又无法可想 走着走着 他低声道 我们都查看过了 都查看过了 他说的 是黄轩领着将服中叫机灵的树人 过去几天里 查看了陵陵城内外许多地方 寻踪密迹 陵陵城靠近香水 地势又很低洼 所以每年夏季都有水涝灾害 数百年前朝廷强盛时 修建的夯土城墙 早就垮塌了 用一排木栅栏当作城墙 拢着乱糟糟的许多建筑 城池里的道路也弯弯绕绕 不像是正经大城横平树直的样子 又不是什么周回数十里的大城 城外又不是务必连绵 哪可能有一批外人在此 却没有丝毫端倪 但里里歪歪各地 黄轩领人探查过后 都没有成果 蛮一少年 低声嘟囔得不停 像是在解释 这几日里 他有点担心 担心 如果黄从事再这么恼怒下去 恐怕答应自己的钱财赏赐会出变数 这少年被金夫召来下山劫掠 实在有他不得已的理由 因为近几年天寒 蛮不群山中的粮食收成很不好 他的一个弟弟 一个妹妹就在去年冬天饿死了 还有母亲在 少年不想让他死 他是真的想要那些赏赐 他知道 那些看起来黄灯灯的就是钱币 一捧钱币就可以换很多吃的 可以让他和母亲吃很多很多炖饱饭 吃到天气暖和 可以摘果子和树叶为止 但如果 如果拿不到赏赐怎么办 会饿死吗 少年忧虑地想着 他再次嘟囔到 全都查看过了 全不地方 每一个地方 前头黄轩突然止步 少年一个没注意 猛地撞了上去 两人几乎摔倒 如此唐突贵人 便是当场被杀了 也是活该 少年吓得半死 立即跪下求饶 没想到 黄轩一把揪着他的脖子 把他提了起来 我知道了 我知道他们躲在哪里了 有个地方从没查看过 黄轩两眼放光 勒着少年的勃更猛晃 大笑道 我能抓住这群狗东西 第636章 狼虎 黄轩的履历未必很强 但这时候 他情绪亢奋 手里就失了计较 用尽大的吓人 少年的气管被压住了 顿时呼吸不畅 脸色发红 须于肩又发紫 再不挣扎 他觉得自己 怕是要死 这才忍不住 去拉扯黄轩的手臂 黄轩直接松开手 让这蛮衣少年跌倒在地 这情形落在街道上的路人眼中 显得突兀 有人冲着他们指指点点 稀稀疏疏地说着什么 但黄轩压根不在乎 跟我来 他兴冲冲地喊了一声 拔足就走 少年正捂着喉咙咳嗽 文婷慌忙起身 手脚并用地在地上正挫几步 这才跟上 黄轩直接奔到他落脚的大院子里 一脚踢开院门入内 院落中本有一批蛮兵正在休憩 听到大响 历时戒备 黄轩沉声喝道 其他人呢 全都出来 前后多处防射里 蛮衣将服们纷纷奔出来 贵服在黄轩面前 黄轩绝对是个有手段的人 他领着这些蛮衣将服来此 区区数日间 就已经将他们压得心悦成福 每个蛮衣对黄轩都毕恭毕敬 气不敢出 要知道 他只一人而已 还是个文官 两百名蛮兵不用拳上 只要其中几个较具勇力的作反 立刻就能把黄轩杀死 可他们竟然 不敢生出一丁点反抗的念头 竟然就这样被驱使如拳马 唯独有一点 两百名蛮蚁捡员了 现在只剩下了一百九十四人 蛮兵终究野性难逊 何况这两百人中 还有不少是完全没有开化的生蛮 这些生蛮便如传说中的深山野人 不知道耕种 经营 也没有稳定的部落结构 千百年来都在深山大鹤里如毛银血 比被离开深山以后 受到汉帝繁华的吸引 又没有规矩法度的概念 最难控制 所以黄轩只带着几名机灵的熟蛮四处奔走 而另外任命几个较可靠的蛮兵头目 拘着他们躲在院落里不出门 就连食物补给也是自备 反正这些蛮夷们过灌苦日子了 吃干粮喝井水 并没什么不可以 可是就在前日里 有六名生蛮不知道怎么想的 避开了其他人翻墙出外 他们先往县城里闲逛 又抢夺店铺中贩卖的酒水 最后还借着酒精悔悟伤人 几乎要靠黄轩暴露身份来遮掩 那如何使得 黄轩带了十余人火急赶到 乘着事情还没闹大 将他们抓了回来 也不多说便急令人将他们杀死 伸手一出的尸体 直接埋在了院落远离水源的一个角落 所谓作威作福 生杀与夺 莫过于此 经过此事后 蛮医将俘们对黄轩愈加敬畏 但凡黄轩召唤 他们各个匍匐在地 甚至不敢抬头正视 把刀子都拿出来吧 轮到你们松松筋骨了 黄轩看看他们 冷笑道 跟我去杀人 蛮兵们顿时兴奋不已 他们这些日子 跟在黄轩身后束手束脚 虽然福气 可压抑本性 着实别们的厉害 这时候 听说可以厮杀 百多人齐声应望 一起仰天长嚎 宛如野兽般的杀气腾起 虚余之后 百余人各持刀剑 叉叉叉叉 壮若群魔乱舞地冲出了院落 身在京南之人 对蛮夷作乱 飘掠乡里的情形 早就熟悉了 街上行人突然间 看到一群蛮兵杀出 发一声喊 立即四面奔逃 毕竟这里是邻居的北口 城池虽然破败 城中蓄积的行律 客伤不少 一旦惊扰 数十人 数百人 乃至上千人喧嚷精华 进退失聚 人仰车翻 黄轩全部理会这种情形 于是 这一对蛮兵 也不像通常叛乱那样 四散抢掠 而紧跟着黄轩的脚步 一直向前冲 他们如入无人之境地直往前撞 穿过两条街道 他们就到达了目的地 黄轩提刀一指 立身贺令 杀进去 他刀锋锁指的方向 乃是林林城中 最阔大雄伟的建筑群之一 林林太守府 江东人想要策动 遥控荆州乱局 就不可能躲在深山老林里 而一定是在某个交通便捷 易于他们传递消息 而又足够安全 得到充分掩护的地方 之前黄轩怀疑过江东商旅 在湘水沿线设置的底设 还偷偷坦查过湘水上的商船队伍 但他从来就没有把目标投向太守府 雷远固然给了黄轩公文 使他能在万一时求助于林林太守 可黄轩作为前山救人 很明白 雷远无意伸手往林林 所以他在过去几日里 甚至有意避开了林林太守的府邸 乃至军营等处 免得自家还要解释身份 生出其他事端 直到现在他想通了 为什么京南各地暴乱 唯独一都和林林不乱 一都不乱 是因为雷宗主强力控制地方 提前消灭隐患 而林林这里 豪谱并非有能之人 郡兵也不精锐 为何无事 因为江东人就身在林林城里 甚至就身在林林太守的府邸之中 既如此 林林无事 才便于他们有所作为 那么 身为林林太守的豪谱 是否与江东人勾结 如果是 那么 今日他领兵出外 是有什么图谋 还是想掩饰什么 如果否 当他领兵出外 江东人后继又会做些什么 黄轩摇了摇头 这些他懒得多想 也不想再慢慢查问 局势如此混沌不定 他答应雷远的实现也快到了 那么 最好的应对方式 就是快刀斩乱麻 所以黄轩做了一个 大胆至极的决定 既然自己是秘密南下 何必顾忌太多 不妨就假作蛮兵作乱 直接攻入林林太守府 如果江东人确实在这里 就让他们自己跳出来 换了任何一名汉家官吏 随同黄轩前来 都绝不允许他干出这等狂辈之事 身为护京蛮校尉从事 领人去攻打林林太守府 如果最后证实太守府中并无他的目标 此举就成了造反 这事情万一泄露出去 黄轩起飞还要把奋威将军脱下水 其心可诛 罪不可赦 他根本就是疯了 哪怕黄轩能拿出千万条理由 这也绝不允许 哪怕当场拔刀把黄轩杀了 也必定要阻止这种恶性事件 然而黄轩身边并无汉家官吏同行 他在雷远面前自吹说 要一人一骑 擎拿布置 黄炳 所以他真的就是孤身一人 带着这些蛮兵来的 而蛮兵们混混顿顿 就只听从黄轩的命令 所以 当黄轩下令以后 蛮兵们如狼似虎 杀进了太守府里 以军事力量而言 郝普远远不如习真 掌握在他手中的零零骏兵 共计四千步道 此前 江陵第一次发令出兵 平定叛乱的时候 郝普已经派出了一千人 今日再度出兵 再调动了一千人 又临时蒸发了名状两千余 剩下的骏兵虽有两千 但分散在香水沿线的几处交通要道 留守零零的兵力千人出头 大步都分布在外围墙园 对内部街道根本没有防备 此刻 太守府内外兵力约莫百人 分作三班轮流直哨 正在大门处的 不过松散十余人罢了 而黄轩就带着他部下的蛮兵 冲散了这些人 继而冲进了太守府 这时候 蛮兵们的刀上已经沾血 黄轩竟然真的在杀人 可不过松散十余人罢了